第六十九集 看着一众的将领 朱慈心情复杂 刚刚的一番话 是朱慈希望以这样的方式 在这最后的几天里 令朱将清醒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斗志 尤其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就只能寄希望于他们超长发挥 坚持到朱慈在辽东取得战果 行国公 整备人马随时准备出征 朱慈敲了敲台面 提醒高杰领旨 继续执行军事准备工作 臣遵旨 高杰低头领命 他的心里略有些激动 圣上过人的军事谋略能力 早就已经在入京之前听说过了 这一次看起来他要跟随圣上一起出征 这就有机会亲眼看看这圣上 到底有怎样过人的才干 只是令他不解的是 直到现在 圣上仍然没有说明白 整军出征的目的是什么 是朝哪边出征 没个目标 这怎么准备呀 装备带什么呀 口粮要多少啊 这让高杰领有些迷茫 但是也没敢再去询问 在朱慈决绝决的命令下 下面几乎就没了声音 所有军事人员的调整安排 也按照朱慈的意思 毫无阻力地贯彻下去 朱慈又说道 朕封新国公夫人刑事 为三品招五将军衔 令参政军务 在朕出征期间 与朱将共同商议军事 此时正是用人之计 朱慈之道 高杰一路鸿福齐天的连续胜仗 实际上和他的老婆 是分不开关系的 如今国难当头 更没有理由埋没人才 有用没用的 先提点好了再说 哪怕是女人呢 本来朱慈还怕其他人有所反对 但实际上 已经有了秦良玉的事迹在先 众人对于性别的歧视 以及女性为将的反感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烈 众将啊 也就只是在心里怀疑 刀劫的夫人 真的值得圣上 亲自点名以赴军事吗 但是他们并没有问出来 多日以来 朱慈在众多将领的心目中 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威信 让他们相信 朱慈的安排绝非空穴来风 但知道自己夫人 几斤几两的高级 听到以后 却着实吓了一跳 圣上怎么知道 他媳妇这大粗腿的 圣上这看人的眼力 有点挑钻啊 就是不知道他的夫人 行事之道以后会怎么想了 朱慈吩咐完毕以后 禀去其他人 朱慈单独留下了王先通 要把京基的一切事物 都交给王先通来指挥 朱慈还是有点不放心的 还要亲自提点一些的 毕竟他的责任重大 朱慈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的详细交代给他 关于京城防御的问题 虽然 北上的事情 没有告诉其他人 哪怕是准备带走的高杰 也暂时没让他知道 此次出征的目的 但是 作为镇守京基的主将 朱慈还是将他的战略和计划 合盘拖出 告诉了王先通 并且授权他 如果京师的压力过大 可以提前放出 朱慈进攻剑奴后方的消息 从而达到 扰乱达清军心的效果 减轻守称的难度 不过王先通 显然不太在乎 自己面对剑奴时候 有怎样的压力 而是在担心朱慈的安危 在听到 朱慈准备以孤军深入的形式 出骑兵作战 立刻劝剑说道 圣上 怎能如此以身犯险 纵然剑奴真的因此而退却 届时 回防的剑奴 势必将圣上围困于辽东啊 圣上 又如何脱身而出啊 还请圣上细思 密粮将 以待圣上出征为妥 在这些忠诚之士的眼中 天下百姓的安危 也比不上皇帝一个人的性命 出此 孤军深入 剑奴的腹地 可比镇守北京还要凶险 只要达清回防 封死退路 那几乎就是有去无回 在这种情况下 打击敌人后方 或许能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 但是 深入敌人内部的军队 势必难以生还 这样莽撞的出击 无异于送死 王先通觉得 把任务交给一个忠诚的良将 去做最好 他实在不认为 诸子有必要以身犯险 但是现实却是 诸子 没有这样的良将 在这样的情形下 做一个高居庙堂的吉祥物 还不如把自己直接挂在槐树上 如果没有抛弃生命的觉悟 又怎能保护得了 自己想要保护的事 能够代替诸子出征的人很多 但是 能够完美执行诸子 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的人 则完全没有 这一次军事行动 将直接关系到大明的存亡 为了这个刀刃上跳舞的军事行动 诸子可是深思熟虑了许多 想要稳定北方 就必须将达青一举打残 而这一次 达青入关 后方空虚的时候 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诸子要露出獠牙 一举重创达青 使其短时间内不敢难忘 若是能够斩杀沈阳的多尔管 那可是比当阵斩敌十万八旗 更有价值 明白这个道理的诸词 坚持说道 朕自有办法脱身 不必要再多劝阻了 如只需要守好京城便可 待阵消息 若贼士过猛 京师难受 新建博可便宜行事 退守山东一刻 朕不会追责欲辱 王先通听罢 有感而发地说道 臣 门心自问 不比于少保和先祖的能耐 但是 京城自太祖起 便从未遭到贼祸 臣 又怎能拱手将其让于贼人 待圣上凯旋 臣势必将京师交还圣上手中 朱词点点头 对王先通的忠心表示肯定 这番话呢 也就没有驳斥 留给王先通的第二个底牌 便是刑事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 自从跟了李自成 又跟了高杰私奔以后 就一直在军旅生活 对军事的才感实在是不弱 若是能够和其商议 或许能解决一些难题 于是 朱词交代说道 新国公的夫人行事 有大财 朱军之事 已文旗谋略 王先通实际上 对于朱词的很多人事任用 都不是很理解 首先 下诏征兆将音的 一个连功名都没有的 严姓典力入京拱位 如今又是提拔一个女子上来 参政军务 怎么看 都有些让人琢磨不透 圣上虽然一直英明果敢吧 但是用人上 是不是有些太过于草率了呢 然而王先通虽然心里并不认可 朱词的人事任用 表面上 却仍然遵照朱词的意思 答应了些来 军政两会的安排结束以后 剩下的便是全程的运转 达清虽然下了席文 但是 显然不可能立刻就攻打过来 对于朱词来说 还有充足的时间准备 出征之日计划在四月十六 也就是说 还有几天时间 朱词要考虑的是家人的安危 京城很有可能实现 实现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实现之后 他的家人们怎么办 老皇帝重振 又是个狠人 基本上啊 就把他们切成萝卜丁了 这样的事情 哪怕是杀掉一百个多尔滚 也是无法弥补的 所以 在北征之前 朱词准备让家人们 南去山东避难 包括崇祯夫妇和朱词的几个兄弟姐妹 朱词为了胜利 可以毫不犹豫地以身犯贤 但是对于家人们 却不愿意让他们受到伤害 这也是当初 他没想着当条咸鱼 而是振臂一呼 将京城的一切力量 都团结起来抵抗入侵的原因 而此去辽东以后 京城的事情 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朱词保卫京师 从来都不是为了保卫这座城池 而是为了保卫家人 在山东光复之后 后路已经很充足了 朱词当然不会固执地 把京城的得失看得非常重要 重要的是家人的安危 仅此而已 所以在京城阻击达青 延缓其南下的同时 将家人送去山东避难 是肯定需要的 再不急 还可以让他们跑去更南边的地方 总之达青的战略纵深 远远比不过大明 这是达青的弱点 在面对达青这个强敌的时候 肯定要发挥出朱词 目前所掌握的全部优势 反正先怼此达子再说 至于南边的那些小牢牢们 哪怕会闹事 也根本无法和达子的威胁 相提并论 这也是为何 朱词的决策是 安内必先攘外 弱大的人寿宫 崇祯早已等候在了里面 似乎是从外面听到了什么消息 又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他此时正带着耐人寻味的笑容 妄想秉退了众人的朱词 看到了太监们都退下以后 朱词才步入了正殿之中 周围没有了其他人 现在是父与子的相见 崇祯正盘膝直接坐在地上 从皇帝的宝座上退下来 差不多一个多月了 崇祯的气色是好上了许多 与此相比呢 原本就不怎么强壮的朱词 在连日的辛苦劳作下 消瘦了许多 父皇 为何习坐于地啊 朱词问道 话虽如此 但在崇祯递过了一个蒲团之后 朱词也没有拒绝 而是也拿过来跟着坐下 皇儿啊 你只看到了寡人 习坐于地了吗 崇祯摇了摇头说道 这可不是地 这是大明的黄土 出此默默无言 您有感怀 祖宗 其余微末 创业坚信 一路披荆斩棘 碧鹿蓝绿 时有大明 万里河山 然 寡人良德伯公 忘信奸拟 以至于设计崩乱 百姓疲靡 此皆寡人之过呀 崇祖 崇祖说道 似乎是在向朱词诉说 又似乎在自言自语 大明走到今天这种地步 崇祖本人确实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 只是烂摊子已经接下来了 再抱怨开局太烂 显然没什么意义 哎 父皇 不必如此自责 文臣腐朽 蒙蔽盛听 窃国卖军 皆费父皇之过呀 诸祖说道 既然崇祖已经退位了 诸祖也没必要无聊地指责崇祖 以前做过的那些烂事 只是崇祖听了以后 却是苦笑了起来 黄儿 都是自己家人 不必 假公寡人哪 若是踏实 寡人 还只倒是群臣无能 已有国魁呢 然而 自从黄儿登基之后 寡人常于后宫反思 时至今日 终于明白 国事设计于此 时乃 华人之国也 太祖 成祖之时 国运昌龙 何也 皆言太祖 成祖 非既龙椅之高 而是西云 黄土之上 皇儿不念后宫 奔于君民之间 亦有太祖 成祖之德 此 跨人之所 不及也 崇祯 接连给 朱慈 戴了几顶高帽子 让朱慈 有些始料未及 但现在 显然不是享受 别人夸赞的时候 所以 朱慈 只是静静地听着 没有 发表什么看法 寡人 既将皇位 善让于皇儿 亦是希望 皇儿能忠兴大明 还救于祖宗 大明基业 便喜 君一人之上 诸词听罢 点头应远 父皇之言 朕 必不敢忘 只是 朕 此番前来见父皇 乃是希望 父皇母后 与皇子 皇妹们 暂且离开北京 避难山东 此话一出 崇祯眼神略微凝固 吴三桂反叛和剑奴 一起准备入关的事情 他听说了一些 但却实在没有料到 朱子 竟然准备将他们送走 但看到朱子认真的样子 并不像是在开玩笑 京城的危机 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吗 崇祯 崇祯收了收笑容 正色问道 皇儿 你这是准备难度应天吗 不 朱子 连忙否认 此刻 父子之间的气氛 颇为凝重 朱子 继续说道 我大明一朝 不和亲 不称臣 不割地 不纳贡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朕 身为黄明血脉 成祖子孙 又怎能将大明和善 拱手让贼 是啊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啊 不知为何 崇祯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竟也被感染了许多 仔细回想 大明一朝 却真心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以至于 向来以祖宗为荣的朱友简 真想对朱子说一声 好 朕 决意与入寇贱奴死战 以保祖宗基业 朱慈坚定地说道 朕只是希望 父皇母后难去 以免朕的后顾之忧 崇祯蹭地一下站了起来 在听到了这些话以后 心里颇不平静 也被朱子那种身为明皇帝王的骨气所影响 忍不住师生说道 辱为明皇血脉 成祖子孙 那寡人 又何尝不是呢 如可身色设计 寡人 又怎生不能 寡人 虽无忠心之功 绝无苟且偷生之念 辱欲贱奴死战 寡人 绝不难度苟活 令祖宗蒙休 若是朱子 带头南迁 崇祯 倒也只能顺从地跟随 但是 朱子表示他不走 却让他们去南边避难 这叫什么事 自成祖以来 大明的皇帝 就从没有往其他跑路过的历史 崇祯虽然已经不是皇帝了 但也是执政了十七年的正统皇室啊 设计在他手上崩坏掉了 已经让他难以面见祖宗 在背上南逃的祖明 崇祯可不愿意丢了这个面子 以至于在听说 朱子想要让他跑的时候 忍不住歇斯底里地怒吼了起来 朱子平静地听着 大概能了解崇祯现在的心情 身为帝王的人 做束缚的东西太多了 崇祯或许并不是一个不怕死的人 但是作为帝王 却有着不得不做的苦衷 但远比生命还有重要的东西 是身为帝王的职责 这是朕的旨意 突然快步走向了预案 拿起了桌上的配件 咣嚣一声 咣嚣一声 扔在了朱子面前 但是 寡人便抗命不尊了 请天子 赐死 说吧 崇祯宁眉冷目 就那么盯着朱子看 朱子的圣灵 第一次出现了难以执行的状况 但是 朱子却没有一点的恼怒 直到这个时候 朱子才正眼看向那位 曾经为帝王的父皇 崇祯的确是一个没有太大能力的君主 但他最终死于社稷的执着 却使得朱子 肃然起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十集 崇祯以死相破 表达他绝不难逃的决心 虽然是抗命 抗了朱子的黄命 但是朱子又怎能真的降罪于他呢 斩杀崇祯吗 不仅仅是因为 崇祯是他理论上的生父 更多的是对于崇祯那种 发自肺腑的敬佩 朱子也站起了身 父子二人 两代帝王 四目相对 从瞳孔之中 朱子看到的 是崇祯的决然之色 朱子最终叹息一声 不再试图说服崇祯 有些时候 别人需要的是尊严 而绝非生命 好吧 父皇若执意于此 朕便不强求了 然母后太妃 与诸位皇子 当一阵难行 有见于崇祯 有着激情杀人的前科 朱子说出了自己的底线 即使崇祯留在北京城 其他人也不能留在北京城 但崇祯显然并没有 那种拉家人陪葬的恶趣味 在朱子提出 让其他人难去的时候 狂热的情绪 逐渐稳定了下来 眼神略有些暗淡 嘻喃着说道 嫔妃和皇子 公主并无过失 去之也好 哎 何苦生在帝王家呢 没能舒服崇祯 朱子便退出了大殿 转回头 去见周太后 然而周太后听说 崇祯和朱祠都要留在京师 也是不愿意难去 周太后和崇祯 有着十八年的感情 虽然没有多少波折 虽然没有太多的激情 但风风雨雨而来 崇祯和周太后的感情 相当深厚 周太后哭了 伤心的程度 比这当初周魁死的时候 更加强烈 朱子有种深深的烦躁感 继崇祯之后 面对周太后的时候 她也感觉到了无力左右 哪怕她现在是君临天下的天子 但鉴于崇祯和周太后父母的身份 使得朱子根本无法用强硬的语言和强迫性的命令 朱子又放弃了 妥协了 或许这样也好 至少让留守北京的崇祯 不是那么孤单 在她最有尊严的时刻 还有着妻子相伴 为什么崇祖不是宋末的那两条咸鱼呢 大明啊 你们都是这倔脾气呀 说服不了崇祖和周太后 因为他们是朱祠的长辈 使得朱祠在行事皇权的时候有所顾忌 但是对于公主和皇子 那就完全不用考虑他们的想法了 哪怕是绑 也要带去山洞 目前崇祯的子女还是活着的 包括朱祠在内 一共有三子两女 定王永王 都是十一二岁的少年郎 还有便是昆星和昭仁 务必要安全将他们护送到山洞 所以对于护送的队伍 必须是信得过的人 除了薛义成的锦衣卫亲兵之外 朱祠还命令胡丰主挑选几个太监 随从保护和服侍 不过胡丰主在听说 他又要舍弃朱祠而远行山东的时候 痛哭流涕了起来 陛下 卑职无能 只愿随随皇爷夫子 朱祠本就因为崇祯夫妇的倔脾气而吃了瘪 心里正烦躁着 听到胡丰主的话 顿时控制不住脾气 劈头盖脸的骂道 谁告诉你 朕要赴死了 啊 朕怎么会死呢 让你做什么你便做 连你也要抗朕的职吗 胡丰主顿时骇然 吓得连连磕头如捣钻 奴婢之错 奴婢之错 借皇爷恕罪 行了 你去准备一下 带定王永王 还有两个公主 离宫吧 奴婢 遵旨 胡丰主磕头起身 正与离开 突然愣住了 转回过身问道 皇爷 那 皇妃娘娘呢 呃 皇妃娘娘 朱子也愣了一下 轩机想到了 宫里还有一个身份 比较尴尬的女孩子 尴尬的点在于 她虽然被钦点为自己的妃子 但直到现在 也都没有大婚 充其量 只是一个准皇妃 既无夫妻之时 也无夫妻之名 那么 对于这样一个女孩子 该怎么处理呢 皇妃 现在何处啊 朱子问道 回禀圣上 皇妃娘娘 现在居于圣上的东宫居所 至今未曾移宫 朱子的表情没有太多的变化 想了想说道 哦 行吧 一并带走吧 东宫之中 宁静 像是一个勤劳的园丁 呵护着宫内的一草一木 宫内的生活 似乎让她已经习以为常 每日粗茶淡饭 清灯相伴 虽然日子寂寞了一些 但是这种平静 且与世无争的日子 却也过得舒心 唯一的记挂 是那个基本不回宫 回了宫 也不会来看她的圣上 那似乎是一个不尽女色 一心扑在国事上的好皇帝 宁静 无从怨气 她能理解 朝廷艰难到了这种地步 圣上肩膀上 扛着多少的担子 而这些担子 不是她一个女人 可以分担得了的 宁静唯一能做的 就是每天虔诚的祷告 祷告着圣上的身体健康 祷告着乱世西宁 就在这个时候 胡丰主 从外面快步走了进来 带着人 准备接她离开 皇妃娘娘 圣上命奴婢 接娘娘出宫 啊 宁静听了吓了一跳 出宫 她有些疑惑 圣上这突然 要接她出宫 是什么意思呢 想到圣上每天 都在宫外居住 莫非 哎呀 天哪 这这这这 哎 宁静的脸上 突然就有些潮红 这没大婚就如此的话 不是坏了皇家的规矩吗 恐雨里不合吧 雨里不合 胡丰主有点懵 这是去山东避难逃命啊 哪有什么雨里合不合的 于是胡丰主 背下身子 宫神说道 回禀皇后娘娘 这是圣上的旨意啊 哟 这事儿圣上都下旨了 好霸道呀 宁静羞红了脸 也没有办法抵抗 所以呢 只能依从 然而 在她看到等候的马车 还有马车周围的人以后 便突然发现 事情远远没有她想的那么羞涩 除了宁静之外 勇王定王 昆星招人都在其中 圣上如果要羞羞的话 肯定不会烧着电灯泡一起嘛 还是四个 那么 圣上这是让他们出宫 要干什么呢 皇嫂 虽然还没有过门 但这并不影响 其他人对于宁静的称呼 作为皇家选美大赛的冠军得主 只要宁静不死 起码地位就是皇妃级别的 大婚之后呢 更有可能被封为皇后 当然了 本来就好事又活泼的招人 叫的是最开心的 互相失礼之后 宁静向昆星公主问道 公主也是受了圣上旨意 准备出宫吗 确实如此 如果不论性别的话 昆星在五个活着的兄妹之间 排行是老二 和宁静的年龄是相差无几 两个人之间 更容易成为闺蜜 圣上命咱们出宫 所为何事 宁静问道 然而昆星和两个王爷 完全不知情啊 知情的恐怕就只有胡风主 可他并没有 任何想要说明的意思 只是不断地催促着众人 快些上车 只有招人似乎很快乐的样子 围着宁静转着圈圈 皇兄肯定是把妖怪打跑了 带招人去民间玩呢 闲话少许 勇王定王一辆马车 两个公主和宁静一辆马车 五个人分别上车以后 两架马车便朝着宫外扬长而去 皇城大门之外 薛义成等几一位亲兵 早已接到朱祠的命令 再次等候着 看到了马车使出 亦是命令士兵开拔 紧紧不为止 车走得并不快 士兵们步行也是能够跟上马车的速度 一路向南 那偌大的皇城 逐渐在视野里消失 这还是招人第一次出宫 好奇的他 兴奋的透过马车的布帘子 望着外面的一切 心里想 这里就是民间吗 和宫里确实不一样 你看 那边正在玩耍的孩童 令招人看着都有些羡慕 宫里可都是大人 和他同龄的孩子 一个也没有 就单论这一点 招人是在缺少玩伴的环境下长大 还是比较寂寞 关姐 他们在玩什么呢 招人指着马车外面的两个男同问答 他们在地上换了个圈 然后轮流向圈里丢东西 昆星更是基本没出过工的人 招人的问题 他也回答不上来 不过小孩子的兴趣 会随着新的事物的出现而转移 当城内的杂耍艺人 在路边喷火的时候 招人又被吸引了过去 那是什么 好厉害 马车在城中穿行 市井的图景在周围变化 招人是一直扒着车窗看向外面 嘴里嘟囔个不停 闻到肉味了 好香 那边好热闹 或许离开皇城 对于招人来说 是充满心气感 但对于昆星和宁锦来说 却有种忐忑不安的感觉 直到现在 他们也不知道为何要出城 又要驶向何处 但胡风主作为朱祠的贴身太监 却不得不让他们相信 这些都是朱祠的意思 出于对朱祠的信任 他们选择服从 在重闻门之外 众人簇拥着朱祠 正跨着马 等候的力 招人一直在伸透张望 以至于眼间的他 第一个就看到了朱祠的身 招人的一声之下 宁锦和昆星 亦是忍不住的伸出头来 在真的看到了朱祠以后 原本忐忑的心 终于平静了下 皇兄 皇兄 招人向朱祠挥舞着手 一直等待着他们到来的朱祠 见状立刻下马 准备为他们做最后的进行 直到马车在朱祠的御驾面前停下 五个人纷纷下车 向朱祠行礼 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 奔向了朱祠 铺在了朱祠的身上 被朱祠一把抱了起来 他这小嘴啊 巴拉巴拉地在讲着 城里看到的事情 皇兄 明天真的和功力不一样呢 皇兄 刚才招人看到有人会喷火啊 皇兄 坐在马车里好无聊 招人想骑大马 好 朱祠将招人放在自己的坐骑上 命人扶住 免得招人掉了下来 然后转向其他的人 看向永定二王 以及昆星和宁锦说道 其他的事情 朕已经安排好了 你们直接去山东 等合适的时候 再回来 朱祠并没有详细说明原因 对于公主和皇子 他有着作为皇帝的权威 无论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 必须去山东 避难不可 然而突然听说要去山东 无论是昆星还是永定二王 都有些难以接受 皇兄 为何要去山东 昆星问道 没有什么为什么 这是朕的执意 朱祠眼神冷利 用着不容质疑的口吻说道 昆星沉默了 在朱祠的强势要求下 处于女子的顺从性格 让他无法反对 宁锦更是和朱祠相当的陌生 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 也没有说过 对于朱祠毫无征兆的决定 他也没有胆量不从 皇兄 那父皇呢 还有母后呢 他们也会去山东吗 定王突然问道 要和父母突然分开 被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令谁也难以立刻接受 朱祠走向定王 抬手替他拉起了 有些不整的领口 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皇帝啊 你和永王也快成年了吧 身为皇家的皇子 许多事情应该有所担当 不要总想着依赖别人 依赖父皇母后 无论你们身在何处 又面对怎样的事情 都不要忘了 你们的体内 留着的是大明皇族的血液 永王和定王露出了两个打酱油的表情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朱祠并未理会 而是继续说道 你们可是皇家的男丁啊 万万记住 一定给朕照顾好 保护好你们的皇姐皇妹 那那 那我们还要保护皇嫂吗 叹逆期的定王抬杠说道 被朱祠瞪了一眼 定王兴兴地吐了吐舌头 不再说话了 朱祠从宁锦身边走过 鞋子挤压着杂草 发出枝压的声音 在宁锦面前稍微停了片刻 宁锦以为朱祠会有什么话说 但是 朱祠终究是背过了身 甚至都没有多看他一眼 宁锦还是挺遗憾的 但对于朱祠来说 他和宁锦之间 毕竟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实在是不知道 跟他说些什么好 或许这也是为何 朱祠上辈子 连表白这种事情都没干过 在感情上 他喜欢被动 接着便是招人问了起来 皇兄 山东是哪里啊 哦 山东啊 是比京城更好玩的地方 有多好玩 炸鸡好吃吗 好吃 山东的德州扒鸡更好吃 招人要吃 相比于年长的皇子公主 招人的快乐属性 倒是没有因为突然离开京城 而减少很多 在朱祠的忽悠下 招人已经对于山东充满了期待 只是即便如此 招人仍然有更在意的事情 皇兄不一起去山东吗 皇兄要是不去 招人也不去了 他吸了吸 因为德州扒鸡带来的口水 招人又不舍而又坚定地说道 嗯 你和皇姐先行 朕随后便会去的 真的 不骗人 不骗人 招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再多的言语 总有结束的时候 在朱祠向薛义成和胡风主 交代好进入山东以后的各项事项以后 公主等人便再次登上了马车 朝着南边而去 招人不断伸出头来 向着朱祠挥着手 招人用稚嫩的童音喊道 皇兄 一定要来哦 朱祠打道 声音小的 似乎只有朱祠自己才能够听到 而后又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若是 朕能够活下来的话 这样的乱局 谁又能保证好自己的向上人头 这便是舍弃性命的游戏 越是怕死的人 越是容易出局 直到马车之影彻底的消失 朱祠 重新跨上的战马 返回了京阳 傍晚 忙了一天军务的高节 在回家的时候 被谢方给叫住了 高节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上次谢方给他安排的顾恒波 最后他是想起来了 乃是秦怀八雁之一啊 这一次 谢方说又有好货到了 好货 什么好货呀 高节揣着一肚子的蠢蠢欲动 看向了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高节摆着手指都算 距离出征的日子 也就没几天了 京城里确实是舒坦啊 虽然多年来战乱 让京城荒芜了许多 但是作为大明最繁华的都市 该有的还真是都有 怪不得天下的官僚和老百姓 挤破了头 也想到京城里面来 真是个好地方啊 尤其是谢方这个狐朋狗友 总是能狠对路子的 让他享受到了 许多京城内的腐朽 高节还记得 自己和李自成起事的时候 只是想混口饭吃 现在啊 却已然是朝廷熏贵了 想来 命运真是令人感叹 当然 作为一个武将 高节知道 打仗的本领是不能丢的 他虽然脑子不好使 但也知道 他受到的赏赐 都是圣上给的 兵权没了 失了宠幸 那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出征也就在这两天啊 到那时候啊 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还能再回来京城了 所以说 谢方勾引他的时候 高节 沦陷得很快 哎 新果果 看起来 有些闷闷不乐呀 喝着花酒的谢方 注意到了高节 似乎有些心事 啊 杨忠伯 你是有所不知啊 圣上 命某人整备军队出征 却不说 去打哪边 某人啊 总觉得这心里难安啊 高节 闷了一口酒 感叹说道 谢方难以发表什么看法 他是朱祠的心腹 没错 但也不可能 对朱祠是刨根之底啊 于是便安慰说道 哎 这事啊 却也不好说 圣上次登基以来 实难令人揣摩心事 既然圣上不说 肯定是有所思量嘛 如今达子不日货便入关 肯定是杀达子的 没跑 高节听吧 还是不断的摇着头 说道 啊 话是这么说 但是某人啊 也是航武出身的 一直到 达子向来凶悍 以武前经济机制 实非易事啊 昨天晚上 他还和刑事问起了 圣上出征的意图 然而哪怕是向来神机妙算的刑事 也难给出确切的答案 连高节的主心骨刑事 都难以猜出圣上的打算 高节不慌才怪 行国公 圣上既然敢如此 肯定是有所把握 行国公还是不要多虑了 等到出征以后 一切便可知分享 行行行 希望如此吧 高节探到 话题一转 他不想再多想了 只是希望 跟着圣上出征啊 可不要再来一次土木宝时间 哦 对了 杨忠波 此次出征 不知需要多时才能回来 某人在京城 也是无亲无靠的 还望杨忠波多家照付 免得我旅行啊 行国公 你这见外了 这是自然的 四月十六 这一天 从山海关而来的唐豹 到了朱祠的手中 山海关那边已经有了动静 多夺的先锋军和吴三桂的 官宁铁骑 新行出动 永平城 毫无悬念的已经失守 而他们的身后 阿济阁的主力 正在源源不断的 从山海关踏入关内 形势已经迫在眉睫 刻不容缓 必须要开始行动了 京城之中 公主和皇子都已经送走了 朱祠基本上没什么好顾虑的 就在这一天 朱祠准备适施北伐 在离别之前 朱祠去见了留守京师的崇祯 最后一面 朕即将出征建奴 还望父皇在京城 多多保重 朱祠 朱祠恭敬地站在崇祯面前 拱手 神是一礼 啊 这便准备走了吗 崇祯看着朱祠问道 眼神复杂 好吧 崇祠面色镇定 不希望让朱祠有太多的心理负担 崇祠自己是不懂军事的 但从朱祠将宫中的人全部安排出去避难的举动中 也能感觉出来 这一次对建奴的战争 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 充满着凶险 他看得出来 这一次 朱祠对建奴入侵的重视程度 相比于之前 面对李自成围成之时 是有过之日而无不及 朱祠脸上的毅然决然 有着一种慷慨赴死般的坦然 这样的决心 崇祯似曾相对 在周玉吉脸上看到过 在方正化脸上也看到过 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 用自己的心血为大明奋战而亡 辽宁皇帝会战死吗 若是死了 那么他崇祯又不得不重新为帝吗 但是崇祯又怎是诅咒自己儿子死亡的恶父呢 在看到朱祠坚定的面旁以后 他的内心被震撼颤抖 崇祯想起来 当初朱祠浴血踏入黄吉殿上 他想起了朱祠在那甘为自己背负王国之名的治阵 不觉见 不觉见眼神闪烁 微微放光 崇祯沉声说道 皇儿啊 还记得当初善为之时 你答应过寡人的事情吗 当初朱祠以言语说服崇祯退位 那还真是倾注了不少的心思 对于当时 父子在黄吉殿里的会面 并争执时的一言一行 无论是朱祠还是崇祯都记得清清楚楚 期间的细节 别人可能不知道 或许百年以后 也就成为了历史上最大的谜案 而正是因为那一次的黄吉殿密会 彻底改变了大明的命运 父皇 记得 朱祠答道 不知为何 此时的朱祠 还能了解崇祯的心境 崇祯点点头 紧接着 说出了当初 朱祠对他说过的话 若 大明将亡 便由儿臣 当此亡国之名 同样的一句话 从崇祯的嘴里说出 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皇儿 寡人 要你再重复一遍 父皇 朕 再重复一遍 崇祯历生说道 重复一遍 当初你答应过寡人的话 朱祠闭上眼睛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一字一句地说道 若 大明将云 便由儿臣当此亡国之名 海儿啊 为君者 当务戏言 朱臣都曾欺骗过寡人 但是你 绝对不能欺骗寡人 既然答应了寡人 那便凯旋而归 不要让寡人背负 王国之君的名号啊 宗真 清除了所有的感情 言语之间 不觉潜然 雷下 诸次年轻的血气 已被宗真 激扬而出 贵地说道 朕 朕 绝不会忘 朕 会将战袍染满 剑冬的鲜血 凯旋而归 重新回到京城 为父皇 背负大明的一切 这是朱祠的承诺 在这一刻 情绪激愤的朱祠 郑重地 向崇祯和周太后告别 然后 刷地转过了身 再也不回头看一眼 毅然决然地 走出了宫中 在这一刻 在准备出征 直击剑奴的这一刻 诸此 脱下了一直穿着的龙袍 第一次 穿上了战袍 铠甲 配刀 胯上战马 驾 淡黄色的披风 随风而起 淹没在 扬起的马蹄尘土之下 京城之北 冀军坛前 皇位骑兵营的重将士 已经整装待发 等候着朱祠的道来 只见数据人马 从城北京营而出 直抵 冀军坛 朱祠在重将的簇拥下 跳下战马 一步一步地 走上了冀军坛 五千将士 每人手中 一碗美酒 酒 是皇家的贡酒 名曰盛放 铲子 淮北双沟 在开启之后 便飘香扑鼻 闻之生金 传闻此酒 和明初的 朱镖 有很大的渊源 不过 这并不是 众人关心的事情 只看到朱祠的战甲 格外的亮眼 左手按着战刀 右手高高地 举起了酒碗 向众人 发表出征前的宣言 朱祠说道 大明的将士们 达子 已经入关了 他们踏足了 属于我们汉家的土地 他们欺辱着 我们的兄弟姐妹 他们手持着镣铐 想要套住我们的脖颈 他们想要打断 我们的脊梁 屈为奴奴 告诉朕 告诉朕 你们能容忍 卑微的遗敌 践踏在我们汉人的 头顶之上吗 军事之中的 精英将官 带头响应 从而带动 整个大军 震耳欲聋的呼喊 不能 不能 闯军的降族 以及高捷部的人马 组成了如今的皇位营 又经过一番的筛选之后 这些出征的军士 年龄基本都在二十岁左右 在这青春期刚过 更年期未至的年龄段 最容易受到热血 和义气的感染 热血在他们心中翻滚 即使还没喝酒呢 便已经被周围人的情绪所感染 面红而赤 而他们的主帅 那披着战甲的少年 乃是大明帝国的皇帝 那个被传闻武功盖世的男人 虽然那身影消瘦 看起来并不怎么健壮 但这段日子以来 那具身躯中的帝王之气 早已将其衬托得异常高大 这是一种相犹新生的感觉 帝王的气质 和他那强势的手腕 足以让他本人 在军中有着足够的威胁 诸子又问道 告诉朕 你们能容忍达子 剃光我们的头骨 插上耻辱的鼠尾吗 不能不能 这就是身体罢夫 受之父母的古老思想 许多人都听说 关外的达子 留的是一种辫子 细到能插入 铜钱圆孔的恶心发型 若非脑子被驴踢了 没人会喜欢这样野蛮 又傻叉的发型 诸子持续地夸大着 达子入关以后 对于汉人的危害 不断地刺激着 全军对于贱奴的仇恨 仇恨是力量的源泉 仇恨是战斗力的保证 仇恨可以将松散的汉人 凝聚成一股绳索 断成一把利刃 插入敌人的胸膛 这正是诸子则需要 是的 绝对不能 所以达子们来了 我们又当如何 诸子继续说道 引导着众人的私下 将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皇帝若想要在乱世中立足天下 只靠在庙堂之上玩弄朝臣 可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皇权不稳 则是全臣乱纲 所以 如果皇帝的功劳突破天际 下面的将领 就算是有小心思 也翻腾不出来什么浪花 多尔滚为了入主中原 孤注一掷 诸子又怎能放弃这大好的机会 圣上 我们打过去 对啊圣上 我们去把他们杀个 骗假不留 众将是呼喊着 回应着诸子的讲话 排山倒海的声浪 此起彼伏 王贤东和张庆珍 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辽宁皇帝 能够一步步走到如今的地位 获得如此大的名声 和他那自带 古惑属性的语言 是分不开的 当然 这其实也是因为 他们两个人 本身便是忠诚于国家的爱国将领 诸子的言语 也更容易触动他们 军营每日 听戏听书的活动 就没有间断过 基本上 已经成为了明军每日的必修课 许多民族英雄的事迹 已经能让大多数人耳熟能详 那其中所带来的正能量 让明军之中的民族观念 正在逐渐形成 这也是诸子 在宣扬民族仇恨的时候 能够获得响应的基础 看到众将士的反应 诸子很满意 继续说道 对 我们要打过去 为千万死难的同胞报仇 打过去 将我们所承受的苦难和痛苦封还 打过去 让达子们明白一个事情 那就是 血债血偿 全军听霸 群情激昂 诸子在继军台上来回踱步 目光始终注视着全军 用眼神和将士们进行新的交领 杀达子 灭剑奴 杀达子 灭剑奴 圣上 让他们血斩血偿 无数的声音在军列中回荡 无数的仇恨在众人心中滋涨 如今的皇位军 已经不是当初的经营了 和精良装备 强化训练相比 诸子更重视的是对军队心灵的控制 和感情的引导 强化爱国主义精神 将其一步步的转变成为 像土家军一样的强悍部队 诸子等到众人的声音平息以后 又继续说道 众将士听令 让我们满眼此酒 随战出征 踏兵剑奴 说吧 诸子率先仰头 喝下碗中的酒 一眼而尽 在诸子的带头下 众军效仿 五千个人一起喝酒的场面 是相当的壮观 喝完之后 诸子摔碗大吼道 汉人永不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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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风烈烈 惊奇展展 汉家锦绣 延绵不断 在这一刻 诸子带着皇位赢的五千骑兵 朝着东北而去 圣上这行军方向 好像不太对吧 张庆珍看到 诸子远去的进军路线 有点懵逼的 对王仙通说道 圣上用兵多谋 断不会有 慧安侯 莫要怀疑 王仙通答道 他是知道 诸子的全盘计划的 对于诸子朝着东北进军 并没有多大的疑问 张庆珍将信将疑 只是王仙通也不再多言 他的心中 想着其他重要的事情 随着诸子的离开 京姬的军雇 也彻底交到了他的手中 这一刻 王仙通感觉到了 肩膀上的压力 变得无比沉重 京城 一定要守住 在这一刻 黄德宫的永卫营 进入到了山东地界 虽然没来得及 再改上与李自成的会战 却又听说了剑奴 即将入寇京击的消息 不禁 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这一刻 马万里的汉土联军 也抵达了北直立 手下的士兵 大多是些朴实的乡民 剑奴入关的消息 也传到了他的耳朵 这朝廷还真是多事之秋啊 送走了李自成 又迎来了剑奴 这是有杀不尽的敌人啊 马万里想起了 还在石柱的奶奶秦良玉 又想起了两年前 战死的父亲马祥林 他的叔叔 婶婶 舅舅母亲 全部为国捐躯而战死 无一苟活 到了他这里 秦马两家人 活下来的所剩无几 那么 这一次 他也会死 马万里不知道 但是 父母在天上看着 奶奶在家里等着 马万里 又如何能退缩一步呢 终究要为大名流血 为家人血恨 这一刻 将山东巡抚之所 一致登来的李延 见到了 他魂牵梦绕的女神 红娘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十二集 要说这红娘子的姓氏 几乎没有人知道 只是知道 他这个红娘子的婚名 为什么叫他红娘子呢 经过慎重的考据 辩查了诸多历史资料 又结合了众多的民间传说 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与其他学者论证 辩习反退以后 得出的最终结论是 因为 红娘子喜欢穿红色 所以叫红娘子 由于红娘子 一直也没有透露过闺名 久而久之 无论是相亲父老 还是手下的兵丁 都只称呼他的这个畜号 红娘子本来是一个戏子 戏子身份卑微 甚至还比不上 官宦人家私养的官技 但由于懂些武艺 又会一些杂技 又看过水浒的戏码 他的个人主观意识 已经超脱了一般的女性 本来以红娘子的身份 是肯定配不上 举人身份的李延的 红娘子喜欢李延 那就纯粹是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就算红娘子 美成了天仙也一样 身份的卑微 是两个人间最大的隔阂 但是 红娘子对李延 有着救命之恩 杀官造反 救出被冤枉下狱的李延 李延也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面对红娘子的舍身相救 狭肝一胆 霸气侧漏 李延沦陷了 倾倒了 放下了身份的架子 最终以身相许 相濡以沫的夫妻 感情无疑是最真挚的 小别胜新婚以后 两人互相倾诉着思念 李延跟随李子成攻打北京的时候 红娘子受命 带着本部人马在河南搞事情 剿灭还没有臣服的明君 后来听说李子成败北 而李延投降了明廷 这还真让红娘子感到意外 他的夫君李延被官府通缉 又从贼这么多年 竟然会入明廷 据说还封了大官 简直不可思议 甭管真假 顺君的其他人都相信了 于是还在河南的红娘子并不好过 受了以原成志为首的顺君将领的攻击 东躲西藏之下 忽然间听闻李延入了山东 并且招他入鲁 走投无路的红娘子 只能相信那确实就是李延 并且奔来相见 直到看到李延的面 红娘子悬着的心 总算是放了下来 不管如何 不管李延目前的立场 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丈夫能够安然无恙 这本身就足以让红娘子放下了心 有些时候 爱情的力量 可以超脱本身的立场 丈夫既然已经投降了明朝 红娘子哪里有太多的矜持呢 降呗 就算是在地上打滚耍无赖 也得降了明朝啊 红娘子为人豪爽 李延在顺中也有贤明 红娘子麾下的一千多人 与其说是顺君 其实也是因为轻浮于李延 和红娘子的威名之下 才效命跟从 所以红娘子的不重呢 和明末大多数吃冰粮的人一样 基本上是跟人不跟国 没有任何的抵触 就换上了大明的旗帜 夫君 怎的降了朝廷 红娘子也算不上是质问 这是她在听说 李延降民以后 便一直存在的疑惑 为什么要投降呢 这也是李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当时辽宁皇帝 便杀顺将 却唯独留下了她一个人 这一点就让她极为不解了 辽宁皇帝对她的过往 十分地了解 了解她一个举人 方方面面的事情 以至于每一句劝详的话 都在深深地触动着李延 触动着她的灵魂 就仿佛能看透她的心子一般 明白她心中所想 明白她本来的愿望 李延本来并不相信 皇帝有任何过人之处 所谓的天子 也就是普通人罢了 如今乱世 天下逐鹿 能者得之 李延效命于李自成 也是因为觉得 李自成是能够托付大事 平定天下之人 然而当辽宁皇帝 横空出世 并且拳打李自成之后 李延对于天子的认知 也发生了变化 辽宁皇帝和普通人 很不一样 这是他在 越发了解辽宁皇帝以后 总结出来的 他就好像是 能够洞察一切的先知一般 看得懂人心 又清楚天下大事 天下离乱久矣 李延只愿效命 天命之主 堪平乱世 还福责于民 这是李延投降的本心 于是 他对 红娘子说道 为父 夜观天象 大明 气数未尽 圣天子 由太祖 成祖之风 必能 匡扶设计 为父 只愿天下 成平 百姓 安乐 故而 气顺投名 报效 朝廷 听到李延的话 红娘子看着李延 她的脸上带着爱意和崇拜 她就喜欢李延这种 说出来听不太懂的话 又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夫君之之 却怎能避之 只是夫君 乃前者之时 恐朝廷记之 红娘子感受着 李延大手的温暖 低着头说道 她怕的是李延过去 劣迹斑斑 朝廷记仇 但诸此 都抛开了他人的非议 毫不怀疑地将 山东的军政大权 都交给了她李延 足以见得 对李延还是非常信任的 所谓知语之恩 便是如此 但凡知识 对于他人的信任和重视 有时候 哪怕是付出生命 也要报答 李延主政山东 他下决心 定要保全 当然了 诸此让李延来山东 并非只是让他来泡妞的 还有正事要做的 第一 就是守住山东 保证山东 仍然在明廷的控制之下 这一点 在红娘子部 归了李延之后 并且 积极地募集了一批乡涌 得到了很大的保证 第二件事 便是 督造兵船 也是为此 李延 才将制所移植登来 汇聚了附近的将户 在此 打造船只 实际上 李延也不太清楚 诸此让他打造船只 是为了什么 目前朝廷最大的敌人 乃是剑奴 现在急于建造船只 莫非是想从海陆进攻辽东吗 现在进攻辽东 还是为时尚早 西边 大顺大喜 两个未争权 南边 还有左梁玉 刘梁 左智刘 心怀鬼胎 实在应该是 先凭内乱 再图外患的 不过 这可是圣上的命令 容不得李延怀疑 只能尽力去办 最后一件事情 便是诸慈 给他的密诏 诸慈刻意吩咐道 这份密诏 只有在听闻 剑奴入寇京击之后 才能打开 而剑奴入关的消息 也很快从北边 就传到了李延这里 在这个时候 李延按照约定 打开了密诏 上面有着诸慈手写的命令 兵船督造完毕 便渡海至皮岛 镇江一带 接影撤退的友军 李延看着这道密纸 有一点懵 一岛阵江 这不是剑奴和朝鲜的地盘吗 哪里有什么友军呢 也就在这一天 诸慈的天使 快马抵达长州府江阴县 寻找那位 名不见经传的典礼 岩阴县远 其他地方可能不知道 但岩阴县在江阴的名气 还真是不小 曾经有一伙贼匪 为首的叫做顾三麻子 在江阴一带是烧杀抢掠 攻陷黄田港 还放出豪言 要把江阴之县的爱女 掳作小妾 以至于整个江阴人士 人心惶惶 不敢出门 在强大的海贼的威胁之下 江阴人 渴望着正义的英雄 渴望正义的英雄 拯救他们 然而江阴的官兵 实在是太弱鸡了 根本不敢和那些亡命之徒拼命 就在这个时候 岩阴县远站了出来 只见他单枪匹马 独闯贼营 只朝着顾三麻子大吼一声 双手一撕 便是江水倒灌 地动山摇 海贼是死伤 无数心惊胆战 落荒而逃 当然以上都是民间 以讹传讹的版本 实际的情况是呢 岩阴县远的剑法很好 他带人进攻顾三麻子的时候 啪啪啪三剑 射死三个人 剑无虚发 贼寇嘛 本身就是贼 毫无纪律性可言 这还没开打 夸 躺下撒死人了 士气受到彻底的打击 众贼溃散 退出了江阴 再也不敢来了 岩阴县远便以这样的战绩 被江阴人顶礼膜拜 还将他的画像 供奉在社学之中 以示尊重 不过 再出色的英雄 也抵挡不住世俗的力量 岩阴县远为人耿直 亲善相亲 又有战功 却是遭人妒忌 不懂得奉承上司 以至于后来 因为进入衙门的时候 没有用左脚先踏入衙门 而是用的右脚 然后就被隔职回家 当天使 抵达江阴的时候 在路上便开始打听 这个颜应元是谁了 天使本人也很惊奇 圣上竟然如此高瞻远瞩 即使远在北京 也知道江阴这边的人和事 按照规矩 得先去到这里的县官打个照面 并且尤其引路 让他来做这次宣旨的明证才行 江阴县城 听闻天使将至 县官临之际是出城相迎 见礼之后 临之际问道 哎 敢问天使大驾光临 不知所为何事啊 啊 知县大人 上天子 有指宣于典礼 颜应元 啊 颜应元 临之际和其他县衙的官员 对望了一眼 心中顿感惊奇 颜应元已经不是典礼了 只能算是前典礼 相当于退休的县公安局局长 还是个副手 但即使是前副局长 也根本是个不入流的官 啊 不 连官都算不上 颜应元呢 充其量也就算是个利 这和正统编制的官 差距还是很大的 临之际的支县 在江阴就是最大的官 而且 他也就只是个县官 也就是个芝麻粒大的小官 要是放到京城啊 连屁都不是 临之际也有自知之明 莫说他能不能接到圣旨 就算是圣上 知道有他这么一号人呢 都不太可能 然而颜应元 这么一个小小的 前公安局副局长 竟然被圣上记得 还亲自下了圣旨 简直是不可思议 哎呀 回天使 颜典力并不在城内呀 哦 大人呢 圣天字吩咐了 要亲自将圣旨 下给颜应元 虽然说 他是按照朱祖的要求办事 但是他也想见见 这个被圣上亲自挂念的人 到底有什么门头 林之际和守备 顾元毕 心里都是很忐忑 他们两个人 和颜应元的关系不太好 也是他们两个联手 把颜应元给逼走的 如今听说圣上有止于颜应元 总觉得这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但毕竟圣旨是圣旨啊 他们也不敢怠慢 值得吩咐人去城外的颜应元家 将其换来 同时 迎接天使到县衙等候 圣上给颜应元下圣旨了 这个消息 很快不静而走 本来皇帝在平民眼中 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圣旨更是被当作天书一般供奉 辩属将阴的历史 能够接到圣旨的人呢 屈指可数 而从京城直接发过来 下到个人的例子 更是史无前例 这是一种荣耀 很多人都猜测 天子给颜典力下圣旨 是为了什么 有人说是给颜典力升官 但是为什么给颜典力升官呢 又说不清楚 颜典力虽然念过书 但连秀才都不是 没有功名 又怎么去当官 也有人说 应该是给颜应元的封赏 然而所谓的战功 也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 现在才拿出来给封赏 也有点过时了 更有人说呀 颜典力是圣天子的殷亲 毕竟颜典力 姓阎王的阎嘛 总之也是没个准头 大家都等在县衙以外 围着看结果 结果便是 颜应元从家里 急急忙忙地赶过来的时候 听到京城的天子 有旨意给他 就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他自己很清楚 自己是个什么成功 虽然有些退贼的功绩 但是要放到如今的局势面前 根本就不算是 就光靠这个 能让远在京城的天子 知道他的大名 这也太玄幻了吧 在来的路上 许多人都在问 颜应元这个问题 但是颜应元自己也是 一脸的懵逼 我也不吃啊 一脸懵逼的颜应元 就这么走进了县衙 县衙之上 满脸光滑没有 胡须的天使 居于正座 旁边立着脸色不太好看 搭了着脸的 林芝记和顾元毕 还有冲他点头微笑的 陈茗玉 哟 你便是颜应元 颜点力吗 看到有人进来了 天使起了身问道 确认颜应元的身份 哦 启禀大人 正是某人 颜点力抱拳说道 天使这才好好打量了一下 面前的这个汉子 只见他身材高壮 面容有黑 不知是常握刀呢 还是常做农活 大手指上有着厚厚的老茧 精神头不错 神采意义 容光焕发 确实是个生猛的硬汉型人物 但是要是仅仅于此 天使倒还不觉得有任何稀奇的 他在京城里边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 这颜应元虽然长得壮实 但是大汉将军中 比他壮大 比他恐无有力的 那是大有人在 那么 圣上到底是看中了他哪一点 天使最终还是定了定身形 对着颜应元说道 圣上有旨 颜应元 接旨 五皇 万岁万岁 万万岁 说着 颜应元跪了下来 虽然说没接过旨吧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袍吗 听也听说了 这旨应该跪着接 这一点 他颜应元呢 没有什么好矫情的 俗话说 圣旨道 犹如天子亲临 虽然说这道旨意 是颁发给颜应元一个人的 但是其他在场的人 也都跟着跪拜了下去 奉天成运 皇帝赤曰 战封江阴典礼 颜应元为 义永营总督 招募相拥 祖建义永营 即刻北上 拱卫经师 凡所需使 要本地 辅现配合 不得有误 钦此 天使宣读完了这道诏书 所有人都哗然了 亦永营总督 亦永营总督 总督可比典礼的官职大多了 虽然是五职 但是 油品可循 一道圣旨 让颜应元直接飞升 无论是 无论是谁 都觉得十分的不可思议 而作为当事人的颜应元 也是愣在了当场 低着头 好像还没听明白 也没反应过来呢 跪在地上 迟迟没有起身 去接这道圣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十三集 颜应元愣住了 没有立刻接纸 一方面 是因为事情 实在是太过于突然 他一个小小的典礼 功不成名不就的 哪有什么资格 接受如此之重任 懵逼的颜应元 还无法明白 这份圣旨的重量 脑子还没转过来 另外一方面 他家的老母亲 正重病在床呢 颜应元又是个孝子 怎么能离开这里 去北京呢 两个原因叠加 使得颜应元 没有立刻把圣旨 给接下来 颜应元 此乃圣上的旨意 为何不立刻 接纸线 贴使见状 看到这个颜应元 跪地不起 眉头微醋着说道 啊 大人 实不相瞒呢 颜应元整理好了思绪 低着头说道 某人老母重病 实在难受此大任 啊 老母病重呢 这是孝道的问题 古人讲究中孝 大部分的时候 孝道是在中道之上的 官员加薪有莫 需要丁幽 守孝三年 才能继续为官 你有夺情不守孝者 但这样的人 很容易被其他人唾弃 以孝为由 封还朝廷亲命 在很多时候 也会被朝廷所理解 并不会过分地追究 所以 颜应元声明自己老母亲 病重的事情以后 以为 足以为理由 不接受诸子的吃命 天使听闻 略有些惋惜 看来呀 圣上想要征兆 颜应元的事情 基本上是要量了 作为宣读圣旨的人 实际上 他没有太大的权利 颜应元 以正当的理由 拒绝接纸 那么天使 并不能强行 逼其就范 那么 颜壮事 你便不愿意 接此纸吗 天使脸色 有些为难地说道 一旁的林之记 也跟着附和 哎呀 颜应元 这是天子的恩宠 你可真的 不愿意接受吗 见颜应元 不受止 林之记和顾元璧 都是松了一口气 当初颜应元 去长州府 揭发他们 亲战民田 以至于现在 双方都看 对方不顺眼 林之记 实在不愿意看到 颜应元 是突然翻身 万一到了圣上那里 又告了欲状 那可就没有了 同僚的庇护了 表面上 他对于颜应元 不接纸 非常的惋惜 但实际心里边啊 这个林之记 都乐开了花了 哎 家母实在是重病 真的 难以受止啊 颜应元 咬了咬牙 最终 还是没有去 接这道圣旨 自古是 忠孝男两全 颜应元忠于谷 但也孝于母 在内心的思想争斗下 最终 还是选择 先进孝道 天使无奈 百善孝危险 就连朝廷 也不可能强人所难 只得作罢 连夜返回京市 汇报此事 然而 天使龙恩 颜应元 的事情 在乡里 可是传开了 以至于 颜应元的名声 是更加的响亮 等到颜应元 回家的时候 却看到家里人 是哭作了一团 老爷 婆婆她 颜夫人 抹着眼泪 吞吞吐吐地说道 还没等她说完 听到老娘出事的 颜应元 直接步入屋里 却看到 屋里的颜母 被下人搀扶在床 脸色 还有些脏红 咳嗽不止 娘 您这是怎么了 颜应元质问道 急忙亲自过去 扶住老娘 替她老人家顺气 她还以为 是什么下人 欺负她了呢 一旁跟进来的 颜夫人 哭着解释道 老娘听说 老爷因到病重的原因 奉还了肾上的旨意 便寻着 要上吊 幸亏家人 及时发现 救了下来 颜应元听后 顿时如遭雷击 垂有愁容 半天不知道 说什么好 刚刚缓过来 气得颜母 也拉着 颜应元的胳膊 带着哭腔 恨声地说道 儿啊 你怎么这么 糊涂啊 咱们颜家 能得肾上垂恩 是祖坟冒亲烟呢 你怎么说 封还就封还了 你这叫乡亲们 怎么看咱们 颜家 怎么看俺 等到俺死了 又有何面目去见你的 俺不活了 不活了 颜母呼天 抢地的哭道 让颜应元的心里 是极为难受 即刻向颜母 承认错误 娘 娘 你别哭了 儿子知错了 娘 你消消气 消消气 别再做什么傻事了 颜母 哭得伤心欲绝 一家人也都跟着哭 看到老娘 这个样子 她颜应元 还真有些后悔 但是现在后悔 又能怎么办 圣上的旨意 已经被封回了 天使据说都已经走了 现在去追 也没法说过这个事啊 颜应元因为老娘的事情 在良心难安的情况下 度过了这一天 本以为这件事情 会随着时间慢慢就过去了 老娘也会逐渐看开一点 但谁没想到啊 在第二天的时候 县衙里面 颜应元的好友 陈茗玉 却急忙跑来见他 只见他慌慌张张地跑进门来 好像有什么急事 进入到颜家以后 就不当外人似的拿起了瓢 从缸里 碗上了一瓢水 咕咚咕咚咚就回去喝 颜应元十分疑惑 问道 哎 公臣 你这是怎么了 如何慌张呢 陈茗玉擦了擦脸上的汗 急切地说道 哎 哎 利亨 别多说了 赶快收拾东西 准备跑吧 啊 还没弄清楚状况的颜应元 就问道了 哎 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啊 见颜应元没动 陈茗玉虽然着急 也觉得这话可能是有点没头没脑了 于是也给他几时清楚 说道 哎 别提了 还还还不是那个什么林之计吗 他见圣上有止于你 怕你以后入京搞他欲壮 哎 你猜怎么着 他活动雇元毕 给你网过了一大堆扰灭伤人的罪状 准备将你论罪下狱呢 这会儿 恐怕来抓你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再不走 来不及了呀 哗 数字竟敢 颜应元听罢当时就火了 然而即使陈茗玉说明了情况 这颜应元呢 还是没有想离开的意思 兄台 我颜某人一生无愧于心 狗官诬陷之又如何呢 况且老母犹在 应元又如何能避而弃之 颜应元义正言辞地说道 对于林之计和顾元毕的行动 颜应元毫不胆怯 他若是逃走了 家人怎么办呢 哎呀 李亨啊 你也太固执了吧 陈茗玉摇头叹道 可不是吗 颜应元就这么固执 在陈茗玉通风报信之后 颜应元让家人躲在屋子里头 一个人立于门前 等候着林之计带着牙翼前来 也就半个多时辰的光景 林之计和顾元毕 以及几十个牙翼 就出现在了颜应元家门口 见到颜应元只身站于门前 与他们怒目而视 林之计和顾元毕都吃了一惊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啊 说好的保密行动呢 哎呀 直线大人啊 这肯定是陈茗玉报的信 顾元毕阴沉沉地冷言说道 不过 既然这个陈茗玉报了信了 这颜应元怎么不跑呢 行 不跑也行 这还省得张榜捉拿他了 一心想着把颜应元弄死 令其难以翻身 威胁到自己的林之计 恶狠狠地呵斥道 颜应元 你可知罪 哼 知罪 颜应元冷哼道 某人 行得正 坐得端 何罪之有啊 倒是你啊 林之计 和上面的贪官是沆瀣一气 贪葬王法 侵占民田 论罪 你才是大罪呢 林之计被颜应元当众这么一说 顿时脸色是非常的难看 咬牙切齿地说道 哗 你这诬陷朝廷命官之罪 真是罪家一等 来人呐 把颜应元给我拿下 面对着林之计的威胁 颜应元死死地瞪着对方 他没有后退哪怕一步 身后是他的家 他的母亲 他的媳妇 他的孩子们 颜应元不能走 哪怕明知道是林之计在整他 独自逃跑 只会让林之计 把火 撒在自己的家人身上 这不是颜应元小看到的 他颜应元心胸坦荡 凯然面对 站在那里 本身就有一种 令弱者退散的气势 牙医们听到了林之计的命令 又看了一看 站在眼前的颜应元 一身的英雄气概 他们的心里头 也不愿意去抓这位江音的英雄 然而林之计一再催促之下 使得牙医们不得不缓缓上前 一个和颜应元还算相熟的老牙医 非常抱歉地说道 哎呀 不好意思啊 得罪了 颜点力 颜应元听罢点了点头 并没有责怪牙医的意思 示意他们尽管上来动手就是了 正在此时 周围却突然有了动静 只看到乡土道路上 四面八方的出现了好多个村民 正朝着颜应元家聚集过来 约莫有几百人之众 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抄起了扁担菜刀扫板砖 等等等 能找着啥都带来了 呆 狗官 放了颜点力 颜点力是好人 你们在干什么 这是在陷害忠良啊 孩儿们快来 快叫人来 乡亲们边喊边围过来 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 颜应元也是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 一脸茫然的看着突然出现的乡亲们 十分担心他们的安全 颜点力 您大人大义 为咱们大家伙 付出了那么多 咱们大家可都记着呢 绝对不会眼睁睁的 看着你被冤枉的 站在牌手的乡民 呼喊 是啊 俺们虽然没读过书 也知道知恩图报 您就揽江音的百姓 俺们就不能看着你被冤枉 一个个淳朴的乡民 是左一句右一句 纷纷表达着自己的看法 这让颜应元大为感动 但是呢 被围在中间的林之忌可是傻了 顾元毕一瞅 在一旁扒拉扒拉他的衣服 示意他小心一些 但是林之忌却意识错了 他反应过来了 这是让我说话呢 行 你们这帮臭小子 一个个的胆子肥了 跑出来营救也应远 吃了豹子胆了你们 顿时大怒 说道 你们这些狗腿子 莫不是想要造反吗 妨碍本官执行公务的人 小心被拉出去下狱 还不快快散去 顾元毕一听 窝了个去 你说啥呢 差点没吓晕过去 是说这话的时候吗 啊 听到林之忌的这句话 无数乡民们立刻怒目而视 口观 妨害忠良 也不知道是谁带头开始回骂 乡亲们听了这个话 一个个的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武器 也跟着骂了起来 你你你你们 真是反了天了 林之忌是气炸了 虽然这么说 他却不敢贸然派牙医们上前 毕竟乡亲们是人多是众 反了你咋的 我的好死的话 去你奶奶 你狗娘养的你 乡亲们说着越说越激动 朝着林之忌就围拢过来 大有一种一言不合就开干的架势 看到这个架势 林之忌也害怕了 他怂了 但嘴上却还依然不依不饶 你们这些刁民啊 都给我等着 等到本舰回到衙门禀报朝廷 一个个治你们的大罪 说吧便命令牙医开路 准备开溜 然而四面八方已经围满了乡亲们 想到了林之县主县以来 各种搜刮民纸民膏 加派赴税的行为 乡亲们对林之忌已经是恨透了根了 如今又看他们要拿了江阴的英雄 更是忍无可忍 那就是干柴烈火 需要的就是一把点燃的活吧 只见这个时候 不知道是从哪传来了一句 不能让他跑了 他回去还得祸害我们 打死这害人的狗官 对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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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说着就被点燃了冲了上去 牙医连拦都拦不住啊 甚至连几个也不太喜欢林之忌的牙医 也跟着过去搞林之忌了 很快就听到人群中惨叫声此起彼伏 颜应员此刻无疑是最冷静的 看到乡亲们被怒火冲昏了头 顿时感觉不妙 林之忌是什么 他就是再坏 也是朝廷的命官 要是真把林之忌给弄死了 那和谋反有什么区别 颜应员想罢 急忙小阻止乡亲们的畸形 然而 他一个人的力量 可是阻止不了这一切的 等到大家打完了 分散开了人群 他走近一看 顿时慌了什么 林之忌死了 还有顾元毕和几个试图保护林之忌的牙医 被乡亲们是活活的给打死了 是的 在颜应员伸出了手 触及林之忌和其他人的鼻息以后 确认了这一点 乡亲们激情杀人了 杀人之后 火气也降下来 大家看到地上的尸体 有些人 也是清醒了过来 山沙朝廷命官 可是大罪呀 颜应员脸色发白地说道 乡亲们 也是听得一清二楚 人 是 是暗杀的 一人做事 一人当 和颜点力 无关 有的乡民很义气 知道现在的处境 你 你别胡说 他头上那一棍子可是俺打的 人是俺杀的 又有乡民 出言认罪 哎 你都不要争了 这人是我杀的 去你妈的 你他妈算老几 要不是俺按着林之忌 你们能杀得了 哎呀 年轻人 老头子我岁数大了 算我头上 算我头上 那怎么能行呢 哎 别跟我讲啊 算我头上 一个个乡亲们 是七嘴八舌的 开始吵了起来 争夺着这个杀人的罪责 而在这个时候 感动于乡民质朴的 颜应员站起了身 大吼了一声 都不要吵了 乡亲们安静了下来 此事 因某人而起 亦应由某人承担 此罪 算在某人头上 颜应员一声说道 颜点力 点力 这狗官本来就是该死 是俺们干的 不要说了 听某人说完 颜应员有这足够的威信 让一众乡民轻浮 不再开口 临之计之死 实非得已 如今杀人 非为谋反 家母尚在 圣上浓温 某人死且不必 却汉 不能进节中效 所以 某人决定 既然以杀贪官 亦有罪责 殿北上京师 位数圣上 以公抵罪 以表赤心 你们谁愿意跟随某人 一同前往 颜应员振臂一呼 朝着众乡民们喊道 那声音 回荡在众乡民之间 顿时气愤沸腾 我 算我一个 还也去 要替颜典丽 以公赎罪 颜典丽 颜典丽 哎 哎 错了 错了 现在 应该叫 颜总督 不知道啥时候 陈明玉又出来了 笑眯眯的纠正道 崇贞十七年 四月十八 颜应员杀官以后 以自己的微信 在江阴德乡民八百 祖建义永营 北上竟是 南京 这里的水 依然很凉 钱千亿和张顺岩等 东林党的密谋 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 哎 刘泽青和刘良左 已经应了咱们的事情 左良域那边 因为路途遥远 还没有消息 不过 左良域和咱们素有交情 想必 也不会拒绝 张慎岩低声说道 陆王那边 快到了吧 是 许给陆王金言美女 听说是为了救 崇祯太皇帝 他也同意了 好 只要陆王入了南京 便可以发喜闻了 是不是 要和清廷联系一番 共计逆子 本官觉得 应该让刘良左和刘泽青 他们 陈兵徐州 随时准备北伐 将山东 先拿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十四集 四月的天 仍然带着微凉 瑟瑟的春风 抖落下的是枯木烂枝 一片寂寥之色 北方大旱 又连遭战乱 人口锐减 千里之地 十世九空 北直立一带 许多村庄 几乎于荒芜 温室中的鸟儿 经不起冷风的摧残 蜷缩着身子 躲在枝鸦之后安眠 远处传来车辙之声 将铃鸟惊起 又弹旋而下 围绕在一具干枯的死尸之旁 寻觅着 难以找到的吃食 一列锦衣卫 护送着一辆马车 向着南方行进 打的是明军的旗号 警惕着他们 时刻观察着周围的状况 防止毛贼的侵袭 实际上 毛贼们捡径 也是挑人的 欺软怕硬的他们 基本上 不会对官军下手 官军对他们来说 就好比是只青道夫鱼 又臭又硬 吃起来跟干木头一样 打劫他们 实在是得不偿失 毛贼最喜欢的是商骨 给孝敬的商骨 自然会放过 不给的 也容易 和他们探讨一番人生哲理以后 把他们感化到交出孝敬前 所以 薛义成这一路的护送上 并没有遇到什么艰难阻碍 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顺利的 除了 吃住方面 有些不太方便 有时候运气好 找到了装户借宿一宿 有时候呢 便只能露宿荒野 招人的脸色有些发白 在这路上 还是能看到许多 无人收敛的死尸 或者是因为饥饿死的 或者是因为战乱死的 躺在道路两旁 任由野兽纷石 从没见过如此惨壮的招人 是吓坏了 那恐怖的模样 甚至连晚上做梦 都会梦到 把他吓得惊恐地大叫 幸好有昆星和宁锦 安慰着小姑娘 才让他渐渐宽慰了下来 却再也不敢让他 打开车窗 窥往外面来 那里 一点也不好问 平静之后的招人 问得最多的还是 什么时候到德州 皇兄 什么时候过来 这前一个问题 还好作答 但后一个问题 恐怕没人能说得上来 直到抵达了 梦寐以求的德州 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 小姑娘终究是忘记了 路途上的烦闷和不便 再一次瞪大那双 很好奇的眼睛 挥视着德州城内的一切 明清时的德州 由于乃是 京航运河上的 四大舱之一 以至于商谷云集 京气繁华 GDP总量 在全国也是排名靠前 和计划单列室 差不了太多 经济繁荣之下 德州的烧鸡产业 是相当的火爆 这也为后来 扬明国内的德州爬鸡 打下了文化基础 当然了 明末这个时候 还没有德州爬鸡 诸子并没有认真地 考究过德州爬鸡的历史 只是随口 给了招人一个小小期待 好让他开开心心地去山东 不过呢 招人把这个事可当真了 十分想吃德州爬鸡 这可就苦坏了胡锋主 城里卖烧鸡的 却真没有一家 在卖德州爬鸡的 生意最好的烧鸡店 是叫做 徐济烧鸡铺子 在那里也没有打听到 关于德州爬鸡的事情 绝望而又不想空手而归的胡锋主 只得买了几只烧鸡 回去扶明 就是不知道那位小祖宗 能不能满意呢 送走了胡锋主的徐济鸡铺子掌柜 还在暗暗地懵逼 心里寻思 这德州爬鸡到底是个什么鬼 能让一个外地人慕名而来 不可能没听过呀 爬鸡 爬 爬 爬 徐掌柜突然有所顿悟 立刻对着店里的帮工说道 哎 下一锅 多烧一个时辰 京北 秘云境内 规模壮观的一伙骑兵 正在不紧不慢地朝着北方进军 高杰仔细思考了一下行军路线以后 脸色有些怪异 忍不住问道 哎 不对呀 圣上这是打算神入辽东吗 已经行军到了秘云的珠子 觉得也差不多了 便将这一次的作战意图说了出来 毕竟 马上就要进入蒙古 想藏也藏不住了 该讲清楚的 还是要讲清楚的 然而高杰无疑是非常吃惊的 本来他也觉得吧 就这五千骑兵 应该是准备攻击剑奴的侧翼 或者是余回包抄之类的 那样的话 虽然也危险 却也有几率成功 但是 圣上的思维 还真是异于常人 剑奴大军即将入关 不想着怎么聚关防守 却打算去奔袭千里之外的辽东 太他喵的吃鸡了吧 对于这样的战略决策 高杰是分不清楚对错的 他只是个勇将 打仗时候 才不喜欢那么多弯弯道道了 直接撸开袖子硬怼 才是他的暴脾气 至于在得知了这样的战略意图 高杰能不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呢 还真心没有 就好像一个学渣去抄学霸的答案 要是真能发现试卷中的错误 他也就不会被称之为学渣了 不是吗 闷头就是抄才是王道啊 不过高杰虽然不擅长什么谋略 但行军打仗也是有很多年了 对于打仗中一些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他还是很清楚的 首先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啊 哎 圣上 咱们这次只待了三日的口粮 恐怕 到不了辽东吧 可不是吗 高杰这个疑问 是没毛病的 物资准备和调配 都是经过高杰来做的 五千个骑兵 每人只配了三天的粮食和一定的马料 再多的话根本带不动 所谓的轻装奔袭 便是这个道理 三天的时间 能不能到辽东啊 显然不行 这会儿还没有高铁啊 正常的军队 考虑到诸多的音速 行军的速度 不会高于每天四十公里 即使诸词特意以纯骑兵的部队奔袭沈阳 也最多能达到每天七十公里左右 从蒙古渠道到沈阳 大概有多远呢 九百多公里啊 也就是说 等到诸词的骑兵抵达沈阳的时候 起码也是半个月以后的事了 这期间 怎么吃怎么喝呀 诸词听到他的疑问 诡异地冲着他笑了一下 说道 哼 救食于敌 听到这句话 高洁的脸色更加的丰富 救食于敌 也就是说 这一路上 都要靠打架劫舍谋生啊 行是行 但问题是 北边过了长城 可就是蒙古的地盘了 打劫也就只能打劫蒙古人了 剑奴还没搞定呢 怎么着 又要招惹蒙古啊 这不是想捅马蜂窝吗 万一蒙古那边出兵来干他们 这还没到剑奴的腹地 估计就完蛋了 然而实际上 诸词之所以敢这么做 就是他清楚 现在的蒙古各部 都已经被剑奴给阉割过了 将插汉部征服以后 剑奴在蒙古各地实行了蒙旗制 蒙旗中 只保留少部分的民兵滋味 其他的人都编入了蒙古八旗 参与了剑奴入关事件 而这部分的民兵 甚至连战马都没有 哼 然后跟你们说个笑话啊 没有马的蒙古人 所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剑奴在征服蒙古以后 实际上 也是为诸词的借道蒙古 扫平了障碍 没有蒙古铁骑的阻挡 诸词直取沈阳的计划 完全有了可行的理论基础 既然蒙古人完全不作为惧 那么 救食于敌的这个想法 也就能成为现实了 蒙古大草原 零零散散的部落如同星部 诸词还真不相信 三天之内 会连一个部落都碰不到吗 出现这种低概率的事件 可能性几乎为零 高杰明白了诸词的意思 顿时连道树生 吴皇盛名之类的话 但对此诸词也没有任何的喜色 他握紧了手中的战刀 抬眼望向远处的长城 依稀可见 这也预示着 他的骑兵终于要走出国门了 而在这之后 血与火的力量 也就近在眼前了 实际上 抛开粮草供给的问题 高杰还是有几个地方搞不明白的 首先 他和王贤通一样 问了怎么撤退的问题 当然 高杰首先是要表明 他不是怕死 他这么问呢 完全是在担心诸词的安危 也行吧 勉强还可以信 诸词笑而不语 但是没有回答 看到诸词没有什么说明的意思 高杰也就不再多问了 也不再多想 既然连皇上都这么不怕死的 去搞事情 他们这些做臣子的 又怎么能表现出怯懦呢 实际上 这也是大部分 皇位赢骑兵将士的想法 皇帝就在他们身边 那还有什么好怕的 御驾亲征的作用 便在于此 身为大明最为高贵的皇帝 自带强击光环效果 辐射周围三十里 手下士兵攻击力加长 百分之三十 这不是派一个普通将领 就能够相提并论的 4月17 诸词的大军 在吉北口外驻扎 这里是长城上的一处小关隘 也是诸词 再三考虑以后选择的出赛口 关隘并不大 大门也只允许两计并行 沿路上能看到一些散民游石 在看到浩浩荡荡的大军的时候 无不惊恐万分 小心躲藏 也有小谷来往于 关内关外的商旅 靠着来回倒腾一些 土特产谋生 就这么着 一队蒙逼的客商 就被请到了诸词的大帐 当然 请是打野号的 诸词向他们询问 并恶补一番 关于塞外的地理知识 当然 主要是漠南蒙古部落的布局问题 以及一些奇蒙所在的方位 北边洗牌洗得太频繁 哪怕是诸词 也就只能记住个大概情况 对于更加细节的地方 也无从记起 回回回将军 客商被请了进来 还有些蒙 颤颤巍巍的 他似乎还不清楚 面前坐着的这位金甲少年 到底是何种身份 但是 看到众人以他为首 又很装逼的样子 也知道 这里到底谁在管事 客商很有眼色 他很真爱自己的生命 小心翼翼的生怕惹怒了这些 杀人不眨眼的兵业 将军啊 北边是土莫特部 现在呢 哦 现在叫土莫特左右旗 他们的旗主叫扎萨克 扎萨克是剑奴设置在各旗的手里 并非人民 并非人民 而是官民 哦 距离这边 有多远呢 诸子问道 回回兵业 大概呢 在东北方向 也就约吧 六十里左右 是土莫特的右旗 东边七十里呢 是土莫特的左旗啊 哦 六七十里 完全处于一天以内的打击范围 得到这个信息 朱慈差不多有了些底气 这些奇蒙 终究将成为朱慈的跳板 帮助他完成这么一个史诗般的计划 客商看起来是个汉人 目前也只是做着小本的生意 穿着的十分朴素 身材略瘦 朱慈也不想多难为他 便说道 啊 行了 你下去吧 谢将军 客商说吧 转身要走 但是听到 等等 朱慈又突然说道 让后者吓了一跳 没过身来哭通 跪在了地上 你姓什么呀 朱慈问他 客商连大气也不敢喘 回兵爷 小小的 小的姓郭 哦 朱慈可还记得 当初捣毁八大家的时候 黄田两家人 还有那个吃了一嘴油的张静勋 可是让他们给跑了 向来心地善良的朱慈 有着送佛送到西 全家齐齐整整的强迫症 如今要是经过蒙古 兴许啊 还能抓到这几个漏网之鱼 反正这样的想法 朱慈呢 是想打听一下 有没有那些咸鱼们的下落 看客商这个状态 并不像是说谎 再说 经过张家口那件事情 短时间内 黄田两家估计都不敢在大明的地界露头了 所以 此人和八大家应该是没啥关系的 所以 应当是可以相信的 你认识黄永发和铁生兰吗 朱慈问道 啊 知道知道 小的知道一些 客商小声说道 胆怯的让朱慈都挺无奈的 这么老实胆小的人哪 这辈子生也做不大呀 好 那你说说看 哎 遵命 兵爷 小的 其实小的只是听说 黄田两家人 原本在张家口一带十分的疯狂 这前段时间 不知道是得罪了什么人 被赶出了张家口 便没敢再去做中原的生意 后来听说 哦 听说后来呀 得到大清朝 呸 叫贱奴 一旁的高杰忍不住 出言纠正 这些客商也真是没什么眼力见啊 啊 承认贱奴的清朝 这可是致命的政治性错误 朱慈倒是没有任何的动作 也没有纠正客商 也没有阻止高级 只是在等待 客商把话给说完 啊 是是是兵爷 我错了 是是是 是贱奴 贱奴 客商听了只想抽自己大嘴巴 这可是大明的地盘 他们都是明军 怎么自己这一说话就犯了机会 哎 后来 黄田两家人得到贱奴的许可啊 只是在辽东和蒙古之间做些买卖 这八大家当真和这些贱奴们藕断丝连呢 说起来 贱奴还挺够意思啊 没了张家口的根 黄田两家实际上也基本上不能给贱奴提供什么好处呢 但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给了他们活路和生计 只是不知道资产都被没收的情况下 黄田两家怎么还能做起来生意呢 于是诸子问道 他们做些什么生意啊 郭姓的客商听了 嘴皮子发白 不敢抬头 吞吞吐吐的说道 回 回将军 听说他们是从辽东 掳掠汉人的女子 然后 然后卖于蒙古的达官贵人 为奴 诸子听罢 当时就怒了 双拳紧紧的捏在了一起 而高洁和其他军事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也从黄田两家所做的事情中 感觉到深深的恶心 拐卖妇女 无论在哪个年代 都是足以杀头的大罪的 黄田两家可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实际上 被诸子查抄了财产的黄田两家人 也是为了重新振兴家族 才铤而走险的 然而 罪孽从来不需要寻找理由 他们的无耻 必须得到报应 他妈的 别让老子碰到那两家人 非把他们给砍了不可 高洁在一旁 也是气呼呼地嘟捺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书接上文 诸子听了小范儿的话 十分的愤怒 这黄田两家 还真是不甘寂寞 为了赚钱 连这么缺德的买卖 都能干得出来 伤天害理的毫无下信 诸子 哪怕没有现代的价值观 就算是以古代的视角去看待 拐卖妇女的事情 也是足以令人气愤 并且受害的还都是汉人 这也无怪乎 高洁都忍不住的破口大骂 而周围听到此事的将士们 也是觉得心里压了一股的火气 恨不得将黄田两家人 碎事万段 然而 现在还真没看到 黄田两家人的影子 虽然一肚子的火气 却无处发现 在又打听了一些事情以后 诸子 命人送走了郭姓的客商 后者是千恩万谢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诸子和高洁等人 则留在率仗之中 讨论出关后的进军路线 诸子手中的地图 已经是好久都没有更新过的版本了 图中的关于蒙古的信息 基本上都已经过时了 不过对于山川河流的标识呢 还是可以用 第一个目标 便是客商提供的一个起点 土莫特左旗 便在正东方向 也是处于诸祠的行军路线之上 制定好第二天的行军计划以后 4月17日晚上 大军在吉北口休息一晚 夜色笼罩在吉北口的上空 寂静的营地里 除了一些职业守备的军事以外 大部分人都已经休息了 诸子躺在冰冷的铺垫上 看着帐外负责安保工作的亲兵 放下了思绪 缓缓沉入了梦想 营地之中 总有些人似乎并没有那么容易睡着 张文艺似乎就是其中之一 当听说这一次奔袭的目的地 是辽东的时候 他就一直兴奋地停不下来 老张 你怎么这两天这么高兴 有人问道 想起来 你好像说过 你老家就在辽东是不是 对 许久没回辽东了 当然很兴奋呢 你是辽东人 怎么跑了这么远到京师来了 比那吗 我也不知道 这都是几年前的事情 我想想 那个时候 从辽阳回金州 想投表亲 这走着走着 也就不知道怎么的 就走到了京师了 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成了油石了 后来要饭也要不到了 就寻思着投军混口饭吃呗 然后不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啊 金州 辽阳 一众人听得有点懵 这俩地方 和京城差的十万八千里呢 真心不知道 他是怎么绕过来的 众人吃笑着张文艺这个路痴啊 张文艺也是爽朗 毫不介意 那老张啊 这次跟着圣上去辽东 你还要回家看看吗 说到这里 就见张文艺叹息了一声 说道 哎 家里人都死了 辽东 哪还有家了 就算是金州那里的表亲啊 哎 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兄弟 谁说不是呢 这世道这么乱 谁家里没死上几个人呢 那你们怕死吗 怕呀 谁能不怕呀 那这年头啊 谁也说不准 能活多久不是吗 那 那 那咱们这次去辽东 还能活着回来吗 你想这么多干嘛 圣上都在 咱们这些当大兵的 哪有那么多担心 就是 怕什么 死就死了呗 只要不饿死就行了 要是能拼拼命 兴许 能编入京营呢 不知道谁说起了京营 一众人 无不表现出十分羡慕的表情 那些京营的下层军官 在京城的待遇 是有目共睹的 不但响音 比普通的黄卫营的士兵高很多 就连家人子女的生活 都有国家国库来保证 在某些方面呢 比一些下层的官吏 过得还好 官吏 普通人是不敢想的 如果没有功名 没有家世的背景 对于普通人来说 根本没有这样的进生通道 但是 想要编入京营 对于黄卫营的士兵来说 却还是有机会的 对了 老王 上次 是怎么跟咱们说的 怎么样才能编入京营啊 我想想啊 三次冲锋在前面 或者 积攒十颗贼手 或者服从命令 不对 是必须要服从命令 没有违反军令的劣迹 应该就可以了 有的人记忆好 又给大家解释了一遍 这么说起来 虽然条件看起来有些苛刻 但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关键是得有仗打 只要多打仗 打胜仗 多表现 想要编入京营 也是早晚的事情 一夜无话 四月十八日 五更十分 辽量的军号下 骑兵营的将士们 起身拔影 在这一天 军队从吉北口穿行而过 绕过了山澳以后 已经能从荒地的远处 看到草原的边界 从那里开始 他们便彻底踏入了敌人的地盘 当诸慈的黄卫营 踏出长城 踏入草原的这一刻开始 意义就已经非必寻常 明军困守长城以内 二百年有余 自成族以后 明军就再也没有试图 踏足这片草原 而从成族那里继承来的疆域 也是不断的缩小 以至于现在 甚至连沙海关这样的腹地 都难以保全 国力衰微 而又有妖人作祟 在外族敌人面前 只能不断的后退 不断的防御 甚至说 许多关内的百姓和军户 已经把剑奴 看作不可战胜的魔鬼了 好像他们是三头六臂 十人隐喜似的 正是因为如此 在剑奴入关以后 许多明军是一触即溃 再也难以形成 行之有效的抵抗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 觉得剑奴难以战胜 所以说 大明是患上了一种 恐轻症 弹轻色变 而诸词的这次出击 就是准备告诉天下人 所谓的剑奴 只不过是个垃圾 只要能在剑奴的腹地 造成足够大的破坏 那么 无疑将扭转 各处明军 低迷惧敌的士气 遗敌之灾 已经饥渴难耐了 这时候 诸词需要将 全军嗜血的欲望 全部激发出来 于是 在进入草原前的最后一刻 他再一次鼓动着士气 说道 大明的将士们 站的身后 是冥土 站的前面 是狄境 大明 从没有亏待过一族 给他们封地 给他们衣食 然而换回来的是什么 换回来的是他们 饕餐的大口 换回来的是他们 永远无法满足的贪婪 换回来的是他们 肆无忌惮的 在我们的土地上 烧杀抢掠 对于这样的地 对于蒙古和剑奴 我们还能在割肉喂狼吗 还能吗 不能 全军呼喊着答道 是的 不能 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他们呢 杀 杀 杀 诸军军声阵阵 响动天际 诸子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是的 杀 将踏过的土地 化为焦土 杀 将看到的一族 念为尘埃 从现在开始 收起你们心中的慈悲 那是对朕的背叛 从现在开始 你们在遗敌身上 所犯下的罪恶 所施加的暴行 才是对朕 最大的忠诚 炽热的烈焰 在全军的心中燃烧 他们呼喊着整齐的口号 杀 杀 杀 将士们 海拔 诸子挥舞着手臂 指向草原 皇位军的将士们 像狼群一般 跟着诸子 向着草原深处奔去 草原上的微风 格外的舒爽 那种纵马驰骋的感觉 仿佛整个人 都飘起来了一样 诸子在穿越过来以前 就有着一定的 骑马的基础 而来到这里以后 接触马匹的机会 则更加频繁 以至于正常的骑马奔驰 是不成问题的 骑马要记住两点 第一 双腿夹紧马肚子 第二 紧握僵绳的双手放松 除非强行变道 或者止步 其他时候 都不要让自己的坐骑 感觉到头部 有很强的拉扯感 在这个时候 不断地夹紧双腿 就可以达到加速的效果 只要想学并非太难 至于骑马作战呢 那属于进阶课程 现在诸子不需要 他现在只需要保证 能带着队伍行军就够了 五千的骑兵 在进入草原以后 对裂展开 分成树谷 齐头并进以后 行军的速度 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吉北口出来以后 这片地域 便相当于后世的 承德市 当然 承德避暑山庄什么的 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影子 在这里只有草原 之所以叫草原 是因为地上长满了草 微风不过 吹起海浪般的波涛 极其的美丽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地 蟹牛羊 朱慈心情大好 随口吟诗说道 实际上 这也是朱慈 第一次来到草原 相比于京城内 弥漫着淡淡的屎尿门 以及关内凋敝 不忍直视的残破景象 草原之上 似乎是宁静的 战乱 让汉人们的百姓 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 而他们蒙古人和贱奴 却在一次次的战争中 获益匪浅 为什么 因为汉人太过于仁慈 太过于软弱 面对强敌 面对入侵 逆来顺受 想着怎么退敌 而不是彻底的征服敌人 大多数的情况下 用怀柔 义和 容忍的手段 安抚一族 这样做 或许可以换来一段时间的和平 但等到一族的胃口越来越大 大的让汉人再也满足不了的时候 那就只能让后世的子孙 食到苦过 然而直到大明灭亡的那一天 以儒家仁义官治国的朝廷 仍然无法悟出这一点 事实证明 只有棍棒才能出孝子 只有刀枪 才能殉忠权 如果战乱中的百姓 不可避免的需要承受着战乱的苦难 那么 殊子宁愿让一族的百姓 来为汉人百姓 分担这一切 让他们用自己的身体 来体会孔福子说的一句话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哈 圣上 好文才 高杰在听完诸词的感慨以后 忍不住赞叹他 而一旁跟随着的小孝 不时时机的提醒他 高将军 圣上念的是北朝的民歌 高杰的笑容凝固了 脸色渐渐有些尴尬 看向了那名小孝 眼神变得有些猙獰 后者忍不住的 扑愣了一下脑袋 缩了缩脖子 爷 我本将知道 你知道个屁 就在这个时候 人群之中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快看 有羊 众军急目远眺 在视野的尽头 似乎能看到 几个牧民在驱赶着羊群吃草 好 像什么 冲啊 晚上有肉吃了 诸子立刻命令他 而随着这一声令下 众军也跟着兴奋了起来 他们带的干粮 都是些什么 干饼 盐巴之类的食物 勉强果腹 味道还真是不咋地 如今看到鲜活的羊群 许久没开荤的骑兵营 自然对午餐是充满了期待 加速冲锋的同时 还有许多人都馋得流出了口水 嘿 有肉吃了 驾 骑兵营众人也跟着喊了起来 似乎是注意到 朱祠这边大军的动静 一个个原本卧地闲聊的牧民们 警惕地站了起来 诶 怎么 怎么回事 一个牧民 疑惑地问道 由于距离太远 还看不清楚 那群骑兵的旗号是什么 但数千人的队伍 实在是不能忽视 咱们 图摸特的勇师 诶 不是说他们都跟着情人 去打寒人了吗 牧民们相互议论着 仍然还没意识到危险 直到大军逼近了 他们看清楚了 出现的都是些什么人之后 眼神之中 顿时是充满了恐惧 是明军 此地 毗临长城 虽然不远 对于明军的日月青天起义 牧民们肯定是见过的 然而 早已经习惯了在此地放牧的他们 又哪里会想到 明军就这么突然出现在了眼前 惊慌失措的他们 赶紧想要上马逃跑 回去通风报信 哎 哎 老子干嘛呢 这会儿 牧民们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们没马 不但他们没马 就算是蒙古人的聚集地 骑营那边也没有几匹马 剑奴那帮孙子呀 早就将他们手里的战马给争掉走了 这下可完了 这后果十分的严重啊 跑不掉了 怎么办呢 骑着羊跑 那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虽然知道跑不掉 但是牧民们求生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 哎 得了 羊也不要了 直接两腿一蹬撒牙子开跑 朝着土莫特的左营方向逃跑 只是 这样的逃跑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啊 两只腿怎么可能跑过马呢 明军在锁定目标以后 便发挥了骑兵的速度优势 以风卷财云之势碾压而过 牧民们是边跑边大喊救命 当然 他们用的是蒙古语 所以明军其实也听不懂他们到底在喊什么玩意儿 直到明军前锋的骑兵 已经从后面赶上 几枪挑拨 尸横一地 杀人之后 就准备分赃吗 现在还不着急 诸子命令一部分人 现在后面处理完羊群的事在跟上 而带着其他的人继续向东锁敌 既然牧民已经出现了 他们连马都没有 周围不远 肯定有蒙古人的聚集点 与其让他们有所准备 还不如以雷霆之势 趁着士气旺盛直接碾压过去 这算不算得上闪电战的精髓 实际上 和诸子所设想的差不多 距离牧民放牧点以东 十里左右 便可以见到一顶顶的大帐篷 出现在了眼前 这就是土莫特左旗 距离大明 最近的一个蒙古部落 虽然说距离上是很近 不过由于这些个年呢 大明都跟孙子一样的 龟梭在关内 无论是部落内的牧民 还是掌管着部落 军政大权的剑奴 扎萨克 从来就没有担心过 会受到攻击啊 然而就在这一天 这种观念 发现不好使了 而且 还吃了大亏 远处的马蹄之声 如同雷鸣一般 穿透了天际 而这些牧民们 此刻还在忙碌着各种生计呢 取水洗衣服 或者是三三两两的闲聊 当报警的人 一脸慌张的把消息带进来以后 原本正在部落内溜达的 扎萨克塔克 顿时惊呆了 什么 明君 塔克不可思议的问道 诶诶诶诶 十命军 十命军 全部是明朝的骑兵 正朝这边 过来呢 塔克一听赶紧出营查看 果然就看到 远处有大量的骑兵 后面席卷着尘土飞扬 顿时有些懵逼了 诶 明君不应该被摄政王 按在中原里摩擦呢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十六集 在塔克的印象里 明朝的军队都是蜷缩在长城以南的 更何况在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大清 已经调集了全部的兵力 入侵明朝 按理说这个时间点 大清的铁蹄 已经踏入了关内才对啊 那么 明君最应该做的 是巩固京畿的防御 抵御他们的这次入侵 对于大清的掌舵人多而滚 哈克可是很有自信 只要他们大清军一举入关 以明朝的实力 根本无法阻挡 在明朝面对如此危机的时候 不去倾尽全力的防守 怎么会突然出赛来到蒙古 明君的头头脑子瓦头了吗 他们北京城难道不想要了 但是对于塔克来说 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 来思考为啥明君的脑回路 如此清奇了 他现在要做的事 去思考一下 怎么样面对明君的威胁 答案是 根本没法应对啊 土莫特左旗人口只有三四千人 大部分的壮丁还被抽掉一空 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 以及妇女儿童 守备的民兵也只有二百来人 以这样的力量 来对抗数千人的明君队伍吗 简直难以置信呢 快快快 快去可尔科齐通知扎萨克备战 塔克命令说道 他毕竟是剑奴香白旗的旗人 能够镇守一旗的他 也是经过战火洗礼过的 很快反应过来 做出了相应的安排 在派出人通报军情的同时 他整合了土莫特左旗的所有力量 准备和诸策一战 只是他仓促间应战 实力实在是有限 当齐营中的民兵 慌慌张张的拿出了弓箭 就已经晚了一步了 再当他们零星的射出第一波箭雨之后 又是更晚了一步 此时此刻 明君的前锋军 已经兵风抵达了土莫特部的帐篷区 他们抽出的耀眼的武器光芒 终究是让塔克意识到 他们好像应该是跑才对 但是现在才意识到 也是晚了最后一步 没有一个人能跑得掉的 一切来的都太过于突然 突然的让土莫特的众人 都没有充足的反应时间 没有马的蒙古人 就是废物 更是带载的羔羊 当明君的骑兵 冲入他们那本来就很散乱的阵里 所带来的 就是催不拉醒门会 二百多人的民兵队不堪一击 铁匹从他们身上碾过 仅仅是刹那之间 便是死伤无数 张文艺很醒 这一次对敌 他是第一个冲锋到了敌人的阵地里 距离边入精英序列就又近了 兴奋的他 来回的冲刺 连杀树人 好不快 诸子 确明君而出 在看到土莫特左旗的那一刹那 整个军队就已经被兴奋劲冲昏了头脑 以至于诸子都控制不了了 不用他下力 骑兵们啪啪啪啪一个个都冲了出去 骑兵有索敌的欲望 远远超出了诸子的想象 由于诸子的奇数有限 跑跑颠颠的没问题 但是真要和这些撒奇野的古代人相比 那还是差了一些 等到蒙古民兵被彻底的击溃揭灭 土莫特左旗的扎萨克 被五花大绑的丢到了诸子面前 骑兵将土莫特部彻底的包了圆 感觉这一切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就结束了 快的让诸子无法想象 土莫特左旗的扎萨克塔克 对于诸子是不断的辱骂着难听的话语 当然 这个难听不是指骂人的脏话有多脏 而是他用的贱奴语 真的是很难听懂 不会说中国话是一件很low的事情 在全宇宙都会讲中国话的前提下 不会中国话 你都不好意思出来打酱油 你们谁会讲贱奴语啊 诸子回过誓问道 他想着最好能够套出一些有用的情报 然而明军的大部分人都是中原各地的户籍 许多人根本就没接触过贱奴人 更别说会讲贱奴语了 大部分人不会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不会 总会有些奇葩的嘛 就比如说张文艺 他在某些方面虽然有些欠缺 但是却因为是辽东的汉人 和贱奴人接触的比较多 虽然还没考过贱奴语的四级吧 但是起码觉得一些简单的交流 还是不成问题 有心表现自己的张文艺 顿时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 对着诸子说道 上上 小的 小的会一些 塔克看起来还真的是不懂汉语啊 那一句圣上 对他来说竟然毫无反应 要是让他知道 面前威武不凡的这个将领 乃是那个被传的神乎其神的辽宁皇帝 真不知道他该是怎样的表情 只是或许是没这个机会的 张文艺充当了翻译以后 试图和塔克交流 但当塔克看到 说贱奴化的是个卑微的汉人 眼中更是带着轻蔑的色彩 口中接着就是脏话连篇不断喷粪 听得张文艺憋红了个大脸呢 太阳穴的青金之秃秃 过了一会儿 转过身来 向诸子回复说道 为圣上 此人竟说些粗鄙之话 实在难以交流 诸子点了点头 倒是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 挥了挥手 便有人会议 抽出了刀 将塔克 按在地上放血 土莫特左旗的防御力量 已经被轻易的瓦解掉了 付出的代价是 一人重伤 十几人轻伤而已 甚至连战死的都没有 这一仗实在赢得太轻松了 就仿佛是过来游玩了一半 剩下的土莫特部内的老弱病残 也已经眼睛旧父 诸子拿出了怀表 那是汤若旺献给明廷的贡品 作为大明的皇帝 藩邦的东西 就是他诸子的东西 这一点 毋庸置疑 怀表 诸子自然会用 上面的罗马数字 也自然认识 确认了一下时间以后 诸子对着全军说道 朕给你们一个时辰 就一个时辰 这期间 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 一个时辰以后 必须补充好个人的食物和粮草 在朕的面前集中 为者 以军阀处置 释放军队野性的同时 也是要有严格的束缚 诸子想着 在这一路上 烧杀抢掠的同时 仍然不能让他们松懈于 对他们是军人的认知感 军人便是要服从命令 军人便是要听从指挥 不然和贼匪又有什么区别 在进入到辽东以后 如果军心散了 野了 那是不利于诸子控制整个军队的 随着诸子命令的下达 明军的将士如同放假一般 欢呼雀跃 实际上 当法律道德的束缚崩塌之时 人的内心贪念恶念 也很容易增长 将自己的愉悦 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这一天 明军在第一座蒙古旗营 尽情地肆虐狂欢 大火熊熊燃烧 吐莫特内部 鬼哭狼嚎 诸子自己并没有兴趣参加 也没有什么心思关上 牵着马 转身向着河流旁边走去 感觉到身边还有亲兵追随 诸子回过身看了他们一眼 问道 你们为什么不去啊 啊 回圣上 我等是为了保护圣上 不敢善离之手 土莫特左旗中的罪行 仍在继续 诸子在河流之上的一块石头上 坐了下 默默地等待着 毁灭土莫特只是开始 距离辽东还有很远的距离 手下的亲兵虽然尽忠职守 但是 他们看向自己的眼神 带着一种景仰和位置 更是没有人敢 有事没事的主动上来说话 远处可以看到 明军的将士们在谈笑风声 他们互相炫耀着 从骑营营中洗些来的物品 以及在这次屠杀中 做斩首的数量 看起来是交情颇好的朋友 互相推荡着 仍然能带着笑容 这样的画面 让诸子有些羡慕 曾几何时 诸子也是有朋友的 高中同学 大学同学 死他 等等 只是来到这里以后 这一切 做了太子 又造反当了皇帝 人生 还真是像戏剧一样 当皇帝 看起来很美妙 万人之上 享受着天下的朝拜 享受着万民的供奉 只要不过分 一个皇帝 可以得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金言 美女 真修 古丸 抬手之间 便有人送到面前 然而 得到的同时 也有失去 至少 诸子不觉得 他能够像手下的军士一样 得到与他人 互为知己的友情 那是一种孤独 一种 高处 不胜寒的孤独 诸子看着天空 似乎有着某个人的龙女 高杰并不在诸子的身边 他作为诸子之下的 最高权威的将领 在吐莫特左旗内 巡视着 指挥着明军 更有效率的犯罪 当高杰看到一个士兵 竟然笨手笨脚的 从总管的帐篷中 爆出一大堆的金银来 忍不住破口大骂 你他娘的拿金银有什么用 去建农那边买田产吗 啊 杀人杀利索点 不要留活口 你们 把吃不了的粮食 都给我烧了 不要给达子留一口 喂 快点快点快点 后面驱赶着羊群的明军 也已经赶到 在将羊群宰杀以后 也是加入了 前部的狂欢 一个时辰过后 整个吐莫特左旗 化为了火海 原本热闹的旗地 只剩下雷雷白骨 鲜血沿着地面的缝隙 汇入了旗营旁边的 河流之中 空气中弥漫着 令人作呕的血腥气味 每个士兵都是收获泼风 脸上还带着 没有散去的兴奋感 食物补充完毕 马匹上除了生肉以外 还有牧民制作的腊肉 奶干等等的 可以长时间的保存食用 猪瓷一直掐着点 一个时辰两个小时 大部分人都能吃饱喝足的集中 但仍有一部分人 没有时间观念和纪律感 对于这样拖后腿的士兵 惩罚肯定是要有的 杀嘛 那倒不至于 命令他们下马 跟着大部队跑无理地 并且记过一次 等下一次杀人立功后抵消 毁灭了土莫特左旗之后 全军继续前行 沿着河流寻找下一个目标 实际上 土莫特左旗 已经算是草原上 一个比较大的聚落了 周围灵星的 还分布着许多的小散户 明君显然是属行军蚁的 无论看到什么 是羊群呢 还是鸭子呀 或者是其他任何活着的东西 只要明君踏过之后 留下的就只有鲜血和尸骸 所过之处 没有任何的生灵可以活下去 就这样 沿着河流 顺势向东 继续锁地 水是生命之源 之所以沿着河流行军 那是因为无论是城市 还是部落 悬址上 都不约而同地 沿着河流 依水而建 从而方便部落 或者城市的用水需要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顺着河流挺进的过程中 所遇到的蒙古人的数量 也变得十分的频繁 对于蒙古人来说 这肯定是灾难 但对于明军来说 那可是大好事情 从牧民那里得到的食物 远远超出了他们本身的需求量 4月20日 在没有地图指引的情况下 在河流的上游 再一次遇到了一个蒙古的大型巨落 克尔沁右翼旗 和土莫特左翼旗不同的是 这一次剑奴的扎萨克总管哈敏多 率领右翼旗五千余户牧民 以及所属的三百余民兵 主动向迫近而来的明军请降 很显然 哈敏多很失去 洗劫左莫特旗的消息 肯定是直里包不住火 世界上没有那不透风的墙 明军突然出现在草原的事情 早也就四处传开了 塔克那个扎萨克还是很尽忠职守的 不但立刻派人通报军情 并且最终还战死而亡 以至于哈敏多 在早一些的时候就得到了消息 哈敏多清点了手底下的民兵 以及所属的为数不多的战马 这一筹很明显 以他的实力是根本无法阻挡明军的步伐 跑吗 哈敏多可跑不动了 他最近生了场病 实在是不一再马上颠簸 思前想后 哈敏多最终决定 率领着整个 喀尔沁右旗部落 向诸词投降 投降的结果 是明军连战斗都不需要 便将这个大部落拿下了 顺利的让许多明军士兵 感觉十分的不爽 在他们眼里 只有军功 这寿祥又没有军功可以拿 实在是没意思 奴才哈敏多 愿鬼扶天朝 哈敏多带着民兵 以及大部分的牧民 丢下了武器 向诸词虔诚的跪拜说道 他们当中每个人似乎都很害怕 哪怕是狂野的蒙古人 左死的贱奴人 也会对死亡产生恐惧 不过让诸词比较意外的是 这个扎萨克总管 竟然会讲汉语啊 这是让诸词挺惊奇的 诸词冷冷地看向地面的哈敏多 明军已经将阵列展开 把卡尔沁部轻易地包围 诸词说道 朕还以为 你们贱奴人 都是硬骨头 啊 朕 朕 哈敏多在听到这话的时候 心中大惊 既然听得懂汉话 也就知道 朕这个字 分量有多么的重 那可是只有皇帝 才能用的自称啊 心中大惊的哈敏多 忍不住抬起了头 好奇地打量着 站在中间的朱词 黄金假袍 穿得最为亮眼 年纪不过十五六岁 却有着超出他年龄的气质 那种眼神 坚定而残忍 我的天 这是皇帝 是大明的皇帝吗 那个连摄政王也十分忌惮的 辽宁皇帝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 正想到这儿 一鞭子 啪的一声 火辣辣的抽在了哈敏多的脸上 顿时是翻出了一道血痕 高级挥舞着马鞭呵斥道 他妈的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直视龙颜 别说 这还真有点蔑视黄泉的意思啊 奴才不敢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哈敏多只想活命 也意识到 自己这举动实在太过于唐突了 又赶紧低下了头 哐哐哐连刻了三个响头 现在问题又来了 如今诸词 并不确认地拿下了克尔沁部 那么 又该如何处置他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十七级 虽然诸此 率军冲出了吉北口 在蒙古是大肆破坏 然而无论是沙海关还是沈阳 由于路途遥远 短时间内都无法得知这个消息 消息的传递需要时间 剑奴做出应对 仍然需要时间 在信息不通畅的古代 战争很容易利用时间差 打崩对手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在尽力收集敌人信息的同时 执行令敌人意想不到的作战方案 是非常必要的战争手段 诸词的优势是 作为一个后来人 他能够充分地了解 敌我双方的差距 以及各自的弱点 从而制定行之有效的作战计划 在剑奴反应过来之前 破坏他们自以为安全的大后方 一举令敌人闻风丧胆 正在诸此出入蒙古 无人能挡的时候 剑奴仍然在做着 入驻中原的黄粮美梦 什么 明朝的小皇帝不在京城 听到这个消息的剑奴主帅 英亲王阿祈格是相当的震惊 早在来之前 他的兄弟多尔滚 就多次地嘱咐 让他小心行事 务必正是辽宁皇帝 多尔滚强调的是正是辽宁皇帝 而不是正是明军 在多尔滚的眼中 辽宁皇帝是足以改变局势的特级战力 阿祈格还是很敬仰多尔滚的 自然是不敢怠慢 阿祈格十分地谨慎 虽然不如多尔滚那般名声雀起 却也是大清的名将 这一次 大清几乎倾尽了全部的力量 来入侵大明 是要踏平京师 将汉人的天下 纳入手中不可 谨慎的阿祈格 不断向着周围渗透细作哨探 获取大明的情报 就这样 诸慈不在京城的消息 传入了他的率仗之中 被特意标注的特级战力 竟然找不到踪影了 这是好消息呢 还是坏消息啊 好的一方面是 京城 皇帝不在 士气肯定是大不如前 要拿下的更加的容易 坏的一方面是 辽宁皇帝不在 那么 他在哪里呢 是不是又在搞一些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啊 准备突然袭击吗 那要怎么样的袭击啊 阿祈格听霸心里开始盘算 这不行啊 这点防备啊 你有没有打听到 小皇帝是不是 小皇帝是不是往南边跑了 阿祈格追问道 如果说 明朝皇帝南迁撤离的话 那么 还在阿祈格的预料之中 迫于大军压境的压力 放弃不可守的北京 难度迁都物 不失为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如果换位思考的话 阿祈格也很有可能这么做 回秦王大人 据我了解的消息 辽宁皇帝带着数千经济去了东北 细作答道 啊 东北 阿祈格的目光 下意识地落在了面前的沙盘纸上 不禁暗暗沉思 这小皇帝这个时候去东北 干什么呀 想着想着 他的手指在沙盘上画了一个弧线 又仔细查看他们大清的军力部署 眉头皱成了一字 阿祈格突然感觉右眼皮在跳 有一种后脊被发凉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不好 却又说不清是为什么 大概是太过于在意辽宁皇帝这个人了吧 以至于相比于北京内的严阵以带的明军 他都不当成一回事了 实在是因为那个小皇帝 现在的名声有点响亮 那梦幻般的战绩 那多尔滚刻意的提醒 实在是不能忽视不见 阿祈格可以肯定的是 辽宁皇帝这一次 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谋略 来应对他们大清的攻势 然而综合他所得到的信息 却是推断不出来辽宁皇帝的作战意义 啊 对了 大人啊 据说辽宁皇帝临走前放话 说要迎击敌人 细作补充说道 迎击敌人 迎击谁啊 迎击他们八旗军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阿祈格倒觉得也不是那么的可怕 可现实却是 直到现在 阿祈格也没有受到明军的正常攻击啊 最让人不安的 不是面对强大的敌人 而是面对未知的敌人 这种未知 会让人感到不由自主的迷茫和恐惧 阿祈格有一种 周围布满了战争迷雾的感觉 没有间谍卫星的他 不得不随时警惕着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明军 行吧 你继续派出少计 务必要得到辽宁皇帝的行踪 这 细作应命而去 报 又过了一会儿 军马来报 另一则军情 传入了阿祈格的率仗之中 禀报亲王 遇亲王部已经拿下冀州 平溪王部已在北京东南三十里处驻扎 等待殷亲王军令 知道了 从沙海关出关的这一路上 还是比较顺利的 这一路上的俯线 基本上没有任何困难的就被拔除了 明军显然在试图收缩阵线 将全部的兵力集中于京师之内 试图硬扛他们大清的铁骑 阿祈格和其他随军的贝勒大臣 商议以后也觉得 辽宁皇帝下落不明 不得不防 暂时应该放缓进攻的步伐 他们这次可不是来劫掠的 而是侵略 没有必要速战速决 完全可以稳扎稳打 奠定基础 于是他命令到 传令下去 让他们暂且稳固阵脚 切莫其余出战 等候大军和汉八旗的红衣大炮抵达 阿祈格最终吩咐说道 英亲王和众贝勒 现在想的是一定要先搞清楚 辽宁皇帝的去向 要是在他们攻城的时候 突然被辽宁皇帝摆了一刀 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统领着剑奴全部力量的阿祈格 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大意 沈阳皇宫之内 永福宫 这里是圣母皇太后的居所 所谓的圣母皇太后的本名是 博尔纪吉特布木尔泰 归名大狱儿 剑奴酋长弗林的生母 这是一名功于心计的女人 在去年的权力争夺之中 弗林最终能够胜出 大狱儿的出力肯定是少不了的 为了这次胜出 大狱儿在背后不知做了多少肮脏的脚椅 此时的沈阳内的首军也被抽掉了大部分 皇宫之内略显得冷清 摄政王多尔滚在唐尔皇之地进入了永福宫以后 已经半个时辰没出来了 宫内时不时地传出某种低沉的咆哮和喘息 守门的宫女是脸色飞红 却都低着头不敢看也不敢说 宫内春色散尽 多尔滚穿上了衣服 有一种腰子被掏空了的感觉 我这一次你也要出针吗 生过孩子的大狱儿 此时已经三十一岁了 不过从小保养很好的她 皮肤白皙晶莹透亮 还没看出什么老态 若是放在民间 说她年方二八 也会有人相信 大狱儿还坐在床上 合着被子 问向多尔滚 这一次的出征 沈阳的王公贵族八旗子弟 几乎全部都出动了 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多尔滚 很难留守后方 多尔滚一边套着靴子 一边看向了大狱儿 眼睛里面也有着不舍之情 说道 本王啊 担心阿七格并非那小皇爹的对手 这一次入关 必须拿下中原 在本王死以前 为咱们的孩子留下花花江山 大狱儿看着情郎 带着爱意 多尔滚很满意 亲吻了大狱儿的额头 心中满是柔情 终于耗死了皇太极那个老东西 虽然他现在也不能在名分上得到大狱儿了 但是可以得到大狱儿的肉体和心灵 这就让多尔滚很满足了 并且 哪怕是皇太极那个老东西 还有其他的人 都不会想到 弗林 根本就不是皇太极的种 是他多尔滚的 即使去年 没有夺得寒位 也没有关系 自己的儿子 成了大清皇帝 还有什么不满意 作为大清皇帝 真正的老子 多尔滚发誓 一定要为自己的儿子扫平天下 想到此 多尔滚干劲十足 穿上摄政王的袍服以后 别了心爱的玉儿 离开了永福宫 大玉儿看着多尔滚那远去的身影 原本充满柔情的眼神 慢慢的变得微了 那只有无耻的个头 让大玉儿嗤之以鼻 心里觉得好笑 多尔滚离开了皇宫 却不知道 他的身后 有着两双愤怒的目光 回过头来 咱们说蒙古 克尔沁部 面对数千人的投降 让朱瓷略有些犯难了 这一次率军入蒙古 又不是为了征服 掳掠人口之类的 他们这一投降 就有点尴尬了 如果带着这些俘虏 无疑会拖慢 大军的行军速度 这显然和争分夺秒的 七席战背道而驰 而如果放了他们 那更不可能了 对待己方的叛徒祸害 都毫不留情的诸词 更不可能对毫无信仪 野蛮残忍的一族手软 想当初 永乐大帝武功盖世 微服四方 福元之广 远迈汉唐 乃是可以和秦始皇 汉武大帝齐名的雄才皇帝 不过永乐大帝 还是有黑点的 最大的黑点 不是把亲侄子的皇位给夺了 最大的黑点是 对待一族还是太讲道理 将有功的朵延三位 分封在了辽东 还有一定的自治权 当时大概觉得 没啥太大问题 但是之后的皇帝 可就因为朵延三位的存在 而头疼 事实证明 用恩惠 用仁慈 用儒家那一套 根本不足以 征服毫无道义可言的一族 善意 只能对待善良之人 汉族是朱慈的基本盘 义族可不是 那对于义族来说 是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祥而复叛 对他们来说 便是家常便饭 翻起脸来 比翻书还快 朱慈可以想象 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 只要大军放了他们一马 离开这里 基本上是前脚刚走 这些蒙古人后脚就得重新插上剑奴的旗帜 这对于朱慈来说 想要解决一族的问题 要么将其变为忠实的狗 要么就应该彻底的消失 克尔庆又一起投降了 哈敏多像只狗一样匍匐在朱慈的面前 不敢抬头 就在刚才 忍不住抬头直视了朱慈以后 吓得哈敏多是跪地求饶 连说奴才该死之类的话 事实证明 无论什么时候 什么种族的人 都有着族间 汉族有着汉奸 满族也有着满奸 只是汉族的人口基数比较大 产量也就自然遥遥领先 不过无论是汉奸还是满奸 都会令其他人嗤之以鼻 哪怕是贱奴 也对投降的汉人是极为鄙视 最后还修了二臣传 加以鞭尸 朱慈也恶心投降者 恶心为贱奴做事的汉人 同样也恶心 卑躬屈膝的哈敏多 一个贪生怕死之人 难道还值得信任吗 不过哈敏多是当定了满奸了 活命才是硬道理 至于什么颜面的 早就抛出了九霄云外 甚至于当高洁抽了他一鞭子 仍然不敢有任何的怨言 诸慈说道 不要在朕的面前自称奴才 你们还不配 朕不需要遗敌的奴才 朕只接受你们当作狗来投降于朕 诸慈的话让其他的明君听后 忍不住哈哈大笑 将他们这些蒙古人和贱奴 当作连狗都不如的东西 实在是一种羞辱相当的解气 当然在汉人的世界观里 说别人是狗肯定是莫大的羞辱 但在贱奴的世界观里 却非常的不一样 实际上狗对于贱奴来说 是一种精神的图腾 这种思维形成于他们渔猎时期 都需要与狗相伴 形成于爱心觉罗颁布的法令 和回回不吃猪肉 阿三不吃牛肉一样 贱奴是不吃狗肉的 于是乎 在贱奴人的世界观里 称呼别人是狗 并不是什么无法容忍的事情 尤其是在对待君臣关系的时候 将臣下比作是狗 实在是莫大的荣幸啊 以至于哈敏多在听到 诸词的话以后 所表现出来的激动 以及喜极而泣 令所有的明君都十分的懵逼 狗奴 狗奴生生世世 愿为天朝中全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哈敏多脸色带着激动 没想到啊 大明的皇帝 竟然如此的人厚 刚一见面就夸他是狗 真是感动死他了 而在明君的眼里 这人这 这是这神经病吧 俘虏了克尔沁又齐全部的降组以后 天色尽晚 诸辞下令放了探绍四处防备以外 今夜便流宿于克尔沁的营地 哈敏多为了讨好新主子 安排蒙古族的族人们 为明君士准备好了食物奶茶 犒劳全军 同时还有蒙古族的小姑娘们 为全军跳舞出兴 席间除了看着其他将士们边吃边喝 欣赏着牧民的舞蹈以外 哈敏多总是有意无意地观察着诸辞 大明的皇帝突然出现 让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 他试图去猜测诸辞率军前来的一统 莫非入关的那些三族大军都已经败了 以至于大明的皇帝能够有多余的时间和军力 顺势入主蒙古们 这也太荒谬了吧 虽然辽宁皇帝被传得有些神 但是也不能那么夸张吧 距离强征令的发布不过十几天而已 他们克尔沁的壮丁被拉去前线也没有多久 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的败北了 说出来谁也不能信呢 哈敏多又不敢去问 但是除此以外也想不到其他的可能 得想不到就不想了 他现在投降已经成了事实 但现在明君显然不太信任他 在没有立下大功之前 这种不信任会一直持续下去 哈敏多发现 朱慈好像没有太多的心思 去看蒙古小姑娘的舞蹈 以为圣上对蒙古女人没什么感觉 于是起身 来到了朱慈身前 跪地说道 圣上 克尔沁部人多地小 美人无几 狗奴却之一地 便产美女啊 亦有伤骨 倒卖汉人女子 于其中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十八集 实际上 朱慈并不说话 除了简单的吃喝以外 他一直在把玩着手里的战刀 那把一笛之灾 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 实用性是一方面 造型高端大气上档次 实在是男人的最爱 不过直到现在 由于还没遇到过像样的战斗 其他的明军士兵 又一个个都是人头狗 争着上前面抢人头 朱慈只能悲催得可怜巴巴地 当着辅助 以至于 一笛之灾到现在还没有舔过血呢 实在是有些遗憾 当然了 把玩战刀的另一方面 是因为朱慈在思考一个问题 该如何处理 克尔沁族的牧民俘虏啊 如何让异族屈服这个命题 是不是应该提前考虑好 图族灭种 当然更简单一些 一了百了 但是能否在短时间内征服他们 让他们产生点什么利用价值呢 哈敏多突然的一句话 打断了朱慈的思绪 那紧罪而来的眼神 令哈敏多赶紧低下了头 不敢直视 贩卖汉女 这个话呀 让朱慈不得不注意 朱慈想起来 之前的汉人客商说的话 那些个无耻的黄田两家人 正试图以贩卖人口 这种无本事 有作孽的生意 重新起家 实在是罪恶深重 你说的是科尔沁草原吗 朱慈问道 也不怪朱慈会这么想 实在是后世的文学作品中 蒙古族的美女 几乎都是出自科尔沁草原的 当然了 科尔沁草原上的蒙古女人 也有着把科尔沁大草原 盖在贱奴丈夫头上的 有良传统 所以当哈敏多 提起美女遍地的时候 朱慈首先反映过来的地方 就是科尔沁 然而科尔沁 在沈阳以北数百里的地方 不但很远 而且不在朱慈的行军路线上 虽然朱慈有心想要顺便 解救一些汉人同胞 但也得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如果超出了限度 朱慈并不会去冒险 专门去一趟科尔沁撒野 不过按照哈敏多的意思 显然不是指的科尔沁 当他听到朱慈的话以后 也是暗自择舌 这天子可真是敢想啊 科尔沁 那可是和达清关系 最为密切的蒙古族部落 并且在达清的大后方呢 哈敏多寻思着 我再怎么地 也不能用那么远的水 来为主子解渴吧 于是赶紧跪地解释说道 咳咳 圣上 狗奴并非指的科尔沁 而是东边的查哈尔部 哦 查哈尔部 这个查哈尔部也叫查汉部 不过这个名字太过狗血了 很快就被遗弃了 查哈尔部 由蒙元的切削军 演变而来的部族 乃是蒙古中的核心部落 明面上的实力最为强大 但是这是许久以前的事情 最后一阵蒙古大寒 林丹寒 被皇太极干出响意后 查哈尔部便被迁移回了查哈浩特 查哈尔部很强 绝对不像是土莫特 和克尔沁这样的小部落可以相比的 不过再强的男人也怕阉割 土莫特被剑奴拆成了两旗 克尔沁被拆成了三旗 查哈尔足足被拆出了八旗 虽然不知道哈敏多怂恿出此 去东边攻打查哈尔部 是何种用意 但实际上 即使哈敏多不去提醒 查哈尔部也在朱祠的进攻计划之内 虽然朱祠和他的明军 从来没有深入过草原 但是 根据地形图的标注 以及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真理来说 在从吉北口 入了蒙古草原以后 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奔袭辽东 那就得闷头一路向东走去 有山翻山 有河造桥 就算是有悬崖 也得跳过去 绝对不能绕路 以最短的时间搞定 收工撤退 当然了 如今的蒙古各旗 对朱祠的明军来说 那就是一个个的炮架子 直到哪 干到哪 但是呢 也有例外 就比如说这个查哈尔部 他们的右翼四旗 挡着朱祠的路了 住在一座名叫 查哈浩特的城内 所谓的城 和八米多高城墙的北京 十二米高的南京 九米高的宣府 那是比不了的 规模也就相当于 中原的一座县城 甚至还不如呢 但是啊 考虑到蒙古人民 土建天赋实在是让人着急 这样的一座城池 对于他们来说 充当都城 也是不足为过的 再破的城 也是城啊 高高的城墙 足以让骑兵绝望 若是查哈尔部 想要守城啊 朱祠的骑兵 哪怕是再有暴脾气 也得绕道而行 但是 巧了 哈敏多的投名状是什么呀 他说 查哈尔部内的 张经台级 是他的表亲戒 他能让其 为朱祠的天朝大军 大开城门 当然了 也不能说是 唐儿皇之的就打开了 哈敏多虽然是个 无耻的满奸 也不能说明 他的亲戚 也都是满奸吧 这就需要 有人伪装成 蒙古民兵的样子 以通报军情为由 趁夜色入城 在前部突然发难 夺取城门以后 后方的大军 随后支援 一举拿下 查哈浩特 就看见哈敏多是 唾沫星子横飞地说着 咳咳 圣上 圣上 您想想 查哈浩特内 有四旗的编制 民 有万余户之多 但是此时的城内壮丁 亦被剑奴抽掉一空 只于民兵 潜于人而已 并且 分属于 四位扎萨克手中 无法合力为战 不足以阻挡 我天朝的大军 城内 亦有马匹军械 可以 为圣上所用 哈敏多尽心尽力地 为诸瓷兜售着 查哈浩特的军事情报 其诚意啊 连诸瓷都有一些感动 个屁 虽然诸瓷也有着 顺着东进的路线 干掉查哈浩特的打算 但哈敏多这个出降的剑奴 总是在怂恿他 攻打查哈浩特 这就不得不让他起疑心了 说 如为何吉利劝说朕 攻打查哈浩特 诸瓷说着 将抽出的刀 有苍的一声快速的和声 清冷的声音 令人脊背发凉 哈敏多吓得是直冒冷汗 立刻跪在地上 连连向诸瓷叩手说道 圣上 狗奴 狗奴绝无 害主之心 实乃急于向圣上尽忠 报效天朝而已啊 奈何 可尽又其内 物产匮乏 难入圣上之眼 才出刺激啊 诸圣上 夺去查哈浩特罢了 但见哈敏多 神情紧张 语言夺口而出 看来 并非虚妄之言 哦 真的吗 诸瓷用怀疑的口吻问道 也是作为一种试探 但凡内心防线 不够坚定的人 在他这种 怀疑的压力之下 很容易心态崩溃地 交代出实情 是 圣上 狗奴 有罪 哈敏多最终是扛不住了 彻底地道出了 他心中的小算盘 圣上 狗奴原本是肃亲王手下 郑兰奇人 后来肃亲王失事 郑兰奇被两白奇所打压 京中药旨 尽为两白奇人所担任 而郑兰奇人 多有被下放到各地 查哈尔豪富兵强 其中的哈萨克 已有两白奇的奇人担当 狗奴与查哈浩特内的 郑白奇 扎萨克 哈拉巴有戏 故 故于借天兵之首 听到这儿 诸位看官 可该问了 这肃亲王 是谁呀 别急啊 咱们慢慢说来 哈敏多口中的肃亲王 也就是 豪格 皇太极的长子 豪格倒是很呆猛啊 在去年的权力争夺战的时候 被多尔滚摆了一道 他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 绝对的优势 竟然被忽悠地 接受了让福林登基的提议 虽然呢 这是保证建奴内部 不发生变乱的有效方案 但是实际上 福林登基以后 利益牺牲最大的 就莫过于豪格了 恐怕豪格现在啊 心里都已经后悔死了 仅仅是几个月的时间之内 他的势力 基本上被多尔滚 捡了个被儿干净 面对着从天上坠落到地上的现实 豪格那娃娃 怎么着 还真的拿脸接着吗 不过现在 对于豪格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的可能了 在那一次夺权战中犯了二 一步错是步步错 满盘皆输 在那之后 就更难从多尔滚的打压和阴影之下 重新爬起来 或许 利用一下豪格和多尔滚的矛盾 就可以成为 剑奴内部自爆的导火索 但是 眼下呀 朱慈仍然以挺进辽东为主要任务 他听着哈敏多的哭诉 并没有什么表情 他的一切反应都在意料之中 朱慈也不说到底同不同意 攻击查哈浩特的计划 现在呀 还是在一门心思的思考 到底该如何处置这些投降的异族 去 命人连夜打造几副烙天 朱慈突然张口说道 在仔细思考以后 朱慈的心里是有了一套方案 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观察一下效果 啊 烙铁 哈敏多懵了 他对于朱慈的跳跃性思维 还真有点反应不过来 对 和有 大名中犬字样的烙铁 啊 哎 遮 直到第二天 哈敏多才反应过味儿来 才发现这辽宁皇帝的手段 是有多么的阴毒 那个烙铁 乃是为他们这些乡民 量身定制的 第二天早上 诸此 让哈敏多向克尔沁部的五千余户 发布天朝对待一族的最新政策 凡是投降的蒙古族 或者是贱奴 不管老弱妇孺 想要活命 必须在脸上用烙铁印上烫巴 大名中犬四个字 这无疑将伴随他们一生啊 如果有任何反抗 当场格杀无论 可以用这么一句话 来简单的概括 要头不要脸 要脸不要头 通俗一懂吧 这样的印记 即使是贱奴出身的哈敏多 也觉得十分不舒服 这当面承认自己是狗 是一回事 能够忍受脸上顶着烫巴呢 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脸上多个烫巴了 这怎么回事呢 这和在妹子大腿上写正字的恶趣味 又有什么区别啊 辽宁皇帝也太过分了吧 为何如此呢 是对于贱奴让辽东的汉人 替发的报复吗 哈敏多不知道 也不能去想了 实际上 他已经没有违背的可能性了 只能当奸到底 当哈敏多找到一个会蒙古语的剑奴 向其他的蒙古族牧民们 宣讲了诸词的烙铁烫巴计划以后 一众投降的牧民表现的反感极为强烈 用蒙古语冲着明君士疯狂的嘶吼 显然 对于烫巴这样的事情 是非常的排斥 也许是怕疼 也许还是在乎颜面呗 他们克尔沁只是一个小部族啊 草原上还有其他的蒙古人呢 要是顶着这样的烫巴 又如何面对其他的蒙古人呢 大明的皇帝 这是要把他们逼上绝约路啊 无论牧民们怎么想 诸词都不会丝毫的心词手软 所谓的强权 便是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必须服从 否则只有接受人道毁灭 早就已经预料到 会出现此事的诸词 并不是很慌乱 大明皇位军早已兵器在手 随时准备应对 可能出现的暴动 牧民们群情激愤 高洁看了 这暴脾气也是上来了 不费二话 直接拽出一个最为活跃的老头 你宰了 鲜血一地啊 鲜血和恐惧 让他们清醒了很多 杀鸡敬猴之下 人群渐渐地平静下 哈敏多虽然内心呢 有些难以接受 但是 如今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又怎么有后悔和反对的可能呢 辽宁皇帝这么做 是准备以此来抹出他们内心的骄傲和自尊 彻底让他们沦为大明的奴仆 烙印的方式简单粗暴 可以想象 这些脸上被夹了烫巴的人 即使他们没有诚心归降明朝 在明军离开以后 就算是想融入其他部族 也是不可能了 再难和他们合力进退 现在的哈敏多才确切地体会到 这位连多尔滚也颇为忌惮的辽宁皇帝 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那种狠辣果掘 不择手段 强势地让人不得不弯下膝盖 臣服受命 哈敏多叹息一声 最终以扎萨克的身份 替朱祠维持着秩序 极力地劝说牧民们放弃抵抗 接受烫印 当然了 朱祠可没有那么多时间 心平气和地和牧民们交流 跟你详谈说服你吗 一切都是以鲜血为保证的 但凡是稍稍有些抵抗的牧民 眼神中带着些愤恨的牧民 直接按地上放血 如果是表现极为公顺的牧民 在脸颊上烫下巴了以后 丢到一边去 放任不滚 一个时辰以后 对于投降牧民们的处理工作 基本结束 五千多个牧民被杀戮了五分之一 剩下的人卑微地起活 屈服在了明朝的强权之下 哈敏多和其他建奴的官僚 也是跪地 没有任何反抗地接受了烫巴仪式 那种屈辱之感 仿佛是一把锤子 击碎了他们内心中残留的骄傲 接着 诸慈的明君 毫不客气地掠夺了克尔沁部的食物 和为数不多的马匹之后 补充自身的损耗 整个过程 牧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 直到明君离开 留下了克尔沁部的牧民 相互之间看着脸上的疤痕 相拥啜气 哀叹着他们不幸的命运 哈敏多被带走了 作为一个满奸 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满奸 还是需要好好利用的 虽然还没有给他任何的赏赐 虽然在他的脸上 留下了可耻的疤痕 但他想要跪舔大明的心 仍然没有任何的动摇 实际上 许多座族间的人 远比侵略者更加可恶 他们知道返回本族 就只有被清算的命运以后 对现有主子的起怜 足以令人作呕 明末的三大汉奸 范文成 红成仇 吴三桂 哪个不是在投降以后 竭尽全力的坑害汉人 用同胞们的鲜血 来博得主子的欢心 如果没有他们几个 以达清的力量 绝对不会那么轻易的 踏入中原 不过就这一点上 作为第一个满奸 哈敏多和泛洪之流 也就是一丘之河 为了讨好主子 甜不知识地出卖本族的利益 转眼 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夜 明军咒服夜出 哈敏多和高杰 带着三十多计 扣开了 查哈浩特的城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十九集 夜色中的查哈浩特 已经有所防备 查哈浩特又一四旗的四名扎萨克 在白天的时候 便从逃难的牧民那里 得知了有一伙明军 入寇蒙古的事情 已经有数座部落受灾 亦有大量牧民死于其手 原本安逸享受蒙古供奉 生活乐无边的 四大查哈尔剑奴扎萨克 这个时候 也禁不住地紧张了起来 摄政王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 在攻打明朝吗 怎么会有一股明军 出现在草原呢 基本上 所有的剑奴将领 在听说明军 出现在草原以后 都是这样一种 不太相信的感觉 按照常理来说 明军根本没有余力 挺住草原呢 这也是他们高枕无忧的原因 结果 却出现了一伙明军 怎么着都觉得不太真实 会不会是看错了 莫非是那些卑贱的汉巴启人 守命途经此地 并随之略民吗 牧民不认识 有人在一旁猜想说道 倒也是有这种可能性 香红旗扎萨克说道 实际上 他们作为扎萨克 比谁都清楚 查哈浩特 作为元蒙古的王庭 已经没有任何的军事能力了 在抽掉了大部分的壮丁以后 剩下的一千多蒙古族民兵 基本上是用来维持治安的 根本不足以和正规军相提并论 他们宁愿相信是牧民眼花了 也不愿意看到 一支明朝的大军突然濒临城下 那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灭顶之灾 那如果真的是明军呢 哈拉巴做了个假设 在没法确认对方身份的前提下 做出最坏的打算才是明智之军 如果真的是明军 那还真的是不得不佩服 明军十分会选择时机呀 若是半个月以前 以草原的力量足以违禁明军的入侵 但是现在因为征调的缘故 整个草原 个个都是非常的虚弱 基本上都是一触即溃 毫无抵抗能力 这个时候 明军过来了 对战机的把握实在是十分的到位 哎 即使是明军的入口 也不足为惧 草地地广人稀 非固守之地 带到袭人困马发 自然退去 嗯 那倒也是 怕就怕呀 这会儿明军趁机攻打查哈浩特 若是如此 我等 亦是无力退敌呀 哈巴拉 你太过于启人优天了吧 查哈尔正皇旗 扎萨克 萨克尔嘲笑了一番 查哈浩特城墙坚固 明军远道而来 也没有带攻城契具 又怎能攻克兼城呢 萨克尔的话 毕竟让众人听了安心了许多 查哈浩特是前王庭 和其他部落群战而居完全不同 最起码 对于不善攻城战的骑兵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免疫力的 四大扎萨克会谈之后 觉得没必要害怕 那还不知道 是不是明军的骑兵部队呢 于是吩咐了手下 固守堪城以外 便各自回府休息去了 这个时候 在查哈浩特的西北角 有一处账吧 田生兰 作为田家的家主 自从张家口事变以来 他可是每天都是 石不下燕啊 百余年的经营毁于一旦 他田生兰对于大明朝恨之入骨 他们家世世代代为酒编畏所运送粮食 不说功劳 那也有苦劳吧 竟然会落得如此的下场 我给你们猪家江山清风 上干天河 天怒人怨 你们猪家的早晚会短子绝孙 田生兰在心中暗骂道 回手摸了几下脑袋背后的小辫子 心想 却辽动也挺好 现在有了这辫子 他也算得上是大清的真正子民了 田生兰偶尔心里骂骂街 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 不过一家人都是要张口吃饭的 日子还是要过的 好在他们田家的人口还保留了许多 他们又是眼光毒辣的商骨 很快就寻找到了新的商机 他发现虽然满汉不通婚 但是只是满洲贵族不能娶汉人女子 却可以纳汉人的女子为妾或者为奴 而汉人女子大抵上都是娇小玲珑 惹人喜爱 他们在满猛的王公贵族中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一个品相良好 又有一定技能的汉人女子 在当地能卖到二三十两 但是一转手 到了那些人傻钱多的蒙古王公手里 就能翻个十倍不止 这是一条一本万利的生财之道啊 反正辽东的汉人地位低下 就是明强 以他们皇商的背景 也会不无聊了之 这一趟 田生兰从辽东 掳来了二十个汉人女子 除了在路上 有几个想跑的被弄死了以外 剩下的十六个女子 打算来到这里试试水 今天刚刚安顿下来 明天便准备用他多年来 和这些王公们的友谊 见上一面 推销他的这些奸货 看着帐篷里面相互蜷缩 害怕的货物 田生兰皱着眉头说道 二嫂 明天的时候赶紧打扫 给这些丫头们打扮一下 别见着大人的时候 都蔫了巴急的 卖不成价 小叔子 你便放心好了 肥胖的大妈 在一旁笑着说道 哎 得嘞 二嫂啊 还是麻烦您哪 下下本 这一趟真是不容易 这些个丫头 光吃喝拉撒的 就给我赔了不少钱 说完之后 田生兰拿起了棍子 在众多女子面前 使劲地敲着地面 呵斥说道 你们他妈的 给老子听好了 明天都给我精神点 要是谁故意给阿妈 田家添土 在蛮子面前丢人现眼 小心回头 跟前面那几个丫头一样 活活打死 这些女孩子们 大多是13岁到16岁的小姑娘啊 哪见过这个家时 一些胆子小的 吓得是哇哇直哭 但是回答他们的 只有更加严厉的呵斥 哭 有什么好哭的 说着 田家的二嫂 就从一旁走出来 想拉出一个女孩子 掌锅教训 就在这个时候 城北方向突然火光冲天 原本漆黑的夜幕被照亮了一片 不论是田生田还是她的二嫂 都不约而同地望向了远处的火光 不知道这发生了什么 没过多久 便看到有人从那边往这边跑 还喊着古怪的蒙古话 田家二嫂可是听不懂蒙古话的 但田生兰可以 她和外祖做生意做了这么久 这些小话还叫声吗 小叔子 那些蛮子们喊着什么 二嫂焦急地问着 只见田生兰立在原地 脸色发白 嘴唇微微触动着说道 他们说 明君 打进来了 明君 打进来了 四大扎萨克 纷纷地起床穿衣服 从婆娘们的肚皮上跳下 明君打进来 半夜惊醒的蒙古人 从帐篷中跑出来 慌乱地看着城市内的火光 不知所措 明君打进来了 以北城为基点 放火杀人 蒙古人又不善于土木 明明外边是座城 但里面帐篷 还是占了大栋树 那帐篷有草的 有布的 用木材织起来 特别的好烧 一点就着 在短短的时间内 整个查哈浩特 就陷入了火海之中 晚上的查哈浩特 虽然布置了防御 但还是比较松懈的 以至于哈敏多 带着高洁 和化妆成民兵的明君 轻易地 就敲开了城门 如果是面对 沈阳城 朱慈倒是仍然希望 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拿下 但现实却是 可能性非常之低 即使剑奴掏空了国力 去攻打他的大明 作为首都 沈阳城 肯定还是有一部分 精兵助手 况且 他们五千骑兵 虽然动作迅速 但也不是机器 总是需要休息睡觉吧 草原虽然辽阔 地广人兮 但不是没有人啊 消息是绝对 不可能封锁得住的 被剑奴得知 和做出反应 几乎只是时间的问题 可以确定的是 只要沈阳那边得到消息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用哈敏多 可以骗开城门的 而如果不攻陷沈阳 这一次骑袭的效果 肯定是大打折扣 最终 还是要面对剑奴 大举入关的事实 五千骑兵 攻城能力 可以忽略不计 怎么样能攻克沈阳 朱慈觉得 还是需要好好谋划一份 当朱慈进城的时候 高杰率领的前军 已经将北城一带 扫成了无人区 泥土和杂草丛生的道路上 黑色的血液四处流淌着 还带着三十七度半的软 地上躺着的都是蒙古人的尸骸 由于突袭迅速 的查哈布是措手不及 在短时间内 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 他们在明军的铁骑之下 只有被屠戮的份 在四大扎萨克的府邸 剑奴的扎萨克们 依靠着府院的院墙 和府内的家奴 进行着最后的抵抗 明军拿着蒙古人的尸体 充当盾牌 找来了原木 强行捅开了府邸的大门 虽然扎萨克们抵抗顽强 但在突然出现的明军面前 仍然显得毫无还手之力 哈拉巴被扶了 大骂了起来 当他看到哈敏多 躲在了明军之中 便意识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偌大的查哈浩特 毫无征兆的视线 肯定是有奸细 而那个奸细 正是哈敏多 哈敏多躲在人群之中 捂着脸上的烫巴 不敢出声 最终还是怂了 但相比于此 他这怎么说 也是立下了一次大功 大明 总不会一点表示 都没有吧 朱瓷仍然没有 亲手杀人的机会 他将一个被清理出来的 蒙古王宫的府邸 作为临时行载 等候着将士们 汇报战果 并将俘获的俘虏 送到他的面前 和克尔庆不同的是 查哈浩特存在着 灵星的反扑和抵抗 这样的抵抗 让明军出现了伤亡 直到明军抓来了 一群蒙古族的王宫的时候 汇报上来的阵亡数字 已经达到了17个人 还有百余人受伤 这样的战损 令朱瓷有些心疼 本来就带了5000个人而已啊 这一路上 可真是死一个少一个 不知道 抵达沈阳以后 还能剩下多少啊 奸奴人 直接杀掉技工 就不用给朕 带过来了 朱瓷低声吩咐道 然后开始打量起 这些俘虏来的蒙古王宫们了 这其中啊 有一个人挺有意思的 是一个11岁的小男孩 也是最后一任蒙古大汗 林丹汗的一父子 现任达清查哈尔亲王 阿布奈 当然了 他只是作为一个吉祥物 在这里养着 实际上 没有太大的权力 阿布奈虽小 却是草原蒙古的精神领袖 至少 在蒙古各部大多 臣服于达清的现在 阿布奈家族 放在查哈尔部 和其他几个部落间 仍有着不少的号召 当其他蒙古王宫 进阶向朱慈跪拜的时候 这个一身傲骨的小男孩 却还屹立在朱慈的面前 脸上有着远超同龄人的冷静 跪下 说着 明军士兵走出来 用武力 使得阿布奈屈服 不过 或许是正值叛逆期 阿布奈显然是一脸不服的样子 与此同时 查哈号特中的明军 依然做着肃清的工作 许多人被杀 也有很多人屈服 战乱之中 田生兰为了保命 带着入城的田家人士 东躲西藏 小趁机逃离此地 然而道路上的明军 是一批接着一批的掠过 他在旁边等了半天 好不容易找到个空隙 横穿主道 却猛然 看到了火光 火把 照亮了田生兰的老脸 他忍不住 心中一领 其他田家人 也是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 什么人 明军很快就包围了 鬼鬼祟祟的田家人一会儿 也只是问了一句 就看见了他们脑袋后的鼠尾巴 顿时亮出了兵器 直接准备人道毁灭 哎 军爷 小的是汉人 小的是汉人啊 田生兰赶紧跪在地上喊道 听到是汉人 明军的千户抬起手来 让其他人 让其他人停手 剑弩能杀 蒙古人也能杀 但对于本族的汉人 还是觉得应该留些情面 你抬起头来 千户拿着枪 指在了田生兰的面前 想要看看他的脸 主要是确认他到底是不是汉人 实际上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剑弩女真和汉人的外貌差别 还是很大的 差异比中韩两国人还有明显 满人个矮 鼻梁眼骨高 属于通骨丝白人种 只要能分辨出是中国人和韩国人 在明末区分出剑弩和汉人并不难 之所以如今的满族看起来和汉族没什么两样 不仅仅是因为融合的原因 因为剑弩人少 为了扩充人口 清廷经常性的抬汉入满 比如说 一个汉军旗的汉人 翻出家谱证明 他的姑姑的爷爷的二哥的表弟的小妾 是个女真人 好 打着皇帝大手一挥 便将其抬入满军旗 摇身一变 变成了满族人 就这样 雍正时的人数 达到最高峰的汉军旗旗人 占旗人人口总数的75% 数十万之重啊 到了清末 就只有区区两万人 不足5% 清廷当然不会屠杀旗人 答案是 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抬汉入满了 所以如今看到的满族在血统上 九成以上都是和满族关系不大 总之在田生兰抬起头的时候 就足以确认他汉人的身份了 哟 你既然是汉人 为何要替发呀 明军千户立声问道 田生兰是金若寒蝉 为了活命 颤颤巍巍地变起谎话来 哎呀 回 回军爷 啊 那个塔子他下了旨 如果不剃发 小人 小人 行命难保啊 说到这儿 田生兰顿有哭泣之色 其他田家人也跟着哭喊着说 老爷 俺妈汉民苦啊 是啊 老爷 我们被欺负惨了 所谓兔子湖北 便是如此 见到田生兰如此诉苦之下 明军的千户也不想多为难他 正当准备放他们离开的时候 就见一个明军的少计奔行过来 报告李千户 那边发现十几个汉人女子被绑在帐篷里 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集 书接上文 李千户听到汉人女子几个字以后 一愣 搞不清楚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说道 来 带某人去看看 然而这个时候 一旁的田生兰等人 见到明军对他们放松了警惕 开始慢慢的移着脚步想逃离 田生兰心里这个后悔呀 刚才就应该直接把那些女子全部给杀了 现在要是被明军抓住了 岂不是落了口实吗 他就算是再蠢 也知道 按照大名律里面 贩卖妇女都是要腰斩气势 家人流放的 更何况 若是让明军知道他八大家的身份 肯定是落不得好啊 于是他想心虚地离开 李千户手下的明军健壮问道 喂 你们跑什么 哎哎哎君业 还有什么事吗 田生兰脖子一哆嗦 回过头来陪着笑脸问道 哎你们怎么说话呢 老乡啊 某人想了一想 还是觉得你们跟着某人比较好 这里啊是兵荒马乱的 啊 你看你们这些人都顶着那个鼠尾巴 免不了啊让其他人误插咯 等到局势平定了 你们再逃命吧 啊 李千户笑着说道 他倒也是个善人 当然在辽宁皇帝的影响下 主要是对汉人的百姓 表现出很和善的一面 对敌人的话 这个李千户还真没手软 死在他手下的蒙古牧民 都不知道有多少个了 田生兰听后十分的感动 然后麻烈的拒绝了 哎哎哎哎 多谢多谢君业提点 小的又怎能劳烦君爷 给我们护驾呢 对不对啊 是不是 您还很忙啊 田生兰表面上这么说 但心里话讲了 这他奶奶的 整天被抓在明君的手里 早晚要穿帮啊 他本来就是心虚 又怎么能想着 让明君保护我呢 哎 莫要跟某人客气嘛 咱们都是汉人 这在鸭子的地盘啊 李英相互照看 君爷 使不得呀 这可使不得 哎哎 您可真是折煞小人啦 田生兰慌忙说道 这个时候 李千户把枪举了起来 直接怼在了田生兰的脸上 问道 呀哈 莫非你是不给某人面子咯 田生兰见状 心里无数草泥马跑过呀 真觉得这个君爷的脑子 瓦塌了吧 明朝人 包括那个狗皇帝 都这么不正常的吗 虽然心里面千八百个不愿意 但是呢 在李千户的热情邀请下 田生兰直得哭丧着脸 点头说道 哈哈 好好好 有劳君爷了 把田生兰带在了身边 李千户满意了 转过头来 命令他手下的明君 根据军事汇报来的消息 一起去看看 那些汉人女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你这口音 好像是山西人吧 走着走着 李千户突然问道 哎 回军宇 小带是山西齐县人呢 田生兰战战兢兢地回答道 时不时地向四周撒麻着 寻找能够脱身的机会和借口 对于李千户的问话 回答的是十分的敷衍 好在李千户也没太听出来 说话间 一众人就来到了西北的那处帐篷 撩开了帐篮 透着光就看到里面有着十多个绑着手脚的女子 正带着恐惧的目光望着突然出现的明朝军户 这些女子虽然由于连日的赶路 气色上差了许多 但仍然能看得出来 她们普遍是面容娇好 差的根本在这边就卖不上价 田生兰当然也不会浪费粮食 把这些次皮运过来 你们这些女娃娃怎么会在这里 被谁绑过来的 李千户问道 看到这些女子被绑着 心里想着恐怕都是被贩卖到此地的 对于人贩子 上到皇帝 下到百姓都深恶痛绝 强行割裂别人家的亲情的行为 在家族关系根深蒂固的古代 哪怕是凌迟处子 都不足以解恨呢 但在一本万利的诱惑下 仍然会有人选择铤而走险 实际上 李千户的地位不低了 这五千人的队伍 千户就那么几个 是足以能够面见诸词的呀 所以 在看到这些汉人女子以后 他顿时想了起来 好像当初有谁提到过 八大家的晋商 在家产抄磨了以后 去到辽东 做起了人口的买卖 李千户也不是太笨 尤其是当他问了这些女子 是谁把她们绑过来的时候 这些可怜的小女孩 虽然害怕得不敢说话 哭哭啼啼的 却有几个明里暗里地把目光 投向了李千户的身后 谁呀 对 此刻脸色像死了爹一样难看的 田生兰身上 田生兰包括她的二嫂 还有十几个家努老婆子 都跟在一旁 见状不妙 田生兰登登后退了几步 墨身拔腿就跑 李千户也是反应过来了 他们这哪里是什么怕麻烦呢 刚才分明就是心虚嘛 毫无疑问 这些人有很大的可能就是晋商的残余 怪不得是浓厚的山西口音 许多军士翻身上马准备去追 但李千户反应更快 眼看着田生兰跑出去十几步了 他把手里的长枪顺势一拉 当做镖枪一样就丢了出去 长枪撕裂了空气 长枪在空中抖动着身躯 这一击 凝聚了李千户那狂暴的力量 毁天灭地 恐不如死 哎呀 一声惨叫 雕枪静止穿透了田生兰的大腿 他也随之应声倒下 然后李千户晃晃悠悠地走到田生兰的面前 拔出了长枪 其他人看到组长被拿 进阶跪倒在地请求饶命 来人 都给我带去给圣上 相互 那这些女人呢 一并带过去 小心点 谁要是敢对这些女娃娃毛手毛脚的 小心某人 躲了她的手 军士们黑黑地笑着 点头 称是 此时的朱祖 还在面对着阿布奈 这个倔强的小驴子呀 另一个年长一点的蒙古族王公 倒还有些骨气 竟然还会用汉语 她的朱祖说道 你敢伤大汗 那就是和整个草原为敌 此话一出 压着她的军士 顿时加重了力气 迫使她抬不起头 朱祖是怒急返孝 拿起了一敌之灾 就起了身 明明都是阶下囚了 还不在这里摇尾起帘 纯粹是在阻死吗 不过那个年长的蒙古族王公 见到朱祖的笑 却是讳错了意呀 紧接着说道 若是你们大明 能替大汗驱逐剑奴 并年次遂臂 我们蒙古人 愿与贵国煞血为盟 共计剑奴 永不悲弃 哗 说的可是真好听啊 朱祖都差点心动了 还年次遂臂啊 莫不是他从大宋那边 穿越过来的 实际上 蒙古王公巴布尔泰 并不指望能够得到罪弊 如今看到明君 突然突入草原 本就想着 从剑奴的控制中脱离的他 觉得或许是个机会 他试图和朱祖谈判 以供击剑奴为诱惑 为蒙古争取最大的利益 最起码要能借明君之手 恢复蒙古对草原的同属 那就够了 碎碧有没有啊 无所谓 反正每次叩边长城的汉民 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那是不是还要送来公主 嫁于你们的大汗呢 朱祖反问道 巴布尔泰听后一愣 那有些没有想到 和大明和亲嘛 倒也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 他和其他蒙古王公和阿波奈 用蒙古语讨论了一遍之后 对朱祖说道 啊 如此甚好 若将军能说服明皇 以公主入草原 当以伏尽待之 回答他的 是朱祖突然抽出的佩刀 还没见过写的一笛之灾 消去了阿波奈的头颅 鲜血溅到了朱祖的脸上 证明了他的面容 朕便是明皇 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你们纯粹在做梦 朱祖愤恨地说道 和这些未不熟的白眼狼 妥协联盟 纯粹是赔了夫人 又折兵的行李 想要让一族安分 基本只有两种办法 要么割肉喂狼 意图暂时安抚 要么用强有力的拳头 微服四方 两条路 朱祖觉得 还是第二条路 更加适合他的暴脾气 什么曲意逢迎 什么阴凤扬危 什么乱七八糟的政治 都滚他妈的蛋 想到崇祯的执着 想到家人被迫避难山东 出此就十分的不爽 这些蒙古人 在这几百年来 也不是个安分的主 朝廷给他们的马氏政策 乃是变相的恩赏 以十倍的价格 购买他们进县的马匹 又根据人头加以恩赏 却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 稍微找到一点借口 就掳掠边疆 几百年来 他们在长城内外 祸害的汉民可还少啊 多少人因为他们流离失所 多少人因为他们家破人亡 扶持蒙古 我费 李承梁的养寇自重 乃是前车之剑 为了干剑奴 去养蒙古吗 搞屁的思路 只有自己的拳头硬 才是真道理 反正生死堪淡 不服就干 怂了 他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是大明的皇帝 不过就是个落难的蒙古大汗 还不敢杀你不成 朱瓷的面目冷立杀起狮子 阿不奈脖子上的大动脉鲜血朝天喷涌 直接喷到了房梁之上 散落下来 便是一场血雨兴风 当林丹王最后的血脉 死在了朱瓷的手中 那一个个蒙古族王宫 都是满腔的怒火 怒视着朱瓷 那毕竟是他们的大寒呢 连剑奴也不敢动得大寒 但却这样 就被轻描淡写的给砍了 这些人 想要咬死朱瓷的心都有了 张牙舞爪的样子 好是可怕 要刀子还是落地 朱瓷想过给他们选择 不过看到他们一个个群情激愤的样子 朱瓷又听不懂蒙古语 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但心里估摸着 他们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朱瓷提着刀 从王宫身边走过的时候 同时抬起来了手 吓到了命 身后 传来一道道蒙古语的辱骂之声 继而 明君的屠刀落下 顿时化为血海 朱瓷撞过身去 甩了甩手里的战刀 去掉了那还残留在刀锋之上的血迹 心想 他可总算是见到一次血了 这刀锋 这刀锋确实是锋利 削断脊椎骨的时候阻力非常之小 就在这个时候 传令的小笑 奔了进来 启禀圣上 抓到一伙拐子 拐子 也就是人贩子 朱瓷听后挑了挑眉毛 几乎立刻就可以断定 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里能做拐子事情的人 几乎毫无疑问 便是那八大家的残党 都给朕带上来 朱瓷吩咐说道 用不了多久 一伙人接着一伙人 被明军军士就给带了进来 为首的是一个挂着 鼠尾巴辫子的汉人 大腿上有着贯通伤 还没来得及及时处理 仍然流着鲜血 腿部的伤痛 让田生了汗如雨下 一瘸一拐地被架了上来 和其他田家人一样 跪在了朱瓷的面前 还有那些被解救过来的女子 也被带了进来 作为只认田生兰罪孽的证人 当然 即使没有这些人也无所谓 田家的命运 早在张家口一战的时候 就被判了死刑 黄田两家跑得快 没抓住 一直是朱瓷的遗憾 现在这些狗汉奸 哪怕不去做人贩子 也理应万死 在来的路上 李千户已经顺便审问过一遍了 足以确认 这些人正是黄田两家中的田生兰一家 看到地上遍布蒙古人的尸体 闻到浓厚的血腥气味 令人为之作呕 田生兰害怕了 当朱瓷一脚把她踹倒 并用阴冷的声音质问于她的时候 她的脑子里嗡嗡作响 恐惧充满了她的内心 说 你便是田生兰吗 朱瓷踩着田生兰的肥手质问她 是 小的 田生兰 田生兰疼得是咬牙切齿 却只能干干地忍受着 黄永发和张静勋呢 朱瓷又问了 说着 朱瓷踩着他手的脚 又使了使劲 拈了一下 啊 黄永发在圣经 张静勋 进了汉军期 当 当了左领 田生兰 痴痛地叫着 把她所有知道的事情 全部都说了出来 心想着 既然死定了 那就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不过 哪怕是这样的小小的愿望 她也难以达成 田生兰带来的田家人 被消守失重 田生兰本人 被处以马绝 结束了 他们家族的罪恶 4月23 蒙古王庭被屠戮以空 除了一些卑躬屈膝 愿意接受烙印的蒙古人以外 再没有任何的活物 巅峰人口曾有十万的查哈浩特 如今已经变成一处死城 人间的修罗场 明军在修正之后 仍然不做任何的停留 继续准备向东行进 此时的路途已经过半 只要过了广宁城 便出了草原 沈阳城也就近在咫尺了 但现在 诸此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 在昨日的屠城中 剑奴和蒙古的抵抗 还是存在的 以至于明军出现了一定量的伤亡 截止到23日中午统计的数字 镇亡23人 二百多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势 丧失了正常的作战能力 镇亡的将士带不走 只能选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 简单的安葬 诸此 以酒洒地 已是祭奠 众将士们 他日 当朕再次踏入草原之时 必赢回诸位的海谷 荣归故乡 说吧 他以皇帝的身份 向烈士们深深鞠躬 后面跟着的诸军 随着效仿 而一些感同身受的军户 早已是潸然雷下 查哈浩特之中 伤员被集中在了一处帐篷内 此时大军在外 条件很艰苦 随军的衣冠 只能用些简单的草药 包扎处理伤口 至于一些受伤严重的 以现在的医疗条件 死亡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实际上 每一次战争 死于战场上的人 并不是最多的 大部分阵亡的将士 都是因为医疗条件不足 实在就不活而死的 甚至于一个小小的伤口 都能感染到置人于死地 伤员们有些忐忑不安 如今跟着圣上杀鸭子 爽是爽 却不小心受了伤 他们许多人都知道 这一次的目的是 奔袭剑奴的老家 如今他们许多人 因为伤势 无法再次上马 会不会被丢弃在此地呢 越是这样想 众人心里越是恐惧 那可比直接阵亡 更让他们难过许多呀 张文艺受伤了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屁股那中了一箭 虽然不治命吧 但那酸爽还真是让人 像生了天一般 在屁股伤好之前 马是不可能再骑了 他此时正趴在 瘦皮铺垫的草地上 和其他几个伤员 聊了起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一集 唉 如今咱们都已经负伤了 若是随军而行的话 怕是要拖慢圣上的行军速度 咱们不会被丢弃在这里吧 一个士兵有些忧虑地说道 他的左脚掌彻底地没了 这样的他 恐怕连马凳也踩不了了 唉 你这话就不对了 张文艺趴在草地上说道 圣上自登基以来 杀了这么多人 但是对咱们当丘尾的 可是够好的了 安却着吧 这圣上 不会丢下咱们不管的 唉 谁知道 咱们都是吃冰凉的 拿得动枪 就有口饭吃 拿不动了 谁会在乎咱们的死活呀 那可说不准 上次打闯贼 经营死了好多人呢 圣上可都是 从优抚恤他们的家属的 说明圣上还是很关心咱们的 唉 阵王是阵王 受伤是受伤了 以前和官军打仗的时候 闯王哪次逃命 不把伤员扔给官军呢 打仗嘛 都是这个样子的嘛 喂 我告诉你啊 可不要把闯王和咱们的圣上相提并论 那能比吗 张文艺挥舞手臂不满地说道 至于圣上到底会怎样对待他们这些伤员 实际上 哪怕是张文艺也有些忐忑 在这草原上可不比中原呢 在这里受伤还是十分尴尬的 没过多一会儿 帐篷从外面被掀开了 一会儿明军军士进入到其中 也不说什么话 两个人两个人一组 试图把帐篷中的伤员都给抬出去 诶诶诶 这是干什么 张文艺和其他人没反应过来 李千沪没好气地说道 当然是大军要开拔了 要走了 难道留在这里吃草吗 可是俺们这些人已经骑不上马了呀 有人问道 废话 你们能不能骑马 圣上看不出来吗 老子看不出来吗 外面有马车 你们躺在车里面 李千沪的声音还是很重的 整个大帐内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可是这样的话 不会拖慢行军速度吗 有人问道 似乎对于用马车带他们离开 还有些不敢相信 哼 你们也知道 李千沪脾气耿直 说话口无遮拦 粗着声音说道 所以你们他妈的给我快点好起来 圣上可说了 只要有一口气在 绝对不会把你们丢在草原不管 绝对不会把你们丢下来呀 此话一出 满屋子的伤员都颇为的感动 忍不住眼前微红 探上这样的圣上 把他们当人看的圣上 他们这些大兵又怎能不以死相包呢 这就是将心比心啊 皇帝好不好 他们亲眼看在了眼里 那些还没受伤的明军 也因为诸子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政策 而受到了鼓舞 诸子当然知道 带着伤员会影响行军的速度 但是每一个大明将士的姓名都弥足珍贵 若是按照效率的思想 将其丢弃在草原不管 诸此也会良心不安 而且其他的将士也会为之心寒 慢一点就慢一点吧 他要保证以旺盛的士气直击神阳 在伤员妥善地安置好了以后 那些被解救的汉人女孩们 跪在大军之前 请求诸子能够带上他们 毕竟查哈浩特已经被屠露一空 他们留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也活不下去 虽然军队让他们感到恐惧 毕竟丘巴和贼匪 对于老百姓来说 是没什么太大差别的 官军纵兵截略乡民 补充军需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时候比贼匪更加可恶 但是在昨天的相处中 女孩们发现 这伙军队的军技很好 不但分给他们实务 并且在那个李千户发话 不许让军事碰他们以后 丘巴们虽然看着他们的眼神 还带着些许猥琐 但最终没人敢于对他们 有任何过分的举动 正是因为此 女孩们为了活命 也希望跟着大军 一道向前而行 至于军队准备去哪里 都无所谓 只要能活下去 就够了 身上 带着阿门帮 女孩们哭哭啼啼地 要求道 在昨天的时候 他们便知道了 这领兵的大人 正是大明的皇帝 你们都是辽东的汉民吗 朱瓷骑马来到他们面前问道 奴婢是盖州人 奴婢是宝殿人 前两年跟着娘亲 被达子鞭 带去了辽东 他们都是些出身低微的女子 面对着书词 有着一种天然的自卑感 女孩们 七嘴八舌地回答 有些人记得家 有些人 似乎都没出过远门 被带到这里 便只能随波逐流 他们的命运 就如同那风中的蒲公英 脆弱的一碰便随之凋零 他们基本都来自辽东 朱瓷也是准备去辽东的 本着把他们带去辽东 让他们能够安全回家的想法 朱瓷说道 嗯 你们去大军后面照顾伤员吧 平时帮忙生火做饭 你们要是愿意跟着就跟着 不愿意便自谋上路吧 谢先生 奴婢愿意 得到朱瓷的同意 众女子不禁欢心雀跃 在朱瓷的安排下 便有军士带着他们去了伤员的马车 同时也再次重申 不允许军士欺辱汉女 临走的时候 有些女孩子 好奇地偷偷打亮着朱瓷的侧脸 对于皇帝这种生物 他们可是从来没见过 那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呀 如今竟然能够一睹尊严 实在是不能错过 只是在看到皇上以后 竟然和他们是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少年呢 不禁惊讶了 帅的是一塌糊涂 朱子当然很帅 那可是朱家十几代以来基因不断改良的结果 放到现在 妥妥的也是小鲜肉啊 去掏粪都绰绰有余呢 春心方冻的他们 在私下里也不禁讨论起皇帝 要是能被肾上看上 多好 别瞎想啊 肾上那是何许人 妃子都是万里挑一 咱们恐怕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朱瓷布继续前行 花开两只 咱们各表一边 回头咱们说这个灯舟 装载着皇室成员的马车 停在了城外 早就得到消息的李妍 带着她的媳妇红娘子出城襄迎 迎接的时候 李妍不禁有所感叹 圣上这是把后路都托付给她了呀 这种信任让李妍感觉到了压力 微臣李妍 恭迎定王勇王 昆姓公主 招人公主 啊 啊 皇妃娘娘 爱卿品身 招人跟着姐姐下了马车 听到李妍这么说话 乃生乃气地学着以前父皇经常对大臣们说的话语 说完之后忍不住咯咯直笑 李妍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膝盖 他好像也没跪着吧 本来当名臣 除非一些关键时候的礼仪 大臣们对皇帝很少卑躬屈膝的 对于藩王和公主 自然更不需要跪拜 当然了 这只是小孩子的顽皮 李妍除了感觉有些尴尬以外 倒也不太介意 皇姐 这里是哪儿呢 招人拉着昆星的手问道 这是哪里呢 昆星也不知道 实际上 他们的行程都是被薛义成安排好的 作为圣上的亲信 妥善地保护着他们的安危 薛义成在进到山东以后 便打听着李妍的下落 在得知李妍将治所移至登州府以后 继而折道向东前去投奔 喂公主 这里是登州府 李妍躬身说道 登州府 登州也就是如今的烟台 明代最为关键的港口城市 与辽动隔海相望 皇家女眷们久居深宫 除了宁锦之外 其他人甚至连皇城都没离开过 正如那龙中之雀 在自由之后 反是觉得内心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登州府靠海 城中 亦有水门直通大海 大海 熟悉 有陌生的名词 那波澜壮阔的美景 足以让人迷恋其中 公主和皇子们 进城安顿以后 又在薛义成的保护下 登上了城墙 向那面朝大海的一方 波光临隐的海 时夜 海流越过上空 临海听涛 巨浪拍暗的声音 此起彼此 哇 原来 这便是海啊 只听见先生说过 却不曾一亏 并王立在城墙之后 感叹数道 招人也要看海 招人也要看海 城墙的城朵太高 招人的小端腿 蹦起来都不够看 昆星将招人抱起来以后 小姑娘才瞪大了双眼 望向海面 大海啊 全是水 好多水啊 招人感叹了 那就是海吗 是啊 那就是海 昆星脸色带着陶醉之意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海 也因为格外的美丽 而痴迷其中 海的那边是什么呢 招人的求知欲望很强烈 只是昆星的地理显然不及格 招人的问题问住了他 所谓天原地方 海的那边应该没东西了吧 但是对于北方航武之间的将领来说 这样简单的地理知识 还是有所了解的 他们很多人都清楚 山东的登州 和辽东的金州盖州 隔海相望 公主 海的那边是辽东 陪同的薛义成 兼职当了启蒙教师 辽东 招人的小手扶着强朵 嘴里 呢喃着这个词语 极力地蹬大眼睛 试图想要穿透 那无尽之海 想要看到 所谓的辽东 到底是什么样子 只是登州和辽东 相距三百里啊 根本连个轮廓都没有 不过一会儿 海面刮起了风 吹得昆星 有些睁不开眼 勇王的扇子被吹掉了 丁王躲在承躲之下 说出来的话 都被吹得支离破碎 黄姐 起风了 咱们回去吧 天色不知怎么的 有些阴沉 感觉是要下雨的样子 昆星赶紧护起了招人 点了点头说道 那回去吧 在薛义成的护送下 一行人准备离开城楼 招人一直在盯着海面看 在众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 就是抬起了手 指向了大海说道 黄兄 黄兄 当那第一滴雨水落下 再没任何犹豫地走下了城墙 而大海也在招人的誓言 被高耸的城墙逐渐淹没 被淹没的 还有他那满怀着期许和渴望的毛子 和皇子公主们前来游玩不同的是 李延不得不处理许多攻势 登州的兵船基本打造完成 正在招募水兵准备出航撩动 由于是件仓促 兵船其实是运兵之船 船上配备着少量的火炮 其实就是摆设 水面的战斗力根本就不强 不过想想 剑奴的水军 估计跟蒙古的海军是一个熊样 这趟去辽东 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舰队的安危 当然了 李延觉得他真应该坐镇山东 保住山东的安危 才是第一要务 至于率兵前往辽东的事情 则是交给了自己最信得过的人 红娘子 实际上 北边的消息不断传来以后 李延就已经有所猜测了 圣上带着五千骑兵 行踪不明 在李延看来 或许是直击贱奴的腹地去了 要不然也不用他在山东配合 派什么兵船前往接应 秘纸上写的有军呢 那正应该是圣上和那五千的大名将士 推测到这种地步 李延还是很兴奋的 这么大胆的战略决策 也只有像圣上那样有魄力的人 才干得出来呀 可是这样的话 京城那边可就太危险了 就是论事 京城守不守得住 圣上去辽东 又能不能安全脱身 那已经不在李延的考虑范围内了 想管咱也管不了 唯有自求多福 然而让李延感到紧迫的事情 也随之而来 什么事啊 南边返了 这让李延很诧异 并且是在南京启事 危急 十分的危急 早不返 晚不返 竟然在圣上和剑奴血战的时候 突然跳返了 当李延看到南边传来的朱逆子 迎冲针的西温以后 不禁是暴跳鲁 可不是吗 所谓强倒众人推呀 东林党在将陆王迎入南京以后 又得知北京仍然处于困局之中 他们便急不可耐的举起了反旗 以陆王为监国 准备适施北伐 连鲁诛逆 如今剑奴入关 其事不可免 张慎严和钱千亿商议说道 他们靠着笼络来的武力支持 和他们在南京中的势力 很快就基本控制住了整个南京 陆王啊 只是个傀儡吉祥物 他在南京的皇宫里 随他做一声梦死去吧 张慎严他们要做的事 尽快的北伐 和剑奴共同绞杀逆子 剑奴不足迹 逆子当寿诛 只要迎回圣天子与逆子之手 大明基业可保无忧 我等此举 皆是为了太祖基业着想 还望诸位核心努力 其他东林党徒也觉得很有道理 纷纷点头 崇祯那是多么好的皇帝啊 只要愿意听从他们东林党的政见 何愁大明不星呢 讨逆席文是要发的 这是颜面问题 丁还是要用的 山东作为一个战略要地 在一干文臣的商议下 觉得应该首先拿下这里 那里啊 心进反正 北京派去的巡抚 必然立足不稳 快刀斩乱麻 以陆王的名义发布席文 命令刘梁左部和刘泽青部 分兵两路 向山东挺进 消息传到李延处 李延还真是坐立不安 他手下有多少军力 自己当然清楚 根本不足以应付 刘梁左和刘泽青的任何一致 更别说俩人一起上了 哎呀 怎么办呢 哎 等一下 你是说刘梁左和刘泽青都来了 李延在府里来回的夺步 突然停了下来 紧接着问道 是的 大人 刘梁左部准备取到徐州 刘泽青部准备取到海州 两路并进 欲取山东 汇报的军事回答道 李延突然有了什么想法 大笑了起来 哦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若是一人前来 本官确实是忌惮 两人同来 山东 无恙已 军事在底下听了 有点尴尬 也很懵逼 完全不知道 李延在说些什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二集 荆基 阿齐格命令各属扫平了周围的腹线之后 切断了京城的供给 虽然直到现在 还没能得到辽宁皇帝的去向 但现在显然已经不是考虑那么多的时候了 总不能一直这么耗下去吧 也是得有个限度的嘛 如果辽宁皇帝一直不出现 那就先将京城拿下再说 阿齐格命令吴三桂打头阵 率先向京城进军 并发动首轮的进攻 在通往京城的道路两旁 散布着一些五颜六色的铁蛋 有的长得像个西瓜 有的则是外表雕刻的十分华美 当关宁军的前军路过这一带的时候 纷纷好奇于这些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三人一组五人一群的研究围观 也有人尝试着抱起来一探究竟 有的军事指指点点 有的军事品头论足发表高论 有的想着占小便宜 觉得这玩意儿可以带回家给小孩子玩 等等等 而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 那些形状奇怪的铁蛋 一个接着一个的爆炸了 死伤一片一片的 这些玩意儿是个啥呀 这便是地雷的始祖 曼炮 也叫明雷 出现于正德年间 明雷不光是指 这个雷呀 是大明朝研制出来的 更是在于说明 这个雷是放在明面上的 和我们所熟知的地雷 完全是两种设计思路 不得不佩服老祖族们的想象力丰富 但是 这种地雷呀 也就是图个新鲜 能够造成一定程度的杀伤 却还不足以扭转战局 最终还是要靠刀子硬碰硬说话 一连串的爆炸 使得关宁军受到了一定的损伤 当吴三桂在中军得到消息以后 不禁皱起了眉头 回平西王 前部有近四百人死伤 军校汇报道 传本王军令 所有众人 但与明雷绕而行止 有所以触碰者 斩 地雷事件只是个小插曲 还不足以让吴三桂不退去 京城已经近在眼前 在广区门之下 已经收到军报的王先通 命令张庆珍的步兵营 背墙列阵 四个原阵排布在城门之前 那是朱祠提出的 长枪兵和火器兵的混合编制 然后又经过李延的改良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在击退李自成以后 京城的兵员得到了补充 在获得了足够的喘息时间以后 京城完全有余力出城作战 尤其是率先抵达京城的 乃是那个开关投降的狗贼 吴三桂呀 对于这么一个人 向来死忠鸣庭的王先通 光听到他的名字 就觉得恶心 恨不得将其活捉 然后凌迟处死 但是这些就是想想而已 摆在面前的硬茬子 无论如何 还是需要应对的 无论是王先通 还是张庆珍 实际上都清楚 他们自己的能力并不强 但是他们对于圣上 却有着迷之崇拜 圣上留下来的阵列 他们这段时间 一直在练习 直到今天 在面对吴三桂到来的时候 决定拿出来一用 在广区门下列阵 直面精锐的关宁军 圆阵是圆的 这是表面 核心取材于西班牙方阵的 近远协同作战的理念 从而将火枪兵的作用 彻底地发挥出来 从明初开始 明军便非常重视火器的发展 但是直到现在 火枪兵一直都难以完全代替 冷兵器兵种的原因 并非是没钱 无法装备全军 实在是因为 这个时候的火神枪 缺陷十分明显 一分钟两发 射成两百步 一名火枪兽 在骑兵冲到他们面前的 这个过程中 最多能射出三发 等到开始白阵战了 也就基本没有火枪手 什么事了 他们完全可以退到后面 去找人打地主 坐等战争结束 浪费是可耻的 于是乎 这种热冷兵器结合的阵列 彻底将火枪手的扑克牌 撕掉 让他们能在敌人近身之后 仍然发挥作用 这也是西班牙方阵的 优势之处 另外一方面 同一时期的明朝火器 和西方火器 有着一定的差异 理性来说 各有长短 明朝的火神枪 创造了火神 塞住火门式的设计结构 这样的设计 在一定程度上 使得明朝火神枪的装填速度 和射速 比西方慢了很多 但好处在于 不会出现 火要从枪管里洒落的尴尬 并且 每次射击的成功点火率 要比同时期西方火神枪 高出三成左右 还没有拖拽 长线火神的必要 排列起的阵列 会比西方的传统西班牙方阵 更加的密集 在火力就是王岛的热兵纪时代 阵列越密集 也就意味着 能够对敌人造成更加有效的杀伤 原阵比方阵更加严密 防御力也更强 缺点就是一动起来的话 很容易散架子 但现在 王仙通面对的 乃是关宁军 若是不用圣上留下来的阵法 王仙通也不知道 该用什么方法来应对了 四个千人援阵的出现 着实让吴三桂 好好地打量了一番 圆形的阵列 正常训练过的军队 都能结成 若是仅仅如此 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按照吴三桂的经验 只要以骑兵猛烈冲击原阵 在原阵上撕开一个大口子 这样的阵列便会彻底的瓦解 而对于关宁军的冲击力呢 吴三桂还是很有自信的 毕竟这可是唯一一致 能够和八旗军 也站向抗衡的部队 在稳定住阵脚以后 吴三桂便命令手下的骑兵 主攻最右翼的那处援阵 辽亮的号角声响起 关宁军像下水的鸭子一般 向右翼援阵猛攻过去 明军严阵以待 在中间指挥将校的命令下 紧缩了阵型 长枪兵支起了长枪 指向着敌人的方向 火枪兵则将枪口对准了敌人 五百步 三百步 两百步 开火 开始了白刃战之前的 拼火器的环节 但明显 防守的一方更加有优势 由于阵脚稳定 火力密集 命中率要比马背上颠簸开火的 关宁军要高出寻攻 一轮骑射以后 关宁军十数计 应声倒地落马 明军中也有几人重弹 被推入阵中 继续紧缩阵列 保证阵脚不乱 关宁军的标准火器 是三眼神冲 白刃战前 可连射三枪 本来的正常流程是 先开枪 然后冲锋 毕竟啊 以前他们面对达子麒麟的时候 就是小兽的 现在竟然改了 他们竟然能够扬眉吐气的当一次小工了 边冲锋边开枪 感觉很爽 但激动的关宁军却很快发现 似乎当个小工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happy 至少在拼火器的阶段 他们对明军的杀伤 只是几方伤亡的灵头 当一名骑兵 冲向原阵面前的时候 等待他的是火枪和长枪的洗礼 直挺起来的长枪 又粗又黑又硬又长 在骑兵的身躯 冲撞过来以后 便把长枪 给戳了一个一身的窟窿 掉下来的骑士 被后面的骑兵踩踏 更无生还的可 而也有些感觉到 好像不应该直接冲过去的骑兵 勒出战马 从阵列之侧绕而行去 试图寻找合适的攻击位置 然而这么一来 急速奔略过来的冲击力 也大打折扣 被身侧的火生枪兵 抬枪爆头 关宁军的铁骑前赴后继 圆形的阵列 扛住了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阵形被一点一点挤压 双方都互有伤亡 然而在圆阵不愧的情况下 防御能力大的惊人 那就仿佛是水流遇到了石头 冲击虽强 却没有达到语气的效果 在中军坐镇的吴三桂 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切 他完全没有想到 原本只是一个 其貌不扬的圆阵 竟然如此的紧 他双眼凝视圆阵 势图想要从那阵列之中 看出玄机 当一个个观宁铁骑 戒二连三地倒下 当一个个周围的军校 劝说他暂且明金收兵 再做计较以后 吴三桂终于想明白了一点 这王仙通 好像还真有些看家本领啊 收兵 他最终下令说道 哪怕是明雷 也只能让他吴三桂笑笑而已 但这阵列 却不得不让他重视 如果没有研究出合适的对策 按照正常的流程攻击的话 只会徒增伤亡 观宁骏是吴三桂的班底 虽然新晋投降达青 想立下投名状 但若是观宁骏的实力 受到大幅的削弱的话 在达青那里 也难以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甚至他那平溪王的头衔 都有可能因为一点小事 而被剥夺 随着观宁骏主动明金收兵 第一次接战结束 吴三桂以千余人伤亡的代价 最终也没能破掉 那个一千人的援阵 至于明军一方 战损不足百余人 这样的结果 让王先通和张庆珍都难以想象 哈哈哈哈哈哈 此阵真乃固若磐石 坚若玄武啊 王先通是抚须大笑 战役胜利的消息 无疑让全军振奋 尤其他们面对的 乃是天下精锐的观宁军啊 能让观宁军吃个瘪 也足以让他们守卫京城的信心大增 圣上果然是天纵之子 我军有此阵 剑奴亦不足距 龚永固也很乐观地说道 哎 就某人来看 此阵虽胜 却仍需谨慎为妥呀 张庆珍说道 实际上 他认为圣上留下的阵里 确实是很强悍 非常坚固 在防御能力上一流 但是 他却还有些担心 虽然他们 还没看出这个阵法 有什么可以破解的 但是作为敌人 作为远远比他们 更加强大的敌人 恐怕 肯定会好好思量 如果只是盲目的乐观 显然 并非可取之道 圣上啊 还没有消息吗 张庆珍又问道 这个问题 一直留存于众人之间 早先圣上代人说是迎击建奴 然而直到现在 却没有任何的准信啊 是生是死 谁都不知道 甚至有人觉得 圣上或许是跑了 但好在 也只是一小部分人 这样想而已 毕竟辽宁皇帝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通过绝强的手腕 振服了全城 上至大臣将领 下至平民百姓 大多不会觉得 辽宁皇帝是个畏惧敌人 而逃跑的怂人 即使有些人 会冒出些辽宁皇帝 可能逃掉的想法 也绝对不敢说出来 锦衣卫在谢方的管控之下 仍然监察四方 辽宁皇帝 于危尚存 没有人会自讨苦吃 便是因为这般的信念 使得目前的诸军 仍然处于 旺盛的斗志之中 军阁中的重将 听到张庆珍的这句问话 都无奈地摇头不语 自从十六日 圣上离去之后 便没有任何的消息 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只有王先通 稳弱泰山 直到现在 知道实情的他 却对此事是绝口不提 圣上去辽东 本就凶多吉少 若是将消息提前放出来 的确会让京城的压力 减轻很多 但是 那就等于将圣上 置于死地了 终于鸣庭的王先通 将皇帝的生死 看得远比其他任何事情 都更加的重要 无论面前遇到怎样的艰辛 王先通都要咬紧牙关地扛住压力 为圣上捣毁贼朝 争取更多的时间 诶 诸位大人 此事无需多问 圣上出征 自有圣上之道 我等只需固守京师 待圣上 凯旋而归 王先通发话 压住了 继续讨论 圣上去向的苗头 将众将的注意力 重新放到 如何抵御剑奴身上 吴三桂收兵返回军营 心里是这个憋火啊 对明军的野战 他们竟然吃了大亏 究其原因 便是那诡异的圆阵 吴三桂召集部将在军帐之内 讨论如何应对明军的战术 吴三桂问道 此阵 诸位怎么看呢 在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之前 实在不能莽撞地冲锋 将军 末将以为此阵坚固 断不可摧 以骑兵尚不能破阵 步兵亦不能进 副将杨坤出列说道 哎 却无破阵之法嘛 将军 末将今日观桥 其阵不可寸动 实乃笨重之志 或可以裂冲于阵前 以火器 一较高下 杨坤 继续说道 实际上 真是这样的 当骑兵的冲击力逐渐被火器压制 骑兵的作用也就会从主战兵种 沦为辅助兵种 明军使用的协同作战阵列 正是将官宁军的军风磨平 迫使其不得不大规模的使用火器来与之匹敌 吴三桂沉默了 皱着眉头 思考着杨坤的提议 结合着白天所观察到的明军战术 似乎也就只有此一法可以试一试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 到了晚上的时候 达青的援军却已经出现了 多夺率领着三万前部八旗军 困住在了吴三桂不远的地方 早在来之前 多夺便已经听说了吴三桂 第一次进攻被打回来的事情 面对纯步兵的明军竟然还伤亡惨重 本来就不把汉人当回事的多夺 更是把吴三桂看清了许多 在与吴三桂的会面之中 这种轻视的表现十分的明显 以平熙王的威名 却也败于明军之手 多夺坐在主位 开启了嘲笑模式 吴三桂略有不爽 他听出了多夺言语之中的蔑视 十分惭愧 明日若再战 获可取之 本王觉得 平熙王暂且休息一番吧 让本王手下的八旗子弟立个头功 如何呀 多夺笑着说道 他想让吴三桂知道 他手下的官宁军和八旗军 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省得他以为自己封了个平熙王 就觉得可以放飞自我了 这家伙 竟然连步兵阵都冲不动 这官宁军呢 可真是越来越差劲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多夺的蔑视感 让吴三桂十分的不爽 但碍于多夺乃是多尔滚的亲弟弟 吴三桂也不敢硬怼他 毕竟现在还要靠他们吃饭呢 想到那个异常顽强的圆镇 吴三桂还是挺想看看多夺的八旗军 在那圆镇面前又会是个什么样子 只要官宁军还在他的手上 并且没有多大的折损 他吴三桂的地位还是有所保证的 若是让这个自以为是的多夺吃个瘪 那也是吴三桂喜闻乐见的 心里有着小算盘的吴三桂 并没有出言阻止多夺 也没有试图提醒他 圆镇到底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于是他顺着多夺的想法 抱拳说道 啊 于亲王若要守攻 小王又如何可强啊 哎 且助亲王守战 秦一开得胜 表面上是恭维 其实啊 是各有各的心思 双方会晤以后 各回本部 随着第二天的太阳升起 达青的八旗军 也加入了战争 明军的阵列 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王先通虽然忠诚 但是对于战争战术的运用 还是太过于死板 他虽然恪守着军人的职责 却实难在军事上 有着决定胜负的变通思想 若不是诸慈 曾经让步兵营练习阵列 或许他现在就只能 按部就班的守城了 当然了 哪怕是出城节阵 仍然是准备一招先 赤遍天下 备城列阵 迎接第一军的洗礼 昨日的伤员抬入城中医治 重新补充兵员 将那援阵再次补全 这一次 明军面对的是八旗军 八旗军和官宁军有什么区别呢 剑奴是渔猎民族 天天叫嚣着 说自己是靠骑射打的天下 实际上 明军在放弃和剑奴野战之后 这所谓的骑射 根本不足以入主中原 若不是孔友德叛变革命 背弃人民 将登州大量的贤熟工匠 带去了辽东 从而让剑奴 大量仿造出当时 最为尖端的红衣大炮 他们就是想正常的攻下一座 大明的城池 都要磕掉一派门牙 值得一提的是 达子把红衣大炮 改名为红衣大炮 实在是因为 他们太有自知之明了 认为那个小小的一字 戳伤了他们那 纯洁而又幼小的心灵 表面上的目中无人之下 实际上是他们那 小民小族羞涩的自卑心 不过说起来 剑奴的八旗骑兵啊 确实是有些门道 即使是大明精锐的 官宁铁骑 想要和八旗铁骑五五开 也需要依靠城池上的火炮 作为掩护才行 纯野战 官宁郡 只能被按在地上摩擦出火花来 这得益于他们的重装突袭的战术 以重装骑兵 突袭一个点 轻甲攻骑兵 再侧翼包抄 提供火力掩护的战术安排 基本上便是靠此战法 在辽东 令明军闻风丧胆 只能归缩于城池之内 依靠城池来坚守阵地 多夺作为达清的汉将 当然对于八旗骑兵的核心战法 十分的了解 在观察了明军的援阵之后 似乎也感觉到了稀奇 这和以往遇到的明军 有一些不同啊 但若仅仅是阵法上的不同 这倒还不足以让多夺退去 此刻 平溪王吴三棍的官宁军 还在一旁观战呢 昨日许下的大话 也让多夺不可能临战而窃 那他们八旗骑 还真是让人看扁了 逢战必胜的八旗骑 给了多夺最大的自信 平溪王 你且看看我八旗子弟 如何上阵杀敌 可好啊 吴三棍在一旁听了 搓了搓鼻梁 笑了笑 表面上也恭维了一番 并没有多说什么 收回了目光 冷漠地望向了双方的战线 静静地等待着战事的开端 多夺在调整好阵容以后 命令手下的八旗骑 随之夺阵而出 按照以往的战术 以重装骑兵为核心 在一通战鼓的刺激之下 朝着原阵中央冲击而去 重装骑兵 防御力惊人 最为精锐的八旗铁骑 身为三层重甲 即使是火器直接打在身上 也就只能擦出一丝火花 即使是胯下的战马 也背上一层铁甲 那强大的防御能力 在明军的一轮骑射之下 几乎就没造成多大的伤忙 铁甲骑兵冲至原阵之前 相互之间用着长枪对戳 明军的步兵用长枪 猛勾重骑兵的马腿 身后的火枪兵 再次装填好弹药 向着近在眼前的铁骑 开 虽然说火生枪的准头 的确很差 单兵作战能力几乎为零 但是准头再差 距离这么近 都快贴脸上了 就算是想要射骗 都需要一定的技术操作 要是换作以往 火生枪并几乎是没有任何机会 近距离爆头的 但是由于原阵的存在 为火枪兵提供了进程射击的机会 长枪兵的作用 正是为了火枪手提供保护和隔离台 让火器成为战争的主角 彻底让火器的作用 贯穿战役的始末 当那些重甲骑兵俯冲过来之时 倒还没有太大的损伤 然而当临近了圆阵之后 一排排黑洞洞的火枪口 近距离地喷射出了白色的铅弹之后 那初始速度的加持下 破坏力惊人 运气差的 砰的一声 整个脑袋都被轰成了麻花 看着就疼 要是从高空俯瞰 圆形的切面 像是一道整齐的分割线 西面是明军的圆形阵里 东面是剑奴不断冲击过来的铁骑队伍 正如同磨盘叶般 绞杀着双方士兵的血肉 重装骑兵试图从圆阵中撕开口子 但面对密集的圆阵 却暂时出现了僵尸 每一次的死亡 都令明军的阵形进一步的紧缩 保证着阵形不会因此被冲乱 而在火气强大的火力攻击之下 哪怕是剑奴的重骑兵 也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伤亡 在这个时候 剑奴负责包抄侧翼的青装弓旗 绕到了另一侧 远距离提供支援 支援依靠的是他们手中的进攻 这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资本 只是在他们绕到圆阵的侧翼之后 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圆阵到底有没有侧翼啊 所谓的圆便是360度 没有任何一个死角 无论你从任何一个地方去看 这个圆都是一模一样的 从左转到右 从右转到左 无论从哪儿 都需要面对明军黑洞洞的火枪口 这个阵法相对于常规侧翼薄弱的阵列 有了很大的改进 使得攻击侧翼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剑奴攻旗的士兵们挠了挠头 最终还是不得不缩短距离 拉满弓箭朝着圆阵阵列射击 战斗一直在继续 多夺望着不远处正在交战的双方 心里有些急躁了起来 圆阵和八旗骑兵的交锋 在广区门下是愈演愈烈 坐镇指挥的各方将领 都紧张地望向战团执着 王先通和龚永固等将领 终究是气叶身体会到了 八旗铁骑的强大战斗力 虽然圆阵在刚开始的阶段 扛住了八旗铁骑的冲锋 并使得交战的双方 不断地产生着人员的消耗 但随着圆阵之中 作为掩护的长枪兵的阵亡数量 不断增加 火枪兵的屏障 渐渐就暴露了 最右翼的圆阵 阵脚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慌乱 很难以应付 王先通等人 在城墙上看得十分清楚 圆阵的防御性能逐渐下降 随时都有着崩溃的可能 而阵列一崩溃 圆阵中的明军将士 将彻底沦为 被八旗铁骑 屠戮的羔羊 新家豪 要不命令其他圆阵 支援又一 龚勇顾问道 他觉得这样下去 那些明军的将士恐怕性命不保 终究是有些于心不忍 城下的圆阵并非一处 周围还有其他的圆阵就裂 只是最右翼的圆阵 受到的攻击最为猛烈 也就更容易首先崩溃并被歼灭 再等等看 王仙通回答了 他也并非看不出来 最右翼的圆阵的危机 然而他更明白的是 步兵营对于圆阵的训练 还远没有那么充足 能够保持着规规矩矩的阵法 应对敌人 已经是非常大的成就了 要是想圆阵移动 去增援别处 除非放弃原本固守的阵型 那对于城下的其他将士来说 无疑是最致命的 这一次出战的是剑奴达子 关宁军在一旁按兵不动 若是散乱了阵型 关宁军趁机掩杀过来 那被消灭的 就不仅仅是一个圆阵队列了 最右翼的明军在城下的死伤 让王仙通也很难受 但他觉得 还是应该顾全大局为妙 只能咬着牙 继续狠心 让右翼扛出剑奴的攻击 与此相比 在另一旁的多独 手心里也是冷汗之貌啊 和他原先想的不太一样啊 原本他以为 一触即溃啊 这个明军 没想到在第一次冲锋之下 没有溃散不说 反而是硬扛住了 重甲骑兵的突击 那阵列之中的火枪手 并没有因为近身 而不得不去做白刃战 而是依靠火器之力 不断的绞杀这八旗子弟 每一个骑兵的落地 都如同一块石头 压在了多独的心头 他作为先锋军 这一次带来的主力 也是骑兵队伍 是即将到来的大清大军中 最为中间的主力核心力量 白甲 扒骑兵开弩啊 剑奴的骑兵编制可不多 和真正的游牧民族蒙古相比 骑兵的占比率 完全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毕竟他们的祖先 是在通古斯靠摸鱼为成的 剑奴骑兵人数虽少 但是在多夺他老爹和老哥的 建设之下极为的精锐 如此精锐的八旗铁骑 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训练有素 战斗意志顽强 而是他们在每一个八旗铁骑身上 都砸了很多的钱 那一个个重甲骑兵身上的行头 可都是价值连城啊 贵的足够在京城二环内买套房 所以说 在双方的战损能够持平的情况下 多夺心里清楚 那绝对是他吃亏了 他的重甲骑兵 可比普通的火枪手更值钱啊 多夺有的时候 也在想要不然我明金收兵吧 准备想想其他办法来破阵 按照目前来看 以八旗铁骑充阵 肯定是能成功的 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呀 可不是多夺能承受得了的 但是回头 但是回头用眼角的余光一看 吴桑贵那冷漠的脸色呀 最后还是忍住了 没有下达明金收兵的命令 关宁君昨日冲阵失败了 那他也冲阵失败的话 这面子又怎么找回来呢 于是就继续等待着战争的结果 右翼的战斗还在继续 元阵的防御确实已经到了极限 阵列之中的火枪兵 甚至啊都打空了弹药 但剑弩所倾泻的力量 实在是太过于凶猛了 哪怕是明军英勇作战 终究难以抵挡 率先打开局面的 是攻其侧翼 他们依靠着弓箭 硬生生的将元阵的一处边缘 射得是支离破碎 绕阵而来的进战骑兵 顺势突入缺口之中 挥动着长枪左右刺杀 这一来一往的结果便是 元阵溃了 防御乱了 虽然如此 明军的将士 却还没有丧失斗争的意志 安插在步兵营中的精英将校 带头呼喊着 让火枪兵们抽出随身的刀 和剑奴进行最后的抵抗 然而沦为普通步兵的明军 在与骑兵的对抗下 无异于以卵击石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 为这京城的保卫战 谱写了第一曲状格 兄弟们 不胜利 勿宁死 一名精英级的将校 刘存孝武 带头喊起了朱词 曾经为了鼓舞士气 提出的口号 他还记得 那还是沙河之战之前 圣上所说过的话 是的 圣上说过许多 让他觉得热血的话 在圣上 屹立在精英之中 高举着手臂 带着他们 查抄贪官的时候 在沙河之盼 引领着他们 以少胜多的时候 在西之门外 来自那地狱的咆哮的时候 刘存孝 都仿佛历历在目 只是 只是最终 他没能再跟着圣上 跟着大明 走到最后的时刻了 他看着那逐渐在眼前 放大的长枪 刘存孝知道了 自己 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回头看了眼 巨大的北京城门 那城门之后 有着自己的妻子和家人 孩子 应该已经出生了 只是不知道是男还是女 但总归 他是精英级的 那是圣上的嫡系 如今为国牺牲 没了他 妻儿 应该不会吃不饱 喘不暖吧 那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还有什么 好担心的 想到此 刘存孝放下的一切 怒吼了一声 迎向了八旗铁骑 那长枪带着冲锋 直接贯穿了他的副枪 而军虎 以无所畏惧 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抓住了骑兵的手腕 继而一刀 直接捅向骑兵的面 圣上万岁 为了大明 或许是各种言语 表达着其他 明军将士们最后的内心写照 声音虽然不同 但每一句都足以震慑还语 所以 要你的援阵 全军服务 明军全军悲愤 其他的明军将士 就要按捺不住胸中的愤怒 想要直接冲击敌阵 为阵亡的将士复仇 但是 现在还真不是莽撞的时候 张庆真在城下 及时的稳定住了 有些激愤的军心 才让这件事情的影响 逐渐的平息了下来 而剑奴在团灭了一处援阵之后 却没有继续想要进攻的意思 多夺选择 明金收兵 将八旗铁骑 收阵回营 面对着超出意料的伤亡报告 多夺 面如色灰 只破那一处援阵 就已经让他手下的骑兵部队 伤筋动骨 再去破一处门 他多夺 可还没那么丧心病狂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四集 哎呀 八旗铁骑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小王弱旅 实难相提并论 佩服 佩服 战役之后 吴三桂 向多夺表示敬 毕竟和官宁军相比 多夺的强悍的八旗军 最终灭掉了一处援阵 而昨日的官宁铁骑 甚至难以将袁阵撼动一般 相比之下 双方的实际战斗力 高下力判 吴三桂说话的时候 带着笑容 但却是很难看出 他这个话 是出于真心的 还是带着讽刺 无论是何种用意 多夺此刻心里 都不是滋味 他现在很心塞 心很痛 想要求安慰啊 为了击破那一处援阵 他可是调集了 数倍于明军的兵力 以伤亡近两千人的代价 才换来了 这样一次的小胜 而那一处的明军 最多不过千人 多夺损失的 都是最精锐的 重甲骑兵 这实在不是 多夺能够接受的买卖啊 这要是让多尔滚知道 肯定要被按在地上打屁股 大明这么硬的军队 让多夺想起了 浑河血战的七家军 和百杆兵 只不过 和那两支军队不同的是 百杆兵和七家军的硬 是靠着强大的个人战斗力 和小规模的配合作战 让他们啃出了一嘴的血 而这一次的明军 依托的是那诡异的圆形阵力 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继续打下去 其他的圆阵 也能被强行的破掉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他带来的前锋军啊 估计要折损大半 这在中原还没有立足呢 这里头就把胜利军给打没了 以后还怎么玩呢 所以说 在破掉一个圆阵 挽回一些颜面以后 多夺选择及时收手 避免出现更大的伤亡 至于如何应对明军的阵列呢 还需要从长级 多夺就觉得 吴三桂是在嘲笑的 又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意思 有些恼火 却难以发泄 毕竟吴三桂手中握有重兵 表面上也不可能撕破脸皮 他也不再说些什么 吹嘘八旗铁骑 又多么多么牛逼 势不可挡的话了 对着吴三桂笑了笑 自签了一万 两个将领 在切身的感受到了 那圆阵的恐怖防御力之后 都已经没有心思 再想着依靠骑兵的突击 进行强攻 但是 这并不代表多夺会放弃治疗 他手下的重甲铁骑 确实是非常精锐的 而且 他们达清战斗力最强的兵种 并非是骑兵 那推土机般突突突的三色重甲车步兵 才是他们战斗力的最大保证 当然了 如今是工程战 汉军旗的炮兵部队也是少不了的 不过 无论是重甲车步兵 还是汉军旗的重炮兵 此刻都还在身后 正在陆续抵达战场 而随着主力部队的抵达 京城的守城压力会逐步的提高 京城的临时军帐中 几位明军的将领在商议 一个援阵的覆灭 还不足以让明军伤筋动骨 然而那些将士们的阵亡 还是给了他们很大的触动 王先通和张庆珍等人的头脑 清醒了许多 在一千人全军覆没以后 他们突然意识到了一点 那便是剑奴的战斗力 果真如同传闻里的那样强悍 而且又认识到了一点 援阵的防御能力很强大 但是太过于笨重 相互之间很难协同作战 在剑奴主攻一个援阵的时候 其他的援阵只能就地看着 却无力及时救援 他们面对的还只是剑奴的前部而已 就已经打得非常吃力了 等到剑奴的大部队抵达 那可以想象的是 肯定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战役 我觉得我军还是应以京城的坚固 进行固守 切莫轻易出战了 导致更大的折损 张庆珍对王先通建议说道 圣上临走之时 可是非常信任的 把所有的砖断权全部托付给了王先通 现在大事小情上都需要王先通的肯定 当然 王先通也并非自负的人 他的目标是守卫京城 等到圣上凯旋为止 所以决策上也是偏向保守 在张庆珍和其他人都觉得应该固守的时候 王先通并没有莽撞的理由 当下便同意了接下来的守城计划 大多数的时候 亲自统兵的武将所做出的决定 远比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文官 要明智和符合实际的多 然而自从文臣开始截至武将以来 汉人军队的战斗力不断的下降 和文臣的瞎逼逼有着莫大的关系 就比如萨尔虎之战 就比如大明亭柱孙传亭的阵亡 都和文臣的胡乱指挥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说京城的守将们虽然没有大才 但也没有文臣们的纸上谈兵和瞎指挥 他们所做出的决策和实际不会偏离太大 只是目前京城的形势越发严峻了 尤其是在剑奴的阿齐阁主力抵达之后 这种压力是逐步的提升 此时京城外的剑奴主力部队 已经达到了二十万人之多 还不包括随军的义史的民夫和后勤的部队 这已经算是剑奴清朝出动了 对于京城以及整个华夏大地 他们势在必得 压根来了就没想再回去 阿齐阁到来以后 首先会晤前方的重将士 按照规矩 向城中射入了劝降信件 向京城中的守将许诺 只要开城投降 每个人的官职职位都不会变 并且根据立功的多少只增不减 然而他们面对的是被诸子肃清后的京城 无论是王贤通之类的武将 还是范景文之类的文臣 对于这种劝降 只有一种反应 我去你奶奶个腿的 得 真是啊 好心当成驴肝肺嘛 没办法 只能硬肝了 以广区门为主攻的方向 汉军旗的孔友德和尚可喜 首先调集了七十余门红仪大炮 开始猛轰广区门 城墙上的明军也点燃大炮开始回击 整个京城的东郊 笼罩在一片片的隆隆炮声之下 孔友德的叛变 是剑奴战斗力增强的转折点 他带过去的人 基本上都是大明的核心拱将啊 那种损失 可比折损十万大军更为惨重 就好比中科院的院士 一夜之间全部被绑了票 去了国外了 结果就是 剑奴造的炮的数量和质量 已经超越了大明了 以至于现在 双方的火炮对轰 拥有着城墙上地利优势的明军 在火力上却被剑奴完全的压制了 此时的战争 兴变滑下大地 刀兵四处可见 南京已经确认反叛 在北方明军英勇抗击剑奴之时 属于伟南明的刘梁左部 刘泽青部 受命去山东 准备给北方明军来一个背后捅刀 两路大军已经进底黄河 只待过河就可以强取山东 明末时的黄河 经徐州出海州入海 基本上算是南直立地区和山东地区的天然分界线了 刘泽青和刘梁左部 总计有十万余人 分兵两路 进底黄河 窥一是山东 并且开始造船准备渡河了 只要踏过了黄河 山东便是一马平川 据说这个逆则小皇帝的主力都被牵制在京城 山东心尽光复 几乎没有任何的军力 基本上啊 便是轻松收割人头的节奏 刘泽青本就是山东的总兵 因为闯贼的进犯 迫使他难逃避难 如今又要再次入鲁 说起来还真是唏嘘感叹 对于山东颇为熟悉的刘泽青 对于拿下山东几乎是胸有成竹 过了黄河 便是举州 那是山东的南门户 拿下了举州 大军便可以长驱直入 侵入山东 只是刘泽青准备渡河作战的时候 却是收到了来自于举州的文信 并非是举州县令所写 而是出自山东巡抚李延的文笔 信里写道 言闻刘泽青 山东虽不济 仍有甲兵数千 香兵万余 言在山东 若先闻刘泽青将军 拔成军信 则请山东之力 公之 至死方休 若先闻刘梁祖将军 拔成军信 则请山东之力 公之 亦 至死方休 绝不失言 大明军阁大学士山东巡抚李延 崇真十七年四月二十一 刘泽青在读完之后 愣了一会儿 手缓缓地放下 把信件放在了诸案之上 手下的军校 看到刘泽青的样子 感到有些奇怪 总兵 渡船今日便可造好 明日便可开始渡河了 刘泽青听罢 没有说话 而是将手里的信件 交给他人传阅 李延想表达的意思很简单 他在山东等着军报 刘泽青和刘良祖的两路大军 窥视山东 肯定是打不过 所以 告诉二刘 两路 我都不防守了 谁先动手 我就只和谁拼命 刘泽青手下的军校 看完信件以后 一个个面面相去 看来这李延 是狗鸡跳墙了吧 若是如此 我军祸可暂不渡河 等刘良祖不进攻 并与李延接战以后 便可坐受渔翁之力 有人提议说道 对呀 按照信件上表达的意思 对于刘泽青部的最优决策 便是这样的 东林党 虽然推举了陆王做监国 形成了伟南明政权 但是相应的 他们对于地方军阀的控制力 也没有多少 和朱祠主动撤掉文臣 对武将节制的手段不同 东林无法控制军阀 并不是不想控制 实在是因为尾巴大了 甩不掉的控制不住 只能用利益去交换 去绑定 而无法使用强制的命令 这样做的结果是 无论是刘泽青 还是刘梁祖 亦或是左梁玉 都是心怀鬼胎 他们的所作所为的出发点 并非是为了清军策呀 并非是为了国家呀 而全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刘泽青知道 乱世之中 保存自己的实力 才是王道 如果他和李延交战 导致刘梁祖 愚翁得力 趁机做大了 那可是不行的 所以刘泽青手下的军校禁言 的确是刘泽青 目前的最好选择 然而 却忽略了一个点 刘梁祖 同样位列于总兵的位置上 也不是个傻子吗 他能莽撞的率先进攻吗 让刘泽青部 坐收余力吗 显然也不能 实际上 在刘梁祖部 濒临徐州以北的 易县的时候 同样也收到了 来自于易县的信件呢 当然 这封信件和之前一毛一样 手笔出自于李延 本来是想直接攻城的 刘梁祖啊 看到了信件以后 立刻收手 我不干了 暂停 这就是李延的计谋 也是扬谋 无论是刘梁祖 还是刘泽青 其实都明白 李延这条计策的用意 然而 却对此无计可施 究其原因呢 乃是他们心中 并非是真心实意的 为国效命 而是小算盘 在作祟 他们俩当中 但凡有一个 不计较得失 撸起袖子 就是往上干 李延的这条计策 也就没那么有用了 这一封信件 仿佛一张无形的大网 笼罩在刘泽青 和刘梁祖的头顶之上 在这张大网之下 明明在军力上 占有绝对优势的他们 却被束缚的是寸步难行 甚至于 向来喜欢纵兵截略百姓的刘泽青 连山东的百姓都不抢了 不敢呢 没动一兵一组 李延 用分发给前县各府县的一封信 将伟南明的北伐大军 锁死在了黄河一县 不敢妄动半分 当李延得知 南方的两路军队 在收到信件以后 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无疑是松了一口气呀 实际上 他也十分紧张 这计策能不能有用啊 现在看来 无疑是庆幸的 南方谋反 实在是给北京的举止 雪上加霜 他手上是没有兵 可以去平定南方的 只能希望是能拖住一天 等到北方的战斗结束 出了什么结果 等待圣上 从海上归来呀 但是 如何处理南方的问题呀 就只能等着圣上 来决策了 说到圣上 登州的海船 已经造好了 熟悉水性的水兵 也已经招募完毕 在四月二十七的时候 由红娘子亲自统领的 十五艘大船出港 直奔辽东而去 送走了老婆以后 李延心里边 也有些空落老的 这见了面还没几天呢 床都还没屋热乎呢 又要分别了 心里虽然是不舍 但也知道 如今乃是大明 生死存亡之时啊 却实在不是 儿女情长的时候 圣上都敢亲自去辽东了 他李延 又怎能舍不得媳妇呢 就在二十八号的时候 还在登州的李延 收到了济宁府的汇报 说是有个叫延应元的人 自称是什么 易永营的总督 带着一伙香槟 途经济宁府 准备北上秦王 希望获得济宁府的吉养 却没有朝廷的任命文书 济宁府不敢善断 请巡抚示下 颜应元 这词好像在哪里听过呀 李延看到来信 在登州府是来回踱步 想了又想 感觉真是有些熟悉 在哪在 啊 李延突然明白了 似乎是在 他还没有来到山东的时候 圣上在得知山东光复之后 第一时间想到的 并非是让他来挤制山东 而是快马加鞭的 去江阴招一个人入京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个人的名字 就是颜应元 如果没记错的话 给他的职责 正是组建义勇盈 奇了怪了 不是 圣上不是给他下了圣旨了吗 怎么会没有朝廷的任命文书呢 啊 莫非被他拿了擦屁股了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85集 花开两头 咱们各表一致 此刻的颜应元觉得 他们目前是现在这个处境 完全就是他自找的 当初圣上下旨的时候 他们接 好模样的让天使给跑了 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如果当初接下那份圣旨 或许林之济内司 根本就不敢把他怎么样 更不会因此 背上善杀朝廷命官的大罪 还不得不带着 追随自己的乡民们 去将功抵罪 当然 这也就罢了 在江阴哪 他吃得开呀 但是出了江阴 谁认识他颜应元是谁呀 手里没有朝廷的圣旨作为凭据 空口白牙的说自己是易永营的总督 换成是他自己也不太相信 行走这一路上 官府根本就不鸟的 乡民们能跟着他去北京 一是他们自己内心的一腔热情 二是出于对他颜应元的信任 至于吃喝拉撒的 全都靠着大家的自费 没有马 咱就靠腿 一路唱着歌就向北 没有梁 饮河水 报效国家 无怨无悔 跌跌撞撞的 就这么进了山东 没有圣旨 官府自然也不会承认 他所谓的易永营是官军的身份 更不会拿出本就不太多的存粮 接应颜应元他们 没有吃到任何官方补助的颜应元 意识到 如果再这样下去 还没等到北京呢 他和他的小伙伴们 就只能沿街乞讨了 自己乞讨也就罢了 怕就怕 手下的乡民 跟着他一起是饿肚子 那可比杀了他还难受呢 忠于国 忠于父母 忠于父老乡亲 颜应元 试图将这三个忠 全部霸占 做个完人 现在来看 还真有些够呛 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豁出去了 脸什么的也不要了 反正也值不了几个钱 拉着陈茗玉 去了济宁府的衙门 跪着 说求补给 毫无疑问 这是叛军 官府见了直接拿下 这最近兵荒马乱的 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骗子 那骗子多了去了 傻子都有些不够用的 前几天 还有几个老和尚 说自己是崇祯皇帝 封的齐王 也就只能忽悠忽悠平民吧 真到了那些熟知正事的政客手里 这么拙劣的骗术 那就是个笑话 在几宁知府的眼里 严应元和陈茗玉 就是这样的骗子 连任命的文书你都没有 所谓的易永扬 又是一群穿的土里土气的乡民 我信你就怪了 并且 严应元和陈茗玉 带着几百个人 看起来 还有非法集会的嫌疑 所以对于几宁府来说 最规矩的应对 便是将严应元和陈茗玉 两个主事者之罪 其余乡民则打散 免生事端 不过这么一来 乡民们不干了 他们本来就是凭着一腔热血 跟着严应元北上的 这严应元被拿了 他们怎么办呢 乡民们在支府衙门外 就闹起了事啊 隐隐着有着暴动的意思 事情越闹越大 惊动了城中的脊王 朱率亲 他出面 试图调停 哎 等一下 你们说 圣上给你们下了圣旨 却又无凭无据的 怎么让本官相信呢 岂不是以为本官可欺乎 外面的乡民闹哄哄的 很难让人安生 牙医将他们阻挡在门外 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济宁府 王文昌 把严应元和陈明玉带上堂来 重新亲自审礼此案 朱率亲 则坐在一旁听神 面对异地的知府 严应元也不敢拖大 原原本本的就解释了一遍 这个事情的由来 回报大人 圣上却曾下旨于某人 奈何当初家母身子不便 未敢相从 然家母得知后 却斥责于某人 于国不忠 某人方才邪民北上 亦欲报国 得 理由倒是编得很充分 但也只是为他们 寻找没有真凭实据的借口罢了 唐下 你们是哪里人呢 朱率亲开口问道 回几王 我等据使江阴湘民 啊 江阴哪 济王这个时候 约莫也想起来点什么了 之前好像是有天使路过济宁府 还在此留宿了一宿呢 当时呢 济宁府也是负责接待 据说是圣上 向南方下的一个什么圣旨 具体的圣旨内容 那他们是不知道的 但却是知道 天使的目的地 正是江阴 要这么说起来 其实他们的话呀 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当济王对王文昌提起此事以后 让后者也记了起来 但现在的问题是 即使他们相信了 监影员说的话 按照规矩来说 也不能开仓支援他们呢 这是原则问题啊 就好像你没有身份证 是没法证明你这个人的 没有结婚证 也没法证明老婆是你的 没办法 这事啊 就只能向上头汇报了 也就是登州的李延 暂时放了监影员和陈明玉 让他们安抚暴躁的乡民 即刻起草公文 请李延来处理此事 没想到 信发出后的第三天 李延竟然骑着快马 亲自抵达了几宁 李延不得不亲自来处理啊 实在是因为 监影员这个人 太过于重要 生怕是出一点点问题 为什么李延会觉得 监影员很重要呢 很显然 那是因为圣上 很重视监影员这个人 这还不够吗 在李延的心里 圣上的识人能力 远远超过于他的军政能力 新一届的领导班子 基本上没有一个 卖主求荣的货色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李延进攻北京的时候 一路上各府县是望风而降 但是到了京城底下 却面对了一群 非常难啃的硬骨头 并且 圣上当初连李延他的过往 都很清楚 从而轻而易举的 他俘获了他的心 诚意归降 就这一点 圣上看重的人 绝对是一名 能堪当大任的猛人 如今李延在山东固守 哪儿也去不了 但对于京城的局势 却还是十分的担忧 若是京城被迫 山东之地受到两面夹击 那一切都完了 李延在到了济宁之后 即刻命令王文昌等筹备粮草 支援 盐应援北上 而后 亲自会面盐应援 他也想知道 这位被圣上特意看重的人 到底有何种能力 李延总统 我就不绕弯子来 你已经知道 打子入关 京城危急的事情了吧 李延知道事态紧迫 直接开门见山的稳当 实际上 无论是颜应援 还是陈明玉 都有些受宠若惊 本来圣上 下圣旨 已经是很匪夷所思了 现在一省的巡抚 竟然亲自接见他 连颜应援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哪辈子 烧了高香 突然遇到这般待遇 哦 某人已知此事 颜应援点头说道 那么 颜总督觉得 达子大军压境 当如何硬直啊 李延试图试探 颜应援的才能 想知道圣上 到底为何重视这个人 只是结果确实 看到颜应援脸上 微微有些犯难 说道 呃 某人 不知 这一句话 让李延有些失望 但是 某人却听过一句话 哦 哪句啊 李延好奇地问道 颜应援顿了顿 继续说道 想虽一丈 有怕硕鼠 舍虽较毒 亦有七寸 颜应援脸色平静 似乎只是在陈述一句 很寻常的话 而李延听到以后 却言有触动 他明白了颜应援的意思 明显是在说 敌人虽强 却并非无懈可击 面对强大的敌人 必须找到敌人的弱点 以小博大 以弱胜强 便是这个道理 虽然颜应援 并没有说得更详细 剑奴的弱点和七寸 到底在哪里 但仅仅就是这个思路 就远非其他平庸的将领 所能相比的 在某种程度上 圣上目前出骑兵 入剑奴的腹地 亦是有如此的思量 而面前的颜应援 在他突然的问题前 并没有如同一般人一样 或是表达 为国战死的决心 或是表现出 任何的忌惮 自始至终 颜应援都非常的冷静 哪怕大火烧到他屁股上 都不会让他 有一种惊慌的感觉 异军之主 绝不缺汉勇之将 也绝不缺不畏死之将 缺的是什么 缺的正是 能够时时刻刻 保持着冷静的将领啊 这样的将领 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又应该去做什么 仅仅是几句话的交谈 令李延 对颜应援 有了初步的了解 这样的人 确实有财阳 并且 李延感觉 虽然没见过 他的真实战绩 但肯定要比 王先通 或者张庆贞的将领 要强上许多 圣上 果然眼光毒辣呀 颜总督 颜总督说得好啊 对了 颜总督 您原本是 李延问道 啊 某人不才 本只是信中典力 因故做事 去折回家 典力 小的太不入流了吧 李延心里就纳闷了 圣上 是怎么找出 这么个人呢 在进一步的 详谈中 李延 逐步了解了 颜应援 他本是 京畿通州人士 虽说是通州人 但自小 就跟父母去了江阴 便再没有返回北方 而圣上 从小身居庙堂 更不可能 踏出京城一步 又如何能够知道 颜应援的存在 并特意发掘出来呢 以至于说 连颜应援本人都不知道 他是如何得到圣上的垂青 招他如今的 李延很聪明 聪明的人 想的都比较多 颜应援或许是大才 但那个能在千里之外 慧眼石珠的圣上 那才是真正的鬼才呀 圣上 若不是有通天小地之能 都很难解释 为何有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 于是乎 朱慈在李延心中的形象 更加朦胧的高大了几分 即使他是一个 不相信鬼神的人 对于朱慈 也有一种 超出于君臣之间的敬畏之感 当然 在防守山东之余 李延 还是想为朝廷 多分担一些 总督 你可别见外 本关键 严总督所不相并 装备简略呀 实难与敌军一战 既宁城中 亦有兵甲器具 可供 总督使用 多谢 李巡抚 严应援并没有拒绝 他手下的人 本就是良民 打架兜殴绰绰有余 但是要和正规军打 那就只能被爆锤一顿 训练呢 估计是来不及了 最起码 要有一定的装备基础 李延这一手 的确是 雪中送炭 当然 严应援带的人 也只有八百个而已 相比于剑奴的数十万大军 都不够塞牙缝呢 李延原本打算 帮助严应援 填一些人给他 增加点人数 但是 接受了梁墨补给和装备补给的 严应援 很有个性的拒绝了 说道 当然 某人所不 人虽少 却上架一心 唯某人之命 山东而郎 虽汉勇 非 何某人之心啊 君可不多 亦可不惊 但须人 各司其职 服从将领 方为强军 说吧 拱了拱手 已是谢意 这些都是严应援 个人总结出来的哲理 甚至于李延都没听过 但是对于如此的言论 李延 却是十分的赞同 也确实是这样的 而李延 对于颜应援的观感 也大为提升 不仅仅是因为 他独特的才能 更是因为 他和自己 有些像 不喜欢巴结别人 有什么说什么 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这样的人 越来越少了 但确实 如此乱世 亦或者说 是朝廷 最急需的一类人才 听君一席话 颜 身表敬佩 他日 以兄之大才 封侯列绝 可期 李延说道 不知不觉间 李延已经 不以他巡抚的身份 而自失甚高了 甚至于 还亲切地 称呼颜应援为凶了 只是 颜应援似乎 是属于圣上 仍是一副面瘫的表情 看不出喜怒 说道 某人 北上秦王 并非 为名逐利 实在只是觉得 人生在世 最重要的 便是无愧于心 上 对得起朝廷 下 对得起父母 为将者 带兵杀敌 为官者 安抚 黎民 仅此而已 颜应援淡淡地说道 却让李延 颇为激动 别看老延是一副 五大三粗的样子 和面色如玉的 李延相比 就是两个物种 但颜应援的话 更加让李延觉得 他们 便是那一秋之河 所谓道不同 不相为谋 如今道同 便是推心致富 李延拉住 颜应援的大手 亦是说道 兄之言 一喝无心 实在是相见恨晚 如不嫌弃 你我二人 结兄弟可好 一起为朝廷尽忠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既是巡抚谬赏 某人又怎的推辞 那便效法观章 你我二人 结为兄弟 好 不求同年同月 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 同日死 颜兄 颜弟 李延和颜应援 结为了兄弟 当然 这是顺便的小事 但对于颜应援来说 帮助可是很大 由于李延有着 专断山东军政的权力 虽然没有十兵 但有十名 颜应援有了十兵 却无十名 两者合一 颜应援北上秦王的名号 也就正了 李延在权县内 授与颜应援 登来总兵的名号 并配了相应的任命文书 凡在山东境内 所路过的州县 都应极力配合 帮助其尽快北上 援助京师 四月二十四 蒙古大草原 由于伤员 拖慢了行军节奏 出此北伐的大军速度 也降下来了许多 这样的速度下 难免会让蒙古人 发现行军路线和踪迹 以至于沿途的蒙古各旗 都有所防备 当然了 现在的蒙古人 防不防备都没有任何差别 反正当珠慈骑兵踏过 便只剩下燃烧的帐篷 和尸骸遍地 没有马的他们 哪怕是想着卷铺盖逃跑 都十分的困难 如今 横在珠慈和沈阳之间的 就只有最后一道 难关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六集 诸慈的五千骑兵 虽然因为伤员增多的缘故 速度被拖慢了下来 但相对应的 情报的搜集工作 却更加的完善 对于北伐军的 行进路线上的探查 每一处的地理变化 敌人的方位部署 都可以在行进之前 基本就知道了 大军的前方 即将走出蒙古草原 而横在蒙古草原 和辽东地域的分界线 便是广宁城 圣上 广宁城 城高一丈七尺 一山而建 北边是伊乌驴山 南边是一片洼地 其中沼泽遍布 人马亦陷于其中 不可行 军队在安扎好之后 在诸子所在的主张之中 千户以上的军校 面对着地图指指点点 汇报着 关于广宁城的情报 实际上 在辽东没有陷落之前 广宁城 一直便是辽东的军事重镇 恶守着蒙古 节制着剑奴 北边是克尔沁大草原 南边不远便是沈阳城 并且这里是当时的养猪专业户 李承梁的猪圈 镇守此地期间 经过他的苦心经营 广宁城高兼顾 一手难攻 因为北山南泽的缘故 想要绕过广宁城啊 起码需要多行进三天的时间 这对于本就已经被拖慢了进度的 诸词大军来说 无疑是无法接受的 如今消息已经包不住了 其袭的作用没有了 这倒也还责罢了 但是要是等到剑奴的大军都回防了沈阳 那袭击辽东的计划 不但基本泡汤了 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甚至他们这五千人 都有可能就这么葬送在这里 逃都逃不掉 所以说时间非常关键 时间紧迫的结果是 广宁城必须直接平推过去 没有任何的选择 来 你过来 朕问你 广宁城的手背如何呀 朱慈望向了一旁的哈敏多 试图从他那里 套出些有用的情报 只是后者 有些惶恐地摇了摇头 为难地说道 圣上 狗奴却也不知 哈敏多的心里 又怂又后悔又心灾 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算是诚心归向大明的 当时看到大明的天军 来到草原以后 还以为他们建奴的大军 在入关后被干翻了 所以很失识悟地就投降带路 被弄个烙印虽然不爽吧 但也就接受了 而当哈敏多了解到 达清非但没有败 这支明君只是孤君深入之后 拿下查哈浩特 又没有任何班师回朝的意思 反而继续向东 挺进辽东腹地 想要直取沈阳 哈敏多感觉就彻底日了狗了 大明皇帝这他妈也太丧心病狂了吧 那可是达清的心脏啊 且不说守卫如何 功不功得下身呀 只要巴齐铁骑顺势回防 他们这伙人就是瓮中之鞭 这不是在左死吗 哈敏多觉得人生很美好 并不想死 然而现在 他既然当了大明的狗 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返回贱奴的怀抱 那多尔滚在知道自己干的事情以后 可能原谅他们 或者说 现在劝说辽宁皇帝 想一想 别做梦了 哈敏多还没肥到有那个胆子 在汉人将领面前 只敢畏手畏脚的 哈敏多算是发现了 不但辽宁皇帝疯了 这支骑兵队伍 都处于一个疯狂的状态 竟然没有任何军心动摇的 就跟着皇帝疯狂 哈敏多觉得他也要疯了 当时怎么就一股脑的 投降做了狗了呢 蓝宋 相顾啊 朱慈对哈敏多的考题 超纲太多 以至于哈敏多根本无法解答 他的克尔沁部 已经离这里可远了呢 对于之后的广宁城的 住房变化 实在是难以得知 来人啊 继续派人探查 务必得知广宁城的 更多情报 朱慈吩咐道 没有从哈敏多那里 得到更多的有效情报 他就只能依靠少计 不断的去探查了 遵旨 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无论广宁城城防如何 防守的再严密 也得强行打出一条路来 神佛也挡不住 哎 你刚才说 广宁城 一闪而间 朱慈似乎抓住了 一个关键的点 问道 是 圣上 广宁城的北段城墙 是贴着山崖建出来的 朱慈点了点头 思考了一会儿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还真就有一个 大胆的想法 即刻 问向中将 朕 要拿下广宁城 必须从速而行 不然 大军都将陷于此地 朕有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 你们 谁愿意 领命而去呢 哦 危险的任务 他们这么高 还怕什么危险呢 况且 整个骑兵营 在连番的杀戮之下 热血上头了都 这年头 要的就是刺激 陛下 微臣愿望 赴汤蹈火 在所不存 陛下 微臣 愿意以此报国 陛下 臣 愿望 一个个将校 初班 跪于朱祠的面前 等候朱祠的调遣 颇有一种狂热的感觉 好 新国公 微臣在 此次 攻打广宁城 朕的主力 在承熙阳宫 吸引火力 新国公 便带兵三白 赶死登山 宣吊绳 直入广宁 里应外合 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广宁拿下 高杰听后一愣 但仔细一想 这办法确实可行啊 如果能这样成功突入广宁城的话 那还真是再好不过了 虽然登山啊 跳崖呀 意味着十分的危险 甚至于在这个过程中 这三百人可能折损大半 但现在整个骑兵营的处境 高杰也知道 再大的危险 都需要克服 当即表现出男儿的气魄 回答道 圣上放心 臣定不辱皇命 新国公 切记切记 这次登山十分之关键 关系到能不能及时拿下广宁城 但登山玄省 已危机重重 甚至说是九死一生 新国公 还需选好汉不畏死的将士 无论此生 事成归国 此功 足以入籍京阳 臣 遵旨 高杰领命而去 当即出营 去挑选汉兵汉将 准备做好这一次的 登山突入广宁的行动 对于所有皇位营的将士来说 军衔或许还是不太能搞得明白 但是呢 经营军级这个好处啊 确实显而易见的 那不仅意味着 军中升职更加迅速 并且家里的生计 也有了更好的保障 普通士兵对于 经营军级的垂涎 超乎于想象 在高级 拿出圣上开的这个优厚条件 寻找汉不畏死的将士的时候 几乎是很快啊 三百人就凑够了 甚至 愿意如此冒险的将士 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张文艺听到这个 如果说愿意爬山跳崖 就可能直接入籍京营 急得他从地上蹭就蹦了起来 屁股上的疼痛 让他咬牙切齿 冷汗直流 但还是装作一副 差不多好了的样子 去主动争取一个登山冒险的名额 张文艺 你屁股好了 周围有人认识张文艺 忍不住问道 怎么样 坐在马车上 舒服不 哎 说什么呢 他没了屁股 怎么做呀 去去去去 老子现在好得很呢 张文艺听了很不爽 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来回走了两步 展示他完全没事了 已经可以归队 张文艺 虽然试图在其他人面前 表现出已经彻底好了的样子 来尽力争取 能够得到突袭的任务 然而 在没有止痛药的前提下 想要克服这钻心的疼痛 还是有点困难的 那走起路来 怎么看怎么别扭 张文艺 你这走起路来 怎么跟个娘们似的 就是啊 咋回事 张文艺听了 逼了个大红脸 瞪了眼周围的人 随之是其他人的哄堂大笑 负责临选勇士的李千护 也看不下去了 走到了张文艺的面前 话也不多说 抬起手啪 拍了一下他的屁股 哎呀 后者顿时如遭雷击 呲牙咧嘴 蹭下蹦了二尺多高 原本支撑起来的身体 站都站不稳 双腿又一软 哭吱倒在地上了 李千护摇了摇头 指着后面对张文艺说道 你他娘的还是在车里待着吧 别在这里给我出洋相了 李千护骂了他一句 试图打消他的念头 三百人的名额呀 不多 其他人都争着抢着去干 怎么可能会给你个半死不活的伤兵呢 拖后腿的吗 李千护正准备离开 倒在地上的张文艺 却是立刻又咬着牙爬了起来 抬眼看到千护要走 差点急的都要抱住他的大腿了 说道 将军将军 广宁城我我我去过 啊 张大哥 你这就要打仗去了吗 张文艺收拾着东西 准备跟着新国共分兵离开 回到后军中和那些伤员们和小护士们 一一告别离开 小护士们乃是那些跟随大军 一起去辽东的被绑架的女孩子 作为大明的第一批护士 负责照料伤员 虽然碍于男女授受不亲 这负责照顾伤员不可能像岛国护士一样 无微不至 甚至连骑马的制服都没有 他们的作用 大体限于洗衣做饭 为伤员们熬药 但是很显然 他们和伤员们 还是有着很多的接触机会的 干柴烈火 孤儿寡女 难免擦出点火花来 就比如说这个张文艺 他本来就是辽东人 辗转间返回内地 才做了一名大兵 在这些女子之间 还真遇到了一个老乡 这一来二去 相谈甚欢 而且你想想 八大家条的人 那各顶各是水灵灵的呀 张文艺的老乡 王月儿 见到张文艺 执意要去打仗 想起了这几天的相处 还真有些舍不得 小脸忍不住地泪一眼婆娑 可是你的伤还没好 哎 张文艺夹着屁股 爽朗地大笑了一声 哎 我本来就是吃冰凉的 本来干的就是卖命的活 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 张文艺是不是逞能啊 王月儿可是不知道 但是见他执意要走 拦也拦不住 这一年头兵荒马乱 谁也保不住 分别之后 还能不能活着 见到彼此啊 王月儿低着头 咬着嘴唇 从怀里摸出了一个 他偷偷缝的一个小荷包 塞到了张文艺的手里 接着捂着羞红的脸 跑开了 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 张文艺挠了挠头 有些懵逼的左顾右盼 周围有看到的人 就感觉被喂了一口狗粮 发出阵阵虚声 只见张文艺的脸 也渐渐开始发红 美滋滋的 闻了闻荷包上的 女儿家的香味 小心翼翼的 揣到了怀里 张文艺 到 出发了 哦 来了 四月二十七 行军的 第十一天 诸瓷部 最终穿越了蒙古草原 抵达了辽东的门户 广宁城 当地平线的一烈烈骑兵 出现在视野之后 广宁城上的鸭子守军 也是提高了警惕 驻守在广宁城的长官 为广宁副都统 八岩 明军的出现 并没有让他感到意外 只是有些棘手 兵力 本来就不充裕 驻守在广宁城的守军八旗 原本是有两个色的 也就是三千多人 守住广宁城啊 是绰绰有余 然而在多尔滚 抽掉各地的守军以后 广宁现在的骑兵数量 可就只有不到六百人了 这么少的人 让八岩有些觉得力不从心 在驱使城中的汉民冲炮灰 协同守城的同时 赶紧派人去沈阳呼叫救援 明军越来越近 广宁城的城头上 也塞满了人头 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 被剑奴骑兵拿着刀子 逼迫着朝着城墙上运送石头 其他人则推出了火炮 准备好了火药 严阵以待 当诸此的大军 抵达广宁城下之后 几乎无法从城墙上 找出任何可以攻击的漏洞 更何况 他现在手里都是骑柄 攻城能力啊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高杰的分浅部队 在早些时候 就已经提前出发了 想必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 伊乌驴山 诸词现在要做的 便是等待他们 突入广宁城的信号 继而从外面配合攻城 于是大军停在了城外 开始砍伐树木 准备制作简易的攻城云梯 大有一番想要攻城的意思 广宁城的副都统巴燕 站在城楼上 看着已经濒临城下的明军 让一个通晓满汉语言的奇人 向着明军喊道 下面的听着 你们的京城已经失守了 整个汉地都投降了 识识悟呆立刻放下武器 束手就擒 从古至今 许多统军的将领 都懂得运用心理战术 作为武器 心理战获得胜利的例子 也不胜枚举 譬如 剑奴靠着大屠杀 震慑汉地 各地望风而降 再譬如 匪水之战 北斧兵喊了一句 你爹死了 快跑吧 八十万军队就崩了 巴炎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 试图让明军觉得 后路已经断绝了 京城已经失守了 用这样一个伪造的现实 来动摇明军的军心 不过 他可忽略了一点 他的对面 是朱慈 这可是个玩心理战的老手 在听到巴炎派人喊话以后 顿时觉得想笑 京城现在有没有失守 朱慈不知道 但同样 广宁这边 肯定也不知道 怎么的 东北这边很盛行忽悠是吗 哼 哎呀呀呀 一笑大方啊你们 实话跟你们说了吧 朱慈开始反击说道 他慢条斯理的 开始整理自己的武器 然后抬起头来 看着城上的将士们 你们一个个的 是不是还被蒙在鼓里呢 你们的八旗子弟 已经全军覆没了 不日 大明的铁骑 便会踏平辽东 想要活命的 立刻开关迎降 接受烙印 成为大明的中权 要不然呢 如果你们感动朕的汉民 一根寒毛 广宁城内的达满 无论老幼 一个不留 朱慈 最后这句话说的是 自正腔圆 中气失足 或许 朱慈的个人武力值 是个渣 但长期以来的演说 使得他 说出来的每一个字 都有着一种气势 一时之间 稀粉无数啊 那个镇子 无疑在想城中表明 他们面对的是大明的皇帝 当然了 能听懂汉话的 也就只有汉民 他们本来就受到 剑奴答子们的奴役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听到了大明皇帝的喊话 忍不住开始泪奔了 原本就是被迫受伤 现在在守城的方面 更加要消极应付了 甚至啊 有些汉民路过城墙上的火炮的时候 趁着剑奴其人不注意 朝着火药撵子上 呸 吐上了唾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七集 最开始的时候 八言在城上 虽然听着诸词的喊话 但是他听不懂啊 仍然是一脸的骄纵 等到那个奇人 翻译了意思给他听以后 他的脸色顿时有了变化 他自己好像产生了怀疑 那个穿着金甲的 真的是大明皇帝吗 大明的皇帝 欲驾亲征 那这么说 入关的八席大军 不会真的全军覆没了吧 这怎么可能啊 这才多长时间呢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又怎么解释 大明的皇帝竟然敢于 欲驾亲征的事实呢 这一回合下来 八言明显是输了 他自己就慌了 但是这样的慌乱 还不足以让他束手就擒 他注意到 被拉过来当苦力的汉民们 有些异变 似乎是听到诸词的喊话以后 被感染了 再一个汉民 因故被八旗兵拿着鞭子 抽倒在了地面上以后 身旁的其他汉民群情激愤 试图攻击那个八旗兵丁 城墙上的防区有些混乱 八言见状 立刻调集其他的八旗子弟 前去镇压汉民的暴动 毕竟是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暴动也只是小范围的 当八旗兵砍死了其中的几个暴动的汉民 并将尸首推下城楼以后 这股暴动被平息了下来 这一切都被城下的明军看在了眼里 但城墙那么高 虽然愤怒 却只能在这里赶瞪眼 高捷的分遣队仍然没有消息 以至于当天的夜里 诸词不得不住扎在广宁城外 城墙之上 八旗兵对于明军的防范并没有减少很多 而诸词的明军也时刻注意着 广宁城里的动向 随时准备配合高捷工程 衣乌驴山 山内道路复杂 三百名军将士一路披荆斩棘 硬是挺入了山中 朝着广宁城的方向攀岩而去 时有将士坠入山崖 没了身影 其他人也只能咬着牙 不多去看一眼 继续跟着大部队行进 快点快点 圣上肯定在广宁等着了 高捷催促着其他的人 帅气的脸上被金桔刮了到蟹口子 火辣辣的疼 高捷却颇有些烦躁 和剑奥达子硬碰硬到反而不让他害怕 但像这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人的感觉 让他非常的不爽 抬眼看了一下 想要到达远处的山顶 中间还需要翻越几道的沟壑 感觉日落之前 应该能够到达 只是不知道又要死了多少人了 队伍的后方 跟随着入山的张文艺 不知不觉间就落到了队伍的后面 隐隐有着调队的危险 张文艺 你行不行啊 李千护看着张文艺的脸上 挂着汗珠的样子 有些不耐烦的问道 你要是不行 就把你扔着呢 免得拖累了大家 行 肯定行 张文艺咬着牙说道 双腿之间有些站立 那似乎是伤势带来的疼痛 让他难以忍受 他忍不住摸了一下屁股 湿漉漉的 并非是屎尿啊 而是伤口崩开之后流出了血 当李千护回过头看他的时候 他又将摸到血的时候 藏在身后 又有一名士兵摔落崖底 惨叫声回荡在众人的心间 这似乎已经是很寻常的事情 在入山的这一天多的时间里 由于一屋驴山的地形险恶 因为各种原因 死亡的人数是不断攀升 到了现在 三百人的队伍 足足折损了七八十人 这也是为何广宁城 依山而建的原因 山内的复杂 足以绞杀敌军的性命 那就仿佛是一道天然的地雷屏障 然而高杰的分前队实在是至关重要 他们肩负着攻克广宁城的重任 虽然经历着痛苦和磨难 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 在转瞬间没了身影 在如此的重压之下 他们仍然咬紧了牙关 继续向前 张文艺用尽全身的力气 用着自己的意志 在跟着大部队的后面 想着有了经营军级以后 他就可以在京城内的二环 分一套房了 再娶个媳妇生个娃 这人生就美滋滋了 娶谁呢 他想到了王悦儿 怀中的荷包 还带着他的温度 那一切对于未来生活的息迹 值得他用自己的生命去争取 这无疑给了他力量 但是就这一个瞬间的走神 无疑让他脚下一滑 差点就摔了下去 身旁是陡峭的山坡呀 要是这么掉下去 基本就没命了吧 难道他终究是没这个福分吗 张文艺暗暗地叹息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想放下思考 放下那些美好的愿望 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候 他感觉手腕一紧 一只大手抓住了 当张文艺睁开眼睛以后 看到的是李千护的老脸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救了他一命 张文艺的身子暗暗下沉 李千护的额头是青筋抱起 右手抓住的树干 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张文艺忍不住哭了 千护 我怕是不行了 帮我把这个交给王月儿 张文艺虽然不想死 但是也不想连累别人 他拿出了荷包 递给了李千护 这或许是他最后的念想 手里的荷包 李千护看都没有看 更没有松手 让张文艺坠落下去 仍是那种带着刀子的口吻 探娘的 你和那个女娃子的破事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 你这是围了军纪了你 老子只是没时间收拾你 别他妈的想一死了之 李千护 我 闭嘴 老子带你来 不是让你来挺尸的 给我爬 也爬进广宁去 张文艺感动得泪如雨下 李千护大吼了一声 两手用力 试图将张文艺扯上来 但是那脆弱的枝干就在这个时候 啪的一声断了 李千护也身形不稳 好在其他将士听到声音已经赶了过来 立刻合理将李千护和张文艺拉了上去 脱险的二人躺在地上喘着粗气 前方的大部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无论是李千护还是张文艺 只是稍等了片刻便继续起身跟了上去 直到夜晚 夜色再次覆盖在了大山之上 狡黠的月光提供了视线 而在远处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火光 那就是广宁城西城门的方向 高洁的分浅队 抵达了山崖之上 从这里往下的陡峭 约有十余障场 下面便是广宁城内了 再次清点人数 只剩下区区二百零三个人 其余的明军都已经死在了山区之中 甚至连骸骨都难以找到 他们不敢点火 生怕引起城内建奴的注意 靠着张文艺约莫记得城内的状况 下面应该是一排排的民房 再三确认之后 分浅部队垂下了三股绳索 一边系在了牢固的大树之上 另一边顺势就垂了下去 高洁一行人 依靠着城所 一个接一个地向城中调入 半个时辰以后 全员突出了广宁城 在张文艺的指路下 朝着西城门 坐着最后的冲刺 城内已经戒严 十几名八级士兵 好像发觉情况不对 大声的质问道 什么人 回答他们的是 二百多名明军 毫不犹豫抽出的战刀 瞬间 将这十几人抹杀干净 留下的骸骨 无法阻挡明军的脚步 抵达了城墙边以后 高洁命人 朝着天空 射出了准备好的响剑 漆黑的夜空 一只响剑呼啸而出 发出了撕开广宁城城防的信号 突然出现在城内的明军 让整个广宁城的守军 都变得慌乱了起来 八言被从睡梦中叫醒 什么 明军出现在城内 这 这怎么可能 快 拿我的战甲 被惊醒的八言 也顾不上许多了 即刻披上了铠甲 走出了门外 城内已经乱了套了 西城门的上空 被无数的火焰照亮 又有一计 从城西而来 副都统大人 西城门告急 在八言穿好衣服 准备上马的这个过程中 他不断地收到了一连串的军报 而听着军报所汇报的事情 一个比一个令八言脸色难看 实际上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明军是怎么出现的 西城门的状况 又怎么一步一步到了这种天地呢 以至于当他骑上马的时候 还是在犹豫 我是去西边支援呢 还是直接往东 逃出生天呢 实际上 在想箭发出的时候 已经是后半夜了 和处于眩晕混乱状态的守军相比 明军显然准备的是特别的好啊 诸词见到信号 二话不说就抄起了身旁的刀子 走出营外 军校们立刻吹起了集合的号角 明军立刻开始集结 配合城内的高节部的力量 合理攻城 速度就是胜利的希望 一炷香之内 明军便已架起了云梯 合抱着原木 朝着广宁城门而去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城门上的八旗子弟惊慌失措 慌乱地踹着那些还在睡梦中的汉民 想迫使他们起来协助守城 但看到那些八旗兵走了以后 那些汉民们便又重新躺了回去 接着睡觉 而城内 高节带领的二百个明军 朝着城门杀过去 八旗兵慌忙之间 组织防御力量和高节部展开巷战 他们用弓箭射出了阵脚 但明军显然更加悍不畏死 不顾一切伤亡 就朝着八旗兵冲了过去 高节更是身先士卒 身中三箭仍然不惧生死 硬是冲到了八旗兵的面前 是左披右侃 无人能等 身后的明军也是跟了过来 与广宁的守军展开了白刃战 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或许是因为八旗兵的战力不弱 或许是因为他们也有需要保卫的东西 在高节带人猛冲入了八旗的防线以后 当八旗兵丁站稳了脚跟以后 当一个个明军英勇就义以后 明军竟然无法再向前推进一步 高节有些急躁了 一刀砍翻一个人以后 便抬头望向城墙 他现在需要援军呢 广宁的守军显然将防御的重点 放在围剿他们这伙突入的明军身上 那么城墙上的防御自然也就弱了呀 这个时候还不攻进来 那他们可都要凉了 张文艺在这个时候还没战死呢 但是都到了这一刻了 那便只差最后一步了 距离他获得经营的军级 只差最后一步了 看着周围的同伴一个个倒下 张文艺心里一动 朝着剑弩达子用满语喊道 明军登城了登城了快跑 深夜之中谁也不知道是谁 张文艺的满语 无疑让许多八级兵信以为真 这一声之后果然起了效果 八级的防线出现了松动 一些人开始朝着城墙上看去 一些人开始退却想逃跑 高阶部的压力顿时减轻了不少 也开始逐渐冲破了敌人的防线 而此刻的城外 明军正在架起云梯 浩浩荡荡的翻入进来 助手的守军试图点燃火炮回击 只是那火药的引信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上了啥液体 点不着了这一下 怎么办 只能慌忙之中拿起弓箭回击 云梯已经架到了城墙上了 几个汉民坐着守城的样子 却暗地里帮助 明军把云梯在城墙上固定好 当第一个明军在汉民的帮助下登上了城楼 这也就意味着 广宁的防线被彻底打了 当高杰看到城墙上大明的 青天日月旗飘扬 不仅是劳累总和 而旗帜的作用 更是为了士气的提升 所有城内死战的明军 顿时感觉笼罩在一片光环之下 攻击力和耐受力提升了40% 城内达清的防线彻底崩溃 仅仅在短短的一个时辰以内 靠着明军的汉勇 硬是拿下了广宁城门 城门的线路 意味着整个广宁都无法继续固守 当八岩从都督府内来到城门的时候 就知道一切都已经完了 明军如同潮水一般涌入城中 八岩顿时勒住了缰绳 眼睁睁地看着大势已去 却已无力回天 身旁随行的家丁一个个是心惊胆战 八岩皱着眉头 望了他们一眼 思索了片刻 狠心一咬牙 拨马回头 丢下了自己的亲兵和城内的家眷不顾一切的 独自逃离 圣上万岁 大明万岁 在一片狂热的声扬之下 在明军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下 当当诸此踏入广宁城的时候 城门内的敌军已然被肃清了 地面躺着一具具尸体 既有扎着辫子的八级兵 也有死战而亡的明军将士 那些被解救出来的汉民们 在没了八级兵的武力威胁以后 更不可能横加抵抗 面对着大明天军的到来 跪拜在道路之上磕头响应 圣上 高洁的脸上还带着伤口 身上有多处的剑伤 甲咒什么的都是破破烂烂 即便如此 却也无法遮掩他激动的心情 半跪在地向朱祠叩首相迎 新国公 辛苦了 朱祠下马 亲自将其扶了起来 来人 将新国公带回后军养伤 传战旨意 所有人 即功德部 这一次 对朱祠来说实在算是苦战 哪怕是初次突袭之策 广宁之战的伤亡 肯定是超出了朱祠的想象 功劳 肯定要先记下来 这是每一个明军将士 应该得到的东西 当然 每一个军人都是人 而不是机器 一个人 是不可能时刻紧绷着神经的 工人工作需要放假 军人战争之后 需要放松 对于完全没有资重补给的朱祠来说 他们最喜欢 也必须要做的环节 那便是对百姓的截略和烧强 但是 烧杀掳掠的目标不是汉人 而是广宁城内那尽万的打字百姓 作为一个男人 正确的价值观应当是 如果自己的老婆被别人欺负了 那么就必须去欺负他们的老婆 同样 作为一个皇帝 当自己的百姓被其他异族践踏 诸此便要践踏他们的百姓 为了江音 为了嘉定 为了扬州 为了四川 被灭绝的人们 从现在开始 朱祠起身说道 朕命如等 封锁广宁 进朱打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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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军们举起长矛 共同呼喊着口号 进而分兵数路 在汉人百姓们的带领下 朝着城中央 满清达子的聚集区域而去 庆幸的是 达子一直以来 都令满汉分治 互不通婚 广宁城内满汉可谓敬畏分明 明军们一个个熟练的破门而入 所有长得奇奇怪怪的玩意儿 一个不留 而与此同时 明军出现在腹地 并且已经打到了广宁的消息 传入了沈阳 镇守着沈阳的辅政王 继尔哈朗 震惊得哑口无言 而相较于他 范文成和红成仇 更是面面相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八集 大人 据说广宁城外的明军统将将军 是大明皇帝啊 达清四大汉塵之一的张存仁说道 昏黄的阳光 照射在重振殿内 继尔哈朗 坐在顺志之下 听取着跪在殿内大臣的硬花 在多尔滚亲自离开之后 继尔哈朗 作为达清的二号人物 自然肩负起了 镇守沈阳的任务 嗯 消息可确切呀 继尔哈朗问道 确切呢 倒说不上 毕竟没有确凿的证据 并且北京那边的战况 并不能及时地传递到沈阳 所以辽宁皇帝在北京失踪的事情 沈阳方面还是不知道的 但是从草原 以及广宁传过来的情报 都在说那伙明军 可能是由明朝皇帝亲自率领的 这就不得不让张存仁 复述这种可能性了 至于是不是明朝的小皇帝 亲自带兵前来 还有待商榷 哎 这不可能 提出异议的是范文成 他出班说道 奴才以为 自英宗以来 凡有汉人皇帝 想要御驾亲征 必为群臣死见 虽欲而不能 此番明军 突至广宁 实乃牵制 我大庆入关之兵 使我等 首尾不能兼顾 故以明皇为严 又 我军回援啊 范文成说的 还算是有理有据的 吉尔哈朗也隐隐觉得 有这个可能性 范先生 谬仪 红成仇这个时候 却站了出来 他有着不同的想法 说道 臣以为 辽宁皇帝 确实不可以 常人之心夺之啊 闯贼为智京士 本以为是死地了 然其大军 却被轻易击破 足以见得 辽宁小皇帝 实有胆略啊 京城上下 群臣俯首 恐怕 无人敢谏言 暴君之行 又怎能 被智骨左右啊 那你是说 辽宁皇帝 却在广宁了 范文成听罢 有些不太高兴 不觉之间 语气就重了一些 只是 有这个可能啊 红尘仇压低了声音 说道 老鼠般的 抬眼披了 范文成一眼 这个不要脸的祸呀 拿自己的老婆 来讨好达子 真急儿丢人 他红尘仇 可就不一样了 睡过达子皇帝的女人 就这一点 就足以让红尘仇 非常鄙视范文成了 不过 他忘了一点 大玉尔的男人呢 又不止他一个 就譬如 远在宁远的豪阁 在看到 嘟尔滚过了以后 眼神中 有着难以掩饰的敌 豪阁在后军 负责粮草运输一事 也就是 粮末队 这个工作 并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 对于一个满八旗的将领来说 确实是耻辱 这就意味着 前方的功劳 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多尔滚对他的打压 可真是毫不掩饰啊 想到这段时间的种种 豪阁十分的不爽 在表里不一的迎接着 多尔滚途经此地以后 甚至于 当着他的面 也忍不住挪语说道 啊呀 哼哼哼哼 摄政网 您个儿竟然没有自己 在圣经快活 某人真是 佩服 佩服 豪阁话中的讽刺 很明显 多尔滚手下的正白旗亲兵 听到之后 炎炎有着怒色 瞪着豪阁 带着杀意 却被多尔滚 制止了下来 豪阁已经是落水狗了 并且是个白痴 多尔滚并不觉得 他是自己的对手 收拾打压 那是肯定需要的 但是却不急于一时 八旗还需要统一 在豪阁队 蓝白四旗 仍然有着一定影响力的时候 多尔滚并不想让八旗内部 产生劣迹 等到关内大定之后 这些会影响到 顺治统治的不利因素 都会一一减除 注意你的言辞啊 豪阁 诽谤 会让勇武的满洲勇士们 比 回呛一句之后 多尔滚没有再搭理豪阁 转身离去 而豪阁冷冷地哼了一声 望着多尔滚的背影 带着吃笑 心想到 别人都说你多尔滚聪明 但恐怕你也想不到的是啊 大清的皇帝 可是他豪阁的种啊 跟在多尔滚身后的敖拜 表情有些复杂 每次多尔滚和豪阁的针锋相对 都让他坐立不安 在两人分开以后 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想到顺志的真实身份 算了 这事啊 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了 不然 他的小命 可就不保了 还是回到重政殿内 吉尔哈朗 仍在和众臣讨论 如何应对广宁明君一事 奴才以为 必须要派援军去广宁啊 广宁一事 圣经再无屏障了 等到明君兵临城下 圣经威夷 范文成谏言说道 同时呢 还应该向摄政王求援 围剿明君 啊 若是让入关大军 得知广宁之事啊 恐怕会动摇军心呢 中原便再难拿下了 张存仁听到有些反对 哄 如若不然 圣经若要有失 你张存仁 可担得了责任吗 确实 现在知道一会儿明君就在广宁城外 这通知和不通知前线 看起来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突然的变故 让基尔哈朗如梗在喉 但是 基尔哈朗作为达清内部 各势力联合在一起的万能交 他考虑的是 如果圣经一旦有什么变故 所带来的影响 绝非只是丢了一个城池而已 那将演变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中原嘛 可以再等一等 但八旗要是不团结了 太祖的基业都将毁于一旦 另外 如果大明的辽宁皇帝真的在广宁 那么灭杀 或者擒拿了辽宁皇帝 比打下中原的几座城池 可更有价值 本王知道了 来人 即刻派人向摄政王通知此事 他下的命令是通知而已 基尔哈朗相信 多尔滚在得知此事以后 能有着更加妥善的安排 然后便是商讨 如何应对广宁明军的问题 他下令说道 光宁恶守草原 乃是辽东的门户 实不容有失啊 卓朔赛领布前王之园 卓 无论是多尔滚 还是基尔哈朗 都对着朝政 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在这里 是绝对不会出现 明亭中的党争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做好了应对明军的部署 沈阳 作为达清的圣经 即使被多尔滚抽掉了军力 仍然助手着可观的守军 都城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即使不用担心外敌 内部的治安也要维系 以至于还有余力 分出一小撮的军力 支援被明军冰封锁制的 广宁城 而在广宁之中 明军在一夜之间 血洗了广宁之后 短时间内就开始整顿军务 粮草的补充 军队的精简和调整 伤兵的旧职 阵亡将士的埋葬 一一展开 武库之中 还有着一些必要的兵甲器具 可以为大军提供有限的补充 甲昼都是达清军的制式装备 不得不说 在甲昼的制作工艺上 不知道从哪里弄到钱的剑奴 所提供的护甲 要比明军的护甲结实多了 不过相比于后世程度 诸词更在意的 是可以利用这些达子军的 互投互甲 做一番文章 启禀圣上 广宁城的副都统八燕逃跑了 实在是属下失职 明军的将校跪地说道 向诸词汇报 诸词听罢倒不是很在意 现在时间才是关键问题 于是下令说道 传阵口谕 即刻将军出征 不得有误 所谓时间就是金钱 拿下广宁只是战略节奏的一个关键节点 接下来的战斗才是重重之重 沈阳 当然剑奴已经改名成为了圣经 但是作为大明的皇帝 连剑奴的伪卿都不承认 怎么会承认他的圣经呢 原本诸词觉得 这次远征的目的 最低的目标是在辽东烧杀抢掠一番 迫使剑奴回撤 能不能拿下沈阳完全随缘 但当大军出了广宁 彻底进入了辽东之后 却有这一种难以言语的澎湃心情 好不容易打到了这里 如果只是烧杀强掠而已 那实际上 对剑奴造成的创伤就并不严重 他们只需要好好修养一段时间 又能够恢复如初卷土重来 国内的局面如此的不堪 想要安内 就必须将剑奴先给干成残废 狠狠地干 把剑奴干得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叫 那这么说的话 就必须要拿下沈阳 多尔滚或许并不在城中 但顺治这个小娃娃肯定是在的 除了顺治以外 城内肯定还有那些跪点饼子的汉奸 红城仇之流 还有最后一个漏网之鱼 进上皇家 拿不拿得下沈阳 区别可太大了 明君很累 诸子也很累 但哪怕睡在马上 也不能再在广宁继续耽搁着了 恐怕这个时候 沈阳那边还没能得知广宁失守的消息 兵贵神速 诸子 亲率三千名军 作为前军 换上了达子军的甲州 打上了达青的旗帜 直接率军 向东直扑沈阳 后军 由富商的高捷殿后 带着伤员 紧随而行 快快快快快 拿下沈阳 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军校喊道 开始催促着全员动作了起来 广宁城内兵甲涌动 向着东城门汇聚起来 刚准备出发 听说准备急速奔袭沈阳的高捷 就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请命前军 圣上 臣可否随驾在前军呢 在昨日的战斗 高捷身心士足 剑伤三处 刀伤七处 不过 好在兜不致命 简单地包扎以后 就跟个没事人一样 这会活蹦乱跳 星果果 伤可好了 朱慈盯着高捷 担心地问道 高捷正了正头盔 脸上带着笑容 说道 多谢圣上关心 都是些小伤 你看 不碍事的 臣还提得动刀 朱慈不知道 高捷怎么突然这么积极 但是 作为带过来的大将 不管他是出于 怎么样龌龊的想法 有积极性 总归是好的嘛 好 新国公 既然请命 朕又怎能不答应呢 只是新国公 还需保重身体 勿要让朕 折损一员大将 臣 谨记于心 高捷 见到朱慈 答应 吟有喜色 立刻说道 朱慈 跨上的战马 三千人的皇位 骑兵营 开拔 目标 直直 沈阳 除了朱慈之外 包括高捷在内的众军士 都穿上了八旗铁甲 朱慈 并又穿 一来 哪怕是乍成 也用不着他去冒险 就算他想冒险 也会被众将给团团围住 不让去 朱慈 可不能死 无论是其他人 还是朱慈自己都很清楚这一点 要是群龙无首 肯定会全军覆没 就算再热血 也不可能干出这样的傻事来 二来呢 朱慈作为大明的皇帝 穿着敌人的装束 等于折损了政治资本 内心有着某种洁癖嗜好的朱慈 最终放弃了穿上八旗军甲的想法 当然 除此以外 朱慈觉得八旗的军甲不好看 具体说来 是怎么样式的呢 八旗的窥帽 用的是铁制品 笨重 但是能遮掩 没有剃发的脑袋 表面抹了一层油漆 窥帽前后 各有一梁 额前正中 突出一块遮眉 其上有五情 即副碗 赴碗上行似酒中的盔盘 盔盘中间 竖有一根插鹰枪 凋零 或赖尾用的铁或铜罐 后垂石青等色的丝绸护领 护颈 以及护耳 上面 袖有纹样 并追以铜或铁炮钉 铠甲 分甲衣和围伤 甲衣肩上装有护肩 护肩下有护叶 另在胸前和背后配一块金属的护心镜 镜下前肩的接缝处 另配一块T型护肤 名叫前挡 腰间左侧配左挡 右侧不配挡 留作配弓箭囊等用 围伤分为左右两幅 穿石用带细于腰间 在两幅围伤正中间处 附有质料相同的虎头臂膝 这就是八旗军 普通士兵的军甲了 材质上 效仿明甲 质量过关 外观上 有些不伦不类 丑的一批 也只有等到 苏玛拉顾没事的时候 兼职做了服装设计师 达清军的服装啊 才有了一定的改进 和明军士兵 只有前后甲相比 达子的护甲 更加全方位 也科学了许 看来 等到回国以后 明军的铠甲 出此要亲自 抓一抓改良了 怎么着 也不能让明军的制式装甲 比达子还弱吧 当然了 这都是后话了 前军进行高负荷的行军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 在广宁陷落的消息 传到沈阳之前 直接打他个措手不及 高杰不怕伤病的跟着朱祠的前军 随行 很显然 是有个人目的的 一上午的时间 前军奔袭了接近70里地 这已经超越了正常行军的两倍速度 这种状态 不可能保持得很持久 也只有目标 极其接近的时候 短时间内可以这样玩 目前 距离沈阳还有300里地 即使如此 整个大军 已经有些人困马乏 显然半天 70里的速度 对于人马来说 都是高强度的负荷 一些马匹 出现了蹄子冲血的现象 即使是每人一匹马的情况下 这么行军呢 也是有些勉强 圣上 臣有句话 不止当讲话 趁着中午在河边 印马休息 高杰突然对朱祠说道 虽然朱祠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常人悟尽 但是 无数个日日夜夜 朱祠在军营和大家同吃同住 早已经有了某种深厚的情谊 朱祠远没有寻常皇帝那么难以触摸 上至将领 下至小兵 都能切身体会到自己 到底在为谁而战 每个将军 都有每个将军的带兵之法 有些人严厉 有些人狡诈 也有些人 只是把士兵当作工具 为了胜利 不择手段 朱祠学的是无企 至少 他从小并不是养尊 处优长大的 做到无企这一点 并不困难 朱祠抬起头 望向了高级 还不知道 他的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说道 新国公 可曾听说过 本木太 啊 本木太 什么东西 布木尔太 朱祠笑了笑 摇了摇头说道 朕 未曾耳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十九集 书接上文 高洁跟朱祠说了 本木太这个名字 看到朱祠的反应 他也是一愣 哈 圣上竟然不知道 这让高洁 有些没有想到啊 不过想想也是 圣上是何须人也啊 啊 那是日理万机的存在啊 对吧 又怎么会和 凡夫俗子一般的想法呢 没错 高洁虽然已经贵为国公 却仍然觉得 自己是凡夫俗子 所谓的凡夫俗子 就是要遵循三光的政策 看到金银财宝 双眼要发光 看到不爽的人 要把他们杀光 看到漂亮的女人啊 要把他给八光 这就是他所谓的三光 还没有出发之前 高洁就不知道 从哪里听了这么一句话 平生不择 本木太 叫做英雄 也失败 不但他知道这句话 现在 全军的将士 恐怕没几个不知道的 刘炎的传播 将本木太 塑造成了一个拥有 绝世容颜的女子 是个男人 见到女人都喜欢 而听过上面那句话的人 其实都有一种冲动 那就是 即使睡不到本木太 那也得看一看 这本木太 到底是个怎么样的 绝美女人呢 不过 人家既然叫本木太 那就必然是 达子的女人 所以 这不是 想见 就能见到的 甚至于说 所谓的本木太 存不存在呢 现在都成了一个问题 然而随着 皇位骑兵营的将士 逐步推进到了辽东 对于本木太的传言 也就逐渐多了起来 大家都在打听 本木太 这到底是谁呀 在哪能看到啊 汉地里没人知道 这达子 总该知道吧 你还真别说 在大家众志成成的努力下 还真让他们给打听到了 那个叫做哈敏多的剑奴狗 他就知道 本木太是谁 但话说回来了 哈敏多知道本木太是谁 实在不足为奇呀 实际上这本木太 现在就是皇太极的女人 至少啊 名义上是皇太极的女人 现在就是当今达清皇帝的老娘 得 结案了 八卦的骑兵营将士们 很快又再次把这个事情给传开了 谣言中的本木太真的存在呀 就是达子的太后 我靠 这太刺激了 那目标就很明确了 既然是太后 那肯定就在沈阳 没跑了 这个传遍了全军的谣言 给了所有人一个目标 那就是 拿下沈阳 去看看本木太到底有多美 这也许就是下半身思考的高级 哪怕不顾伤痛 也要跟着前军抱朱瓷大腿的原因 他怕圣上太英勇了 等到他跟着后军到了沈阳 梦想中的本木太 估计就没他什么事了 哎 新国公 本木太到底是何人呢 诸词仿佛不知道一般 敲了敲高级的铠甲 又一次问了起来 啊 圣上 回圣上 诶 据说这个本木太呀 是达子的太后 原名叫做布木儿泰 美艳无比 国色天香啊 哦 竟有此事 朱瓷瞪大了眼睛 问道 新国公 你见到过 哎 不不不不 这这这没见过 没见过 哈哈哈哈 高级把脸一沉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说 只是说 哎 圣上 只是啊 军中 已经有所传颂了 说什么 平生不择本木太 叫做英雄 也失败 以至于现在 军中的将士们呢 恐怕此刻都在想着去沈阳 见一见 达子的太后 到底是何 到底是何模样 哦 是吗 朱瓷面无表情 平静地说道 不会是新国公 想着把那本木太 那为小妾吧 哎 哎 怎么敢呢 哈哈哈哈 高杰仿佛被踩了尾巴一般 差点跳了起来 哎 高杰也就是想想 虽然他很好色 经常在外面踩花 但是 那也从来不敢往家里待呀 那不就是祖子的节奏 更何况 那是达子的太后 那要真是那为小妾了 这酸爽 谁受得了啊 嘿嘿嘿 陛下别误会 臣啊 只是觉得 既然军中有此传闻 不如 圣上将本木太 许给有功之人 则士气 必然大振 嗨 就这事儿 行 朕准了 谁第一个进了沈阳 准他和那个什么 本木太 春宵一度 朱瓷连个杯都没有打 立刻答应下来 对于这种提升士气的许诺 他毫不吝啬 至于大玉儿 他可是没啥想法的 掐指一算 大玉儿这会儿 都起码三十多了 和他现在嫩嫩的身体相比 那就是个老阿姨 或者说 是人妻 朱瓷又不是曹总啊 非要和人妻过不去干啥 朱瓷这爽快的应允 让高杰十分的激动 就差拍巴着叫好了 干劲十足 掉头末身 直接传令全军 在赫尔蒙的刺激下 行军速度再次提升 时有歌谣流传军间 在枯燥的行军过程中 将士们互相传唱 过蒙古 大草原 汉家男儿凶名传 沙达子 灭北蛮 破了广西 把酒干 大陵和尚大虎山 沈阳成高 一丈三 大明日月 当空照 嘿嘿嘿嘿 嘿嘿嘿 这首诗通俗易懂 快知人口 高杰自己念出来 都觉得倍儿爽 唱出来 那就更爽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人 才做出来的 总之 在这一次的强行军中 这个歌谣 竟然传遍了全军呢 如此粗俗不堪的歌 诸词 自然 颇为不屑 实在是辱墨了斯文 虽然他自己 也偶尔编两个打油诗 埋台埋台 离闯什么的 但现在呀 还真没这个兴趣 转眼 来到了四月二十九 大军经过了 一天半的强行军 竟是直接奔袭了 二百多里地 此刻 距离沈阳 已经不远了 只是在过了辽河之后 却是突然 出现了状况 迎面 来了一列军队 在绕过了一个小小的山口之后 突然出现在了面前 双方似乎都没有派出哨探 就这么打了个照面 朱祖不派哨探 是因为大军行动太过迅猛 就是一股脑子挺进 根本没有条件派出哨探 哨探跑得还没他们快 朔赛 不派哨探 是因为 他完全没觉得 会在这里出现敌情 当然 本来打算去支援 广宁的朔赛 现在也没觉得是遇到了敌情 毕竟 迎面走来的朱祠全军 打着达青的旗号 身穿的是一身的八旗甲轴 除了为首的那个人以外 其他人都是这样的 于是 先入为主的朔赛 暂时还把对面 当作是友军 哎 哪个不许的 朔赛部的人 朝着朱祠那边喊道 当然 明军呢 是没有立刻就回信的 毕竟对面说的是满语 他们也听不懂啊 朔赛定眼观桥 看到他们这伙人 都是骑兵 第一印象 感觉有可能是蒙古八旗的人 哎 但是 甲州的样式 又似乎是满八旗的人 再往上看看 仔细瞧了瞧面样 哎 这长得 怎么又他妈的像是 汉八旗的人呢 三不像啊 啊 朔赛骑在马上 有些疑惑 声杀 怎么办 高级压低了声音 问道 这还能怎么办呢 朱祠也没想到 会在抵达沈阳之前 突然遭遇敌情呢 估摸着 应该是派往广宁的援军 这回突然的遭遇 意味着不得不战 无论胜负 这次奔袭 恐怕都起不到 应有的效果了 得了 管他那么多了 干他呀的再说 想到此 朱祠向高杰做了个手势 请我号令 上 三千伪装成八旗的明军 在停顿了片刻之后 开始加速 朝着朔赛的布局 就握了 释放出来的杀器 几乎没有任何的掩饰 朔赛是完全没有准备呀 等到他想准备的时候 等到他看清 那些八旗兵的真实面貌 意识到是敌人的时候 就已经晚了 总有人把 达青的旗兵夸得是神乎其神 实际上 在每一次的战役中 发挥最大作用的 是达青的重装步兵 绰号三色碑 白红黑三种颜色 这三种颜色和棋色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三种颜色代表着他们的等级和精锐的程度 黑色代表普通怪 人数占比五成 红色代表稀有的精英 人数占比四成 剩下的一成就是白甲兵 也是最为精锐的 也被称为巴亚拉 骷髅级别的 数量很少 据说杀了会爆屠龙宝刀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朔赛带领的这群援兵 数量上有几千人 只那白色的巴亚拉 都有几百人 不过朱慈胜在率先开团 占据了先手 有用没用 先来一波输出 秒了ADC再说 由于突袭迅速 没给朔赛足够的反应时间 以至于达清最为优势的攻射阶段 被直接跳过 强行转入了白刃战 三千重甲步兵 被冲了个七零八落 不得不各自为战 朱慈自己也上 这是自进入蒙古以来 少有的遭遇战 对手又是达清的精锐八旗 即使是掌握先机 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以皇帝的身份 亲自冲锋砍人 最大程度的提升全军的战斗力 明军骑兵 冲入敌阵 三色飞们惊慌失措 在第一轮的冲击下 八旗军的阵列 就已经完全散掉了 根本无力组织起 有效的抵抗 长枪与战斗 在空中挥露 鲜血与残肢 不断的绷建在各处 红黑步兵都很普通 只套了一层甲的他们 被裹挟着速度的长枪刺穿 一颗一颗 或是贯穿了他们的头颅 或是在他们身上捅了几个窟窿 看到他们倒是来什么困难 困难的是白甲 把牙拉了 只见他们身套三层锁子甲 真是着实的重装 那身上硬的像龟壳一样 一个明军骑兵 喊命的猛出之下 竟然都没能破防 那名白甲兵 甚至有空伸出手类 握住了明军骑兵的长枪 硬是用蛮力 将他拖拽下马 其他的明军将士想要救人 但同样的 龟壳一般的甲咒 让白甲兵免疫了大部分的伤害 长刀长枪 在其身上发出铿锵的声音 却难更及一步 不知道是谁 这时候喊了一句 赶他的脸 明军们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 看他的甲是没有什么用的 只有那外露的老脸 才是最大的弱点 最终 终于有人把又长又硬的长枪 戳进了白甲兵的嘴里 终结掉了他的脸上 白甲兵实在是个硬骨头啊 也是八旗的核心 即使是冲散了他们的阵型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干死的 那强大的单兵作战能力 足以牵制住 数名骑兵的围杀 这也告诉我们了一个道理 出肉啊 才是王道 诸子亲自冲阵 也是左披右侃 一敌之载 给他加了五成的暴击点 当诸子 把战刀 披向一名白甲兵的竞甲之后 硬是依靠兵器的锐力 直接破防 颈部喷出了血柱子 让白甲兵捂着脖子跌跌撞撞 最后倒在了地上 连番砍杀之下 诸子这个并不强壮的皇帝 依靠着神装 竟然也打出了二零九的战绩 朔赛的三千众 崩了 哪怕有着白甲兵在其中 也阻挡不住这种崩盘 实际上 诸子和众明军遇到的抵抗 只是一小股 其他的八旗兵 在遭受了突袭 并且阵型无法汇聚的情况下 便已经溃散了 溃散的时候 又没有降临组织反攻 更加难以遏制溃败的趋势 朔赛眼看不妙 便带领着一些骑着马的精锐白甲兵 朝着沈阳逃窜 诸子剑撞 令大步青角残兵 自己领着数百经济前去追击 实际上 诸子还有着幻想 那便是全监遇到的这些剑奴 那么他便装奔袭沈阳的计划 还有气 况且 所谓的白甲兵 实际上是作战重装不起 他们配备了马 但却并非骑兵 厚重的锁子甲 给他们提供了强大的防御力的同时 也是拖慢了他们的速度 在这追击的过程中 诸子带领着的明军青骑兵 逐渐拉近了和朔赛之间的距离 他妈的 不是说明军还在围攻广宁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我不配 朔赛心里是骂骂咧咧的 他真想干死基尔哈朗那个老不死的 从沈阳收到明军攻打广宁的消息 到他整装出征援助广宁 这才两天的时间了 他觉得他的行动已经很迅速了 但是此地距离沈阳连一百里都不到 在这里就遇到了明军 连想都不敢想 这怎么可能呢 啊 然而现实让他不得不接受 望明已经失手了吗 而且明军准备突袭沈阳了吗 或许是的 但是这都不是朔赛需要考虑的了 他现在想的就是逃命 马不停蹄的跑 他才十八岁 人生大好的岁月还没享受到呢 怎么能折在这里 不过说起来 朔赛的发育还是良好的 最起码从小接受的是严格的军事训令 拉起来强攻倒是轻而易举 眼看着朱瓷待人 离他是越来越近 都要啃到他的屁股 朔赛心里一横 抽出了弓箭 拉了个满园 目标直接描向了那个看起来最风骚的朱瓷 毕竟就他一个不穿八旗的军服 想起来也是地位独特 那酝酿了朔赛 举力的攻势 猛地从前方蹭了过来 嗖的一声 割裂着虚空 上上小心 似乎是有人喊道 朱瓷听得清 却没有办法做出太多的反应 剑枝的飞驴似乎不到一秒 但这个过程 却让朱瓷感觉不妙 剑枝在他面前放大 锐利的尖端 带着凛冽的寒光 剑头入肉的声音 鲜血洒剑 朔赛一剑 将剑枝射入了朱瓷坐骑的码头 入肉三分 疼痛让战马扬笛思鸣 朱瓷直接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撞到了一根树木以后 才停了下来 圣上 众人喊道 纷纷执住了战马 在看到主帅受伤之后 没人想着继续去追击了 朔赛看到后面的明军不追了 心里也松下了一口气 但相对的 他也警惕了起来 这里距离沈阳如此之近 明军想要偷袭沈阳 军情紧急 他必须立刻通知沈阳 做好任何应对的准备 包括明军 有可能伪装成八旗军的片城行为 都需要防范 而另一边 被射下马的朱瓷 状态不是很好 当众军校下马围过来的时候 朱瓷已经仰面躺在了地上 脸上沾满了地上的尘土 还残留着不少的血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集 俗话说 武功再高 也怕菜刀 装得再屌 一砖撂倒 再俗话说 人在江湖票 哪能不挨刀 朱瓷自从穿越过来以后 便是各种的浪 能够不掉到水里淹死 已经算是奇迹了 还想事事如意 那是不可能的吗 早晚得翻车 这一次就翻了 一心只想着攻克沈阳的朱瓷 确实是冲动了 亲手砍了几个白甲兵以后 又让他有些膨胀 膨胀的想着全歼敌军 追击敌军的同时 连身边的亲兵保护也不用了 带头玩命往前冲 于是被放了冷箭 摔了下去 头盔也掉了 头也被碰了 流了很多的血 本来强行奔袭 就让朱瓷颇为疲惫 这么一来 朱瓷双眼一黑 便晕了过去 朱瓷做了个梦 梦到了前世 记得那还是很小的时候 他有一个妹妹 每天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追 哥哥哥哥地叫个不停 那种当哥哥的感觉真的很好 只是当父母离异之后 跟着父亲的朱瓷 便再也没有见到过妹妹 或许已经忘了吧 但当他来到这里以后 当招人天真的笑容 在他的心里绽放之后 朱瓷仿佛带着泪 记起了什么 记起了 他也曾经有个妹妹 那几乎已经快要忘却的妹妹 或许便是那种早已 支离破碎的记忆 让他在无论何时何地 都如此的执着 执着地保护着某些东西 执着地为他们撑起一片天空 黄兄 招人向着朱瓷跑了过来 那声音让朱瓷心生暖意 他蹲了下来 张开了双手 将招人迎入怀里 黄兄 黄兄怎么还不来找招人 招人想黄兄了 黄兄很快就来找招人了 真的啊 可是黄兄会不会又把招人丢下来 虽然带着些朦胧 但朱瓷仿佛看到了招人 那可怜兮兮的小脸 心中不觉一通 不会 朱瓷断然地说道 朕永远不会把招人丢下来 朱瓷似乎听到耳边银铃般的笑声 喂喂喂 似乎又有些断断续续 快用抱吧 朱瓷下意识地想要将招人抱起来 只是猛地一用力之下 幼小的招人竟然纹丝不动 尴尬 再一次用力 才堪堪把招人稍微抱起来一点点 这重量让朱瓷有些诧异 和招人的身板明显不对等 韦若 你最近吃了什么 这么重 回答朱瓷的 是招人那无辜的表情 主杖之中 毛龙儿的心 提到了嗓子眼 他作为 明军从查哈浩特 搭救出来的汉人女子 一直在后军 负责照顾伤员 由于懂得一些医术 又救活几个重伤的明军 在后军之中 颇有些名声 有些受到过他救治的明军士兵 亲切地称呼他为 小医仙 还有些 对外表颇为清秀的毛龙儿 有些想法的明军士兵 则更加亲切地称呼他为 毛妹 当然 这些不重要 本来后军的行军速度并不快 许多后军的士兵以为 这个时候 前军或许在圣上的带领下 已经拿下了沈阳了 不过在渡过辽河之后 却在那边和前军会合了 据说圣上在追击敌军的时候 受伤昏迷 从上到降效 下到士兵 都被这一消息所震惊了 幸好还有新国公高杰在 及时稳定住了军心 立刻从后军中抽掉所有懂得医术的人 对诸慈进行专家会证 毛龙儿也在其中 首先便是耗脉 在亲兵和高杰的监视和保护下 军医轮流给朱慈耗脉 轮到毛龙儿的时候 突然就发生了变故 却见那昏迷不醒的朱慈 说了几句梦话之后 突然把毛龙儿拦腰抱住 言语泥泥 微弱 你怎么这么重呢 黄兄快要抱不动了 腰也这么粗了吗 原本正在小声讨论朱慈病情的军医 看到这一幕 顿时是鸦雀无声 双眼瞪得推圆 紧紧地盯着简易床铺上的朱慈 还有被朱慈拦腰抱住的毛龙儿 吞了吞口水 毛龙儿从脸红到了脖子根 双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他能感觉到朱慈那粗重的呼吸 喷在他的肚子上 那种感觉让他整个大脑 都处在一种极度缺氧的状态下 注意到周围还有那么多人看着他 毛龙儿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要说不想把他推开那不可能 但是这是皇帝啊 他也不敢呢 就这样僵持着 他又感觉实在是羞死人了 这个时候 高杰咳嗽了一声 挥了挥手 让其他人退下 大家看到皇帝似乎也没什么大碍呀 都是松了一口气 所谓上天有成人之美 高杰作为老司机 还是很懂得颜色的 除了毛龙儿本人之外 包括高杰自己都走出了帐篷外 以他驰骋江场十几年的经验来看 总感觉会发生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 不过当高杰走出了帐外 又停下了脚步 哎 心里回过味儿来了 这么离开可不是个事儿啊 那个毛龙儿毕竟不是自己人 万一有什么歹意可怎么办呢 对 高杰捶了一下手心 打定了主意 安自说道 哎 圣上的安慰可不能马虎呀 说到这儿 高杰转身走了回来 在帐篷外面掀开了一个小角 偷偷地观察着里面的动静 防止可能出现的意外 这个时候朱瓷似乎还没醒呢 但是抱着毛龙儿的手却没有松开 毛龙儿见到其他人都走了 脸色是更加的通红 双手都在打颤 年方二八的他 从来没有被男人如此近距离地触碰过 并且是身为大明皇帝的男人 一时之间 毛龙儿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朕绝对不会丢下你不管 哪怕与天下为敌 哪怕双手燃满鲜血 哪怕舍弃了性命 朱瓷一直在说着梦话 毛龙儿感觉自己都湿了 是的 他的肚子上的衣服是被眼泪打湿了 他低头看向了朱瓷 那棱角分明的面容却带着泪水 原来皇帝也会流泪 那高高在上的王者 也会像普通人一样 有着普通人一样的感情啊 毛龙儿的内心 不觉间受到了冲击 在手足无措之后 竟是抬起手来 替圣上抹下了那眼角的泪水 温的皇帝也是人啊 他要拼命保护的又是谁呢 圣上应该没有事了 他只是太累了吧 毛龙儿想开口劝说 却最终忍了下来 圣上需要的是好好地休息 他试着轻柔地将腰上的手拿开 却在这个时候被反扣住了手腕 使剑身下的朱瓷 突然间睁开了眼睛 朱瓷的鼻息间 闻到的是一股香味 手心中是一抹的柔软 招人的笑容在面前散去 他睁开眼睛 迷茫地看着四周 这里是什么地方 被打散了的记忆 很快在朱瓷的脑海中汇聚 最后一幕 是被达子将军射中坐骑 然后 便不记得 不好 朱瓷猛然坐了起来 回望四周 但见是一片乳白色的帐篷之爪 确实和以前的行军帐篷 别无二致 朱瓷一时间搞不清楚 目前的状况 以至于内心有些焦躁不安 抬头看到面前的女子 她已经跪了下来 并低着头轻声说道 先生 什么状况 朱瓷没来得及多想 女子又是何人 朱瓷也没工夫多问 她简单地穿上衣服以后 对着外面喊道 新国公何在 高洁一个猎血跌了进来 哎呀呀 圣上 圣上龙体安康 真是天佑啊大名啊 高洁带着抱歉的笑容 说了一句冠冕堂皇的话 朱瓷扶着额头 那里有着简单的包扎 微微有些疼痛 不过 这个时候 对她来说 已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什么时候了 回圣上 已是五月初二了 啊 五月初二了 这么说来 昏迷已经两天多了 兴国公 何有敌情 禀圣上 臣已令少计四处查探 方圆百里 未有敌信 高洁说到底还是带过兵的 即使没有诸子掌舵 对于基本的用兵常识 他还是能做到的 好 距离沈阳 还有多远 圣上 不足百里之遥 圣上未醒 臣不敢令大军妄动 高洁回答道 他是抱着诸子大腿的 虽然他会带兵 但是 这种指导黄龙的工作 以他自己的能力 是完全没有信心拿下的 在诸子醒来的那一刻 高洁 终究是松了一口气 不然的话 迫不得已 高洁只能原路返回 但他可没信心 带人在草原上横冲直撞 最起码他知道 回来的路 肯定比来的时候 艰难多了 达子只要守住关口 他们这些人 都得壮烈牺牲 粮草呢 诸子又问道 上上 后军带来了不少粮食 五六日的用度 是足够的 更何况 达子还没来得及 兼壁清野 或可劫略附近的达子百姓 补充用度 诸子 一一问过高洁 这些重要的问题之后 淡定了下来 虽然已经错失了 急速奔袭沈阳的时机 但军队还掌握在手中 事情还没演变到绝境 从那天的追击战中 诸子吸取到了教训 那便是 许多事情绝对不能急躁 作为一个君主 冷静地面对任何状况 才是诸子应该拥有的性格 但沈阳仍是势在必得 只是现在 不得不转变一下计划了 看了一眼 仍在战战微微地 跪在一旁的毛龙儿 诸子没多说些什么 睡梦之中 他似乎对这个女孩 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不过现在 显然不是考虑那些 乱七八糟事情的时候 诸子很忙的 他起身 披上了战甲 朝着主仗之外 走了出去 并立刻下达了命令 传 朕的旨意 全军开拔 拿下沈阳 说罢 就只剩下毛龙儿 还在帐内 他望着诸子的身影 摸了下肚子上 还没有干掉的水渍 却是在 想些什么 诸子的复苏 无疑给了全军 最大的强心针 那不仅代表着 至高的皇权 并且 给了他们 战无不胜的信念 只要有诸子在 就足以让他们 爆发出超强的斗志 拿下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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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军听到诸子的号令以后 纷纷呼喊 实际上 五月初一的时候 朔赛便逃回了沈阳 明军出现在距离沈阳 不足一百里的地界 无论是高高在上的 辅政王 纪尔哈朗 还是留守沈阳的大臣们 都为之震惊 甚至 坐在龙椅上的顺志 都被吓得是 哇哇大哭 纪尔哈朗 是四月二十九日的时候 接到广宁的告急军情 这才短短的两天时间 明军这是会飞吗 会不会飞他还不知道 但现在的沈阳 必须要严阵以待 朔赛的三千人 几乎于全军覆没 而此时沈阳的守军 已经不多了 当然 竭尽全力 赶压着上架般的 动员全城百姓 帮助守城 也是可以的 不过 无论如何 沈阳的防御 看起来仍然显得十分的薄弱 这种虚弱 让纪尔哈朗冷汗直冒 他在思考 沈阳能守得住吗 奴差以为 明军突袭致齿 定是强弩之末 且明军 俱为骑兵 不善功成 沈阳成高 绝不会轻易陷落呀 张存人 出班说道 沈阳以为 明军用兵诡异 潜入蒙古 后克广宁 兵行神速 绝不可大议 红尘筹 则出班如此说道 从始至终 红尘筹 在做了汉奸之后 在汉臣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眼光 都是很独到的 他和范文成 不是一个级别的 至少在学历上 红尘筹 是堂堂的 进士班出身 而范文成 只是个受不了 汉人高考压力之后 钻少数民族 控制的秀才 红尘筹觉得 应当重视这股明军 他们的效率高到 令人恐怖 如今直扑沈阳 若说没有一定的凭借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明军来的时候 据穿着 八旗甲州 想必其有诈成之意呀 朔赛这个时候说道 如今已被我军识破 其技已难为之 继尔哈朗点了点头 对朔赛的说法 表示赞许 想必明军拿下广宁 也是靠着 诈成之类的诡计吧 如今又想对 沈阳 故技重施吗 他们现在已经 有所警觉了 明军若还想 靠着诈成来玩 恐怕只能 一笑大方 红尘筹并没有再多说话 提醒一次也就够了 多了只能招人烦 这股明军 或者说 基本已经确定 辽宁皇帝所带领的 这股明军 绝对不会那么简单 明军一知此戏 再难成功 恐怕已经慌乱的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吧 范文成冷笑说道 或许啊 他们现在正在想着 怎么逃出生天 沈阳 哈哈哈哈 他们万万不敢取 范文成的话 让众人都觉得 的确是有这个可能 只要明军 没有进攻沈阳的打算 一切都还好说 等到大军回笼了 这股明军 只能等着被包饺子 五月初三 范文成的预言 似乎并没有奏效 本以为明军 已经前驴技穷了 但当那些明军 穿着大明的志士甲咒 出现在沈阳城外的时候 吉尔哈朗无疑心中一跳 该来的终究是来了 吉尔哈朗叹息了一声 作为最高官员 他不得不亲自出面 迎接明军的到来 沈阳城下 人马鼎飞 那真是锣鼓轩铁 鞭炮齐鸣 红旗招展 采齐纷纷 朱瓷的大军 大大咧咧的 开到了沈阳的城下 拉开了 沈阳攻坚战的序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一集 老沈阳们都知道 沈阳有一个大溪门 这个大溪门啊 在沈阳的溪边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实际上 大溪门的学名 叫做怀远门 根据奇门遁甲的方位解析 怀远门所处的位置 实际上是死门 所以当有犯人 需要处以死刑的时候 都需要经过怀远门 意味着在鬼门关上 走一遭 朱祠兵临怀远门 实在是有些不吉利 不过 无论是朱祠还是高杰 亦或者是其他将士 对于八卦之类的东西 却是一知半解 根本就没考虑那么多 之所以来到怀远门呢 仅仅仅是因为怀远门 比较近而已 但站在城门上的范文成 可就笑弯了腰 看看看看 明君不过尔尔嘛 攻打死门 他们这是 咨询死路 红成仇在意的 倒并不是周易八卦的问题 他在用他那五点四的势力 仔细观察着 明君之中最为特别的一个人 早有传闻说 那伙突入辽东的明君 乃是辽宁皇帝 舍身犯险 欲驾亲征 军报不足为信 也有可能有谬误 只有亲眼所见之后 才知道是不是真的 在整个沈阳城中 能够确认辽宁皇帝身份的 也就只有红成仇了 红成仇还记得 那是崇祯十四年春天的时候 那一天 京城下了冬天之后的 最后一场雪 在这一天 向来只穿悬衣的崇祯皇帝 恭恭敬敬地穿上了龙袍 带着百官为即将出源 辽东的红成仇践行啊 那一次的事实规格 十分的隆重 甚至于说 连当朝的太子 也跟随在崇祯的身旁 足以见得 崇祯对红成仇的信任 和倚重 红成仇 被寄托了 崇祯的全部希望 他在记忆之中 翻出了太子的长相 红成仇隐约地记得 那个时候的太子 还不过十二三岁的年纪 举止大方 温文尔雅 在皇家良好的皮囊下 红成仇都有着将其收为女婿的冲动 当然 这都是想想罢了 如今 立场已经变了 他定睛看着 怀远门城下 一个身穿甲皱的少年 三年过去了 那原本一身的稚嫩气息 已经退缺了 十六岁的太子 已经成为了皇帝 君临沈阳 再次看到太子的面容 红成仇 感慨地叹息了一声 身旁的张存仁 凑过来问道 红大人呢 那个人 可是辽宁皇帝啊 哎 正是辽宁皇帝 红成仇 向大家确认了这一点 周围的人听罢 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城下站着的 真的是明皇啊 如此孤君深入 这大明皇帝 也推作死了一点吧 红大人啊 辽宁皇帝又当如何呢 不过是几千计罢了 哈哈哈哈 徒死于此 范文成说道 说罢 他拍了拍沈阳 高高的城墙 环视了周围 一个个骁勇善战的 八旗勇士 达青的众臣 也觉得踏实了一些 即便是被传得 神乎其神的辽宁皇帝 也不太可能 在这种情势下 攻克沈阳吧 朱祠令人马少席以后 带着亲兵 寻城至怀远门之下 抬头望向了城门 那小小的城门之上 塞满了达青的满汉重臣 一个个的人头 等待着被他收割 在众人之中 朱祠也认识 红城仇的面容 这是来自于 原本太子的记忆 这么一个被崇祯 寄予了全部希望的众臣呢 几乎满足了 他的一切要求 最终换来的是什么呢 只是彻头彻尾的叛变 不要以为 红城仇的叛变 是迫于无奈 是内心纠结的结果呀 更不要觉得 他有任何值得 同情的地方 那只是因为 他想当个婊子 又冠冕堂皇的 给自己立个牌坊 当他在松山 亲手举起屠刀 屠杀了誓死终于明廷的 曹辩椒和王廷辰等人之后 那之后的假意绝食 为明廷进阶的行为 只能让人觉得恶心 如果让朱祠给明末的汉奸 做一副通级扑克牌的话 红城仇就是小王的周克了 没跑 那至于大王呢 这还用问吗 但见城楼之上 首先发话的是范文成 作为汉臣之首 他的一言一行 也足以代表着达清的主流 在确认了朱祠的身份以后 他那种走狗的心态 更加是占了上风 只见他开口说道 朱祠郎 你窃国是父 不忠不孝 得位不正 残暴无度 实乃罪大恶极 竟也有面目 犯我大清天言 隔着城墙 范文成开始骂道 城楼之上 一众的汉臣听后 都觉得身上的压力 松了许多 他们之中 有些人还是不敢 面对明朝皇帝的 那内心微弱的羞耻心 在作祟 不过 在听到范文成的开骂以后 有些人一想 是啊 他们有什么好羞耻的 啊 城楼之下的那个辽宁皇帝 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把自己老爹给撸掉 皇位的事情都干出来了 又怎么会在这种皇帝面前 自残行灰呢 朱祠听后 还是很平静 只是淡淡地问道 楼上说话的 是范文成吧 还在城楼下的朱祠 牵着马来回的群寻 他观察到 刚刚说话的汉臣 在站位上 是最接近满臣一伙的 就地位来说 那他应该是 汉臣之中地位最高的 那也就只可能是 范文成 是又如何 范文成答道 他是达青的中狗 对诸词毫不待见 言语之间 也是十分的轻蔑 啊 听说你夫人 被豪格 多耳滚 多夺 都给睡了 朱祠开头就问了这么一句 本来还准备了 好多官方的言语 准备继续怒斥朱祠的 范文成 顿时被呛了一口 他妈的 怎么他在沈阳的这点破事 连京城都知道了吗 范文成顿时 上了个大红脸 憋着气说道 呃 呸放屁 没摄政王什么事情 周围的汉臣 和城下的士兵 都跟着笑了起 这么突兀的一句 实际上 也就是他承认了 自己做的那些下贱的事情 被戴绿帽子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 被戴了绿帽子 他还觉得挺荣耀的 范文成已经是语无伦次 不断地重复着 什么以大局为重 什么齐人 妻子 亦是齐主 妻子之类的 伯交理由 但凡是一个正常男人的价值观 都会觉得 范文成这种心甘情愿 出卖妻子的行为 是值得吃笑和鄙视的 哪怕 他是汉臣之手呢 无论他怎么解释 都是徒增笑料 以至于 当他想要再次出言 攻击诸词的时候 已经觉得没有之前 理直气壮了 不知不觉间 被辽宁皇帝一句话 带歪了楼的范文成 感觉远不回来了 十分的憋屈 这一次 范文成还真需要感谢一下 红成仇了 当他陷入到困境的时候 红成仇是及时地 替他转移了话题 呆 而皇帝身为天子 却无天子之度 口出污秽 实在是辱墨祖宗 红成仇历声说道 诸子反攻说道 哎哟 而为明臣 投降打扣 却是对得起祖宗吗 而为汉人 却卖主求荣 可是对得起祖宗啊 留恋于达子太后的御踏 却忘记福建爹娘的你 有何颜面 在朕的面前 提起祖宗 城上的红成仇 听到诸子毫不留情的谩骂 顿时连也仗成了猴屁股 诸子这一句话 实际是在指桑骂怀 红成仇他自己倒是不必说了 但又把孝庄太后给牵扯进来 是怎么回事啊 本来他和孝庄的那次在沈阳传的沸沸扬扬 还是头顶上卡了一大片草原的皇太极 亲自出面才把事情给镇压了下去 事情都快过去三年了 许多人都快忘记了这件事的时候 辽宁皇帝又把它给重新提起来了 其他的满臣听到以后 都用一种古怪的眼神 看向了红成仇 这种感觉如坐针毡 诺诺唯唯的后退半步 不再敢前去 解一句话了 不知不觉间 红成仇的身形 就到了后面 免得再和这个辽宁皇帝对上了眼 再被鞭尸一遍 其他的汉臣见到此状 本来还盘算着 也跟风怼辽宁皇帝几句 用来表现他们的忠诚 只是 范文成和红成仇 两个人都吃了个瘪 再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还是拉倒吧 这大明的天子 虽然毫无素质 但嘴巴也太他喵的毒了吧 范文成家里那点破事 还有红成仇干过的破事 都轻易地翻出来再翻炒一遍 光他们看着他们被怼的样子 都觉得心疼 像张存仁这一类的人 直接就闭嘴不言了 他们可是很有眼力见的 这个辽宁皇帝 嘴炮功力有些强啊 不要倾心呐 这是南蛮皇帝的离间之计 千万不要信 千万不要信 范文成 还是及时地替红成仇援了场 现在呀 是考虑怎么守住沈阳的问题了 并非是闲扯太多这些无意的废话的时候 要是真让这些满臣们 恼怒于红成仇的色胆包天 把他给干掉了 那恐怕最开心的 莫过于城头下的大明皇帝了 吉尔哈朗还是城府比较深的 当然不会因为这种事情 就拿红成仇开罪 也并没有将诸词的挑衅放在眼里 作为辅政王 他比多尔滚要冷静得多 朱皇帝 若你只会持口舌之力 那也就到此为止吧 吉尔哈朗操着有些生硬的汉语 亲自对朱祠说话 不得不说 你能趁着我大清大军在外 突袭至沈阳 确实有几分胆识和气魄 但是 你以为 能依靠你那强奴之末的军队 就可以攻克沈阳吗 你以为 你有三头六臂 可以抵抗住我大清天兵吗 笑话 实话告诉你 沈阳城中尚有兵甲十万 粮草足够五年之取 莫说锦州的援郡 但兮而至 哪怕是仅以沈阳的兵力 你也绝无可能拿下呀 说罢 基尔哈朗 腐秀而立 信誓旦旦 中气十足 给人一种 不得不相信的感觉 所谓的甲昼十万 粮草充足 大抵上 是在 虚诈 明军 让辽宁皇帝 能够知难而退 目前的沈阳 实在是空虚的狠 当然了 辽东的其他地方 都是一样的 但对 基尔哈朗来说 只要沈阳不丢 明军 就算把辽东闹个遍 也都无所谓 等到他向 多尔滚那边 呼叫的救援到达 这伙明军 连带着大明天子本人 都将成为 瓮中之鞭 对基尔哈朗来说 他需要的是时间 他需要时间 等待援军的到达 那样 沈阳就没有什么 好怕的了 对朱慈来说 他也需要时间 他需要在 多尔滚反应过来 并包围他之前 拿下沈阳 并毁城而走 强拱 肯定是不可取的 虽然朱慈知道 沈阳内 绝对不可能有 十万的兵 不然的话 他早就闪人了 但哪怕沈阳 兵力不充裕 也不是靠着几千人的骑兵 就可以轻易攻陷的 沈阳又是四方之城 不像是广宁 还能攀岩而上 飞进城中 那么 如何拿下沈阳呢 没有太多武力值的朱慈 开始沉思了下来 那就先从摧毁他们的心智 开始吧 吉尔哈朗啊 要照你这么说来 沈阳城中兵精良足了 诸子问道 哈哈哈哈 那是自然了 吉尔哈朗笑道 毋庸置疑 好 那么 你们可否 开关出城一战呢 朱慈又问道 这一声质问之下 吉尔哈朗沉默了 开关一战嘛 他可没这么冲动啊 朔赛支援广宁 已经折损了不少的八旗精锐 如今明军兵临城下 只想着保沈阳不丢的吉尔哈朗 又怎敢冒这个险呢 诸子这么一问 吉尔哈朗又不敢应战 实际上 已经向明军暴露出了 沈阳空虚的现实 这个辽宁皇帝 确实不可小觑 站在吉尔哈朗身后的朔赛 是一员胡将 本来 在他手上是折了几千人马 他就已经很不爽了 如今听到朱慈这样挑衅 又觉得忍不住了 主动请命说道 王爷 上次明军趁我不备 以至于大败 如今满子皇帝 欺我大情无人 我只需要三只人马 看我破了明军 生擒满子皇帝 他的请命 得到的是吉尔哈朗的冷漠儿 并将其喝退 没你什么事 退下 朱慈的那些话 既是试探虚实 也是激将之法 只是吉尔哈朗 还不至于这么快就上当 陈牧 也就只是一片刻的事 很快 他又整理了思绪 和出此怼道 没错 你确实还有眼光 沈阳 确实无力出战 但是 哎呀 大明的天子啊 你既然远道而来 来得到沈阳城下 可又敢攻成风 朱慈可以试探他的虚实 吉尔哈朗 当然也可以试探朱慈的叙事 当这么一对明军 突然出现在沈阳城外的时候 吉尔哈朗 一直在想的是 明军到底有什么仪仗 可以觊觎沈阳 若是明军 只想靠着蛮力强推 吉尔哈朗倒也不用担心 以沈阳城的城池坚固 还有修好的瓮城 哪怕十万大军 都能阻挡在城外 怕就怕的是 辽宁皇帝有什么阴谋诡计 就说他穿着八旗的军甲 奔袭沈阳吧 这件事 就已经让人出乎意料了 真不知道 辽宁皇帝是不是有其他的手段 所以吉尔哈朗也在反激将 试图示的明军 是否可能使用其他手段 以便做好防范 结果他得到的是 朱祠的仰天大笑 紧接着看到的是 他向怀远们的一众达青重臣 狠狠地比起了终止 这比终止是个什么意思呀 站在城楼上的满汉中人都不知道 但 朱祠接下来的话 却不得不让他们的内心惶恐不安 去你妈的 朕要去沈阳 何须攻城呢 啊 朕告诉你 告诉你 吉尔哈朗 不出数日 朕会让你吉尔哈朗 亲自向朕打开城门 把你的脑袋 把全沈阳与朕为敌的 猪狗的脑袋 伸到朕的这把刀前 剁掉 苍狼狼狼狼 朱祠抽出了佩刀 都给朕听好了 君无戏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二集 朱祠说完 一条码头归队 在亲兵的簇拥下 扬长而去 返回到了明军的大阵之中 再没有回头 向城楼上看上一眼了 只留下城头上的 一众达青大臣 面面相去 朱祠那最后的豪言 的确是震慑到他们了 如果说 辽宁皇帝放的狠话 是一定会攻克沈阳 或许并不奇怪 如果辽宁皇帝 放的狠话 是破城之后 要大笔的清算 也并不太奇怪 但奇怪和诡异的是 辽宁皇帝 竟然说让辅政王 继尔哈朗 亲自为明军开门 放明军进来屠城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要说城楼上的汉臣们投降 这一点有不足为奇 但继尔哈朗 可是三朝的老臣 皇太极的亲唐帝啊 为人谨慎是出了名的 对达青的忠诚 也是毫无疑问的 这样的一个人 又如何会向明军开门 自掘坟墓呢 所以 在看到朱祠 所表现出来的自信以后 他们这些还在城楼上的 一众满清大臣开始不自信起来 继尔哈朗的右眼皮开始狂跳不已 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总觉得辽宁皇帝不可能是无地方时 一定有什么他们还没察觉到的阴谋啊 而这个阴谋 足以把沈阳 掀个底朝天 这种忧虑挥之不去 仿佛在继尔哈朗的心头上 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压得他喘不过来气 贝勒爷 蛮子皇帝不过虚诈儿 勿咬中了圈套啊 范文成向前一步说道 极力想要稳住各位众臣的心情 但是辽宁皇帝的那句话 如同种子一般种在了所有人的心头上 难以轻易忘却 难以轻易忽视 辽宁皇帝到底有什么仪仗啊 让他可以如此的自信呢 他又怎么能够做到 让继尔哈朗开门呢 疑问营绕在所有人的心里 和继尔哈朗一样 他们也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令他们窒息 明军有动作了 快看 有人喊道 他们时刻关注着 辽宁皇帝返回本镇以后 明军的任何动向 那无疑牵动了所有人的神经 明军开始唐二皇之的 在火炮的射程之外 安营眨寨 卸掉铠甲 拴好马匹 当着他们的面 该躺的躺下 该忙的忙着 生活气氛浓郁啊 而明军所做的这一切 都距离城楼很近很近 近的 足以让清军看清明军的一切动向 信的 仿佛明军就是故意 将他们的一切行动 都暴露在继尔哈朗的眼皮子底下似的 这是兵家的大忌啊 但明军这么做 似乎有着某种的寓意 这种寓意 让继尔哈朗等人 完全猜不出来 明军开始驻扎营地 并且生活做饭 似乎就准备在怀远门口 赖着不走了 然而 明军也如同辽宁皇帝 之前所说的那样 没有任何想要攻城的意思 仿佛就是在等待 等待着继尔哈朗 自己把沈阳城的大门给打开 迎接明军的入城 最大的恐惧 无疑是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 在没有人可以猜透 辽宁皇帝到底想要做什么的前提下 这种未知感 在一点点的揉捏着清军的内心 你们给我时刻注意明军的动向 一有情况 无论何时 立刻向本王汇报 继尔哈朗说道 看了半天明军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动作 他觉得大臣们 也不能站在城楼上干看着吧 于是 继尔哈朗对每个大臣 进行了守城的相应安排之后 便返回了府邸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就算是打仗 也是需要睡觉的 只是继尔哈朗 作为留守沈阳的最高官员 他身上的担子是无法放下的 坐在床上是愁眉不展 白天的时候 辽宁皇帝的那句话 如同梦魇一般 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辽宁皇帝到底要怎么做 又如何让他亲自开门呢 人在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的时候 生理上也会随之改变 就比如说 继尔哈朗本来是打算搂着 他那朝鲜的小妾睡觉的 然而内心有事的他 哪怕是小妾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他也提不起什么兴趣来 加上各种的烦闷 顿时怒上心头 继尔哈朗给了朝鲜小妾一巴掌 骂道 废物 朝鲜小妾委屈地捂着脸 可怜兮兮地说道 斯密德 继尔哈朗起了床 穿上了衣服 无心留于府内 连夜召集城内的众臣 商议守城之势 如果搞不清楚 辽宁皇帝的阴谋 继尔哈朗无论如何 都难以安心呢 本来也在和小妾羞羞的范文成 和红成筹等人 一脸辣黄地被继尔哈朗给弄了过来 汉臣们浑身都感觉不自在 但是毕竟是做奴才的 谈什么人权那是不可能的 你们都说说看 蛮子皇帝到底想要怎么攻下沈阳啊 继尔哈朗问道 下面片刻的沉默之后 范文成出班回答道 呃 臣以为 蛮子皇帝不过是史诈尔 实际上 明军并无法拿下沈阳 哼 行 那么就可以眼睁睁的 看着明军在外面驻扎 却不做任何的防范吗 继尔哈朗忍不住勃然大怒 怒斥道 亏你们一个个的还自诩饱读诗书才智过人 蛮子皇帝想要用什么计策都看不出来吗 继尔哈朗释放着心中的压力 这一幕 不禁让所有人心中一领 继尔哈朗作为和多尔滚名义并列的辅证王 向来以谨慎为人所熟知 和谨慎相对应的 便是继尔哈朗的脾气相当的好 基本上很少动怒 这也是他本人 并非努尔哈赤嫡系一脉 却能有着很好的人缘 未劣满尘之手的原因 但是 这一次他变了 不但在深夜忽然召唤群臣 并且言语之间带着咆哮 实在和以前的继尔哈朗是判若两人 实在难以想象 这一看 范文成就不敢再说话了 默默无言 闪到一旁 而这个时候 红成筹出班说道 王爷 王爷息怒 微臣觉得 这明君想要攻击沈阳 无非是里应外合而 或许城内已经有明君的奸细 故而辽宁皇帝敢于觊觎沈阳 明君的奸细啊 继尔哈朗冷静了下来 在思考之后 在思考之后觉得红成筹说的有些道理 如果有大量的奸细还在沈阳城中 那么明君想要取下沈阳 却也不是很困难 当初太祖打下辅顺的时候 不就是靠着奸细入城轻而易举地攻下来的吗 想到此 继尔哈朗觉得 确实不得不防奸细的事情 于是问道 嗯 的确有此可能 然而如何能找到城中的明君奸细呢 啊 红先生 可有高奸呢 继尔哈朗逐渐地平静了下来 红成筹既然能够提出奸细的事情 就代表他已经有所了考量 紧接着回答道 啊 王爷 急切之间 难以排查奸细 不如 进途城内汉民 可保 山阳无有 继尔哈朗听后 脸色渐渐冷了下来 和丧失心智的继尔哈朗相比 朱祠就轻松多了 在营帐驻扎在城外不久 朱祠就将后军中随行的那几个小姑娘召集了过来 当然了 没那么龌龊 朱祠呢 是让他们做一些手工活 譬如用竹木 皮革 米糠 做几十个醋鞠出来 做醋鞠干什么呀 很显然 朱祠穿越过来的时候 正好俄罗斯世界杯快开始了 可惜的是 朱祠是看不到了 那花了十块钱买的法国 也不知道能不能中 遗憾的朱祠想着反正也没什么事 不如在沈阳城外踢个球 搞个大鸣碑 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圣上 营中的岗哨也撤了吗 可万一打子来劫营怎么办呢 高杰问道 除了在如此近距离的地方 安营闸战以外 朱祠 让高杰做的另一个事情 就是松弛营房 甚至说是不设房 让所有的明军士兵 尽可能地放松 吃好喝好玩好 若不是现在条件不足 朱祠都想带着大家去做个足疗 唱个K什么的 以至于朱祠现在最为头疼的是 怎么让大军尽可能地 在基尔哈朗面前玩起来 这才想到找女子们做点促居 为大军增添点娱乐项目 明天就可以完工吗 朱祠问向正在准备材料的女孩子们 她们都是和朱祠一样的年龄 一个个正值青春年华 看向朱祠的眼神中 带着某种莫名的情愫 低着头脸上带着飞红 带着笑 甜甜地回应道 既然是黄秘 小女子们又怎敢不从 都不敢说 明日之内三十个错觉 却可编得出来 一连串的青春娇笑下 男人光是看着都会忍不住心里痒痒的 朱祠点了点头 灰山面对高杰回答他的问题 你觉得达子会结营吗 如果营地军纪涣散 达子只要不傻 肯定会结营 高杰按照正常的逻辑 推断说道 这基本上都是带兵打仗的常识 如果高杰本人看到敌人的营地 竟然不设防 他肯定一股脑的带头冲过去 定会大胜 但是朱祠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朕倒是希望他们能来结营 不过现在的吉尔哈朗 恐怕连打开城门的勇气都没了吧 朱祠说到此 站起了身 望向了沈阳的方向 那之中似乎带着血腥和火光 沈阳城内陷入到了地狱之中 被朱祠言语镇压的吉尔哈朗 眼睛通红 那既有着因为巨大心理压力 带来的神智错乱 也有着因为失眠带来的身体异变 肾上腺素在不断地分泌 支撑着他 现在保持着极为亢奋的状态 尤其是听从了红城筹的建议 决定对沈阳城内的汉民进行血腥的清洗之后 看到城内染满鲜血 这种亢奋更加强烈 除了汉军旗的家属 和一些对于达清有用的江户和商户以外 没有任何背景的辽东汉民 全部成为了清洗的目标 仅仅仅是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奸细 吉尔哈朗对于汉民们的性命毫不联系 不断有八旗士兵出入各处的民房之中 无论老幼 进阶拖出来砍杀 豪苦 惨叫 谩骂 哀求 各种声音夹在其中 然而 对于冷血的八旗士兵们 没有任何的意义 黑夜 血红 吉尔哈朗有些失心疯的笑了起来 看着城内的惨状 却有着一种莫名的快感 嘿嘿嘿嘿嘿嘿 这样 城内总不会再有奸细了吧 啊 那蛮子皇帝有再大的能耐 又如何能娶我沈阳啊 嘿嘿嘿嘿嘿嘿嘿 让本王开门投降 哼 本王又怎会如此犯傻呢 吉尔哈朗自言自语着 试图平复他躁动的内心 然而 即便是对沈阳城内清洗之后 白天诸子所说的那些话 仍然是挥之不去 尖细应该清理干净了吧 还是说这蛮子皇帝 还有其他的安排呢 吉尔哈朗按着胸口 仍然觉得心里头是堵得慌 红成筹和范文成 寻走在城内 对于汉民们被一个个屠杀的惨状 熟视无睹 红先生 确信汉民众可有艰辛 范文成问道 红成筹摇了摇头 说道 诶 实难有之 然 若不如此 傅政王 难心安罢了 火 用万民的性命 来安定一个人的心境吗 范文成须眯着眼睛 盯着红成筹 很佩服他 为了达到目的 心狠手辣 论这一点 他是自愧不如 当然了 这似乎也并不是很奇怪 红成筹 当初镇压农民起义 可也毫不犹豫地杀降 为了顺理成章的 被俘详卿 又可以毫不犹豫地 干掉曹变焦 那么这一次 为了防止那可能 根本就不存在的奸细 他又怎会顾念 普通百姓的性命呢 那儒雅的文臣外表之下 实在是一个 无独不丈夫的狠心呢 诶 范学士 可是动了侧眼之心 红成筹 停下来问道 范文成 赶紧收了收表情 说道 啊 那都没有 本官也是觉得 此举 也是迫不得已 是啊 迫不得已呀 红成筹 叹息说道 若是那 辽宁皇帝破城 你我二人 可有活路 不否 范文成 沉默 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以他所了解的 辽宁皇帝 所表现出来的品性 对于他们这种 投了答死的汉人呢 基本 没有任何 可以在他手上 活下来的可能 红先生 你觉得 辽宁皇帝 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怎么样的人 他们原本只是听说过 辽宁皇帝 如何如何了得 没见过 也是不太信 但是 当他们真正面对他的时候 才感受到了 辽宁皇帝 真正让人恐怖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进行 任何实际的工程 就靠这几句话 让城内众臣的心理 趋近于崩盘 当然了 最崩的 无疑是被诸词点名的 纪尔哈朗 他的精神已经崩到了极点 再次前去怀远门 视察明君的动向 明君的一举一动 此刻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而正是因为 可以看到明君的任何动向 纪尔哈朗变得更加丧失理智 回复郑王 明君已经撤下防哨 他们正在 呃 载食羊肉 军士们看到纪尔哈朗来了 上前汇报说道 滚一边去 老夫看得到 看得到 用不着你来提醒 纪尔哈朗怒道 明君是唐尔皇之的松懈防御 果真是根本不把他们八级病放在眼里了 这一点小事儿就足以让纪尔哈朗感觉到怒火中烧 总觉得看什么都不顺眼 更感到恼怒的还有朔赛 游勇无谋的他攥着拳头上前一步说道 王爷 他自皇帝如此目中无人 不如派末将出城接营 滚 闭嘴 你懂什么 纪尔哈朗继续怒道 蛮子们明显是在狂我们出城 本王 本王又怎能中计呢 来人 传本王的命令 所有人 无论是谁 没本王的命令 绝对不许打开城门 为令者 斩 命令 掷地有声 无人 敢于忤逆 继尔哈朗疯狂着 明军则在城外快活着 没能快速奔袭沈阳 行动缓慢的后军 却是从广宁带来了比较充足的粮草 而且 顺便在来的时候 又截略了一些比较富裕的贱奴的富户 十几头活阳 能搞一次烧烤晚会了 唯一遗憾的是 没有抢到子然 朱慈隐约地记得 他似乎在宫内 吃到过带着孜然味的食物 不过 孜然这种东西 看起来 还并没有在大明 大量普及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三集 战争 总是伴随着肃杀和凝重 死亡总是意味着挥之不去的悲痛 军队 军营 这些都是战争中的必要元素 本应当和那战争本身一样 令人生畏 士兵 最起码应当训练有素 不苟言笑 军营 最起码应当整齐有序 阵列严密 不过 在怀远门外的那处军营 那些明军 却有些跑了调啊 都快成了喧闹的集市了 跑调的 不只是那些和战争 格格不入的轻松愉悦的氛围 还有这几个 唱着家乡歌谣的士兵 那嗓音 实在是不敢让人恭维 哎 兄弟 你说咱们这么高 就能打下沈阳吗 一个士兵 直接用手抓了一块肉 塞到嘴里咀嚼 对战友问道 哎呀 反正 圣上给咱们吃肉 咱们就吃 让咱们唱歌咱们就唱 用不着 操那么多咸心嘛 另一个士兵答道 就是 等拿下了沈阳 咱们就回去了 哎 俺这军功可是一落一落的 就等着回去换点银子 给家里 改个新房呢 士兵们 焦头接耳 或是聊天 或是被启哄般的 推出去 表演某些让人 啼笑皆非的才艺 主杖之中 朱子脸色复杂的 看着 正在为他铺床的 毛笼儿 他记得 以前这些工作 都是亲兵来弄的呀 哎 这 这是谁让他来的 朱子 问向守卫在 主杖外的亲兵 回圣上 是 新国公 哦 高杰呀 他把这个女人 放在这里 是什么意思呀 太明显了吧 是个男人 都应该懂 朱子也明白 虽然他这辈子 还没做过 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但上辈子 也不是个厨啊 大军行进到此地 虽然该安排的 都安排完了 拿下沈阳 或许 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这期间 要做的只是等待 等待破城的契机 或许开个婚 也是可以的 但是啊 朱子抬眼看了看 这破破烂烂的大帐 隔音是肯定没有 甚至说 连隔眼都做不到 那要是在这里 干点什么的话 很容易就变成了 现场直播 当然 作为一个并不怎么 变态的现代人 朱子可以为了 保护某些东西 可以放开手的屠戮 但是 为了个人的欲望 去强迫女子 这种事情 他还是做不来的 据说监狱里面 因为采花而入狱的罪犯 是最容易 被按在地上暴局的 这也说明 正常人 都会讨厌 下半身思考的畜生 朱子本来就没什么太大的欲望 也没兴趣做欺负女人的勾当 有些生硬的一步到帐内 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 打量了一番面前的毛龙儿 见到圣上进来以后 毛龙儿 攻身失礼 圣上 他自己是有些紧张的 当高级安排他来照顾朱瓷的时候 并不是太笨的毛龙儿 约摸着也能揣测到 他的命运会是怎样 但是 女儿家的命运 又怎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 明节或许很重要 但是 当那天和圣上 有了颇为亲密的接触以后 本应当很绝望和羞愤的毛龙儿 却没有一点 寒汝自尽的想法 甚至连厌恶和憎恨 都不曾提起一分 这是为什么呢 甚至连毛龙儿自己 也无法完全地说清楚 或许 是他那心中根深蒂固的 封建民女的思想在作祟吗 在他看来 天子 是和天下其他男子都不同的吗 所谓的天子 那便是天下之主 理论上 国家之内的一切东西 都是大明天子的私人物品 金盐 物产 美女 天子索取 谁又能拒绝呢 只要不是很过分 在任何情况下 都必须要双手奉上 被寻常男子污了身子 一般真烈的女子 大多会自杀明智 但是 若是被天子污了呢 那似乎还真不太一样了 最起码 不可能被邻里非议 不但不非议 甚至啊 还会有些羡慕 嫉妒恨 那要是在此之后 入了宫 封了飞 又采了狗屎 运般的怀了龙肿 整个女子的娘家 都会跟着鸡犬升天 毛龙儿 没有任何抗拒的理由啊 只是 心里小鹿乱跳的毛龙儿 唯一紧张的是 万一圣上知道 他是至今 没有平反的罪臣之后 又将如何看待他呢 不过 他祖父获罪 被斩 已经是重真年初的事情了 现在已经换了皇帝 过了十几年了 假如 假如真的能得到 皇帝的宠幸 成了新皇的妃子 或许 他可以凭借宠幸 替祖父申冤 让毛家平反 本来这样的事情 和他一个女孩子 是没什么关系的 但想到 年幼的时候 爹爹 曾经跟他讲起祖父 如何如何的英雄了得 为国杀敌 结果却是 含冤而死的下场 心中那种 为家的情愫 却是油斩而生 他虽然是女子 或许 可以为他的毛家 做些什么 当然 这些想法 朱瓷是不知道的 他看着毛龙儿的脸上 带着忧愁的色彩 还以为 这姑娘是在担心 她的身体呢 朱瓷摸了摸 自己的脸 她觉得自己长得 应该也不像坏人吧 你叫什么呀 朱瓷尽可能的 保持一种 道貌安然的模样 免得吓坏了 这个小姑娘 实际上 那天不小心 和这个女孩 稍微有了些 亲密的基础以后 朱瓷也觉得 十分的抱歉 但是作为皇帝 他可不能 像平常人一样 跟她道歉呢 回身上 民女毛龙儿 哦 毛龙儿 这可真不错 太祖的本家嘛 值得尊敬 于是朱瓷又问道 哦 哪里人呢 民女祖籍浙江前堂 呦 前堂毛氏 好熟悉的家族啊 而且又在辽东 朱瓷听到这里 心里 却是浮现出来了一个人 毛文龙 要说这个人啊 可是游击战的鼻子 据说就连太祖 也从他的战绩中 吸取了很多军事作战的思想 想到此 朱瓷的眼神中 充满了炽热的色彩 他拧锁了双目 紧接着问道 那 毛文龙 你可知道 毛龙儿一听 心里就是咯噔一下 他万万没想到 圣上直接问起了自己祖父的事情 以至于忍不住抬起头 看了朱瓷一眼 又紧接着紧张的第一下 心跳加速到了极点 他没想到啊 时隔十几年 那个时候 甚至连他和圣上都没出声呢 圣上竟然能直接依靠祖籍和姓名 就想到了他祖父的名字 明女 明女 毛龙儿有些结巴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圣上对待他们毛家是怎样的态度 他现在还不知道 若是让圣上知道 毛文龙是他的祖父 又会发生什么呢 毛龙儿也不知道 未知感让毛龙儿感觉到恐惧 以至于最后 他吞吞吐吐的撒了谎 明女不知 他终究是太害怕于 罪臣之后的身份 让他可能被圣上厌恶 这样的想法 让他没敢轻易暴露自己的家世 哦 是吗 诸子在听到毛龙儿 并不知道毛文龙以后 显然有些失望 不过想来 前堂姓毛的人还真的不少 毛文龙的世界又过去了十几年 像毛龙儿这般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孩啊 不认识也并不奇怪 想到这儿 他挥了挥手说道 行了 你回去休息吧 诸子没有任何想要碰他的意思 毛龙儿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 但也是感觉空落落的 咬着嘴唇正准备告退而去 但是不知道突然从哪儿来的勇气 问了一句 明日的话 是不是还需要明女来此照顾 伺候身上 啊 也行吧 诸子随口答道 他有些累了 想上床休息了 五月初四 天气仍然很晴朗 夏天的光环 终究在一定程度上克制了小冰河时期的严寒 为辽东大地带来了一片微暖的气息 怀远门外的明军 迎来了驻扎沈阳之后的第一个早晨 起床 猎队 操练 活动了一下筋骨以后 今天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做的 比如 既然决定了住在沈阳城外 有了不下沈阳不死心的决心以后 食物补给总是需要的吧 这些都需要从达子百姓身上获取 当然 散民身上的油水可能不太多 但是有一个群体却是一块唾手可得的肥肉 什么人呢 达子的护灵人 达子的护灵人乃是世袭制的 从出生开始就享受到欺品官员的待遇 他们没有任何的工作 只有一项任务 维护灵木 护灵的工作给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 简直就是专门为诸此准备的粮草补给站啊 几十年来 达子在辽东建立了三座陵墓 每个陵墓都有着固定的达子守陵人和旗下的农奴 一个是位于赫图阿拉的福灵 埋葬的是努尔哈赤和他的妃子 一个是位于辽阳的永灵 这里是努尔哈赤的老爹们的坟头 这两处陵墓距离沈阳还是有点远的 珠慈虽然也想顺便给挖了 但显然不是现在该去做的事 不过皇太极的昭陵啊 却是非常的近了 有多近呢 沈阳以北十里路的样子 十里路啊 就放到当时也不算什么事啊 慢慢跑半个时辰也到了 更何况明军这次带的都是行动迅速的骑兵啊 这么顺路的事情不去搞一波 那不等于白来沈阳一趟吗 珠慈倒是不怕达子报复他 拆他的祖陵 反正黎泽成都已经挖过一遍了 怎么着 你们再挖一遍吗 所以仅仅是准备了一番 上午的时候 明军就整顿好了人马 直接扑向皇太极的坟头 什么 明军又有了动作 哎呦我的天哪 还顺眼惺忪的吉尔哈朗 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跑去了城墙上查看敌情 王爷 蛮子们去了北边 明军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沈阳的眼皮子底下 即使是不派出探子 在城楼上都能看出对方在干什么 正是因为这种刻意的暴露行踪 以至于吉尔哈朗不得不密切注意明军的一举一动 稍有一些风吹草动 都会让城内的人人心惶惶 这种感觉简直走透了 哎呀 他们去了北边 众臣们心中都是一惊 但凡不笨的人啊 都能猜出明军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他们要去毁皇太极的找灵啊 一时之间 沈阳城内群情激愤 辽宁皇帝 侃耳皇支的行为激怒了很多对皇太极还有感情的臣民 太宗皇帝下葬才不到一年呐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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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明军如此欺如祖宗 施可忍阻不可忍 蜀王若不出站 岂不为蛮子耻笑啊 说话的是朔赛 他一直是主公派的一员 原本 吉尔哈朗啊 让他不出城迎战已经让他很不爽了 虽然不爽呢 最终心里还是压下来了这股火 但现在 作为皇太极帝乌子的朔赛 看到明军要去干他老爹 实在是忍不住了 诚泽郡王息怒 息怒 现在可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啊 宁婉我试图出言阻止 年轻气盛的朔赛 一脚将他踹翻在地 恶狠狠的对着宁婉我说道 呸 你他妈的算什么狗东西 而后 走到吉尔哈朗的身旁 喝道 吉尔哈朗 气急败坏的朔赛 甚至无礼的直呼 辅政王的大名 你怕那南蛮子小皇帝 本王却不怕 满洲的勇士 又怎能做缩头乌龟呀 给本王三个牛路的人马就够了 本王要亲自把蛮子皇帝的脑袋拧下来 吉尔哈朗 你听着没有啊 朔赛 朔赛 立声再次喝道 闭嘴 吉尔哈朗 他终于开口回头 他对昨天的那句话 太在意了 辽宁皇帝 肯定是想尽办法的让他开城门呢 无论是表面上的松懈手背 还是如今的毁灵行为 都只是辽宁皇帝 想要让他开门的计策 对 一定是 但他吉尔哈朗 无论如何 也绝对不会中计 于是说道 只要我在 绝对不会给你们开门的 吉尔哈朗 似乎在自言自语 又似乎在向别人表达态度 他的态度 就是死守沈阳 绝对不开门 只要把持住这一点 沈阳绝对不可能丢 为什么要冒险出战呢 万一被明军钻了空子 沈阳丢了 又如何向太宗交代呢 吉尔哈朗 不求能击败辽宁皇帝 只要能守住沈阳 其他的都无所谓 等到多尔滚的回防援军抵达 无论辽宁皇帝 有再多的计策 最终的胜利者 肯定是他 吉尔哈朗的 肯定 吉尔哈朗 亡我父还如此器重于你 如今昭陵遭难 你却也不救啊 哼 毕竟非富汗亲兄弟啊 怕是根本不把富汗 放在眼里吧 朔赛不断在玩火 刺激着吉尔哈朗的神经 其他大臣也有跟着附和的 觉得现在应该出去 灭了明军的威风 当然 也有人支持吉尔哈朗的决定 觉得无论如何 应当死守沈阳 主攻派和主守派 互相攻击 互相开始拆台 吉尔哈朗转过头 望向了众臣的态度 沉默了下来 作为达清专业的万能骄 他最大的能力 便是调和内部的矛盾 当内部出现分歧的时候 吉尔哈朗总是能找到 让双方妥协的办法 但实际上 这种妥协的办法 都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 损害某一方的利益为代价的 就比如豪格和多尔滚的妥协 吉尔哈朗妥妥的是把豪格给卖了 以换取达清内部的和平 这一次他准备把主战的硕塞给卖了 来调和这一次出现的矛盾 在吉尔哈朗的老谋深算之下 他答应了主战派出战保护昭灵的请求 但是兵力上就只给两个牛鹿 六百人 并且是以不开城门的方式 用悬吊绳 把他们调出城外 迎击明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四集 快走到昭陵的时候 出此接到了军报 报 圣上 沈阳出兵了 本来他们就离沈阳城 没有多远 在外面 或许看不到城内的 但是 只要达子 想要在城外面有任何的动作 这抬抬眼 就能看到了 朱慈回过头 只见城墙上 垂下了绳索 一个个小黑点 不断地从城墙上落下来 落地以后 便集结了起来 朱慈想了想 下令让北行的明军 减慢了速度 沈阳城外 两个达子牛路的步兵 集合在了城外 但由于是从城墙上掉下来的 能带两件顺手的兵器就不错了 还想要有马匹吗 根本不可能 甚至连朔赛本人 都不得不步行前进 好在 昭灵是近在眼前 明军也是近在眼前 这点距离也用不着骑马 我们是八旗的勇士 战无不胜的八旗勇士 如今蛮子皇帝 如我先祖 屠我百姓 我们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切吗 不能 不能 朔赛在激励这士气 既然放下了狠话 那就绝对不能退缩 十六岁的年纪 给了他足够的胆量 另外 之前总是能听到明军 不堪一击的传闻 也是给了他 十足的勇气 上一次失败 一定是明军突袭的结果 这一次咱们正面战斗 哪怕是人少 他们八旗的勇士 依然是无敌的 想到这儿 朔赛喊道 兄弟们 那就跟着本王 冲啊 杀了蛮子皇帝 朔赛一声令下 两个牛路的八旗步兵 嗷嗷直叫的 朝着正往昭林赶的明军 追杀了过去 朱瓷见状 就叫明军原地停了下来 调转方向 列好阵列 以一代劳啊 就是这样的 纯步兵的鸭子 在追出了这个距离以后啊 现在就是想要后悔的 逃回沈阳 已经是不可能了 跟我杀 朔赛眼睛瞪的冲血 眼看到明军已经近在眼前 呼喊着带头冲杀过去 其他的八旗兵 跟着喊起来 相互的鼓劲 一个个生龙活虎的 看起来好像是挺有战意 但实际上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在出了沈阳的那一刻 要么把朱瓷的明军击溃了 要么就是全军府 除此以外 别无可 在马上等待着朔赛过来的朱瓷 箭壮立刻下令 分兵包抄侧翼 截断后路 合拢包围 正面冲击 卡卡卡卡卡 三下五突二 前后也就不到一注枪的功夫 明军就搞定收工了 打出了一波Ace 这有点太轻松了吧 轻松的连朱瓷也有些纳闷 按理说 八骑兵应该不止这点战斗力 虽然也就是几百人吧 但是对明军造成的伤亡 却几乎都没有 朱瓷定睛仔细观察了 地面上的尸体以后 打盖琪也就知道了原因 精锐的白甲兵 不过十几个 完全不成气候 死掉的士兵啊 又有很多的老幼病残 参差不起 并且 达青的重甲步兵 一般都是得配合着 坚固的不战木车 来匹敌骑兵的 硬冲敌阵的 很显然 这次他们啥都没有 这就是一伙 被阉割了的八旗兵啊 啊 一群并不怎么精锐的 八旗兵而已 感觉 好像就是过来送死的一样 正思索间 高杰走了过来 献上了这伙 八旗兵将军的脑袋 看起来 是一个和朱瓷 差不多大的少年 但朱瓷对蚂蚁比较脸盲 还真没看出来 这是个谁 如此无脑的来送死 要么是济尔哈朗的仇人 要么就是个 明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已 行了 朕不看了 继工 继续出发 朱瓷挥了挥手说道 这里 离昭陵已经不远了 早点搞定收工了 才是正路 沈阳城上 一众的大臣 几乎是全城目睹了朔赛的败亡 对于这个结果 哪怕是主公派 也能猜得出来 或许 他们还存在着某种希望 希望朔赛能依靠着汉勇 和对蛮子皇帝的仇恨 超常发挥 但是 济尔哈朗 根本就没想过能打赢 哀兵的结果 自然是必败无疑 这样的失败 也是必要的 如今最关键的任务 是守住沈阳 陵墓固然重要 但如果沈阳的活人都没了 又有谁来捍卫祖宗的荣耀呢 大臣们都没走 在北城楼上 遥望着昭灵 直到看到 昭灵之中燃起了熊熊的大火 济尔哈朗 带头跪在地上 哭了起来 太宗皇帝 非是奴才不救 实在是颇不得已呀 奴才发誓 他日 必当为大宗皇帝 报仇些恨啊 济尔哈朗哭了 其他人 不管真心假意 也都跟着 向北方跪了下去 跟着 哭了起来 范文成趁别人不注意 吐了口唾沫 抹在了眼角上 哭得是撕心裂肺 圣经三灵之中 就属昭灵的规模 是最为宏大 但是在这个时候 也迎来了明君的铁骑 明君开始有条不紊的 对昭灵进行毁灵洗劫 还有屠杀 那些被赋予了使命的守灵人 组织了农奴们 和守灵的卫兵 进行着抵抗 不过 千余户的规模 能挤出来的青壮年 屈指可数 卫兵又是很久没有操练 上过战场了 拿起武器以后 看到明君 就已经瑟瑟发抖了 一触即溃 基本上 这群人 比硕塞还要不堪一击 短短的时间以内 达子的守灵一族 就被轻易地涂灭 在他们的家世中 亦是搜出了 大量的钱财和粮食 足够让大军吃穿不愁 陵墓的开启工作 相当的简单 皇太极才死了没多久 大福尽折折 还没有嗝屁呢 在这种情况下 昭陵虽然修得很宏伟 却是没有封死墓穴 以至于在这个时间点 为烧陵的明君 可提供了不少的方便 他们很轻易地 就撬开了昭陵的墓棺 随后 随后从中抬出了皇太极的官果 祭尔将陵墓中的树木砍伐一空 一把大火将昭陵付诸一具 毁灵之后 诸子的明君满载而归 财宝 粮食 装了好几车 浩浩荡荡的准备在 不敢出城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朱祠 在外面为所欲为 却无计可施 明君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朱祠发现 北城的城门之上 继尔哈朗等主要的大臣 还在上面大眼瞪小眼呢 朱祠冲着城楼 诡异地笑了一下 抬起手 示意后军听令 不大一会儿 后军把一口棺材 就抬了过来 抬到了继尔哈朗等人 能够看到的地方 哄当一声 棺材落在了地上 金箱岩边上等的紫檀木 还散发着一股奇异的幽香 这棺材一落地 无疑等于给了他们一个巴掌 重重地扇在了大清大臣们的脸上 这一棵棺材 毫无疑问 谁的 皇太极的 这个时候 被明君翻了出来 从墓穴里头赤裸裸地给抬出来 放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是要干什么呀 难道是要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 开关虐尸吗 这简直就是侮辱 彻头彻尾的侮辱 继尔哈朗干枯的老手 捏在成躲之上 浑身上下气得一直发抖 极力地在对自己说 克制克制啊 结果 他们的乌鸦嘴啊 成真了 远远地就听到 诸词清晰地下了一声命令 来人 海关 呼拉超一下子 一大群明君就涌了出来 当着继尔哈朗的面 抽出了各种各样的撬关工具 准备开始撬开关锅 如此朗 你身为汉家的皇帝 竟然善毁皇陵 如此丧金天良 与那贼匪 有何不投 满自皇帝 你如此不顾天道 大明江山 必将毁于如少啊 毁灵之仇 他日 必如数奉还 城楼之上 有的大臣 大声地喊着 他试图唤醒 诸词内心的良知 但凡是受过儒家正统教育的人 都不会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 辽宁皇帝也是当过太子的 出阁读过书的人呢 怎么会如此的恬不知耻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教育出了这般毫无人品的皇帝 不过 对于诸词来说 他的字典里面 可不存在良知这两个字啊 到了这个节骨眼了 诸词的考虑就是 只要能拿下沈阳 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在摧毁达清大臣的肉身以前 先摧毁他们的心智 总的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就比如 那突然送人头的六百八骑步兵 很显然 便是心战取得的效果 即使隔着城墙 出此也能感觉到 那些大臣们喷驳而出的怒火 但是 他们任何的呼喊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什么招灵不招灵的 哪怕是他的老爹 崇祯皇帝 也从来没承认过 所谓的达清吧 法理上来说 辽东 是属于他们大明固有的 神圣的 不可侵犯的领土 达清 揪占雀巢 在没有任何土地许可的情况下 在大明的领土上盖黄陵 这就属于 私建违章建筑 黄太极的棺果 很快就被打开了 棺果之内 没有什么令人作呕的味道 尸体的味道 被檀香木的气味所掩盖 棺果之中 只剩下了白骨 看来达子 对于如何保存尸体 似乎并不在行 也可能是因为 这幅棺材本来密闭性就不高的原因吧 死了一年的黄太极 尸体已经被细菌分解殆尽 除了那龙袍 彰显他生贤尊贵的身份 和一些价值连城的随葬品以外 就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 诸子骑马靠近看了看 用马鞭敲了敲棺材 说道 抬出来 旁边的士兵得令 一人一个胳膊 将棺材中的黄太极的尸首 给架了出来 只不过 那身子骨已经很脆弱了 在抬出棺果的那一刹那 黄太极的脑袋 那个已经变成骷髅的脑袋 直接就掉了下来 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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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圣上赎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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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很轻也有点硬 但是穿着靴子的珠瓷 踢起来也并不觉得脚疼 于是乎 他想到了某些有意思的事情 解下腰间的佩刀 用刀鞘在地上画了一条直线 然后回过头 看向众多的将士 一手指着画下的这条直线 说道 给朕听着 每人一次机会 看谁能把这个胆子脑袋踢得最远 最远的赏金百两 此话一出 众人先是为之一愣 但很快 他们就意识到了诸词画中的分量 从灵墓中扒来的随葬品可真是不少啊 除了粮食以外 那些金银是数不胜数 对于钱财 现在诸词真的不在乎 所以拿来以各种理由赏赐不下 只是顺手的事情 但是对于士兵们来说 有着这么一个不用拼命 就能获得赏赐的机会 那肯定要好好把握 明白了诸词这个意思以后 一个个小兵是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哎 一个个来啊 猴子 你上那边接着去 王二 你拿个绳子 量距离 在诸词的命令下 替皇太极脑袋的游戏 很顺利的就展开了 于是城楼上的达青大臣们 便看到了这么一幅场景 一个个的明军士兵 按照顺序 走到画好的线上 对着皇太极的脑袋 砰就是一脚 踢得老远 然后 有专门的人 一路小跑拿着绳子 测量每个人的成绩 画九 三丈九 还行还行 林三 八尺 你这是没吃饱饭吗 踢得也太近了 前后 因为小的 腿疼 没劲 是吗 哪只腿啊 鸡尔哈朗看到这一切 心中只觉得 有股难以舒展的抑郁 掐得他 窒息不断 数字 数字小儿 他捂着嘴咳嗽了起来 在手心里 看到了血红之色 身后有的大臣是忍无可忍 扶正王 派人夺下太宗皇帝的尸骸吧 不能再让明君如此糟蹋了 扶正王 求求你了 这时候的鸡尔哈朗 还是没有说话 他只觉得有些眩晕 或者是因为这两天经受了太大的压力吧 他整个人的身体都有些透支了 带着血红的手慢慢的垂了下来 那老朽的身躯竟是摇摇欲坠 即将倒下 哎 扶正王 大臣们赶紧上前 搀扶着吉尔哈朗的身体 你们 你们 切不可 忘开 城 门 吉尔哈朗的声音带着沙哑 这也是他在被送回府前强行交代的最后一句话 大臣们离开了 朱瓷的游戏还在继续 最终 被一个叫做李毅的小伙子 一脚大力抽射 抽出了五六账的成绩 博得了头筹 在一众的叫好声下 庄重的接受了朱瓷的赏赐 皇帝亲自赏赐他 让李毅很开心 回家又可以吹一波 这个时候 朱瓷又抬起头 遥望向城楼 看着那上面的大臣们 已经离开了 现在还真不知道 在吉尔哈朗等人的心里 留下了多大的阴影面积 回到了军营 明军的日常还在继续 行动依然十分复杂 令人摸不着边际 譬如白天的时候 阵列训练 几次都有想要攻城突击的迹象 让城楼上的八旗军戒备警惕 但到傍晚的时候 又组织着踢蹴鞠 比武射箭等等的娱乐活动 显得毫无防范 但无一例外 这种未知的感觉 给了整个沈阳城内的守军 一种无形的压力 来自于心里的压力 直到五月六号的时候 朱慈觉得 是时候应该给吉尔哈朗一个转折点了 虽然仍然没有沙海关回防的消息 但铺垫也做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应该及时收网了 拿下沈阳 终归他还是有点思念 家里的小伙伴了 而在另一方面 经过了几天的航行 侯娘子亲自带领的船队 看到了陆地 根据经验丰富的水手提醒 前方应该是朝鲜了 是的 的确是朝鲜 当其他人 看到朝鲜特有的龟壳小船以后 确认了这一点 看到朝鲜的船队 红娘子的兵船警惕了起来 对这边情况 还不是很熟悉的红娘子 转过身来 向周边的大臣 询问朝鲜的情况 随行的一个官员 上前说道 啊 夫人 朝鲜 以前是我们大明的藩书国 但是 崇祯八年的时候 就已经 归腹鸭子了 听到这句话 红娘子的神情 顿时有些紧张了起来 这也就是说 他们 有可能遭到朝鲜水军的攻击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五集 京城 多多和乌三桂的前锋部的作战 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战之后 阿齐阁的主力大军 紧随其后就到达了 这其中包括 蒙古八旗 更加精锐的骑兵部队 满八旗的 三色重甲部车兵 当然 作为攻城战的主角 汉八旗的火炮部队 必不可胜 孔友德 尚可喜 耿京中的大炮 早已经饥渴难耐了 在北京城下排好了队 整整齐齐 轮番时 二百余门火炮 喷吐着炙热的火舌 不断地轰击着 北京那高速的城墙 而整个广域门 笼罩在一片硝烟弥漫之中 城墙之上 明军也不是摆设 在将校的指挥之下 做着相应的回击 不断有着炮弹 落入剑奴军阵中 造成死伤 也有炮弹 落入城中的城墙之上 对明军 也造成了不少的伤亡 在火炮的冷凝间歇期 剑奴的攻击 又冲入了城墙边 明军火炮的死角 抬起弓箭 射伤明军 当然了 明军也会用石头和火冲 回射制 剑奴的进攻节奏 整齐有序 密集高效 不断渗透来的压力 使得城头上的明军 不得不每时每刻紧绷神经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以至于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 和沈阳的继尔哈朗相比 王先通此时的压力 也是非常大的 那是来自于剑奴 一板一眼的攻城压力 调兵遣将 列兵救阵 安排后续补给 被各种琐事 操得但碎凉绝的王先通 现在深刻体会到了 作为一名主将 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和义务 他在主仗之中 连王守仁的灵位都给请了过来 每天早上起来 都先祭拜一遍祖宗 就好似在进行某个仪式 好似在祈祷 请求祖宗将他的外挂 给他也下载了 外挂嘛 似乎并没有到手 王先通还是那个王先通 张庆珍还是那个张庆珍 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 但也不会去干什么蠢事 按照固有的防守套路 防守着北京 4月26日 依然是炮火连天的一天 王先通和张庆珍 像往常一样 安排着这一天的守城任务 然而这一天 崇祯坐不住 哪怕是在皇城之中 外面的炮火轰鸣之声 也听得是一清二楚 和扰人清静相比 崇祯更担心的是京城的安危 崇祯思前想后 最后还是整理好了衣衫 起身走出了自己的寝宫 老皇爷 您这是要去哪儿 身旁的王成恩问道 哦 出宫 崇祯说道 哎呀老皇爷 这可使不得呀 宫外可乱着呢 这万一 王成恩担忧地说道 崇祯皱起了眉头 说道 忠臣为国而死 将士 进阶而亡 寡人 又怎能安详恭维 坐而不见 朱祖 在即位之后的种种表现 也是让崇祯颇有感触 本就是刚烈的崇祯 又怎么会怕死呢 他要是怕死 就不会留在北京这种 随时都有可能被攻陷的地方 这里可是祖宗留下来的国都啊 所谓的天子守国门 又怎能后退一步 王成恩是拦不住他的 甚至连谢方也阻挡不住 在剑奴入侵的这段时间里 锦衣卫也出动了 协助守城 以至于锦衣卫对于城内的控制 对皇城的监视和保护也弱了许多 当谢方接到 崇祯离开了皇宫的通报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晚了 没有朱祠的坐镇下 有些事情还不是谢方能够完全坐镇处置的 就比如崇祯老皇爷 突然就有些任性要出宫玩耍 那谢方不可能派人去把崇祯摁到地上吗 他是不敢轻易伤到崇祯的 只能接受生米煮成熟饭的事实 命人随时左右 严密保护 内城之中 已经全面的戒严了 除了穿行而过的 汇报军情的军事以外 百姓们都蜷缩于家中 不敢出门 崇祯出宫以后 上了马车 直接扑向了战火最为猛烈的 广渠门 王先通和张庆珍 接到汇报以后 有些意外 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 出来相迎 臣 恭迎太皇帝 大驾 王先通和张庆珍 向崇祯行礼 崇祯点了点头 说道 嗯 起来吧 王先通和张庆珍 彼此对望了一下 并不知道 崇祯这个不请自来 是个什么意思 他是要亲自指挥战斗吗 还是想在这个时候 夺回兵权呢 如今大敌当前 京城能够守到现在 完全靠的是 诸慈 早已统一的京城人心 若是在这个时候 再出现任何的权力斗争 本就已经趋近崩溃的北京 那将无疑会加速他的陷落 崇祯当然也知道了 他带着自己的随从们 只是想着以太皇帝的身份 慰问一番 正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 王先通等人 碍于崇祯太皇帝的身份 只能陪同汇报 守正工作的进展 崇祯太皇帝 在和王先通等人的交谈中 认真听取了各位将领 对于守城工作的汇报 详细的了解了 明军在这些天中浴血奋战 坚守北京的情况后 对大家为国尽忠 奋勇杀敌的行为 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崇祯太皇帝强调 当前 北京保卫战 已经到了决胜决战的时刻了 广大将士 要努力在抵御 剑奴达子的战场上 展现担当和作为 继续发扬 明军不怕苦 不怕累 敢于牺牲 敢于奉献的优良传统 全力把各项工作落实好 推动明军高质量完成 守城御敌的工作 同时 也要向涌现出的 在战斗中 功勋卓著的战士 要在物质上 以及精神上予以嘉奖 充当带头模范 示范作用 共同为大明的伟大复兴 而不懈努力 以上内容啊 来自于底版的民报 崇祯17年4月26日报道 实际上 崇祯和王先通等人的会面呢 远没有那么复杂 崇祯只是以太皇帝的身份 登临城楼 给守城将士 极大的鼓舞的同时 也是让阿祈格和吴三桂等人知道 他崇祯还活着呢 并不是像习文中所说的那样 被儿子弑父所杀死 只这一点 广区门的炮声熄灭了 因为崇祯的到来 两军不约而同的暂时停战 当然 阿祈格现在的停火 是有着某种想法的 相比于辽宁皇帝 那个突然冒出来的恶心祸色 崇祯似乎是比较好对付 剑奴的主帅何在 崇祯的声音不大 但架不住 身旁太监多呀 很快便放大了声音 向剑奴的阵地喊道 阿祈格在亲兵的护送下 来到了城楼前 与崇祯会面 嘿嘿嘿嘿 有帮大清英亲王阿祈格 见过大明皇帝 这个时候的阿祈格 突然礼貌了起来 他称呼崇祯为皇帝 实际上也是表达 对诸祠的不承认的态度 当然了 他们本来入关打的旗号 就是除逆子 扶崇祯 以便减少汉人士大夫们的抵抗 不过看起来 效果并不明显呢 对于友邦这个称呼 崇祯听到是嗤之以鼻 连年的入口 对大明的创伤可不轻啊 要是没你们建奴 哪来的家派三想 没有三想 哪里又会有农民起义呢 呵呵呵 有邦 不过是窃取我朝土地的驱虫罢了 何以配得上 邦子呢 崇祯说道 阿祈格听了 吟有怒色 但是还是忍了下来 继续说道 唉 我大清来此 并非恶意啊 实在是希望帮助崇祯皇帝 匡扶设计 铲除奸命罢了 只要将王先通 张庆真 范景文等人 论罪下狱 斩首示众 崇祯皇帝 崇登皇位 本王自当引兵而去 希望崇祯皇帝 能明白我大清的善心 啊 只要把王先通和张庆真等人论罪下狱 剑奴便会退军 哪会有这样的好事啊 无论是王先通还是张庆真 听了以后都是心中一紧 如果说用他们的性命真的可以能换来京城的安全 他们绝对不会贪图性命 苟活于世 但是 这可很显然啊 是达子在耍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伎俩 临阵斩将可是大忌 军心不稳 京城呢 就会沦为达子的股掌之间的玩物了 王先通不聪明 但是也不傻 他和张庆真 显然是有些担心崇祯的至少 如果崇祯这时候 头脑发热 同意了阿七格的和谈建议 那可就真麻烦 然而 王张两人还是多虑了 他们显然低过了崇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心态 听到阿七格的言语 崇祯不禁横眉冷目 勃然大怒 哼 寡人再不计 又岂能做那宋高 崇祯觉得阿七格这是在侮辱他的智商呢 气急败坏 亲自走到了一处炮台之后 一把抢过了旁边士兵的隐信 点燃了火炮 轰的一声 发射的炮弹从阿七格的头顶呼啸而过 惊扰了阿七格的战马以后 落入了后方的阵营之中 砸死砸伤了达清军数十人 哎呀 太皇帝 这一炮实在有如神助 对对对对 太皇帝 威武 威武 城楼之上 爆发出了一众的叫好之声 原本还有些疲惫的明军 看到崇祯这一炮 也感到了群情振奋 太皇帝太有种了 一个个的受到了鼓 也接二连三开始装填炮弹 准备继续轰击达清的军阵 事已至此 阿七格 见状也不再多言 勒回战马 返回本阵之中 被人称赞的崇祯有些美滋滋的 看着那一炮下造成的死伤 竟然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感觉从小到大 没玩过这么大的炮 但是他毕竟是皇家的贵胄 不可能和士兵一样 站在这里亲自点炮吧 过了一把手瘾 之后 崇祯便把引信 还给了身旁的士兵 达清军的炮火 也随之轰鸣起来 砸在城墙之上 如同地震一般 坠落下的侄子碎屑 就仿佛城楼 可以死 看塌了是 王仙东和张庆珍见状 赶紧护住了崇祯 说道 太皇帝小心哪 太皇帝 还是先回去吧 这里太危险了 实际上 崇祯的到来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士气 但是 王仙通作为被诸词亲命的大将 总觉得 崇祯在面前 会感到束手束脚 报 就在这个时候 王仙通还扶着崇祯 往城楼下走呢 突然军报前来 信使骑着马 满头大汗 甚至都没注意到 王仙通身旁 便是崇祖太皇帝 下马 只是向他回禀道 侯爷 西之门告急 一声之下 崇祯和重将 心里都是一个咯噔 咸 怎么回事 快说 王仙通也顾不上身旁 便是崇祯了 急忙上前 抓住信使 问道 侯爷 本来闯贼 攻打西之门的时候 城墙便已经有些松动了 直到刚才 城墙便塌了一半 碰巧外面的鸭子也看着了 立刻派人强攻西之门 西之门快顶不住了 王仙通听罢 顿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西之门原来并非达清的攻击重点 而王仙通将主要的防御力量 都吊集在了广渠门中 这个时候城墙塌了 简直要了亲命 如果西之门被攻陷了 守城战变成巷战的话 本来兵力就不占优势的京城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活路 富岸侯 你守好广渠门 其他人跟我来 王仙通对张庆珍命令道 末将听令 西之门的危急 令王仙通无暇顾及太多 抓紧时间的他 连身旁的重真也都只能忽略了 京城的安危是第一要务 除此以外 繁琐的礼节 只能让王仙通感觉到拘束和耽误 于是他立刻在最短的时间内 抽掉了广区门的兵力 去西之门堵漏 崇真站在一旁 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神态上也有些萧索 众将简单失礼之后 便离开了崇真的身旁 各思其直 孤家寡人的崇真 在王称恩的搀扶下 返回了皇宫之中 自从听到西之门城墙 倒塌的消息 崇真就有些悲观了 回宫以后 他召集来了周太后 袁贵妃和嫂子张皇后 在他们的面前 每个人都被刺了条白绫 崇真沉默了半天 最终还是叹息了一声 开口说道 唉 不瞒各位 京城 危在旦夕 若京城城破 如等 皆为皇家女子 千万不可被 贼人所辱啊 崇真 说吧 指了指 那几条白绫 这是她 给他们作为 大明皇室的 最后的退路和尊严 切得 又岂不知靖康之功 更不会联系贱命 周皇后 垂泪说道 其他的女人 也跟着伤感地哭了起来 清冷的皇宫 又笼罩在 一片的忧郁气氛之下 崇真不知道 大明的命运会倒向何处 她看着宫外的天空 带着某种黄昏的色调 有些自嘲般的自言自语 若寡人死于此 祖宗 要可原谅风 接着垂手 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哎 只是可惜了 皇儿啊 西直门 突然塌陷了城墙 给了达清机会 看到时机的左军同帅阿巴泰 很快调集了重兵 猛攻西之门的缺口 塌陷的城墙 不足四脑 又有石块垫路 重步兵 木车开路 抵挡了大部分的伤害 他们每人背着一个沙袋 在掩护之下 冲到了缺口之处 用沙袋 愣是垫起了一条 直通城内的大路 西直门的明军 守备力量显然不足 负责防守的游踢将军 显然对于这样的突发事件 应对能力不足 在半个时辰之内 第一名白甲拔亚拉 便是率先跃入了城中 拉开了达清军 突入京城的寨 游击将军阵亡 加速了明军的溃败 当王先通 命人赶到的时候 从缺口中涌进来的达子兵 已经多达数百人 他们试图打开西直门 以便更多后续大军的突入 只是 现在遇到了阻碍 只见了原本负责 军方后旗的形势 却不知怎么的 充当了西直门的防御指挥 在西直门的首将阵亡之后 把后勤的粮草兵和收拢来的溃军 整顿一起 反扑西直门 并及时阻止了突入部的开城行径 等待着援军的到来 王先通的援军到来 无疑鼓舞了士气 而在这个时候 形势也清醒地认识到 现在最该做的是什么 城墙的缺口 实在太过于致命了 那将是思凯 整座北京城防的致命声 战斗在西直门内打响 谢方的锦衣卫 也很快地加入了战场 胜利军的助阵 使得西直门的事态 没有进一步的扩大 而就在这个时候 让王先通更加吐血的是 军报又来了 报 侯爷 大事不好了 惠安侯被流石锁伤 王区门快顶不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96集 什么 难道就到此为止了吗 得到广居门 也遭遇变故的王先通 握着剑的手 不觉有些松动 他的身上遍布着灰尘和鲜血 胳膊上的伤口 在隐隐作痛 但与此相比 更痛的是王先通的内心 他恨自己 恨自己没有能力 拯救危难 恨自己辜负了圣上的嘱托 好耶 有人喊道 耳旁呼啸而来的刀锋 让王先通回过了神 那是一名白甲兵 突破重围 想要直接秒了王先通 但从羞愤中苏醒过来的王先通 带着一股无名的怒火 力量和反应 在那紧绷的肌肉之夹 随之暴增 直接迎到了那名白甲兵的身前 扭住了他的手臂 扼住了他的脖子 猛地按倒在地 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将剑刺入了他的右眼 拔出来的剑 扯出了阴侯的鲜血 和紫色的脑浆 王先通 抹了抹焦急的面容 将白甲兵的尸体 丢在了一边以后 向全军呼喊道 战志一兵一族 绝对不让他子 踏入北京一步 在得知 广区们危难之时 王先通 真的无计可施了 他就那么些能力 当军士还能勉强指挥 烈士呢 只能充当一名汉将罢了 王先通觉得 今天或许就是他的葬身之日 但是 作为王胜人的嫡系血脉 王先通 绝对不愿意入墨了先祖 宁可站着死 绝不跪着生 在王先通的汉勇 和重将士的努力下 勉强地 将涌入西之门的八旗兵 给歼灭了 将其推回到了缺口一派 如今 重新修筑城墙 已经是来不及了 敌军站在外面虎视眈眈 如果派出抢修城墙的江湖们 就等于让他们直接送死了 而在这个时候 也就只能用人 用血肉 筑齐抵御敌人的城墙 将敌人 阻挡在缺口之外 信建侯 这里交给切身 您快去广曲门支援 达清 对于缺口的攻击 并没有停止 广曲门 面对的可是达清的主力军 若是广曲门失守 将比这里更加难以补救 刑士只是个女子 是诸词特意调来 参政军务的女人 原本王先通 还曾怀疑过她的能力 让她负责后勤事务 如今 在西之门突遭变故之后 刑士有胆有识的 及时遏止住了事态的恶化 也让王先通知道 刑士有能力 她那临危不惧的表现 给了有些气馁的王先通 一些信心 她冲着刑士点了点头以后 带着已经疲惫不堪的明军 重新返回广渠门 扑救为难 在路上遇到了谢方 后者远比王先通 更加早地得到了消息 她正在城中 进行全城的动员 将原本分散在各地 进行戒严管制的集位们 全部集结了起来 杨忠伯 广区门如何了 谢方的脸色有些难看 心里也十分的焦急 慧安侯重伤以后昏迷不醒 达子趁着群龙无首 夺取了城门 广区门已经洞开 玉城的黄卫营 正在节节败退 正是因为如此 知道事态紧急的谢方 也顾不得许多 试图将城内的锦衣卫 全员召集起来 支援 广区门的守军 将剑奴打回城外 这样的消息 无疑又给了 王先通的内心 重重的一击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 即刻带人 朝着广区门赶去 路过皇城的时候 又遇到了王成恩 他似乎专门等在 王先通的必经之路上 再见到王先通以后 没有任何内观的架子 小心翼翼的失礼说道 大人 太皇帝命咱家 相助于新建侯 皇城的工人 愿听侯爷的调遣 王先通抬眼看去 他的身后 领着千余名 年轻力壮的大内太监 没有护甲的他们 手里只拿着一些 简易的武器 好 王先通想哭 在这种时候 或许千余名太监 并没有任何大的用处 但老皇爷 对他表现出来的信任 让他心中 有种热血在燃烧 他的身上 背负着整个大明的命运 那是王先通 无论如何 也不愿意辜负他 广曲门外 喊杀声震天 没有主心骨的明君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溃败 而随之而来的事 动开的广曲门 迎入了 贱异军的铁帖 王先通回原了 但是 看起来 已经无力了 失去了城门 京城 亦是危在大陆 王先通咬住 知道 这或许并不可以 但是仍然竭尽全力的 攻武的士气 对将什么过来 等我冲 夺回广曲门 在已经源源不断 入城作战的 剑奴八旗面前 夺回广曲门 几乎是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 王先通 别无退 只能用尽一切的力量 死战斗 明君在王先通到来以后 稳住了阵脚 几一位和太监们 一个个的加入了战团 在这京城 大明最为艰难的时刻 原本应当是 党争不断 内讧不止的 京城内的 各个利益集团 在这个时候 面对外敌 竟是不计个人得失的 团结在了一起 到底是为了什么 似乎很难解释清楚 也无需要解释清楚 敌人是鸭子呀 就算是杀父知仇 也得先放下 弹丸鸭子再说 范少甫家奴 二十 前来助阵 俺们是孟大学士家的人 新皇 爱民如子 我等孙非有始 一愿舍命报国 王家彦没有家奴 只剩下一把老胡同 亲自骑个小毛驴 抓了个铁锹 就跑了过来 不断有着意识们的加入 帮助已经抵挡不住的明君 京城巷战 在二十六日 从白铁 厮杀到傍晚 没有停歇 无数人在这场战斗中死亡 又涌现出了 无数可歌可泣的势子 老心 力气已经枯竭了 但仍然咬着牙 坚持不信 他不能倒下 倒下了 便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经常被敌人见他 八旗兵太狼 他们的战斗力也十分的强悍 战孙兵在不断的拉大 明君的抵抗力量 在不断的消亡 达清军推进了一里 但一步 一个鲜血的脚印 他们每踏前一步 也会在英勇阻击的意识面前 付出足够的惨痛的代价 但胜利近在咫尺 明君的崩溃 也只是旦夕之间 圣上啊 不断倒下的将士 让王贤通心急如闻 扬天长笑 却在这个时候 突然听到了 达清军的明君之声 达清军在退军 没错 战役正在胶着的时候 剑奴竟然明君退兵了 王贤通和京城内的守军 一脸懵逼 我靠 这是什么情况 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这个时候 却是千载难逢的 收复广渠门的时刻 达清的退兵 让王贤通一度以为是祖宗显灵了 圣上洪福的结果 他看到了希望 同时 剑奴的退军 也让原本以为要殉国的众人士气大振 在王贤通的带领下 反扑敌军 退兵的剑奴 早已没了之前的气势 在明君的掩杀下又留下了一波尸体 只不过 达清的退兵并非战败 而明显是一种战略性的撤退 主动放弃 不可固守的广渠门 在殿后部队的掩护下 所有入城的达清军 有条不紊的 全部退出了城外 有效地遏制住了 因为撤退带来的大幅度的崩溃 但是 对于明君来说 最大的收获 不是斩杀了多少敌人 而是重新拿回了广区门的控制权 不久 王贤通再次踏上了广区门的城楼之上 还在懵逼于 鱼子怎么突然就退兵的他 抬眼看到远方 竟然发现出现了交战的迹象 鱼子正在和某些军团扭打成一团 有援军吗 王贤通意识到了 鱼子退军的根本原因 援军离得有些远 很模糊 看不清楚是哪路的秦王师 王贤通赶紧叫人拿来了望远镜 这东西在侦查方面确实非常好用 很快他调好了交距 对准了那个方向 从那战团之中寻找着援军的旗号 首先看到的是 马秦两个字 这已经足以让王贤通知道 出现的部队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无论是大明还是剑奴 或者是李自成张献忠 恐怕没人不知道秦良玉的大明吧 称他为大明第一女战神 一步为过 战功卓著 忠心耿耿 受到的恩龙无以复加 名声响亮的 哪怕是当朝大元建了 也必须李玉有加 很显然 那一支军队是来自于 石柱的秦马两家的秦王军 就是不知道秦良玉在不在 如果他本人在的话 让他负责京城的协防 那么肯定比他王贤通 做得更好 甚至于说 为了京城的安危 王贤通把主帅的位子 让给秦良玉都完全可以 侯爷侯爷 快看 那边还有 身旁的兵丁 突然指向另一个方向 还有一支军队 正在试图攻击达子的侧翼 王贤通赶快又拿起了望远镜 看到的是 黄 啊 好 黄 王贤通一拍大腿 脸色暗息 南方各大总兵关中 姓黄的就只有黄德公一个人了 那可是和周玉吉齐名的猛将啊 看到这两路大军赶到 王贤通心情大好 赶紧吩咐下去 准备好人马出城 和元军一同夹死狗达子 诶 新剑侯 万万不可 此时应立刻固守城防 贼军势打 难胜啊 王家彦都这把老骨头了 还亲自上了战场 听到王贤通这么吩咐 赶紧制止了他 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 如今已经不是文官管辖武将的时候了 王家彦此时的话 只是一种建议 但王贤通也不是不听建议的人呢 实际上 他上次被诸词训斥的时候 产生了一定的自卑感 如果别人有好的建议 他是很愿意听从的 只是在这一次 在面对是不是要出城 接应援军的选择的时候 王贤通先是想了想 然后对王家彦说道 呃 王上说 说的也有道理 只是 有军既来 若我军不去接应 岂不含了有军的心呢 王家彦沉默了片刻 斟酌其中的厉害关系 说道 但是 京城的安危 才是重中之重啊 对 京城的安危 才是重中之重 王贤通没有否认 继续说道 但是 若援军败王 京城便没有再守住的可能了 广屈门的事故 让王贤通深刻的认识到了 他所面对的达清军 是多么强大的对手 秦良玉的吐司兵和黄德公的勇卫营 对于王贤通来说都是救命的稻草 他总觉得应该做些什么 如果那两股军队被击退了 甚至于全军覆没了 对于北京来说肯定是难以接受的噩耗 下一次再发生广屈门一样的事故 就肯定没有幸运 光顾了呀 于是 王贤通命令清点人马 让龚永固带领 试图出城 接应援军的到来 达清的主仗之内 阿齐格有些懊恼地掀翻了桌子 距离拿下北京城 也就只是一步之遥了 但是他最终不得不下令 停止对京城的进攻 原本西南的吐司兵到来 已经命令吴三桂去迎敌了 勉强可以应付过来 掩护主力拿下北京再说 但黄德公的出现并从侧意冲击 令那号称无敌于天下的吴三桂 终于有些挡不住了 若是事态继续恶化下去 等到吴三桂的关宁军溃败 阿齐格的大军 就等于把屁股暴露给了明军 那样一来 将会迎接一次惨无人道的暴局 简直要爽上天了 大明一方的援军 无异于打乱了阿齐格的作战部署 不愿意被暴局的阿齐格 现在只能暂且转攻为首 围城打援 这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将攻入京城的部队调集出来 驻守防线 防止北京城内的明军突围 同时抽调部队 支援吴三桂部 准备把西南吐司军和黄德公的永卫营给吃掉 大明的援军和吴三桂部的拼杀还在持续 秦良玉调教出来的白杆兵相当的彪悍 既有汉人也有土家的土兵 当初在魂和血战 四千白杆兵和三千七家军是硬扛数万剑奴的精锐啊 一勺打多却避敌万语 现在达子兵听到白杆兵三个字 都有一种胯下凉凉的感觉 总的来说 白杆兵的野战能力还是很可观的 只是这一次啊 马万里带来的人并不是很多 也就万把来人 还是东拼西凑临时凑起来 去年的时候 秦良玉的全部家当 在四川对阵张献忠的时候 全部拼光了 三万的白杆兵啊 被一个初出茅庐 名不见经传的小将 给打得全军覆没 简直就是他们秦马两家 几十年来的最大尺 那个小将叫什么张定国还是李定国的 也不知道是哪冒出来的 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乌三贵部 据说已经投降了贱奴 马万里是很恨贱奴的 他家的大部分亲人 都是死在了贱奴的手中 国仇加恨之下 马万里拍马就是开路 虽然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白杆兵 但是也经过秦良玉的亲自训练 基本功过硬 在面对关宁军的时候也不虚 硬碰硬之下 在短时间内还是势均力敌的 直到黄德公的加入 两方夹击之下 关宁军开始出现了败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此时的吴三贵 有种想要骂娘的冲动 以一敌二 他明显有些支撑不住了 西南的白杆兵和京营的勇卫营 是些什么货色 他清楚得很呢 正是因为知道他们的底细 他光看着他们就有点虚 吴三贵接连发了十几道的球员军报 但是阿七格一直无动于衷 吴三贵倒不是很担心 阿七格的菊花会不会盛开 他只是很心疼自己手下的兵啊 若是都打没了 没有兵员补充的话 他还是稳静自尽来得更痛苦 其实阿七格刚开始 一直压着不救吴三贵 是想着 那个时候对京城的攻坚战 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他觉得应该先让吴三贵扛一会儿 拿下了京城 再调集重兵 前去支援的 只是令阿七格没想到的是 吴三贵的精锐关宁军率先告急 抵挡不住进攻了 而京城又在僵持之中推进困难 这才迫不得已 明金收兵 回援吴三贵 就这样将广渠门又拱手还给了明军 马万里和黄德公早在抵达京城之前 便已经在南直立和坚府会势一处了 在得知京城面临的危局之后 二人便商议制定了如今的作战计划 攻略剑奴的外围防线 吸引剑奴的注意力 给京城分担一部分压力 黄德公的勇卫营 都曾经是经营的精锐 而他本人虽然统帅力上 差了周玉吉一些 但个人的武力值高达95%以上 每次攻城掠阵 必定是亲自带头 率军冲锋 身上的疤痕不胜没举 不到他力竭 很难有人在他的手上 过上三个回合 在黄德公的勇卫营 从侧翼入阵掠杀之下 如同一只尖锐的长矛 撕破了关宁军的阵线 两军一正一斜的夹击之下 吴三桂的关宁铁骑 基本上便被按在地上摩擦 甚至黄德公的勇卫营 最近的时候都冲到了 距离吴三桂中军不足百米的地方 光是近距离看到那些骁勇的勇威营战士 都让吴三桂有些后脊而发凉 等到达清的援军准备过来支援的时候 吴三桂的关宁军 已经是兵败如山倒 正在开始往回撤退 黄德公和马万里健壮 没有选择继续追击 他们也注意到 剑奴的援军正在朝着他们这边赶来 既然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于是他们止住了众军的前行 京城暂时解围 贼势预大 不以正面交战呢 黄德公说着 从身上若无其事地挖掉了几个 射到他肉里的弹丸 用布条简单地勒住了伤口 也跟没事人一样 和马万里开始商 哎哎哎 黄总兵所言极是 暂且固守固安 剑奴远道而来 不可久战 只要坚守住了 其必退去 马万里点头说道 马万里还很年轻 论打仗的次数并不太多 所以像遇到黄德公这般 酒精沙场的老人 还是很敬重的 两人商议之后 便退守京城以南的顾安县 准备与京城的明军 互为脊脚之势 共同抗击 剑奴大军 而龚永固率领的军队 在包围圈中是左突右冲 也没能成功突破剑奴 对于京城的包围 只能无功而返 但是无论如何 京城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度过了26日的危机 转过头来 到了27号 阿奇格和重将商议之后 毅然决定 沿用如今的作战方案 仍然是围城打员 围城 围的是京城 打员 打的是马万里和黄德公二部 不将这两部彻底的肃清 对于京城的攻击实在难以正常的进行下去 于是阿奇格当即拍板 将汉巴奇的火炮工程主力 调取顾安城外 对顾安城展开了一系列的猛攻 京师里的王先通 也得知了南边 顾安的情况 但是对此 却是无计可施 他多次组织军力 试图突围支援 但也只是平白的损兵折将而已 如今金手城池 已经是极限了 想要在野战取胜 实在难有可能 27日 达清军投入顾安的劝详信无果 并被斩使明智 一夜无话 28日 恼羞成怒的阿奇格 下令全面开始进攻顾安县城 火炮开始在顾安城边无休止的轰鸣 顾安城小 而且并不坚固 在30号的时候 顾安城的边墙 终于是坚持不住了 轰然倒塌 黄德公和马万里 被迫选择突围撤防 只是 当他们看到四面八方 潮水般涌来的八骑兵啊 也有些绝望 幸好黄德公激发潜力 再次开启了无双模式 硬是依靠他和永卫营的彪汉 撕开了一条冲出包围圈的口子 只是在成功突围之后 黄马二人却有些心痛啊 现在他们两部的残余兵力 已经不足三四千人了 激进于全军覆没 黄德公和马万里都有些悲伤 不仅仅是因为手底下的兵力都没了 还有更深一层的 就是对于京城安危的担忧啊 黄总兵 如今京城危急 各地秦王师又迟迟未到 京城恐难顾首尔啊 马万里愤恨的说道 怎么看 达子军的势力也是太过于庞大 他们两部虽然强势 却只能拖延时日而已 想要完全依靠此 解除京城的围困吗 那基本上是没戏的 最后 两人各自收拢了残佈 再次难撤五十里 观望京城的局面 与此同时 多尔滚已经入关了 他此刻正坐镇于剑奴大军的后方 永平之中 把持着大局 将进攻京城的指挥权 全权交给阿祈格 并没有什么问题 以他的能力 足以应付战场上的事情 多尔滚在意的是 这个辽宁皇帝 跑哪儿去了 据说 辽宁皇帝亲率一军 声称是要来干他们 不过现在掐指一算 听到这消息 半个多月都没了 连个屁都没见到 怎么的 这会儿人逃了吗 不可能 这不是多尔滚想要的答案 对于那么一个 可能是他劲敌的选手 多尔滚 可不会存在这么侥幸的心理 以至于 每次听完 从前线发来的军情以后 多尔滚都会下意识地问上一句 有没有辽宁皇帝的消息 可知道现在 答案是否定的 5月2日 当时的多尔滚 正在阅读达清指定的官方启蒙教材读物 三国演义 这已经不知道 是他看的地几遍了 每每读之 都令多尔滚感到新潮澎湃 最心于其中的斗智斗勇 无法自拔 多尔滚最喜欢的人物 便是那周公锦 风流倜傥 玉树临风 而他觉得自己 无论是相貌 还是才智 都不疏于周郎 每每自比于周郎 而又称呼大玉尔为小桥 这是他私底下最大的恶趣味 而每次看到周郎死掉的情节的时候 总会让他唏嘘感叹 哎 自古英才 多早事啊 此时的多尔滚 方看到了邓爱偷渡阴平的情节 不禁想到了什么 哎呀 我靠 这辽宁皇帝 不会暗渡陈藏去了吧 不能吧 他乃大国的天子 又怎敢舍身犯险呢 不能 不能 多尔滚苦笑了几声 摇了摇头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突然有军校急匆匆地跑进来 报 摄政王 圣经集信 什么 当多尔滚知道 明军出现在了圣经的时候 手里限量版的三国演义 啪嗒一声 就掉在了地上 混账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多尔滚的第一反应 他觉得自己是听错了 又重新问了一遍 信使 慌忙拿出了基尔哈朗的亲笔信 上面的字迹和印信都很规整 确凿无误啊 信上说 明军已经攻破广宁 强行军到了沈阳 统帅 统帅极有可能是辽宁皇帝本尊 不日 兵临城下 万分危急 什么 什么极有可能是辽宁皇帝本尊呢 多尔滚看吧 将信丢在了一旁 一次是阴沉到了极点 还还还 什么 有可能 那根本就是 他很确信 那突然出现在圣经方向的明军 肯定 便是失踪了十几天的辽宁皇帝 从广宁打的圣经 也就是说 取到蒙古 圣经出现的明军 已经足以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当势不可挡的八旗铁骑 以席卷天下般的强大兵力 进入到山海关的时候 刚刚登基 还没有几天的辽宁皇帝 几乎在一瞬间 就发现了他们大清的弱点 找到了他们的软肋 并且以雷厉风行之势 做出了果断的决策 甚至 多儿过还在怀疑 辽宁小皇帝 本来就是故意放开山海关的 为的就是让他们 在中原被花花世界冲昏了头脑 让他们不顾一切的 投入全部的力量 入住中原的时候 把他们达清的心脏给暴露出来 好趁乱 给予他们致命的一击 不行 多儿过的内心有些混乱 正在权衡利弊 一方面是即将攻陷的北京 后面是广大的中原大帝 另一方面是圣经中的各大要人 他的儿子 他的大狱儿 他的女儿 和那些他也想要保护的小萝卜头 好不容易动员了这一次的入侵 若是无功而返 实难甘心 但是如果放着辽宁皇帝直倒黄龙 多儿过也不可能这样做 无论是回不回原圣经 现在都让多儿滚十分的难受 辽宁皇帝的这一手暗渡陈仓 就如同鱼骨头一般 掐在他的喉咙之中 难以拔出来 实际上 多儿滚已经意识到了 虽然他的军力上 占有碾压级别的优势 但是在战略上 已经落了下诚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 来回夺步数百次的多儿滚 终于定了定心神 北京是不能放弃的 但圣经也不能 鱼和熊掌 他必须兼得 多儿滚在想好了之后 三两步便返回了案前 提礼给阿齐格发去了密令 命其分出五万人马 由多多和阿巴泰 为左右军主将 从蒙古和山海关 两路回元圣经 将辽宁皇帝 憋死在辽东境内 当然 等到两路大军回元辽东 估计黄瓜菜都凉半天了 考虑到时间紧迫性的问题 他同时命令 距离圣经最近 刚到宁远的豪阁 轻装返回圣经池源 当所有应对诸词的作战命令下达以后 多儿滚尝出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 掉落在地上的限量珍藏版的三国演绎 附身捡了起来 限量珍藏版的三国演绎 捡起来的时候 正好亮出来的内容是 第五十六回 孔明三气周瑜 这一回说 却见那周公锦 徐徐又醒 仰天长叹 寄生于何生亮 连教数生而亡 年三十六岁 这非常不吉利的预兆 让多儿滚 忐忑不安 但也就只是一瞬间 多儿滚 便已经面有恨色 本王 要改写周公锦的命运 绝不认输 说吧 多儿滚重重地 合上了书本 摔在了暗桌之上 起身 走出了居所 对亲兵吩咐道 来人 背马 背甲 阿齐格 在第二天 收到了来自于多儿滚 回原命令 信上明确指出了 圣经的危急 同时 让他不要让全军 都知道这份军情 以免动摇军心 所以 阿齐格对于多儿滚的命令 没有任何的疑问 有疑问的是手下的众将 眼看就要击溃明朝的援军了 面前的京城也是唾手可得 这个时候分兵回圣经 无异于削弱了工程的力度 面对众将的疑问 阿齐格只能扯谎 装作没什么大事情发生 说道 啊 诸位将军 辽东有汉民叛乱 必须以强军镇压 如果不闻不问 恐怕有失 这莫棱两可的解释 其他的将领 也只能接受 但是 多多和阿八泰 带走了五万人 让阿齐格手上的兵力 就有些捉紧见肘了 于是 原本对于京城猛烈的进攻 也就暂时停了下来 再次不得不改弓为首 试图以大军的围困 等待京城弹尽粮绝 减少工程带来的不利战损 阿齐格分兵带走了五万人 这样规模空前的调动 可逃不过明军的眼睛 王先通在城楼上 看着达清军们远离 实在有点闹不明白 黄德公和西南吐司兵败退以后 本来王先通已经是心灰意冷了 可如今看到达清分兵离去 这第一感觉就是 又有援军出现了吗 这也不太可能呢 他又仔细看了一看 清军撤军的方向是北方和东方 那边都是敌战区啊 根本不可能有援军从那两个方向过来 哎 不对啊 那两个方向确实是有一支明军的 圣上的皇位骑兵营 当王先通推理到这个程度 不禁有些兴奋 说明圣上还在 还在前方和打字浴血奋战呢 王先通的内心无疑是激动的 虽然这只是他的推断 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他还是将圣上的去向 透露给了其他的将领 以便激励他们作战的士气 什么 圣上竟然去了辽东 龚永固听了 眼珠子都要蹬到地上了 吃惊地说道 新剑侯 你这瞒得我们好苦啊 哎呀 新剑侯 你又怎么能同意圣上 如此舍身犯险呢 万一出现意外 你可担当得起 刘文炳 怪罪于王先通的失职 没有苦劝 而是放任诸此冒险 现在说这些没有用 圣上洪福齐天 又怎不知孤君深入的危险 想必圣上也有万全之策 如今阿继阁分兵撤军 并说明圣上无恙 但是而归 诸位将军不必多虑 这个时候 刑事插嘴说道 其他人 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辽宁皇帝的 威名形象 现在还存在呢 他们实难想象啊 圣上 会在没有任何把握的情况下 贸然出征 想必起必然是胸有成竹 才有如此的思维 不若网罗此事 退于打在军中 或可乱极军心 使其退却 刑事又补充说道 5月4日 豪格接到 多尔滚的命令 让他带人先行出发 持援圣经 对于这么一个任务 豪格只能接受 但他的心里 却颇有一些 不爽 豪格在听到 明君出现在圣经的时候 远远没有多尔滚那般的急迫 甚至于说 他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多尔滚之所以能做到摄政王 并非因为他长得好看 并非因为他过度浓缩 像个精华 实在是因为他战功雷雷 无人能出其右 而又有聪明王的光环加持 让别人信服他的战略决策 但如今 明君突然出现在了圣经 显然是在战略上 出现了重大的漏洞啊 谁的责任 毫无疑问 那就是因为 多尔滚过度的自负 和清朝入关的命令 有着最直接的关联 这口黑国 多尔滚是想逃 也逃不掉了 对于多尔滚 豪格毫无疑问是 恨之入骨 只是 以他现在的情况 基本是没有任何的能力 可以把多尔滚给搞下台了 而圣经突然来到的紧急军情 让豪格看到了希望 试想一下 如果圣经被迫 即使他什么都不做 其他各旗大臣 也会把矛头直接指向多尔滚 追究他的责任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豪格想到此 又不禁摇了摇头 趋在脑海中的这些小心思 圣经中 还有他的妻子儿女啊 还有他的大玉儿呢 怎么能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被明军所害呀 更何况 他手里的军队 名义上 确实可以称之为豪格部 但实际上 这支军队呀 从士兵到将官 都是正白旗的人 让他一个正蓝旗的和尔王 去统领多尔滚的嫡系正白旗 放谁能够不感到心塞呢 那种处处受到撤肘的感觉 简直想让他日纲板去 四王大人 既然摄政王已经下了军令 不知何时整军出发呀 正白旗 顾山讹针 何洛慧 找到了豪格 问道 豪格抬眼 看向了何洛慧 怎么看 他都觉得不爽 别看何洛慧 表面上恭恭敬敬 实际上 就是个老阴逼 年初的时候 他豪格也就是嘴上问候了一下多尔滚的老娘 第二天就被多尔滚知道了 一罪消绝 肃亲王的爵位活生生的被砍成了肃王 他妈的 一看就知道这是何洛慧给告发的 倘若他豪格得势啊 第一个便把这个狗日子给咔嚓了 如今多尔滚给他的军令 豪格拿在手上 还没想好该如何执行呢 这何洛慧就跑过来问了 这种把他当猪养的感觉呀 真是让豪格有些无法忍受 豪格压不住的发火说道 何时出发 可是本王能决定的 何洛慧低着头 阴层层的说道 啊哈 毕竟您是肃王 又被摄政王 唯以众人 哼 狗屁 豪格起了身 将他接到的军令 揉成一团 拂袖而去 5月6日 沈阳 连日以来 明军无论在城外做什么 都处于守军的眼皮子底下 无论是烧灵 还是叫骂 或者是将女真百姓 抓过来放在城外 按个儿放血 或者是排兵布阵般的 洋装工程 或者是开心的 踢着醋鞠为乐 守军都是无动于衷 面对明军的所有举动 被基尔哈朗下了死命令的沈阳城 只有一个选择 禁闭大门 拒绝出战 他要学那司马懿 把诸葛亮活生生的给拖死 时间对于基尔哈朗来说 很有利 只要等到援军抵达 任明军再怎么猖狂 任辽宁皇帝 有再多的计策都注定会失败 沈阳的守军除了小心戒备以外 大多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但明军所做的一切 都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压在基尔哈朗的心头 在晚上的时候 心力憔悴的基尔哈朗 似乎看到了希望 为什么呢 因为怀远门外 突然有了动静 只见一群明军 正在追杀一个什么人 那个人慌不择路的 冲向了沈阳城 不要放他走 杀了他杀了他 那是达子的信使 圣上说了 绝不能让他入沈阳 抓住信使啊 赏烟二百入列惊阳 兄弟们冲啊 明军是一连串的喊叫声 追杀声 以及正在玩命逃跑的 信使的哭求声 惊动了怀远门 明军和信使越来越近 信使已经伸中数箭 亮亮呛呛的 朝着沈阳城的城墙 拼命的跑着 虽然是夜色之中 看不太清楚 但依稀能够从点点的火光之中 分辨出满人的体貌特征 看到那个信使跑得烈切 城上的守军 在通知吉尔哈朗的同时 放下了吊绳 希望他能够爬上来 明军跟在屁股后边紧追不舍 但眼看着信使已经进入到了 沈阳的射程范围内 也不禁放慢了速度 停 放箭 一排排的明军士兵 对列整齐 似乎是专门挑出来的用功高手 在信使跑到城墙边的时候 便是一阵的猛射 他们射的不是城墙上的守军 而是那已经陷入绝境的信使 这么多箭射一个人 就算是超人来了 也得抖三抖啊 最终 信使被乱箭射倒在距离城墙几步之遥的地方 再也没有自己进入沈阳的可能 但是明军似乎还是不知足 几次试图冲到城墙下 抢回信使的尸体 而城墙上的守军高度警惕 纷纷使用弓箭和火炮予以回击 把冲过去的明军给打退了回去 一连三步都没能成功 看到明军如此看重这个信使 守军也是不敢大意 在基尔哈朗亲自过来处理此事之前 他们便用爪钩 钩住了信使的尸体 将其拖拽入城 没能抢夺成功的明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也无计可施 当把信使放在了城墙上的时候 已经凉透了 众人仔细观瞧 确实是个满人不错 而且还穿着八旗的智识甲咒 还从他的怀里 搜出来了一封带写的信件 等到基尔哈朗匆匆忙忙地出现以后 便赶忙把这封信 交到了基尔哈朗的手中 说来也怪 就在这个时候 朱祠竟然也跑了过来 对于明军没能捉住信使 破口大骂 恼羞成怒 当着基尔哈朗的面 是发了一通的大火 明军重将士 金若寒蝉 不敢出言顶撞 这和在城楼上看信的基尔哈朗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基尔哈朗在笑 准确地说是一边看着信一边忍不住地笑 信上说 豪格的数千惊奇已经距离圣经不足百里之遥 最迟五月七日 必定会原至圣经 后部大军紧随而至 必能升秦蛮子皇帝解救圣经的危机 这是基尔哈朗一直在等的这么一天 是啊 就差一步了 只要坚持到援军抵达 那么圣经就彻底转微微安了 基尔哈朗忍不住狂笑 甚至连城墙下脸色不太好看的朱词 也听得一清二楚 他甚至忍不住冲到了墙朵之前 两只手扒着墙砖伸出头去 冲着朱词大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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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一天 再有一天 大清的天君便会回防圣经 任你有万般能耐 也休想勾入圣经了 基尔哈朗说着 非常想看到朱词现在的表情 到底是怎么样的丰富 只是在夜色之下 加上距离有点远 并看不清楚 但朱词没有做任何的回答 只是愤然的挥秀离去 用行动告诉基尔哈朗 他的心情可不好 这足以让基尔哈朗感到释怀 长久压力下的释放 让基尔哈朗有些忘乎所以 继续试图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刺激城下的朱词 朱词郎 你不是说让本王亲自给你开门吗 看着啊 哈哈哈哈 还有一天 你们就只有一天了 本王倒是要看看你怎么个君无戏言呢 啊 本王要看看你这个大明天子会如何的丢下颜面呢 连日来的心理压力 早已让基尔哈朗成了惊弓之鸟 提心吊胆地提防着明军的行动 也不能寐 接连失眠 连男人最大的兴趣也完成不了 如今看到援军的消息 可以说让基尔哈朗的心情 如同九汉冯甘林 突接看到了盟主 那内心激动了呀 让基尔哈朗是歇斯底里 嘿 诸此小儿 你别走啊 哈哈哈哈 圣经 你们干本是不可能拿下的 留在此地 只是自寻死路 还不 速速退去 突围刀板之鱼 哈哈哈哈 吉尔哈朗接连地呼喊着 他在报复朱瓷 报复朱瓷在这些天对他的内心折磨 现在要将这些原原本本的奉还 让你们也在悲观和恐惧中度过 城外 诸此除了对周围的将士狂发脾气以外 没有任何想要搭理基尔哈朗的意思 而正是因为如此 基尔哈朗猜到 辽宁皇帝的内心一定是饱受折磨 越是如此 基尔哈朗也是越感到解气 什么所谓的辽宁狗屁皇帝 不过是会使诈而已 不过是会吓唬人罢了 想让他基尔哈朗内心崩溃 然后趁着城内大乱 趁机夺城吗 哼 就这点破事吗 啊 就这点能耐吗 根本不可能 当他们大清的援军抵达了 辽宁皇帝的计谋都将被粉碎 辽宁皇帝理不理他 基尔哈朗也不怎么在意 他看到辽宁皇帝拿着鞭子抽打一个士兵解气 他看到辽宁皇帝气急败坏地返回营帐 真是感觉倍儿爽啊 基尔哈朗连夜将援军即将抵达的消息 告诉了城内的满汉各位大臣 除了基尔哈朗以外 其他许多的大臣也被诸此搞出了抑郁症了 基尔哈朗的消息 无疑是治愈他们抑郁症的良药 个个谈官相庆心情舒爽 城内洋溢在一片乐观向上的氛围之中 没有了心理压力的基尔哈朗身体机能也随之恢复 重新找回了往日的雄风 在他的府内一整晚都充斥着朝鲜女子的喊声 达发斯米达达发斯米达 城外明军营帐 哈敏多怀着忐忑的心情 入见朱祠 他看到的是朱祠那带着凶神恶煞般的表情 圣上 达叩大军 旦夕将至 沈阳恐怕很难拿下 不若早去 方宝圣上万金之躯 哈敏多小心地说道 他心情复杂 本来投降就是为了保命 而明军是一次次地冒险 让他是胆战心惊啊 原本他还觉得 辽宁皇帝一定是有什么妙招 取下圣经 但现在看来呀 敌人援军都快到了 却仍然没有任何攻下城池的可能 哈敏多不想死 他在试探朱祠到底还有没有底牌了 朕既然说了 要娶沈阳 不拔下沈阳 朕的颜面 何灾 哈敏多听后 准备骂娘了 这他妈的 到底面子重要 还是小命重要吗 这些大明的人 莫不是脑子都犯抽了吗 哈敏多心里暗自叫苦 他在想 是不是要想办法逃走啊 他越来越觉得 这大明皇帝跟个疯子一样 跟着他 只能是白白送死 在基尔哈朗 将信件的内容 公知于众以后 无论是沈阳城内的守军 还是赖在沈阳城外 步走的明军上下 都知道了 剑奴大军 即将到来的事情 明军 军心似乎在浮动 营地之中 也开始纷乱了起来 原本应当早已安歇的营地 却不断有人出入 来回走动 他们抢夺着营地的物资 马匹随后逃离此地 明军中 开始出现逃兵了 并且有着 逐渐崩溃的趋势 甚至于说 连将帅都没有制止 毕竟 连新国公 高洁本人 都带着人跑了 李千沪焦急的 想要求见朱祠 汇报营内的变故 但却被亲兵拦了下来 李千沪且慢 圣上劳了一天了 早已安歇 有事情 明日来报 哟 避尔不见了 这让李千沪有些急躁 他试图阻止逃兵 但那些逃兵 只是冲他笑了笑 仍然执意而去 你说 要是杀了他们吧 都是一路千辛万苦过来的战友 没有圣上的命令 他是万万不愿意的 也不敢下手 这可如何是好啊 他闹不明白了 原本军戎整齐的大名黄卫营 怎么一听到敌人援军快来的消息 军心就崩溃了呢 但不论如何 李千沪决定 他是不会逃的 等到了第二天白天 五月七日的时候 李千沪再次清点 营中留存的士兵 也就千把来人了 剩下的就是一些 腿脚不利索的伤员 还有一些实在是忠诚的将士 看到新国公已经跑了 这让李千沪恨得牙根痒痒 这时候 圣上终于醒了 他赶紧跑过去 将昨天夜里的变故 告诉了朱慈 朱慈的脸上 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表情 好像早已经料到 会出现这种事情一样 面色如常 朱慈也没有关心 这一夜到底跑了多少人 而是问道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跑 回陛下 自然是贪生怕死 为求活命 而做的逃兵位 李千沪愤恨的说道 没想到 连蒙受圣上大恩的新国公 也携中潜逃了 实在是可恶 看到李千沪的反应 朱慈反而咧嘴笑了起来 这让李千沪非常的不解 而后朱慈走到李千沪的面前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并没有解释什么 而是问 哦 哈敏多还在吗 啊 哈敏多 那个剑弱狗吗 李千沪回答道 呃 属下未曾谋剑 想必也是跑了吧 这一夜太乱了 李千沪完全不会在意那个软骨头 但是 刚才清点人数的时候 也是没看见那个哈敏多 哈敏多哪儿去了 跑了呗 原本他还在犹豫 是不是要逃走 但是当晚上 他看到连明军内部 都开始出现逃兵的时候 也觉得自己 不能这么干呆下去了 于是 选择了独自逃离 脸上的烙印 让他感到耻辱 一狠心 自己在脸上 划了几道谢口子 又把身上 弄了几道伤 装作被明军折磨过的样子 以剑奴的身份 让沈阳的守军 拉他入城 把明军内部 军心大乱的事情 告知给了城内的守军 实际上 根本不用他说 明军就安扎于 沈阳的视线之下 一举一动 都能看得见 明军出现逃兵的事情 根本逃不过沈阳的眼睛 早在一大清早的时候 神清气爽的纪尔哈朗 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一连串的事态发展 让纪尔哈朗 越发的欣喜 更是料定 辽宁皇帝 已经前驴技穷 再没有任何的 翻盘可能 就在这个时候 红尘仇 走出来问道 傅政王 明军军心已散 是不是该出城 西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九十九集 听说明军军军军纪涣 逃兵贫出 纪尔哈朗 纪尔哈朗 自以为是昨天自己那番话 起了作用 动摇了明军的军心 心里不觉间 觉得是美滋滋的 颇有成就感 但听到 红尘仇 建议开门 席营的时候 尔哈朗 还是保持了理性 摇了摇头 虽然可能性很小 但尔哈朗 还是保持着一颗 谨慎的心 如今援军还没抵达 绝对是 不见兔子 不能撒鹰 这就是他的想法 稳如一条脱江的野狗 明军已然是必败无疑 他完全没有必要 亲自动手 击败明军 他的任务 只是保护圣经而已 到了他这把年纪啊 这个地位 已经不需要军功来加持了 稳稳当当的 过着小日子 才是王道 至于 唾手可得的军功之类的好处 便留给那些 前来支援的八旗子弟好了 他大可以高枕无忧地在城楼上 眼看着明军的全军覆没 当然 如果辽宁皇帝不跑的话 不过 朱慈还真的没有跑 即使面对整个军营的崩盘 仍然是脚叉大地 坐我阵营中 李千户的脸色 有些难堪 他也想劝朱慈撤军吧 但是 最终也没能说得出口 中午的时候 除了一些亲兵之外 整个军营 已经是空荡荡的了 人员跑了一大半 显得有些冷清 剩下的将士 虽然坚持着没有离开 但是脸上 却不免有着担忧之色 李千户也很难受 他安排的几个少探 都没有回来 对于所谓的达子援军 并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但是圣上 却如同没事人一样 该吃吃该喝喝 完全没有任何 想要过问军情的意思 颇有一种 放弃治疗的感觉 这让李千户想到了 那些即将 被处以死刑的囚犯 临死之前的饱餐 中午的时候 圣上甚至拉着他 和亲兵们一起聚餐呢 去 给朕拿些酒来 朱慈对着毛龙儿 吩咐说道 这两天 朱慈已经默认了 毛龙儿对他进行 除了生理需求以外的 其他方面的照顾 已经当作了 宫女一样使唤 这个时候 毛龙儿的脸色 也不太好看 军中所发生的一切 他都看在眼里 但作为一个女子 他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只能按照朱慈的意思 去做他吩咐的事情 李营中的其他姐妹们 都还在吗 当毛龙儿回来的时候 为众将士 针灸之计 朱慈 开口问道 回圣上 如今大多已经不在了 毛龙儿低着头 回答道 其他汉女 看到军中大乱 也随大溜地跑了 留下的 基本就没几个了 哦 那你为什么 不和其他人 一样离开呢 我 朱慈问道 毛龙儿低着头 小声地说道 圣上救命者 民女又怎敢忘怀 朱慈听把 点了点头 算是一种赞许 报 圣上 西南二十里处 发现敌情 就在这个时候 从帐外 传来了 哨探回报之声 听到这里 李千护立刻起了身 请命迎敌 圣上 在此安坐 属下舍命护总 死战报国 声音慷慨 感人废负 朱慈抬头看着李千护 脸上的执着和忠诚 心里还在合计 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情 也让这个李千护 知道知道了 不过思前想后 还是觉得算了 所谓逢场作戏嘛 总得有点逼真感 这些人 就是这种逼真感的保证 同时 朱慈也想知道 当他的军队 面临着灭顶之灾的时候 大家 又会有怎么样的反应 和处理 李千护的反应 算是合格 毛龙儿这女子 倒也有些义气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朱慈没时间吃饭了 他起了身 对于李千护迎战的要求 摇了摇头 而是说道 不行 现在 传阵命令 整合所有没走的人 死 也要打下沈阳 要是把视角切换到城楼上面 他们看到 远处 大队的人马 正在步步逼近 近处 明军的残部 开始整理工程用品 准备 强攻沈阳 呃 这是 明军最后的疯狂吧 至少 吉尔哈朗 是这么认为的 当他看到 那本来就不多的明军 像个傻子似的 准备强行工程的时候 吉尔哈朗 真的觉得 辽宁皇帝 是不是疯了 吉尔哈朗 捂着肚子 快要笑死了 其他官员 也跟着笑容满面的 对着城下的明军 指指点点 哈哈哈哈 辽宁皇帝 已经没招了 竟然只能 气急败坏的工程 哈哈哈哈 是啊 多亏了辅政王 文若泰山 坐镇圣经 明军根本就是 无计可施嘛 吉尔哈朗听到以后 德意满满 拂袖挥了挥手 说道 哎 蛮子皇帝 也不过如此 你们看他现在的样子 还哪里有天子之仪吗 整个一只疯狗 一对对的明军 被朱瓷咆哮着 催促着 向沈阳进攻 但是如此少的兵力 如此劣质的工程器械 还没等冲到城墙边上呢 就被打退了回去 给朕上 死 也要打进沈阳 朱瓷大喊着 但是 事实 却从不会因为个人的意志 而被改变 朱瓷越是不顾一切的工程 越是头脑发热 吉尔哈朗 便越是高兴 想叹辽宁皇帝 志得意满地打到圣经 也不过如此 转眼间的逆转 让吉尔哈朗 真是大为解气 就快赢了 就快赢了呀 这是吉尔哈朗 忐忑内心中的期盼 援军临近的背景下 明军的任何工程行为 都是徒劳 吉尔哈朗甚至看到 疯狂的朱瓷 竟然想要亲自撸刀上阵了 不过 却被其他的人给死命地抱住 放开战 朕要拿下沈阳 亲自拿下沈阳 血洗汉贼 李千护死命地抱住朱瓷 朱瓷拼命地挣扎着 完全没有任何作为皇帝的样子了 圣上 圣上 沈阳 打不下来的 李千护想着 让圣上能在最后的时候 保持清醒一点 保持清醒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死得清醒吗 圣上 咱们败了 李千护 悲由心声 说道 圣上 放手吧 没有用了 李千护的话 似乎是有了些用处 出此 突然颓废地站在原地 手上的战刀 都掉在了地上 远处 八旗的援军越来越近 李千护的视线 已经模糊了 他放开了朱瓷 提着枪 向朱瓷请命 上上 属下向战死沙场 不负皇恩浩荡 朱瓷 定定地站在原地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只是淡淡地随口说道 去吧 李千护转身离开了 朱瓷身旁 已经没几个人了 他弯下腰 捡起自己的爱刀 回望身边的 一个个灰尘土脸的明君 颇有感慨 朱瓷注意到 毛龙儿不知从哪 捡来了一把刀 煞有介事地握在手中 但是 怎么还没开干呢 就已经在颤抖了 这一幕 让朱瓷忍不住想笑 差点破了弓 毛龙儿 你在出什么洋相啊 朱瓷板着脸问道 远处 八旗的大军 在奔袭而来 近处 明君疯狂地 试图攻下沈阳 却不断受挫 沈阳的守军 在不断地挑衅着 朱瓷的明君 洪成筹和范文成等人 在冷漠地注视着 明君的败往 吉尔哈朗 望着朱瓷和明君的颓废 不由地冷笑 在这几乎处于绝境的情况下 就连朱瓷本人 也已经似乎安危难保的情况下 朱瓷竟然看到 毛龙儿一介女子 拿起了刀剑 跛脚地举了起来 说道 我 我想保护圣上 朱瓷不知道 是该感动呢 还是该训斥他 不自量力 李千护 已经带人去和那些 奔袭而来的达清援军 去拼命了 朱瓷走到毛龙儿面前 握住 他那拿着刀剑的手 说道 放下吧 这不是女人 该碰的东西 可是我们毛家有着祖训 毛龙儿不觉地眼眶 带着湿润 在这即将没落的时刻 他似乎鼓起了勇气 将伺候朱瓷的这些天内 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他怕 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从小就告诉我们 身为汉人 男不是达官 女不嫁达民 中军哀国 不忘国仇家恨 那日若非圣上大军救了民女 会以以死民间 民女只恨自己女子之孙 尚不能为圣上战色沙场 尚不能为祖父 昭雪深渊 毛龙儿 毛龙儿没有试图从朱瓷的手中挣扎 只是在这最后的时刻 这般的倾诉 朱瓷默默地听着 约莫察觉到了什么 问道 你说 你的祖父是 毛龙儿想着 反正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反正都快要死了 他醉沉之女的身份 也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于是 咬着嘴唇 低头说道 民女的祖父 正是那人身上提起的毛文龙 说完这些之后 毛龙儿便跪了下来 有些忐忑不安 欺骗圣上 这已经是犯了欺君之罪了 不过现在 哪还管得了这么多呀 所有想要说的话 都已经说出来以后 他本人都感觉到一阵的舒爽 他没敢抬头 看朱瓷的表情 是怒呢 还是恨呢 或是表现出厌恶 这些似乎都无所谓 在这个视角 他也只能看到朱瓷的手 虽然沾了些灰尘 但是很白 很修长 很好看 他想起 刚才感受到的手心温度 似乎 死在这里 也值得了 至少 圣上便在他的身边 又有什么好惧怕的 你女欺君大罪 请身上赐死 毛龙儿说道 为什么要死呢 朱瓷说道 他的话里 似乎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 平淡无奇 难道 你不想看到你的祖父 被平反昭雪吗 知道毛龙儿和毛文龙的关系以后 诸此 颇有感慨 当初 毛文龙被杀 崇祯办的最大的蠢事 便是没有为其平反 而为之后的三王祥卿 埋下了伏笔 直到南明灭亡 都没能官方的为其证明 袁毛的时代 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现在去考虑谁对谁错 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 他们的后人 在做人上 却是截然相反 毛家 本可以借助三王的关系 出将入世 不在话下 但直到清王 也一直恪守着祖训 无意人出世达青 至于袁家的后人 或者说袁家事人 何是被台汉入旗的满人呢 毛龙儿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抬起头来 诸此 已经没收了他的刀剑 背过了身子 说道 所以 无论如何 也不要想着死 曾经 你的祖父 毛文龙总兵 千里奔袭 萨尔虎 屠灭一城 养我国威 今日 朕便笑其行 以济毛帅 在天之灵 十六岁的出辞 算不上有多高大 也就一米七出头一些的身高 但在此话的衬托之下 毛龙儿 却觉得是异常威武 那似乎只有小时候 父亲在讲述祖父的光辉事迹的时候 才会在脑海中 脑补出的身影 毛龙儿感动了热泪眼眶 在这个时候 不知为何 他却对朱祠 升起了十足的信心 当圣上带着 已经少到不能再少的人 营像早已击溃了 李千户后 奔袭而来的八旗兵的时候 他甚至觉得 圣上或许可以凭借一己之力 力挽狂澜 他看到朱祠 帅气的抽出了战刀 接出了第一个八旗兵 好英勇啊 他看到朱祠 帅气的砍断了马腿 好厉害呀 再下一秒 他就看到朱祠 被团团围住 然后被抓起来了 八旗的骑兵 也是在转眼间 冲到了毛龙儿的身旁 他才恍然意识到了 自己的处境 他想要自杀 身旁却没有刀了 于是 他也被嬉笑的八旗兵 给摁在地上了 这一切 都在继尔哈朗的注视下发生着 甚至连朱祠和毛龙儿的 年度苦情戏 他也看在了眼里 对于他们明军的悲剧收场 继尔哈朗 总算是放下了心 这辽宁皇帝 能打到圣经 确实说是英勇 那种心理战压制的战术 也让他差点着了道 但幸好靠着自己的谨小慎威 终于是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当看到朱祠被援军拿下以后 心里的最后一块石头 总算是放下来了 他要亲自去看看 身为阶下囚的辽宁皇帝 到底是一副怎样的表情 但是站在一旁的红尘筹 总感觉这哪里不太对劲 但又说不太上来 这辽宁皇帝吹了半天 真就这么点本事吗 而且今天他这眼皮是一直在跳啊 总觉得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却又找不到症结所在 此刻的吉尔哈朗 已经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 其他人也因为最后的胜利 而放下了这几日一直紧绷的神经 实际上 哪怕是之前在防守明军最后的反扑的时候 吉尔哈朗虽然表面很轻松 但心里仍然是很紧张的 他就怕最后关头 又出现什么幺蛾子 那可真麻烦 但当辽宁皇帝被俘虏之后 这一切都不攻自破 这些天的种种 都是辽宁皇帝在故弄玄虚 怀远门被打开了 吉尔哈朗带着百官 出城迎接有史以来 他们达清拿下的 最高身份的俘虏 辽宁皇帝 那一个耀武扬威好几天的主 如今是劈头散发 衣冠不整的 被押向了沈阳城 长发的覆盖之下 看不到辽宁皇帝的表情 像个彻底失忆的疯子 被绳索捆了个结实 你们快看看 吉尔哈朗迎向了朱祠 发出猖狂且爽朗的笑容 哎呀 大明的天子啊 如今沦为阶下囚 感觉可好啊 哈哈哈哈 哎 你不是说 让本王亲自为你打开城门吗 啊 迎接你的大军入城吗 怎么样 现在 你可还能扳刀啊 吉尔哈朗在疯狂的嘲笑着朱祠 那是他的抱负 他想看看朱祠的表情 会有多么的颓废和沮丧 他想看到朱祠的愤恨和恼怒 然而 当离近了以后 当吉尔哈朗 可以看到朱祠的面容以后 却赫然发现 在长发遮掩的面容下 却是微微勾起的嘴角 什么 那是在笑吗 疯了吗 我 宁神再看 仍然是在笑 哈哈 吉尔哈朗 剥了剥了脑袋 怎么还听见笑的声音了 经常看三国演义的吉尔哈朗 似乎见过这样的套路 比如A要被B斩掉的时候 便会发笑 然后B会问 为什么发笑 然后A说了一大堆屁话 B便会大吃一惊 连骂自己糊涂 然后把A给放了 吉尔哈朗甚至觉得 辽宁皇帝肯定也是三国演义 看多了 来玩这种老掉牙的套路 他才不会上当 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但吉尔哈朗 还是忍不住 皱着眉头 想问一下 你 你 你什么意思啊 死到临头了 还有什么好笑呢 朱子忽然止住了笑声 抬起了头 那露出的眼神 带着冷灭的表情 又隐含着杀气 将死的你都敢笑 朕又为何笑不得 朕不是说过吗 让你亲自为朕打开城门 欢迎朕的大军入城 那么 现在朕必须要好好谢谢你了 傅政王 为朕洞开了沈阳的大门 将你们的头颅 送到了朕 的面前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一百集 朱子的话 好像是高山上的寒冰 给吉尔哈朗 来了一个透心凉 他慌忙间回头一看 看到的是 已经向辽宁皇帝敞开的 怀远大门 他也不算太笨 忽然间就意识到了什么 下意识地抽出 身边卫兵的佩刀 向朱子砍去 朱子身上原本绑着的绳索 却不知何时已经松开了 甚至吉尔哈朗 在兴奋之下 都忽略掉了一个细节 朱子身上的战刀 没有被剿械 朱子健壮 随手抽出一敌之灾 回应吉尔哈朗的攻击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朱子身后 蹭地窜出了一个人影 手握一把长枪 静止刺入了吉尔哈朗的右胸 连续把他推出去了好几步 于是朱子的斩机 尴尬地落了个空 靠 哪个不要脸的孙子 竟然干出抢人头的罪恶够荡 朱子十分的不爽 抬眼定睛一看 高杰那张老脸就转了过来 正掩饰不住兴奋地 对朱子说道 圣上受苦了 别说那些没用的 朱子说道 冷着脸整理了一下散乱的头发 对着所有的八旗援兵命令说道 大明的将士们 攻入沈阳 屠灭打狗 一声令下 所有持援的八旗兵都为之大振 他妈的 早就憋坏了 就等现在了 一个八旗兵卸下了铁盔 露出了他那乌黑的绣发 没有任何剃过的痕迹 老张 别磨叽了 杀呀 也有的八旗兵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陷路为静 实际冲了过去 他们哪里是什么八旗的援军呢 本就是明军乔装而来炸成的而已 此时城门洞开 四肌围猎的猛兽就露出了辽阳 原本出了迎接俘虏的都是达青的高官 卫兵嘛 倒是有 也有精兵 但是当他们看到自己心中期待的援军突然变结 谁都没有什么思想准备愣在了原地 更没有任何作战的准备 在突然袭击之下 顿时是兵败如山倒 城门又厚又沉 打开都费劲 关上更费力 哪怕是城内的鸭子们反应过来了 也根本阻止不了明军的攻击了 那洞开的大门 就像是毒蛇的七寸 被明军抓在了手里 铁梯踏过 重管惊慌失措 有的人直接成了刀下鬼 也有的人是死命的抵抗 但更多的人却选择跪倒在地上 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吉尔哈朗被刺入了肺部 咳嗽不断 看着周围的变故 吓得他是花容失色 心跳加速 怎么会这样呢 他明明很谨慎 很小心了 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 还是功亏一筷呀 此时的吉尔哈朗 连想抵抗的想法都没有 捂着流血的伤口 后退两步 哐唐一声 坐在了地上 心中想着 输了 彻底的输了 圣经完了 甚至连大清 都要完了呀 他在回想着 这些天的经历 仿佛在梦中 那天辽宁皇帝 在怀远门外 放出的豪言 历历在 难道 从那个时候开始 辽宁皇帝 便已经把时机 看准在今日了 之前的一切 不过都是在为今天 埋下伏笔吗 从刚开始 以强势般的言语 让整个圣经内的人 都在猜测 诡异莫测的 辽宁皇帝 到底怎样的方式 恭取圣经 以至于百官 包括他自己 都处于一种 捉摸不透的 忧虑之中 然后 有一封书信 让他们看到希望 忧虑的内心 得到缓解 直到辽宁皇帝 丧心病狂的 竟然以自己 尊贵的身份 充当诱饵 这根本无法想象 是一个皇帝 能亲自做出的牺牲 他们迷失在胜利之中 他们忘乎所以的 以为他们已经赢了 放心的打开了城门 放心的 迎接着诸词的到来 诸词自始至终 打的都是心战 人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下 心理防线 最容易出现漏洞 最容易被欺骗 并非是 急喜急悲之时 而是 由急悲 转为急喜之时 这叫做 心态反差 就如同一个 被医生宣判了死刑的人 更容易迷信 街边的小广告 就如同一个 总是失恋的人 更容易陷入感情的漩涡之中 难以自拔的迷失自我 以至于做出 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中 吉尔哈朗或许很谨慎 并不会被任何形式的挑衅 所羁绊 轻易地把诸词迎接入城 但当全城都在渴望着援军 来拯救的时候 他们那紧绷的神经 终究会让他们迷失自我 一失足 成千古恨 所谓的乔装诈成 实际上并不完美 但是 当诸慈在不知不觉间 给沈阳的守军和大臣们 心里加上了一层 心态反差的debuff 这一切的计划 容错率也明显地提高 以至于现在 诸慈完全可以以 胜利者的姿态 踩在吉尔哈朗的老脸上 太阳太宗 老臣 会对你们啊 身心俱疲的吉尔哈朗 呕吐着鲜血 望向沈阳皇宫的方向 城外的百官 或是抵抗致死 或是在转瞬之间 被拿下 俯首于明军之间 当大部分的明军 在新国公高杰的带领下 进入了城池 诸慈 亦是迈开了步伐 在亲兵的簇拥下 朝着沈阳城内走去 当走过那些 已经被擒祸的 达清众官身旁 诸慈 听到了他们的咒骂 诸慈郎 你朽得猖狂 等我大军回援 便是你死无 掌身之地的时候 他是摄政王 必为我等 报仇雪恨 把其的铁骑 必将踏入中原 将你朱家 斩尽杀绝 有些人的确是硬骨头 即使被擒祸了 仍然是大骂不止 当然了 也不会缺一些墙头草 圣上 罪臣恭迎 圣上太子入城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圣上 罪臣 虽 虽是伟青 但是 使亲像大名啊 圣上 圣上 你 你 你英明啊 圣上 朱瓷环视了一圈 然后 信步走到了 范文成的身边 后者的双腿站立 浑身发抖 低着头 小声地 对朱瓷说道 罪臣 范文成 范公 范文成 十五 十孙 万剑圣上 范文成的始祖 乃是宋师的名臣 范仲淹 这乃是他们范家最大的光荣 不仅是面子上有光 关键的时候 还能当作护身符来使用 当初他们范家 被明太祖下罪斩首 正是因为搬出来了范仲淹 才让他们范家 免于一死 范文成在暗示诸词 他的家事 试图以祖宗的名声 来求得活命 只要辽宁皇帝读过史书 知道范仲淹的事迹 想必一定会联系 他们范家的后人 只要能免死 被流放荒鞭 他也认了 哦 你是说 你是范文成的后人咯 对对对 范文成恍然间 感觉辽宁皇帝似乎要松口 心里有些激动 只是听到朱子的下一句话 就让他凉透了心 哦 哎 说来也巧啊 朕啊 还奇怪呢 怎么昨天晚上竟然会梦见范工 他托梦对朕说 有个不懈子孙 卖国求荣 请朕替他清理文户 是你吧 朱子冷笑着说道 范文成听后 意识到朱子的杀心遗弃 他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 顿时 他脑子有些发蒙 嘴唇发白 那两腿之间 隐隐的感觉有种热乎乎的液体就出来了 临近死亡 丑态百出 作为第一个投奔达青的文臣 为了功名利禄 恬不知耻地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这种人 哪怕是千刀万剐 都不足以解恨 白白长着一个汉人的皮囊 里面纯粹是一条做狗的心 当然 这么说 都有点侮辱狗了 来人 把这丝的皮扒下来 撒盐 朱子说吧 转身离去 这是对于范文成的最终审判 已经吓傻的范文成 在听到自己要被剥皮以后 吓昏了过去 不过 当明君把他脱下去 用刀开始割他的皮肉的时候 疼痛又让范文成苏醒了过来 这一苏醒可到好 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是此起彼伏 让一众的满汉重臣 都维持心惊胆战 连一些叫骂声很凶的大臣 都吓得闭上了嘴 不过 将士们剥皮的手法 似乎不怎么熟练 这砍人倒是一刀的事情简单 痛快淋漓 但剥皮可是细致活 真的有点难 像那些专业的柜子手 或者打猎出身的人 手法好的 能割出一块整皮来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剥皮 食草这种残酷的刑法 但现在没人是干这个出身的呀 没事在家里练剥皮吗 这些将士们去剥范文成的皮 实在是有点业余 只能是一块块的分段剥下来 其场面是惨不忍睹 一块块带血的皮肉 被尖刀撕开 然后拿起来丢掉 活生生的一个人呢 在无数刀下举后 便只剩下没有表皮的肉人了 变为肉人的范文成 在盐巴的刺激下 不断在地上打滚 而当血肉和地面的泥土亲切接触以后 又继续加深着他所承受的痛苦 谁知道他能坚持多久啊 什么时候能咽气呀 诸慈倒是希望他能活长一点 不然死得太快呀 实在是太便宜了 不过现在的出辞 可没有那个闲工夫 去欣赏范文成的痛苦结局 他已经走到了红成仇的面前 用着不无挪余的口吻 问道 哎 红独士 可也有什么如雷贯耳的祖宗吗 有名气的祖宗 谁还敢说呀 没有 就算是有也没用 红成仇也不傻 范重烟的子孙都被毫不手软的放在那儿给剥了 这般的架势下 他还能说什么呀 红成仇觉得 好像除了和衍圣公沾亲戴故以外 什么样的祖宗都难以庇护他的生命了 红成仇是料定自己 必死无疑 所以在心态上 要比范文成好许多 实际上 红成仇还是有点尴尬的 他和范文成不一样 范文成是直接投奔了野猪皮 按理说呀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臣 而他红成仇 原本可是大明的高官 屈膝师节投降 妥妥的降官无疑呀 师节也就师节呗 要是能在达清这边受到重用 并且保住性命 哪怕是被人唾骂 忍也就忍了 但是现在又重新被明君俘获了 这不就干了吗 真是挺尴尬的 你说重新屈膝投降明君吧 不行 人家肯定不会接受啊 徒增孝料而已 要不然表达出 誓死孝中达清的气节吗 呸 装出来连他自己都不信 不过 向来是喜欢当婊子 又想立牌坊的红成仇 还是决定 跪在地上 对诸子试一试 于是哭着说道 哎呀 笔虾呀 罪臣 甲净贫寒 身份卑微 并无得足庇佑啊 罪臣 岂余陈 岂余陕 岂余陕 假意乱贼 为太地重用 披荆斩棘 平叛灭扣十余年 经历大小战事数百 身被闯伤无数 思以为宝君恩之龙 虽死已无悔 然松尽之败 沦陷贼阳 时机而降 实在愧对故朝 每日无不思念 以泪熄灭 行上 今天您可算是来了 圣天子 您是文德武备 天君所向披靡 他日必能重振朝纲 忠兴大明 随臣实敢欣慰 此乃太族之福 大明之福也 虽臣甚至 自己罪孽甚重 必死无疑 然而 死于天子之手 服于天子之位 臣已无憾矣 和范文成不一样 红成丑打的是感情牌 先是阐述了 他在大明围观期间 功劳是打打地有 而且难觅其用 他的投降 实在是无奈 就像当初徐树一样 身在曹营 心在汉 同时 请求赐死 来烘托他那种 即使投了敌 仍然对大明还有感情 还有认同的心态 陡然之间 就有一种悲壮 泪点滴的 或许直接心痛的泪奔了 朱瓷听了 这心里啊 也不由的竖起了大母哥 想说 啊呸 真他妈不要脸了 要不是知道 他在嵩山干出了 屠杀曹辩娇和王庭辰的事情 一般人 还真有可能 被他那种虚伪的表象所迷惑 认为他是个悲情式的人物 这样的婊子 比范文成还恶心呢 连祖大寿都不如 红都市的厚颜无耻 还真是让朕 大开眼界呀 朱瓷说道 有一点 的确是他没想到 红成丑 在短时间内 就能组织出 如此不要脸的话来 还针对得起他那近视的学历 红成丑就没再说话了 低着头 也就不看他了 来人 把他 也剥皮撒盐了 将士们得令 很快便将红成丑也拖了下去 惨叫声随之响起 和范文成的声音呢 是一唱一鹤 除了这两个人以外 还有张存仁 宁完我之流都在其中 不过朱瓷 对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一个个审判 那不行 效率太低了 对于沈阳中的大臣 无论是达子和汉臣 没有一个人 值得赦免 其他人 全部挂在树上 剖开胸腹 诸此命令他 他不可能让这些达青的高官 那么简单的死去 也不可能浪费太多的人手和精力 专门去料理他们 沈阳之内 还有更多的事情 要去做 这种形式的折磨和屠杀 简单而又高效 同时这也算是 弄了一个景观呢 试想一下 当多尔滚的援军 从淮远门外 持援沈阳的时候 离大老远就能看到 城外的树上 挂着一个个的朝廷大员的尸首 他们会作何感想啊 当然了 多尔滚啊 或许不会为那些大臣而悲伤 但是沈阳城内的那个人 如果死掉了 不知道会不会击穿 多尔滚的内心呢 谁啊 文明侠尔的大鱼儿啊 诸子也想看看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迷人呢 哎呀 失策了 哎 红城仇到底有没有把这个大鱼儿给上了呀 这个历史悬案 刚才一着急 好像忘记问他隔壁老红了 想到此 诸子赶忙 看向老红那里 只见他已经被削得不成人样了 得 显然是没有办法 再回答这个问题了 怀远门外 痛苦的哀嚎 充斥着这片天空 但却如同天籁一般 让那些痛恨剑奴的将士们 为之快意 毛龙儿并没有跟随主力入城 而是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 这一切都是圣上的计策 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而诸子的身影在他的心里 也是重新的高大了起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